中周 天道宗禁地 雾道茶树下 一道人影 破开虚空而来 人未至 化仙道 我叶苍日你仙人 说好渡过成仙节 就能飞升成仙 老子足足渡了一百次 一百次啊 结果成仙路没出现 狗屁仙人也没见着 气死我了 嗡 虚空闭合 叶苍现身 来者约莫二十岁的年纪 气度非凡 只是一身战衣破碎 灰头土脸 略显狼狈 就在刚刚 叶苍度过自己的 第一百次成仙节 结果 成仙路还是没有出现 他飞升仙界的梦想 算是彻底破灭了 在《一网古迹记》中 成仙路确实存在 并非虚假 只要度过成仙节 仙界便会降下成仙路 由此进入仙界 中周众多黄庭仙族 仍然保留有仙人传承 以及无上仙器 叶苍手中就有一把 名为诸仙的剑 威力举世无双 为九州一决 若非有仙 如何可诛 这正是叶苍 妻而不舍 非生仙界的执着 不过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仙界不知出了何种变故 这条路彻底行不通了 只能另寻他法 唉 叶苍悠悠叹口气 回到天道宗 悟到茶树下 仿佛回到自己家一样 熟练摆好小桌子 小板凳 摘下几片悟到茶叶 放进到运茶杯 再用灵犬泡开 瞬间熏香扑鼻 芳香四溢 叶苍闻一口茶香 随后一饮而尽 道闻法则阴晕其身 随后一闪而过 很显然 悟到茶带给他的提升 已经圆满 难有效用 他只是单纯喜欢喝而已 嗯 就是这个味 妙极了 悟到茶有清新安神功效 还能提升修饰修为与悟性 每当叶苍感到心情烦躁的时候 便会来到此处泡上一杯 减去烦扰 但是这一次 效果没那么明显 他还是感到相当困扰 回想起来 叶苍穿越到九州大陆 也有一千多年 没有金手指 没有护道者 凭借99%的努力 和1%的天赋 以及上千次死里逃生的运气 才从一个底层小修士 修炼到九州境界之巅 大乘七 不仅如此 九州之内 大乘七强者多如繁星 但是 能经历一百次成仙劫不死的 基本没有 叶苍虽没有九州最强者称号 实际战力 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 然而 这有什么用 他的梦想 是以仙人之姿进入仙界 以求长生 现在只能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哎 烦药 叶苍重新泡开一杯悟道茶 正准备一饮而尽的时候 忽然听到电子合成音响起 叶苍一惊 条件反射般撕裂虚空 随后收拾桌子 凳子 一气合成 正欲踏入虚空时 又忽然停了下来 叶 检测到宿主 双修系统启动 姓名 叶苍 年龄 一千零二十岁 体质 太虚圣体 荒谷圣体 修为 大成七 卧槽 系统 待听清楚声音后 叶苍有些哭笑不得 我都大成七了 你这系统是投错胎了 还是来晚了 系统没有理会叶苍的吐槽 按照惯例行事 本系统名为双修系统 助力宿主广结姻缘 成就幸福家园 请宿主领取新手大礼包 叶苍顿时嘴角抽搐 什么意思 见我成仙无望 特意给我送温暖来了 还成就幸福家园 老子母太solo至今一千零二十载 每天过得开开心心 你凭什么觉得我不幸福 单身万岁好吧 系统不以宿主的意志为转移 态度依旧强硬 素领 叶苍 什么态度 我是宿主 你是来为我服务的 倒清楚了 然而 系统只用一句话 就让大成七修士当场服软 本系统能助宿主飞升仙界 叮 新手大礼包发放中 请接收 飞升仙界是叶苍毕生的梦想 他但凡有一丝犹豫 都是对梦想的不尊重 金光一闪 叶苍面前出现三样宝物 第一样是一门修炼仙法 阴阳补天路 附房中十八树 第二样是一份残缺的太极图 散发出磅礴仙界 第三样是一枚九转黄魂丹 金光阴晕 这 仙法 仙气 仙丹 叶苍挠了挠天灵盖 有些发忙 他就领个新手大礼包而已 怎么给的全是极品 系统 你是不是给错了 这新手大礼包也太吓人了吧 仙法 仙气就不多说了 基本掌握在黄庭仙族手中 叶苍在九州大陆摸爬滚打一千多年 也只侥幸修炼到一门残缺的仙法 倒是朱仙剑完好无损 威力惊天 九转黄魂丹 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奇效 整个九州现存数量 绝不超过一手之数 端是稀少含有 系统言语简洁 态度强硬 有一股爆发户的前置 无错 好好好 无错 叶苍对系统的表现相当满意 从此刻开始 他便决定跟系统混了 不管他往后会下达何种任务 照做就完事 叶苍心情大好 不能飞升仙剑的阴霾 瞬间一扫而空 快速将新手大礼包收好 这才对系统说到 下达任务吧 任务已经发布 不得拒绝 不得消极回避 任务失败 本系统将另寻民主 请宿主好好珍惜 什么 任务失败 就要另寻民主 叶苍绝不允许有此等情况发生 他现在已经离不开系统了 失去他 就会失去梦想 还会失去一大堆宝物 保证完成任务 忠诚 任务一 请宿主即刻前往冬域 会见萧鱼儿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 加1000 住 原点可在系统商城进行购买 商城物品会随着任务进展逐渐开放 其中便包含飞升仙界的方法 住 每次任务实现为百年 百年之内未完成则失败 任务失败 叶苍请保重 叶苍眼角抽搐 任务失败后 连宿主都不喊了 系统 萧鱼儿是谁 叶苍心有不安 你的未来道理 果然 叶苍满脑子黑线 什么修为 练气巅峰 今年刚满18岁 轰隆隆 练气巅峰 叶苍一身恐怖修为猛然爆发 整个天道宗都在晃动 你让我堂堂大成七修士 去找一个练气七的小丫头做道理 与此同时 天道宗十几双眼眸怒争 爆发出强大气势 叶苍你个老六 又来偷我宗门悟道茶叶 大家一起上 维欧塔 天道宗 作为九州皇庭先族之一 其宗门底蕴端士非常可怕 大成七修士不在手术 感应到叶苍爆发的气息后 立刻就出现一批大能御 对他进行维欧 这些大能 单独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长教主宰的大人物 像如今这么不顾身份 不顾公平维欧一个人 还觉得理所当然 就 只有在面对叶苍的时候了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叶苍真的太强了 一人双胜体 分别是太虚与荒骨 还有诸仙剑在手 跟他单挑纯属毛坑里点灯 找死 天道宗的弟子 纷纷抬头望向天空 心中激荡不已 平日里见不到一眼的 长教长老们 此刻竟然扎堆出现了 尤其是一些 刚加入天道宗的新人 根本不知道 发生了何种情况 卧槽 太上长老 太上二长老 太上三长老 还有宗主 全都现身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要发生宗门大战了吗 嫡媳 大家准备应战 我有见识过 多次大场面的老油条们 镇定自若 大家别慌 打不起来 太上长老 他们只是在赶一个人而已 就为了赶一个人 需要这么大阵仗 老油条呵斥道 你们懂个屁啊 那可是叫叶仓的男人 新人们满脸惊愕 叶仓 就是那个把九州 搞得鸡犬不宁 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 还听说 他生性凶残 喜好引人血 生吃人肉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洪荒野兽 哈丘 叶仓突然打了个喷嚏 骂骂咧咧道 谁在背后咒我啊 不过也无所谓 每天在背后咒骂 他的人多了去了 看着气势汹汹的 天道宗众人 叶仓笑容灿烂道 各位天道宗道友 别来无恙 谁要跟你无恙 叶仓你再不走 哦 我们就要动手了 一个脾气火爆的长老 十分冷静地顿了一下 随后瞪眼喊道 好好 只是贵宗们的误道茶 实在太和我胃口了 一天不喝 就仿佛要浑身长出红毛 我摘一点 马上就走 却抬手制止 由他去吧 叶道友是个懂分寸的人 不多探 叶仓摘够一小包后 破开虚空安然离去 这就是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绝不把人彻底得罪死 这是叶仓 经过深思熟虑后 才想出来的战略方针 非常符合 他的未来发展规划 也叫个人包围势力计划 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 就是今天天道宗的 雾道茶叶成熟了 叶仓偷偷来摘一点 明天摇吃圣地的盘桃成熟了 叶仓同样偷偷去摘几个 后天去某仙族的灵犬内取一点 只要叶仓把握好分寸 不多贪 不多拿 这些黄庭仙族 往往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与他正面开战 逃不了一点好处 一来叶仓没有留下道统 不知从何处找他麻烦 二来他孤身一人 身边没有妻儿 压根拿捏不到他 只要他别太过分 黄庭仙族们 隐忍一会就过去了 所以 叶仓的敌人有很多 但是死敌几乎没有 至于他为何要制定如此计划 自然是和他一人双胜体有关 太虚和荒谷 每一尊胜体都是吞金兽 想要完全成长起来 必须耗费极其庞大的资源 黄庭仙族倾尽所有资源培养一个出来 都算是成功的了 更别说 叶仓一人双胜体 消耗的资源绝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他需要消耗数倍乃至十倍的资源 才能成长到如今的地步 这就是个人包围势力计划的由来 叶仓是要让整个九州 来养活自己的双胜体 事实证明 他成功了 在没有金手指 没有护道者的情况下 他一次次摆脱黄庭仙族的围追堵截 经历一次又一次死里逃生 最终于月龙门一飞冲天 整个九州再也困不住他这头巨龙 黄庭仙族们兼叶仓已经成行 知道继续针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握手言和 当作无事发生 叶仓高明之处就在这里 他成行之后 没有一个个去清算他们 还是和往常一样 让这些黄庭仙族继续发展 偶尔去收点利息 继续壮大自己的实力 他坚信只要自己足够强 他们就只能忍痛割肉未硬 所以叶仓表面看似只有一个人 实则背后有整个九州 在替他搜集资源 他只需要将看中的东西取走一部分 对方有怨言也无济于事 此等做法非常不光彩 但却极其实用 东玉 位于九州大陆最东边 灵气稀薄资源匮乏 与中州相比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许多有天赋的修士会想尽办法离开这里 前往更广阔的中州修行 所以像叶仓这样的大能修士 基本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除非偶然路过 或者有一宝县时 才会前来一探究竟 从中州到东玉 横跨半个九州大陆 一般的大成期修士 起码要一年半载的时间才能赶到 而叶仓只花了十天而已 这就是太虚圣体的魅力 可以无视任何禁止阻力 横渡虚空 哦 叶仓从虚空中踏出 一改之前的灰头土脸 显得精神抖擞 他本就相貌俊逸 成为大成期修士后 更加先机遇骨 神采焕发 叶仓不知道系统 为何要给他找一个 练气气的小道理 这和他的个人包围势力计划有冲突 有了软肋 就容易受人拿捏 不过 他如今已经站在人道顶点 无论怎么修炼 修为已经固定止步不前 除非非生仙界 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而系统 恰恰可以帮助他 实现这个梦想 所以叶仓不得不提前改变计划 叶仓族真敢对他软肋下手的话 他势必化身屠夫 灭他满门泉足 大周皇室 黑水城萧家 就是这个吧 叶仓抬眼扫向下方 正是大周皇室 统治下的萧家 墨柳小家族 与此同时 萧家内传来一声尖叫 充满了热血气息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墨期少年穷 我萧鱼儿终有一天 会打上星云踪 你给我等着 叶仓 系统 你该不会给我找了个男道旅吧 叶仓的话 把系统干沉没了 久久没有回应 无奈的他只好来到萧家屋顶 开启天眼一探究竟 萧家内 萧鱼儿年方十八 身穿一袭 墨绿流仙裙 名谋好齿 亭亭玉立 论自荣 丝毫不输皇庭仙族中的天娇圣女 尽管如此 他还是遭到了李家退婚 原因之一 则是他的修炼天赋实在愚钝 从小开始修炼 至今修为仍然停留在炼气期 和他同年龄的人已经早早铸鸡 有的妖孽天骄 更是着手准备 冲击结丹 九州大陆境界化分为 炼气期 助击期 结丹期 金丹期 圆阴期 通玄期 化神期 炼虚期 合体期 大成期 每一镜则细分初期 中期 后期 大圆满 其中大圆满也称巅峰 十八岁还停留在炼气期 足以可见 萧鱼儿的天资是有多美于笨了 前来退婚的李家父子 肆无忌惮狂笑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这些话 说给自己听就好了 说出来 不就一笑大方吗 萧鱼儿你打从娘胎 开始修炼 至今一世八载 连住击都突破不了 你拿什么来追赶我 李天忆副手而立 颇有几分高手风范 继续开口 实不相瞒 我已经被天心 宗宗主说为青传弟子 日后将与宗主之女联姻 如果你们萧家往后 还想生活在这里 就乖乖丢把婚约销毁 我可不想 被我未来的妻子知道 我曾经有过 这么一个污点 此话一出 萧家众人瞬间心如死灰 天心宗在这里意味着什么 众人皆知 那可是站在 大洲皇室背后的顶级宗门 数千年来 这里的皇室 换了一个又一个 唯独每次站在皇室背后的宗门 只有天心宗 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了 天心宗想要谁做皇室 谁就能做皇室 如果李家珍 与天心宗宗主之女联姻 那么大洲皇室也极有可能变成大理皇室 死 联想到此处 萧家众人无不倒吸一口凉气 这次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 万一处理不好 他们萧家将会有灭顶之灾 萧家家主萧正仰天长叹 感慨世事无常啊 想当年 萧家和李家相互扶持 共同发展 亲如手足 老一辈们彼此定下约定 由每一代家主子女进行联姻 团结两家关系 然而这才进行到第一代 就要宣告联姻破灭 萧正心里苦啊 他当上家主那会 萧鱼儿降生了 还携带漫天祥瑞一项 所有人都以为萧家要崛起了 没想到却觉得寂寞 萧鱼儿修炼到炼气气巅峰后 修为一直停滞不前 萧家急坏了 问遍附近所有名人一事 皆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反倒是李家出了个李天忆 降生意象 虽比不上萧鱼儿 盛大隆重 但是人家修炼一帆风顺 途中没有任何阻碍 已经着手准备冲击结丹期 还被天心宗宗主 收为清传弟子 萧正很想向苍天问一句 为什么天心宗看上的 不能是他的女儿 实也 命也 李家崛起之事 已然势不可挡 如果继续纠缠下去 最终受害的一定是萧家 李天忆的父亲李四海 指高气扬道 萧正你想清楚了吗 你们家的笨丫头 配不上我家天忆 你们萧家 也配不上我们李家了 我劝你主动撤销婚约 然后公告全程 就说你们家的萧鱼儿 天资愚笨 无法修炼 配不上我家天忆 自行退婚 李家执意要萧家 主动销毁婚约 是因为当年 萧鱼儿降生之时 天地意向盛大 李家知道萧家即将崛起 所以动了攀娇之心 按照老一辈的约定 大张旗鼓上门 定下双方婚约 消息轰动 传遍了整个黑水城 然而 随着时间推移 萧鱼儿修为止步不前 毫无掌进 李天忆修为 却突飞猛进 还得到了天心宗宗主的赏识 并决定把女儿许佩几他 如此颇天富贵降临到他们头上 李家果断一脚踢开萧家 选择独自起飞 当年 毕竟是他们李家 大张旗鼓上门定下的婚约 为了避免后续成为 大理皇室的污点 所以他们 一定要萧家 主动销毁婚约 否则这个污点 将会一直伴随他们 呸呸呸 我配你个大头鬼 你们李家 李家就是欠收拾的药罐子 李天忆 你给本小姐等着 终有一天 我一定会打上天心宗 把你揍得连你爹妈都认不出来 萧正顿敢脸颊抽搐 正欲开口呵斥时 忽得听到屋外传来一声 朗天大笑 哈哈 叶仓眉绷不住 突然笑出了声 他感觉 这个恋气巅峰小道理 说话还蛮有意思的 萧家和李家众人 闻声脸色大变 尤其萧正和李四海 更是如临大敌 他们的修为同在结单期 这么长时间都没发现隔墙有耳 那只能说明 外面的人的修为 比他们还要高深 萧正不敢怠慢 行李恭敬道 敢问是何方前辈在此 还请现身一见 叶仓飘然落下 第一眼便看向 练气巅峰小道理 在他面前 随即浮现起 关于萧鱼儿的信息 姓名 萧鱼儿 年龄 18岁 体质 天鹰灵体 封印 修为 练气巅峰 颜值 96 满分100 定 恭喜宿主与萧鱼儿会面成功 任务一完成 奖励 原点加1000 任务二 让李家知难而退 主动销毁婚约 开启萧鱼儿好感度 祝 阴阳补天路 需要道理好感度达到90 100满 即以上 双方才能进入完美修炼境界 好感度越高 修炼提升越快 强行修炼 会损坏自身根基 请宿主慎重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加2000 极品助击单加一 任务失败 夜仓保重 夜仓不满 多用一个请字 会死啊 可惜 系统就是如此硬气 绝不妥协服软 任务失败 夜仓保重 夜仓 你是谁 为何偷听我们两家谈话 萧正和李四海 是有眼力见的 但是李天忆 可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尤其夜仓 长得比他还帅 萧鱼儿看着他 眼睛都没眨一下 这种眼神 却从没出现过在他身上 让李天忆感到不爽 夜仓 为他而来 诶 我 萧鱼儿挠了挠脸颊 显得有些呆萌 他完全不认识夜仓 为什么要说 为他而来 想不通 但是 萧正却神色一动 不管夜仓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来 如果可以 发展成友方 定然对萧家有利 最主要的是 他有些看不透这个年轻人 对方一身修为波动 趋近于无 跟常人无异 他可是结单高手 居然看不穿夜仓的修为 这种情况 只能出现在修为更高深的大能身上 所以他一眼看穿了夜仓的修为 定然是金丹或者圆英大佬 夜前辈专门为小女儿来 所谓何事啊 哦 也没啥事 就来找他双 夜仓 话到嘴边 夜仓发现 有些难以启齿 自己好歹也是堂堂大成七巅峰修士 真正意义上的九州第一人 只要把话传出去 毫不夸张地说 愿意和他双修的天交圣女 能从这里排到中州 尽管夜仓在中州的名声 有一丢丢不好 但是他的实力摆在那里 许多皇庭仙族 都对他有招揽之心 献出族中天才圣女与之联姻 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然而 他现在要找一个 练气巅峰的小丫头做道理 这传出去的话 他在九州仅存的那点脸面 就要全部丢尽了 双 双什么 萧正一看有戏 小心翼翼笑着追问 双 双华满天 我第一次来你们黑水城 就被那寒山风光所吸引 有机会的话 我想麻烦萧月儿小姐 带我领约一番寒山风光 萧正一脸恍然大悟 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 哦 原来如此 既然叶前辈有此雅兴 不妨在我府上暂住几天 我家丫头虽然修炼不行 但是黑水城哪里有好玩 有好吃的 他比谁都清楚 前辈找他做导游 算是找对人了 是吗 好说 好说 两人一唱一鹤 无视李家 把李家众人急坏了 李四海脸色微怒 再次强调道 萧正 你别拖延时间了 今天就给我一个交代 我们天一今晚 就要返回天心宗 否则日后 可就没有和平商谈的机会了 李四海再度搬出天心宗 继续逼迫萧家 有天心宗在背后荡靠山 将大洲皇室 变成大理皇室 根本不在话下 就算萧正 想要拉拢叶仓 又能怎么样 他能改变现今局面吗 他能为了萧家 得罪天心宗吗 他敢吗 他有这个能力吗 再度听到天心宗 萧正顿敢周身无力 天心宗就像一座大山 压得他们萧家喘不过气 只是 叶仓对此毫无感觉 经李四海这么一提醒 他也想起了系统刚发布的任务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李家知难而退 主动销毁婚约 开启练气巅峰小道理的好感度 至于双 双华满天 只能暂且放下一边 你之前口口声声说 他配不上你儿子是吧 李四海淡淡瞥了一眼萧鱼儿 冷横道 那是自然 18岁还在练气期的 整个黑水城就只有他了 萧鱼儿大怒 死兔头 你给本小姐等着 等我能打赢你 一定拔光你所剩不多的头发 叶仓白白手 是以他莫要生气 很好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其实是你儿子配不上他 你儿子天生杂体 修炼意图 自然比许多人都要强 但是萧鱼儿不同 他是阴年阴月 阴日阴时出生的天音灵体 此生成就 注定不是二等凡人能够企及的 天音灵体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尤其是李家众人 神色各不相同 李天一顿感呼吸一致 心中震撼无比 脑海中浮现起 有关天心宗宗主的相关信息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天心宗宗主就是身怀特殊灵体 才有如今的成就 一手建立天心宗 并且在大洲皇室境内 无敌了数千年 也就是说 萧鱼儿此生也能有此成就 这 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李四海直愣愣望着萧鱼儿 他年岁不小 自然知道修炼意图中 有些特殊体质强大无比 修炼起来静静神速 成就非凡 大致可以分成五等 第一等便是圣体 凤毛灵脚般的存在 第二等是为神体 每一个都有夺天造化之能 第三等就叫灵体 是修炼意图中的中流砥柱 成就非凡 第四等杂体 略优秀于第五等繁体 突然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猛地看向萧正 萧正 你竟敢欺骗我们李家 你之前给我看你女儿的生辰八字 根本不是这个 都是假的 你到底是何居心 萧正根本没有在听李四海的话 而是满脸惊骇地看着叶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叶仓身为大成妻修士 修有天眼在身 即使不用系统提醒 他也能一眼看出 萧鱼儿身上的秘密 不过 他见萧正反应有些反常 猜测其中另有隐情 暂且没有理会萧正 而是看向李家说道 如何 心服口服服 叶仓的话质地有声 惊得对方心神恍惚 只是 李天忆无论如何 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他不相信 萧鱼儿往后的成就 会超越他 神色争鸣道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如果他真有你说的那种体质 那为何 他修炼到现在 一直还是练乞棋 我不信 哼 你不信与我何关 你们李家配不上萧家 给我滚回去 叶仓双眼微眯 单手一挥 将李家众人 横扫出萧家大厅 破 破 走 快走 对方起码是金丹修士 李家众人神情大害 喷出一口鲜血 仓皇逃窜 李天忆目自尽烈 人生第一次如此狼狈 萧家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 爹 我们走 随着李家离场 系统当即宣告任务成功 第一 李家知难而退 将主动销毁婚约 任务二完成 奖励 原点加2000 极品助击单加一 萧鱼儿好感度开启 目前零 任务三 将萧鱼儿的好感度 提升到30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加3000 极品灵气清旋 建加一 任务失败 不会吧 叶仓 宿主该不会连一个 练气巅峰小修士 都拿捏不了吧 叶仓 干 如此一幕 引得练气巅峰小道旅 美眸一彩连连 好厉害 挥一下手掌 就把李家打跑了 要是本小姐也能做到就好了 以后就没人敢欺负萧甲了 叶仓副手而立 俨然一副高人姿态 摸了一把下巴 却发现光秃秃的没有胡须 但丝毫不影响 她在练气巅峰小道旅面前 本色出演高人 想学吗 萧鱼儿震惊 我可以吗 当然 不过要先解决你不能修炼的问题 真的吗 那真是太好了 本小姐一定要变强保护萧甲 叶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时 目前时 咦 这么快就涨了 叶仓 狗系统看见了吧 我叶仓 还是有魅力的 她看向萧正道 萧甲主 她身上知识 你不解释解释 萧正知道此事瞒不住了 深深看了叶仓一眼 心生畏惧 随后坦然道 我说 我说 李四海说对了 萧正确实隐瞒了 萧鱼儿真正的生辰八字 给了李家甲的生辰八字 那是因为 天鹰灵体 除了是特殊灵体之外 还是天底下最佳的修炼顶路之一 是众多大能修士的最爱 为了能提升自己的修为 这些大能修士 什么事做不出来 萧正一开始 也沉浸在喜悦当中 对此灵体丝毫不了解 直到有一晚 萧家迎来了一个神秘的客人 自称原工大师 是个修为高深的佛门弟子 他和叶仓一样 一眼便看出了 萧鱼儿身怀天鹰灵体的秘密 看在萧正好生招待的份上 他主动将此事点了出来 萧家主 你可知道 你女儿是天鹰灵体 即是阴年阴月 阴日阴时出生的女子 方有极低的概率诞生 萧正一听 当时的惊慌之色 就跟听到叶仓说出来之时 一模一样 原工大师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老那去过很多地方 见识过很多人 看出这一点并非难事 那大师有何指教 萧正诚恳询问 看来萧家主有所不知 身怀天鹰灵体并非是一件好事 这种体质只诞生于女子身上 生来就是大能修饰的绝佳顶炉 除非这女娃气欲逆天 有贵人相助前行 方能平安度过此生 萧正听罢 当场就慌了 连忙跪地请求指点 大师 还请你救救我家小女 萧家主快快请起 相识即是缘分 我就帮你这次 于是 在原工大师的帮助下 他在萧鱼儿身上施加了封印 让他的修为 只能停留在炼气期 因为灵体修炼速度极快 容易引起强者的注意 一旦让他们发现这个秘密 那么萧鱼儿就危矣 萧正心怀感激 无以为报 只好再次请求道 原工大师 你好人做到底 送佛送道西 我家小女身怀灵体 此生成就不低 恳请大师成为小女贵人 助她度过此生 原工大师沉思良久 最终答应了 也罢 你家小女是有大气韵之人 此生注定出彩 十八年后 我会回来解除她身上的封印 至于她最后是否愿意随我修行 一切就看缘分 萧正满怀欣喜 被原工大师拜了又拜 整件事情就是如此 萧正全盘拖出 没有半点隐瞒 因为她信任叶仓 叶仓虽是第一天出现在萧家 但一眼便看出 萧鱼儿身怀特殊灵体 修为高深莫测 纵使比不上原工大师 双方差距也不会太大 这是萧正对她的第一印象 更何况 叶仓从现身至今 对萧家并未斩露半点敌意 反而对李家大打出手 在得知萧鱼儿是天鹰灵体后 更是一点觊觎之心都没有 萧正能担任萧家家主之位 修为不算绝顶 但看人却是有自己一套见解 要不然 她也不会用假的生辰 欺骗了李家十八年之久 就是因为 她看出李家贪婪成性 暗中留了一手 听完萧正的话 萧鱼儿彻底惊呆了 脸色惨白 娇躯乱颤 她虽只有十八岁 但也知道 修炼顶炉代表了何种意思 一些实力强大的邪修 就喜欢炉走女修 充当顶炉修炼 强行采阴补羊 不需多久 被用作顶炉的女修 便会凄惨死去 爹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我好害怕 萧正同样感到无奈 早知如此 她宁愿女儿不要这灵体 只可惜 事情已经发生 再怎么抱怨都无用 于而莫怕 爹拼死也会保护你的 只要等到原空大师重回萧家 到时候 你就可以正常修炼 随大师一路远行修行 有原空大师保护你 爹才算放心 然而 听着两人谈话 叶仓却缓缓摇头 她不相信 这个原空大师 有这么好心 一点也不基于 萧羽儿的天鹰灵体 要知道 圣体和神体 基本只诞生于大家族中 从小便有强大的护道者守护 谁敢染指他们 就是找死 唯有灵体诞生 范围极广 就算是普通人 也有逆天改命的机会 萧家便是一个良好的例子 萧正区区 结单修为 随便来一个金单修士 就能杀光萧家 卢走萧羽儿 所以 一些大能修士 最喜欢寻找灵体一类 充当顶炉 因为他们背后的势力雷弱 不用担心惹到不该惹的大家族 即使惹上了也无所谓 区区一个灵体 影响远不及圣体 神体巨大 忍痛割肉赔偿到位 基本双方都能接受 如果无人互道 萧羽儿将来的命运 是可以预料的 不过 既然系统选定了她 那么 叶仓是绝对不会做事不管的 能成为九州大陆 最强者的小道旅 是萧羽儿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叶仓道 既然袁空大师不日变到萧家 那么我是否可以先替她解除体内封印 让她正常修炼 顺便替我引荐一下那位大师 叶仓虽怀疑袁空大师动机不纯 但她的做法是正确的 提前将天鹰灵体封印 否则等不到叶仓前来 萧羽儿就可能遇见危险了 萧正估摸了一下十日 正色道 算算日子 也快满十八年了 袁空大师不久就到 那就有劳业前辈了 叶仓让萧羽儿站定 随后双眼圣光流转 就仿佛开了透视一样 轻易看穿她体内残留的封印阵 还是个阵法高手 这封印阵有点水平的 叶仓意外道 萧正一脸得意自豪 袁空大师可是得到高僧 修为自事不用多说 唯有萧羽儿感到周身不自在 不知为何 对上叶仓的眼睛 让她有种全身被看光光的感觉 一丝不挂 就很羞耻 那个 叶前辈 好了没 别急 让我再看会 哦 过了好一会 叶仓才收回视线 双指抵在她额头 丝丝 精纯灵力注入 强行破除 破 萧羽儿顿感体内灵力稚固一松 源源不断涌向全身 神情大悦 爹 我好像可以正常修炼了 好好好 多谢叶前辈出手相助 萧正文之无比惊骇 这么轻轻松松就破解了 他记得袁空大师施加封印那晚 可是足足花了好几个时辰 这叶仓也太诡异了吧 多谢叶前辈 你的大恩大德 我萧羽儿记住了 日后定会报答于你 爹 萧羽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二十 好 那就日后再说吧 叶仓微微笑道 还有不用叫我叶前辈 叫我叶仓 与此同时 就在叶仓轻松破除 萧羽儿体内封印之时 一个身穿佛袍的僧人 正在急速飞顿黑水城 嘴角擒着笑意 突然 他神思一动 然后神色大变 什么 封印阵被破除了 不好 得加紧才行 原空大师施展秘术 化作长虹 夹急飞顿 当晚 萧家张灯结彩 大赦晚宴 尤其今日对萧家而言 意义重大 摆脱了李家的纠缠 萧羽儿也能正常修炼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叶仓的功劳 萧正越看越觉得 这位前辈平易近人 是个好人 而且叶仓生长得 极为英俊儒雅 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 长得帅 修为还高深 这在修仙界 可是抢手货 一轮酒水过后 萧正醉意为憨 不知叶公子从何而来 今年多大了 叶仓淡定回到 从中州而来 今年一千零二十岁 啊 死话一出 萧家众人家菜的手 接停在空中 有些不敢置信地 看向叶仓 不知道是他醉了 胡乱说话 还是自己醉了 听迷糊了 但是萧正可以肯定 他是自己醉了 还听迷糊了 二十岁好呀 风华正茂 何等的意气风发 我萧正敬叶公子一杯 多谢公子今天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我干了 叶仓拗不过萧正 陪他碰了一杯 萧家众人见状 也纷纷举杯敬酒叶仓 叶仓也一一 回应 此举过后 晚宴才稍微恢复正常 然而 萧正一醉 话就特别多 继续问东问西道 叶公子 我关你今日出手气势逼人 无人能敌 一挥手打得李家落荒而逃 敢问你如今是何修为啊 修为一事 在修仙界尤其重要 强者为尊 是修士无论如何 都绕不开的看 对于叶仓的修为 萧家众人也相当好奇 纷纷竖起耳朵倾听 生怕又和刚才那样 听迷糊了 叶仓直言不回道 大乘七 对于自己修为 叶仓不觉得有隐瞒的必要 反倒是找萧鱼儿双 双滑满天 让他更难以说出口 没开二度 萧家众人再次被震惊到愣住了 家菜的手停在空中 筷子齐齐落下 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萧正文言 醉意瞬间醒了大半 盯着叶仓看了许酒 突然大笑道 大乘七好 来人送公子回房休息 他醉了 三弟你真是的 好不容易陪叶公子喝上几杯 你偏把他灌醉 就是 你们看叶公子都醉迷糊了 把此生梦想当成修为说出来了 三弟 你该罚 就连萧鱼儿也不相信 喝了两杯之后 练气巅峰小道吕 也变得大胆了许多 翘脸红扑扑的 搂着叶仓的肩膀安慰道 他们不信你 我萧鱼儿信你 我相信有一天 你一定会成为传说中的大乘仙人 哼 按照系统打分 练气巅峰小道吕的颜值 有96分 绝对算得上是天资国色 倾国倾城 一点也不比皇庭仙族的天骄圣女差 他搂着叶仓的肩膀 彼此靠得很近 天鹰灵体解封后 自带一股独特天香 很好闻 源源不断钻入叶仓的鼻腔 令他神清气爽 当然了 随着他眉心眉肺的呵呵傻笑 还有一股淡淡的酒香 叶仓无奈摇头道 你醉了 然而萧鱼儿不以为然 我没醉 你才醉了 爹 你之前不是说过 人醉了 会酒后吐真言 为什么他还老是说假话 萧正哈哈大笑 那只能说明 叶公子是装糊涂的高手 把二十岁说成一千零二十岁 把修为说成大成七 让人分不清真假 萧鱼儿气鼓鼓 用手指戳了叶仓脸颊一下 装糊涂 你好狡猾哦 爹 我看他是真的醉了 我送他回去了 萧鱼儿摇摇晃晃站起身 被叶仓搀扶着离开宴厅 几经都转 终于找到了他的闺房 叶仓将他安置到软榻上 正准备离开时 萧鱼儿却一把拉住他的手 继而一本正经摇头道 搞错了 我没罪 是你罪了 随后 在叶仓一脸疑惑的神情下 他果真从床上爬起来 反让叶仓躺下 还贴心给他盖上被子 直接震惊叶仓一千年 装糊涂的高手 好好睡 我走了 叶仓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好轻轻点了点头 萧鱼儿这才心满意足离开 刚走没两步 便两眼一黑 一头栽了下去 但好在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托住 才不至于摔在地上 两杯也能醉成这样 你真是个小天才 叶仓重新将他安置在软榻上 练气巅峰小道里的酒量 虽有些差强人意 但是他醉酒后的样子 倒是蛮有趣的 性格温顺 也不会撒泼打滚 就是老喜欢说胡话 明明已经喝醉了 非说自己没醉 叶仓盯着他的脸蛋看了一会 好像包壳的仙鸡蛋一样 垂弹可破 白皙粉嫩 睡觉的样子相当甜静为美 有种尚未被世俗污染过的纯净 随后 同样用手指在他脸颊上戳了一下 算是对他在晚宴上的回应 睡不着 看会书吧 叶仓自语 找了地方重新坐下 一边守护萧鱼儿 一边看书 当然了 看的不是啥正经书 正是阴阳补天录 附带的房中十八术 书中所讲的内容 玄妙而通俗易懂 简单却要求配合严密 它并不能有效提升修为 只是在修炼阴阳补天录的途中 能起到一定的辅佐效用 说白了 这就是一本自带插图的刘备传记 叶仓看得津津有味 毕竟他已经有1020年 没有接触过前世储存的学习资料了 现在拿出来看一看 倒觉得蛮有新鲜感 叶仓悟性极高且研读仔细 仅用一个时辰 便看完了书中完整一十八术 并将其详细记在脑海中 然而 叶仓看得太入迷了 尤其在他研读最后一书的时候 萧鱼儿稀里糊涂 从软榻上爬起来 敲咪咪走到叶仓背后 恰好看到一幅白花花的插图 他挠着脸颊 满脸疑惑道 咦 他们在干嘛 为什么不穿衣服 嗯 叶仓愣了一下 扭过头去 正好对上练气巅峰 小道理刚睡醒的懵懂样子 碰 叶仓立刻合上书本 尝试着辩解道 哦 他们在修炼一种很高深的法术 很厉害吗 对 萧鱼儿一听 瞬间来了精神 瞪大眼睛笑道 那你学会了 可以教我吗 他毕生的梦想 就是不断变强 保护萧家 不被外人欺负 叶仓 呃 你的话 暂时修炼不了这么高深的法术 不过 这个东西可以给你 这是 在他面前 出现一枚药性浓郁的丹药 极品注鸡丹 叶仓笑道 你已经在练气巅峰停留很久了 有了这枚注鸡丹 突破注鸡7 水到渠成 这是叶仓完成任务一时 系统奖励的极品注鸡丹 他的修为是大成7 根本用不上低接丹药 猜测是给练气巅峰小道旅准备的 萧鱼儿一听是极品注鸡丹 瞬间脸都下白了 醉意全无 正正望着叶仓 不敢置信道 给我的 当然 这里又没有别人 不行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 注鸡丹有多贵重 萧鱼儿心知肚明 就拿萧家来说 全部家业拿去变卖 也顶多换回来三枚普通注鸡丹而已 更别说叶仓手中这枚 还是极品注鸡丹了 贵重程度不亚于三枚注鸡丹之和 他对叶仓有二十的好感度 也只是相当于普通朋友而已 毫无廉耻 拿朋友的东西 这种事 他做不出来 不过 叶仓好歹是活了一千多年的老六 对付一个未安适适的小丫头 自然是手到擒来的事情 你先别激动 这枚极品注鸡丹 不是白白给你的 而是用来投资到你身上的 投资啊 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我看你很有潜力 就无条件向你提供资源 等你变得足够强了 再来报答我 随后 叶仓假装露出一副担忧的样子道 对了 我这么无条件地投资你 你最后该不会忘恩负义 狼子野心吧 叶仓可谓是 拿捏到练气巅峰小道理的内心了 三观端正 热血善良 有情有义 此话一出 萧鱼儿当即坚决摇头 小脸严肃认真 不可能 我萧鱼儿宁死 也绝不成为卑鄙小人 呵呵 叶仓笑道 很好 我果然没有看错人 我就知道 你是知恩图报的好姑娘 有女侠风范 收好此弹 我未来的人生保障 就靠你了 嗯 萧鱼儿重重点头 恭敬接过丹药 心里面的叶仓更加敬佩了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三十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提升到三十 任务三完成 奖励 圆点加三零零零零 极品灵气清悬剑加一 任务四 将萧鱼儿的好感度提升到六十 任务成功 奖励圆点加四零零零零 太虚见点 任务失败 叶仓请保重 嗯 叶仓一正 与萧鱼儿的好感度满足三十了 系统立即发布奖励 并再次下达任务 当叶仓看到任务四的奖励时 突然瞳孔地震 心中大浪翻涌 居然是 太虚见点 据有关古典记载 在远古时代 九州凡胜 大成修士层出不穷 人人皆可杜劫非生仙剑 那时便有一名为太虚见宗的超级门派 为当时九州第一 其中 太虚见点 是该宗门引以为豪的绝世剑法 号称仙人之下我无敌 仙人之上一换一 太虚见宗当年最富盛名的壮举 便是举教非生仙剑 足以可见 有多么霸气了得了 就连天上仙人也不惧怕 赶来就一换一 死 叶仓暗自倒吸一口凉气 每每想起举拳教非生仙剑的画面 就令他热血沸腾 身为修士 当如誓言 叶仓暗那下激动的内心 对 太虚见点 势在必得 不仅自己可以修炼 萧鱼儿也可以学 这时 练气巅峰小道理也很激动 俏脸豪情万丈 叶兄 你的大恩大德 我萧鱼儿永生不忘 日后定有回报 看他一脸认真的表情 叶仓顿感有些无语 对他的称呼 从叶前辈变成了叶兄 亲近是亲近了 但总感觉有些怪怪的 叶 叶兄 叶仓沉吟了一会 还是感到相当别扭 你换一个称呼吧 我感觉叶兄不太好听 哎 萧鱼儿一听 积极难得地动起了脑子 随后两眼放光心喜道 既然你比我大两岁 那就叫你叶哥怎么样 两者对比 明显后者好听 叶仓欣然同意 萧鱼儿嘻嘻傻笑着 睡意全无 拿着极品 助鸡丹闭关去了 三天后 萧家闭关室内 有动静传出 立刻吸引了萧家 以及周围家族的注意 叶仓和萧家众人站在一起 瞥了一眼天上 乌云密布 滚滚雷霆咆哮 赫然在酝酿着天雷劫 修道意图 本就是逆天改命 萧鱼儿身负天鹰灵体 是有大气韵之人 同时也容易遭到上仓极度 降下天罚 尤其是在突破大境界的时候 属于正常现象 上仓是不会允许 身怀大气韵之人 修行一帆风顺的 必定会一一降下应有的结束 望着天上雷霆滚滚 萧正脸色发白 双腿发软 尤其这几日 萧鱼儿助击在即 做父亲的 乃能安心睡下 他守在闭关室外面 已经足足有三天了 糟了 竟然触发了天劫 鱼儿 你一定要挺住啊 一定要平安无事啊 萧家众人也是如此 脸上露出担忧之色 他们是一家人 一路相互扶持 相互爱戴 再加上萧鱼儿 甚是讨人喜欢 他们关心她的安危 也是理所当然 除了萧家以外 周围 还有众多其他家族的势力 引起一片哗然 议论纷纷 是谁触发了天雷劫 萧家之女 据说已经可以正常修炼了 正在筑鸡当中 原来是萧家那丫头 筑鸡就引动天劫 这是身怀特殊体制啊 没错 李家已经放出风声了 说是什么天鹰灵体 反正李家的李天 意识配不上萧鱼儿 已经主动撤销 当年的婚约了 丢大脸了 天鹰灵体 是什么特殊体制 有谁知道的吗 针对这个问题 回答者甚少 在人群中 出现一个僧人身影 头戴斗笠 身披红袍 此人正是原空大师 他在一天前 便赶到了黑水城 感受到萧鱼儿 驻鸡的动静后 并没有立刻前往萧家 而是隐藏在暗中 到底是谁破了我的封印阵 让天鹰灵体的秘密 泄露出去 原空大师低着头 离开人群 拐个弯便消失了 这个秘密太多人知道 不好 轰隆 萧家闭关事突然炸开 练气巅峰小道旅 不对 应该是驻鸡小道旅 萧鱼儿驻鸡成功 鲜鲜欠瘾漫妙无双 感受着一身磅礴 灵力汹涌 当即喜上眉梢 历经多年 他终于迈出这一步了 好耶 本小姐终于驻鸡成功了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叶仓的传音 立马让他回到现实 别高兴得太早 你身负灵体 有杰术降临 准备应对天节吧 啊 萧鱼儿抬头望天 瞬间傻眼了 黑云漫天 其中雷蛇腾月 令他心生畏惧 浑身发抖 天 天节 那怎么办 他该不会想劈死我吧 我好害怕 叶仓继续传音道 别怕 你只要抗下三道雷节即可 灵体属于特殊体质第三等 天节也相应分出三六九等 圣体遭遇的劫难最强大 也最危险 必然是降下九道雷节 神体刺之 有六道雷节 最后是灵体积以下 皆是三道雷节 当然 特殊情况除外 萧鱼儿暗暗将夜仓的话记下 随后从储物界 取出一枚灵气丹 吞下恢复灵力 再捏紧一柄下品零件 严阵以待 与此同时 云上雷蛇起伏 随后吐下一道雷霆电光 气势汹涌 大有将地下万物 轰碎成灰烬的气势 刺了 雷霆之素 宛若电光 眨眼便到 萧鱼儿满脸惊骇 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所幸 他在炼气期 也有勤奋修炼 将萧家剑法炼制大成 否则连一线生机都无了 以珠基7 使用萧家剑法发挥的威力 远比炼气气强大 灵力凝聚而成的巨剑 与雷霆相撞 发生剧烈爆炸 轰隆隆 萧鱼儿俏脸 煞白苦苦支撑着 体内灵力耗尽大半 尽管如此 天杰明显威力更胜 一举击溃巨剑 一往无前 甚至将他手中的零剑轰碎 不过雷杰也因为能量耗尽 并未伤到萧鱼儿 还剩两道雷杰 情况相当不妙 哎呦 早知如此 爹就是穷一辈子 也要给你挑一把好剑 萧正级的原地跺脚 悔不当初 没有给萧鱼儿挑一把上下的零剑 区区下品零剑 连第一道雷杰都抗不住 九州大陆的兵器 可分为四大类 分别是仙器 道器 法器 灵器 每类细分为极品 上品 中品 下品 刚才毁于雷杰的 便是最低等的下品零器 一碰就碎 叶仓没有像萧家众人一样 怨声在道 他只想着该如何解决问题 趁着雷杰再次酝酿之际 他操控着极品零器清玄剑 向萧鱼儿飞去 附带传音道 剑来了 别发呆 极品零器清玄剑 闪耀着意义光辉 牵动了无数人的视线 修士们都是眼间识货之人 一眼便看出其中价值 惊呼声和吞咽唾沫的声音 此起彼伏 大手笔 居然是极品零剑 我们整个黑水城 都找不出一把极品零器 想不到在这里看见了 果然高手在民间啊 是谁 是谁这么大方 极品零剑都能借出去 我张三要和他做一辈子的朋友 谁要是能送我一把极品零器 我愿意成为他道旅 一个长相精致的女修激动大喊 明显被极品零器破防了 足以可见 极品零器对底层修士而言 有巨大吸引力 然而对叶苍来说 不过是懒得多看一眼的丽人 他有诸仙剑在手 除了仙器以外 其他的一律看不上 听到叶苍的传音后 萧元的心立刻停止慌乱 变得干劲满满 清玄剑一入手 他呼得双眼放光 心情激动 哇塞 居然是极品零剑 叶哥是百宝道人吗 身上怎么这么多好东西 叶哥对我这么好 萧元你一定不能辜负他的期盼 要努力变强 日后好好报答叶哥 萧元对自己小声鼓励道 随后重整旗鼓 再次直面天节 轰隆 轰隆隆 有了清玄剑相助 萧元毫无悬念 扛下了三道雷结 成为真正的筑机七修士 也是叶苍的筑机小道旅 当然现在八字还没一撇 不过叶苍对此很有信心 待天节散去 萧家算是真正在黑水城站起来了 萧元虽然只是筑机 但是有几个筑机修士 能触发天节 这就是他的身怀特殊灵体所在 往后成就必定不凡 知举过后 萧家门庭若是 以往那些看不起萧元的人 也一改从前的态度 笑脸相迎 前来道一声祝贺 顺便打听是谁在关键时刻 为萧元提供极品灵气支援 尤其前来的打听的女修众多 都想结识背后的大财主 萧正顿感压力山大 要是让他们知道 极品灵箭的主人叶仓 还是一位天赋俱佳的超级帅哥 恐怕萧家的门槛都要被踏烂了 果断选择闭口不谈 将他们一一打发离开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李家众人几乎要被憋出内伤了 先是退婚不成 沦为黑水城的笑柄 如今眼睁睁看着萧元突破筑击 还触发天节 声势浩大 传遍了整个黑水城 前来嘲笑李家的人 更是以往的几十倍 弄得他们根本不敢走出李家大宅 生怕被唾沫淹死 碰 李四海怒拍桌子 哼 十八岁才助击 有什么大惊小怪 我们家天逸 已经在天心中冲击结丹了 那丫头拍马都赶不上 弟弟李五海叹气道 可是 他触发天节了 那又如何 区区助击 安能比得过结丹修士 可是 他触发天节了 李四海护得脸红脖子粗 继续吼道 度过天节又怎样 他能是天逸的对手吗 可是 李四海彻底怒了 可是你大爷 啊 那么多可是 混账东西 你到底是哪边呢 遭到呵斥的李五海 索性不再搭枪了 李四海这才作罢 继续道 你懂个屁 跟天心宗比起来 萧家算什么 就算萧鱼儿身怀灵体又怎样 一定能确保他成长起来吗 李五海心中一惊 大哥 你该不会想 永绝后患吧 李四海目光露出一丝杀意 很力道 从我们李家退婚开始 萧家注定不可能再与我们重归于后 一旦萧家崛起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大的麻烦 所以 最佳出手时机就是现在 可是 萧家那个姓叶怎么办 他可不好对付 李四海吃笑道 弟弟放心 自从我们把萧鱼儿身怀天鹰灵体的秘密暴露出去后 前来找我打听的修士不在少数 其中就有原鹰前辈 什么 连原鹰大能都惊动了 萧家 多谢叶哥仗义相助 我才能度过天解 萧鱼儿谋中带孝来到叶苍面前 将青玄剑奉还 助击小道理眸光水润纯净 即使面对极品灵剑 也没有一丝贪念 叶苍笑笑 没有接剑 此剑名为清玄 乃是极品灵器 算是我送给你的助击礼物 真的吗 谢谢叶哥 你对我太好了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四十 叶苍汉手 区区灵剑 又助他更进一步了 朱仙剑配上太虚剑点 那画面想想就很美 到时候 莫说与仙人一换衣了 就是仙人来了 都得当场隐恨败北 啊 萧家人一听 瞬间惊掉下巴 极品灵器说送就送 这是家里有矿吗 原本热热闹闹的氛围 突然变得有几分清冷 萧家众人急忙藏好 自己手中的小礼物 以防丢脸 人家一个客人 都拿出极品灵剑充当礼物 要是让萧鱼儿知道 他们只是随手准备了 两串冰糖葫芦 定会被他埋怨到一百岁 萧正亦是如此 宝贝女儿助击成功 做父亲的 自然也要有所准备 一咬牙 一跺脚 终于下定决心 她是无论如何 都拿不出手了 倒不如买两串 她最爱吃的冰糖葫芦 还可以搏一个爹知道 你喜欢吃冰糖葫芦的 雌妇形象 与此同时 萧鱼儿两眼放光 开始向众人讨要礼物 大伯 听说你给我准备了礼物是不是 大伯闻言一哆嗦 随后挺直胸膛 善善笑道 你出机太突然了 大伯没来得及精心准备 但是没关系 大伯买了你最爱吃的 冰糖葫芦 等等等 萧鱼儿眼前一亮 露出一排干净整洁的大白牙 谢谢大伯 我最喜欢吃冰糖葫芦了 萧正健壮心里痛吗 卧槽 大哥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送冰糖葫芦 那我还送什么 二伯 哎 二伯开心笑着硬道 首先 恭喜我们家小鱼儿 助击成功 其次 我是你二伯 家里排行第二 所以 二伯给你准备的礼物 是双份的 萧鱼儿开心到差点跳起来 两眼一声灰 满是期待 二伯 我好激动 是什么 萧鱼儿看好了 登登登 两串冰糖葫芦 啊 萧鱼儿当场傻眼了 一旁的大伯 早已把脸都憋抽筋了 要不是知道自己 不能笑强撑着 他早就绷不住了 萧鱼儿一连收获三串冰糖葫芦 脸上虽有些失望 但还是礼貌收下 有气无力道 谢谢二伯 萧正健壮 继续心中痛骂 一点心意都没有 有你们这样当长辈的 爹 萧鱼儿来到萧正面前 展露笑意 萧正微笑汗手 一脸正气 鱼儿 爹知道你喜欢吃冰糖葫芦 所以也给你准备了一串 不过 爹手中的这一串冰糖葫芦 和他们的不一样 此话一出 忍不住想笑出声的大伯 二伯 忽然愣住了 集中视线盯着萧正手中的冰糖葫芦 无论怎么看 都和他们的一样 有何不同呢 萧正镇定自若道 心意不同 这是爹亲手做的 大伯 二伯听罢 实话当场 他们终于明白 为何死去的老爹要指定老三当家主了 同样是冰糖葫芦 他就是能将其整出花来 不佩服不行啊 萧鱼儿早有预料 但既然是爹亲手做的 他就很满足 谢谢爹 那我去后院吃糖葫芦了 萧鱼儿拿着四串糖葫芦 带着叶仓去后院溜达 他现在对叶仓有四十好感度 已经完全把他当成好朋友了 两人一走 萧家三兄弟顿时松口气 当着叶仓的面 他们算是丢大脸了 尤其对萧鱼儿深感罪灭深重 大伯叹气道 哎 其实我也不想动用糖葫芦的 要不是那叶公子一出手 就是极品灵器 我也不想这么做 二伯哭诉道 萧正心知肚明 没关系 鱼儿他懂事 不会计较这些 倒是我们当长辈的 应该想办法弥补 比不过就是比不过 只要心意到位 鱼儿就开心了 也对 就依照老三的意思办吧 大伯当即拍板 另一边 萧家后院假山 萧鱼儿拉着叶仓 来到最高处坐下 来回晃动着两条鲜鲜细腿 恢复开朗活泼 没有因为收到四串冰糖葫芦 而感到难过 三千青丝乌黑柔顺 在脑袋两侧梳成双马尾 分别用黄色迹带扎紧 站立之时 发烧刚好盖过臀线 身姿玲珑 出了水灵 绝美的脸蛋 依旧保留着少女的稚嫩 他将糖葫芦分一半给叶仓 令他有些意外 他们不是说 你最喜欢吃糖葫芦吗 助姬小道吕清点脑袋 对呀 与好朋友分享美食 当然要大方一点 否则会被说成小气鬼 哼 叶仓笑笑 也不拒绝 咬一口糖葫芦 有种酸酸甜甜的味道 跟他常吃的天地灵果 根本没法比 就是普普通通的果子 不过 陪助姬小道吕一块吃 倒是不错的选择 助姬之后 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继续变强了 然后打上天心踪 狠狠揍礼天意一顿 替我们肖家争一口气 肖鱼儿咬牙切齿道 这确实是助姬小道吕会说的话 跟叶仓想的一样 不出意外 李天意已经结单了 再加上天心踪对他全力栽培 即使你拥有灵体体质 短时间内不一定赶得上他 啊 那怎么办 肖鱼儿难得放下手中的冰糖葫芦 认真询问叶仓 嗨嗨 叶仓倾咳一声 那只是依靠你一个人的力量 打败李天意 大约要三到五年时间 如果算上我的话 嗯 保守估计一个月就够了 是真的吗 叶哥 我读书少 你别骗我 肖鱼儿突然瞪大双眼 双手抓住叶仓的手臂 一脸震惊 叶仓笑道 当然 我从未骗过你 只要你答应和我说 话未说完 肖鱼儿灵机一动 脑子第一次赚得如此之快 我知道 双滑满天 你想让我陪你去寒山 看遍双滑满天 对不对 叶仓嘴角抽动 悔不该提纳双滑满天 寒山之行 看来是非去不可了 啊 对对对 寒山 位于黑水城外偏僻之地 一年四季大雪飘零 寒冰撤骨 将山里的石头都冻结了 因此有了寒山之名 是底层修士们 不敢随意踏足的神迹 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一头四肩妖兽 相当于人类修士的金丹七 和往常一样 这只四肩妖兽 小心翼翼从洞穴爬出来 确定附近没有危险后 来到太阳底下 懒洋洋趴在地上沐浴阳光 它形状如虎豹 长有四肢 眼睛四同龄 鼻子尖锐灵敏 头上一对猫耳 有听声变味之能 突然 它悠悠叹口气 自言自语道 哎 方圆百里的树根都吃光了 再不离开这里 就要饿死了 可是 人族修士心肠歹毒 要是落到他们手里 一定会很惨 怎么办 继续留在这里 一定会饿死 出去觅食 有可能落入人族修士手里 小妖兽认真思考了一会 随后两眼瞪圆 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 他站起身屁腻四眼 抬头挺胸说道 与其在这里饿死 倒不如豁出去 拼一个吃饱的机会 然而 他刚往外走出两步 便立马垂头丧气 爬回自己洞穴 外面世界太危险 还是饿死算了 与此同时 高天之上 传来驻击小道里的欢呼声 他曾在夜仓遇见飞行 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夜哥快看 下面就是寒山 我们终于到了 夜仓单手扶额 倍感无奈 三天 整整三天 从两人吃完冰糖葫芦开始 萧鱼儿便提出 带他来寒山观赏 满天双滑 然而 他的遇见飞行水平 实在有限 原本只需一天的时间 他愣使用了三天 夜仓也想不明白 时间 去哪了 不过 已经无所谓了 他们总算抵达寒山 跳远望去 寒山之上 一片白雪挨挨 好比人间雪景 美不胜收 望着眼前美景 夜仓此时此刻 不由地想迎失一手 远上寒山石镜邪 白云牲畜有人家 只可惜 夜仓念了前两句 便停下了 突如其来的诗话意境 令萧鱼儿微微侧目 一脸惊喜意外 夜哥你好厉害 居然还会迎失啊 只是为什么只有两句 没有下文了吗 夜仓道 有 暂时没想好 至于后面两句 包含了他的真实意图 不方便表露 好吧 萧鱼儿琢磨着 夜仓刚才两句诗 静白翘脸露出疑惑 夜哥 你说白云牲畜有人家 可是这里荒芜人烟 哪里来的人家 夜仓闻言 微微一笑道 没错 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人居住 只是我说的 人家并非人类 而是一只有趣的妖兽 夜仓身为大城七修士 神石领域覆盖面积极其宽广 在抵达寒山的第一时间 他便将整个寒山一切动静 纳入法眼观测之内 其中便包含那只金丹七小妖兽 令夜仓感到相当意外的是 那只小妖兽 可不是一般的繁物 而是吃龙来自于南荒妖族 南荒位于九州大陆最南端 号称万千妖族圣地 除了妖兽以外 人族乃至其余万族 一旦踏入便会遭到妖兽猛烈攻击 妖兽是地狱骑士最为严重的种族之一 而吃龙在南荒 同样赫赫有名 他们以天地灵术之灯为食 乃是圣药宝体 全身是宝 是一株行走的大补良药 吃了它不仅可以延年一寿 还能极大增长修为 所以吃龙一族命运多舛 不管是妖族 还是人族 都对他们的宝体念念不忘 基本上就是见一只抓一只 从不知何时开始 吃龙在九州大陆上 便已经是绝技般的存在 甚是稀少罕见 想不到在这种偏僻之野碰见 简直是运气爆棚 妖兽 肖鱼儿文言一惊 腿脚有些发软 我爹说过 妖兽是专门吃人的怪物 叶仓摇头 这个说法不对 妖兽吃人 人何尝没有猎杀妖兽 他们只是在反击而已 修仙界便是如此 弱肉强食 唯有强者才得以生存 助击小道吕频频点头 将弱肉强食 这四个字牢牢记在心里 便强之心愈发坚固 你在这等着 我去去就来 嗯 叶哥小心 叶仓叮嘱了肖鱼儿一句 随后收敛一身气息 引入寒山之中 吃龙可是好东西 毫不夸张地说 黄庭先祖为了得到他们 当场开战才算正常 不过 吃龙对于危险的嗅觉相当灵敏 逃生本领也多 同修为下 基本很难抓住他们 幸好叶仓遇见的这头赤龙 修为只有金丹七 抓拿他不算太难 与此同时 正躲在洞穴里挨饿的小赤龙 猛然打了个寒颤 他从周围察觉到了一丝危险信号 但具体是什么 他又找不出来 甚是诡异 猫耳聆听 灵鼻袖动 小赤龙扑腹在地上叙事而动 一旦发现苗头不对 立马转身逃跑 只可惜 他面对的可是叶仓 堂堂正正的大乘七修士 身上更是肩并两种圣体 随后才一头扎进洞穴中 突然见到有人进来 小赤龙仿佛跟见鬼了一样 差点把大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鬼啊 他刚才小心翼翼侦查了半天 连半个人影都没侦查到 现在突然跑出一个人来 不是鬼 还能是人吗 小赤龙转身就跑 往身后一个逃生洞口遁去 这个洞穴他盘踞多年 早已暗中打通了近百条逃生通道 就是为了应对眼前这种突发状况 论逃生 小赤龙是认真的 叶仓倍感震惊 居然能口吐人言 这更加罕见了 趁叶仓愣神的刹那功夫 小赤龙已经顿出百米之外 速度之快 令人望尘莫及 然而 他再快 也不可能比得过叶仓的虚空圣体 横渡虚空 瞬间一动 在出现时 已经跑在小赤龙的前面了 强大的修为压制 瞬间倾泻而下 将他死死定在原地 无论小赤龙如何挣扎 就是动弹不得 望着叶仓 心脏犹如小鹿乱撞 心里害怕极了 同龄般的大眼睛 有痘大的泪珠若下 慌张的神情就跟人一样真实 仙人饶命 呜呜 别杀我 呜呜 小赤龙两眼擎着泪珠 可怜兮兮惹人心疼 直接震惊叶仓一千年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遇见赤龙 竟然是这样一副德行 赤龙好歹身负真龙血脉 一点真龙的霸气也没有 哭哭啼啼的 跟个小娘们一样 诶 等等 这该不会 是真的吧 叶仓有些凌乱 绕到小赤龙身后抓住尾巴 正准备掀开一探究竟 察觉到叶仓的动静后 小赤龙反抗得更激烈了 大喊大叫 啊 变态仙人快住手 不能看 呜呜 啊 叶仓掀起尾巴的手 停在空中 好像已经没有必要进行下去了 从小赤龙如此激烈的反应来看 他确实是小赤龙 犹豫了一会 他最终还是放下尾巴 罢了 不看就不看 小赤龙侥幸逃过一劫 立马夹紧尾巴瑟瑟发抖 大眼睛警惕地盯着叶仓 心里很害怕 不知这个变态仙人 还会对他做出什么事来 你只有区区金丹七 为何能开口说话 小赤龙茫然地摇摇头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 看他一脸蠢萌的样子 叶仓倒觉得很合理 妖兽是秉承天地气韵 降生的种族 天生受到上苍庇佑 寿缘悠久 战力强横 不需要怎么修炼 修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增长 其中 在达到七阶的时候 也就是相当于人族修士的化神期 妖兽度过天节 才能化成人形 然后才能开口说话 而小赤龙身为四阶妖兽 便能开口说话 定是有自己的奇遇 只是他没搞清楚奇遇是啥 就稀里糊涂糊弄过去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不知道 你的父母呢 不知道 带着哭腔 叶仓嘴角抽搐 那你知道什么 树根 可以吃 提到树根的时候 小赤龙两眼放光 叶仓无奈摇头 智商堪忧啊 他这回是真的捡到宝了 一个真真正正的傻宝 废话不多说 你可怨奉我为主 叶仓好不容易逮到一只小赤龙 岂能白白错过 尽管现在用不上 但未来谁又能保证他不受伤 不陷入绝境呢 多一手准备以防万一 再正常不过了 小赤龙傻是傻了点 但他全身是宝 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眼前这头更是极品 连脑子也是宝 估计翻遍整个九周 也找不出一头比他还笨的妖兽了 不过 赤龙的作用远不止于此 他们对危险有超强感知 对天地灵术有自动定位功能 运用的好也是能带来巨大帮助的 然而小赤龙只是略微思考了一回 便开口说道 仙人能保证我天天有树根吃吗 如果仙人做不到 那我宁愿饿死 也不奉你为主 寒山上所有树根 都被小赤龙啃光了 要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是难逃饿死的命运 所以 斗胆向叶仓提出这个条件 为了能天天吃上树根 他终于勇敢一次活出去了 哟 叶仓震惊了 妖兽永不为奴 除非包吃包住是吧 区区树根而已 还难不倒他堂堂大成七修士 可以答应你 不过我是你主人 以后必须听我的 明白吗 小赤龙两眼再次放光 热气喊道 是 主人 只要有树根吃 什么都好谈 随后 叶仓施展出自己唯一掌握的残缺仙树 将一枚古怪符印刻印在小赤龙额头 之后逐渐隐没下去 从这一刻开始 双方主仆关系确定 叶仓旋即解开小赤龙身上的压制 小赤龙舒服地抖了抖身子 被压制了那么久 全身都骂了 随后 乖巧地喊了一声 主人 叶仓微笑汗手 随后将手掌伸到空中 小赤龙会议 将脑袋在上面使劲蹭了两下 一脸享受 这门仙树 是叶仓当年拼的九死一生 从一个上古遗迹中得来 可惜只有残缺部分 也没有具体名字 经过叶仓修炼仓物之后 才确定 它是一门御寿仙树 只需要将凝练而成的古怪符印 刻在妖兽身上 便能与之强行确定主仆契约 此生奉叶仓为主 不得违背 所以只要叶仓愿意 他能和任意妖兽签订主仆契约 不管妖兽是否心甘情愿皆无所谓 对叶仓越憎恨 仙树的契约束缚越强 他们反而会越惧怕叶仓 像小赤龙 这种天真无邪的笨妖兽 就不会惧怕叶仓 反而会越发觉的清静 你有名字吗 我给自己取的算吗 小赤龙认真道 叶仓哭笑不得 算 当然算 嘻嘻 我叫白露 是我不小心偷听到一个 仙人发酒疯取的 他说肩胛苍苍 白露为双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我已能上九天揽月 你却让我忘记你的名字 你的名字 我是一生难忘啊 当时我就想 原来名字这么有用 于是我也给自己取了一个 就叫白露 很好听吧 小赤龙抬了抬下巴 颇有些神气十足 那你为什么不取名尖仓 叶仓有些纳闷 以他的智商 怎么会不取开头第一句呢 小赤龙果断摇头道 尖仓不好吃 我不喜欢 叶仓直呼合理 倒也不算太笨 起码对吃这件事来说 小赤龙还是很上心的 走吧 我带你离开这里 是 主人 白露现金体型有些大 叶仓让其变得和小猫一般大小 可以趴在他的肩膀或者抱在怀里 随后与猪鸡小道理会合 呀 这是什么 好可爱 萧鱼儿一眼看见叶仓怀里的小家伙 正准备摸上去 不料白露立刻怯懦喊叫 啊 别碰我 除了叶仓以外 白露不相信任何人足修士 即使是萧鱼儿也例外 具 居然 会说话 萧鱼儿一脸震惊 更加心仰难耐了 叶哥 他好有趣 能让我抱一下吗 白露 你看可以吗 白露一脸警惕看着萧鱼儿 又不想让主人为难 你只能摸一下 只有主人可以抱我 萧鱼儿已经顾不上其他了 小心翼翼在他头上摸了一下 白露 好好听的名字 三天后 飞剑上 小白露横扫饥饿 终于吃上了树根 毛绒的爪子 正捧着一尺长的灵根 每滋滋吃个不停 他口中所说的树根 其实就是灵根 灵根只生长在天地灵树的根部 经过百年乃至千年 从大地汲取灵气之精华 久而久之寓寓出来 金银透亮 通常只有一到三根 寒山上 稍微蕴含灵气的灵根 都被白露吃光了 逼不得已 他才会去尝试普通植被的树根 叶苍本以为 寒山之行会是如来一趟 来了也是白来 没想到 竟然有如此惊喜在等着他 传说中的吃龙 九州的瑰宝 盛世的祥瑞 莫世的不死药 可重活一世 而且 萧鱼儿对他的好感度 再次提高时 目前达到五十 至于原因 则是白露的功劳 萧鱼儿很喜欢这只小家伙 三天相处下来 不管他如何花心思 与其拉近关系 白露依旧不愿意让他碰 哪怕是一下 也不行 主机小道理 一看这家伙软硬不吃 只好对他的主人下手 千般讨好叶苍后 最终才获得每天摸一下的权利 萧鱼儿很激动 对叶苍好感度增加 而叶苍也看见 太虚见点 在向他招手 只要萧鱼儿对他的好感度 在提升时 就能得手了 再次回到黑水城 叶苍能明显感应到 陌生的气息变多了 尤其是萧家 更是出现了一批 穿红袍的宗门弟子 站住 而等何人 一名容貌俏丽的女修 拦下叶苍和萧鱼儿 说话的语气 自带一股巨傲 颇有些高高在上的感觉 令萧鱼儿甚是不悦 她只不过才离开萧家六天而已 回来后 萧家就大便样了 这句话 不应该由我来问你吗 这里是我家 你们是什么人 哦 这么说 前几日在此触动雷杰的人 就是你了 那自容出色的女修 轻易一声 认出了萧鱼儿 神色依旧傲然 看萧鱼儿的眼神 有种浓浓的不屑 她是坟天门大长老的大徒弟 身份尊贵无比 此次前来萧家 是因为她师父得知 萧家之女在此 助击触动天杰 于是动了收徒之心 既然萧鱼儿就是正主 也就是她的小师妹了 毕竟坟天门在大洲皇室境内 是仅次于天心宗的第二大宗门 大长老亲自来收徒 还没有说不上的道理 所以 陈婷婷可以肯定 萧鱼儿必将成为她的小师妹 没错 我要回家 你别拦着我们 陈婷婷乃是大洲皇室大将军之孙女 论背景 远胜萧鱼儿十条街 再加上她天资聪慧 修炼静静神速 独得师父与爷爷恩宠 在坟天门 也是能排进前三的天骄 追求她的难修多不胜数 即便萧鱼儿身怀灵体在身 尊贵无比 但是她大师姐的身份 依旧不是萧鱼儿 能够随意忤逆的 陈婷婷觉得有必要 提前教一教小师妹 一些宗门规矩 你刚刚住击 修为根基尚不稳定 就和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 跑出去鬼混 小小年纪如此水性 杨花不知羞耻 即便进入坟天门 也只会给我们宗门脸上抹黑 叶仓一脸猛逼 刚见面就被人家说 不三不四 关键还真被她说中了 她在中州是出了名的鬼见仇 每天在背后骂她的人 能绕九州大陆一圈 不三不四在她看来 已经是很委婉了 小小一届杰单妻女修 还不至于让她破防 叶仓从不在口头上赢过对方 这在她看来是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她只会以实际行动 让对方哑口无言 焚天门三个字 她记住了 而萧鱼儿的性情 就和叶仓完全不一样 她是一个很看重感情的人 有情有义 绝不容他人污蔑她的朋友 萧鱼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她脸上还以颜色 响亮的巴掌 瞬间将她打猛了 瞪大瞳孔 一脸不敢相信 甚至连一点防备都没有 因为她不相信 萧鱼儿敢对她动手 你才不三不四 水性羊花 不知羞耻 我们之间的是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再说了 谁稀罕进你们那个破宗门 速速滚出我们宵架 这几小道理霸气回应 你竟敢打我 陈婷婷捂着脸颊 怒容满面 她含着金汤池出声 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何时受过委屈 纵使萧鱼儿是师父看中的师妹 她也要立马还以颜色 毫不迟疑 一巴掌扇过去 啪 她的脸颊瞬间肿成猪头 一头栽了出去 陈婷婷看清楚了 她竟然被那个不三不四的男人 扇了一巴掌 巨大的冲击力将墙体撞出猪网状 随后一头晕死过去 叶苍收回手掌 骂人就算了 打人绝对不行 师姐 师姐 这是大师姐 坟天门弟子立即上前查探伤势 随后就被她肿成猪头的脸惊呆了 完全看不出是同一个人 曾经那个貌美如花 美若天仙的师姐 如今却变成这个鬼样 令坟天门弟子顿感到心破碎 只能将怒气撒在叶苍身上 你该死 竟敢把师姐打成这样 坟天门弟子听令 速速随我诛杀此聊 七八个坟天门弟子 迅速朝叶苍围攻而去 要为师姐讨回公道 然而 叶苍抬手就是一巴掌 瞬间清场 现场再次出现七个猪头 与此同时 萧家内怨呼地传来一声惊天怒吼 何人再次 伤我坟天门弟子 速速拿命来 只见一个身穿滑贵红袍的老者 气势汹汹踏步而来 看似行走缓慢 实则有缩地成寸之能 赫然是个原因老怪 伤我弟子者 虽远必诛 坟天门大长老李财良 满脸肃杀之意 怒视着叶苍与萧鱼儿 抬手坟天长镇压下 熊熊烈火掌印在半空凝聚而成 威能莫测 杀机弥漫 猪击小道理 整张脸都下白了 全身哆嗦 就在这时 忽然空中惊现一道佛印圣光 将原音老怪的公式化解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结结结 如果不是那诡异的笑声 叶苍丁会以为 对方是个佛门高僧 救苦救难 扭头看去 只见一身穿佛袍的僧人 浑身沐浴着刺眼鲜血 宛若是从地狱里种活而来的屠佛 散发着浓烈血腥味 原音老怪李财良 双眼微眯 他从这个突然现身的屠佛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你是何人 老夫是否在何处见过你 在大周皇室境内 秀为高深的老怪们 大多彼此认识 但是眼前的屠佛 却给他一种极为陌生 但又熟悉的感觉 甚是怪异 贫僧佛号原空 我与施主素不相识 李财良冷哼一声 也不想刨根问底 毕竟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改头换面的术法多不胜数 他不挑明也很正常 原空大师 您终于来了 急匆匆赶来的萧正 看见原空大师 满脸激动之色 要不是原空大师当日提醒 他们萧家 恐怕早就因天鹰灵体消亡了 萧家主 多年未见 老那今日正式前来了却因果 眼前这位可是另女 原空大师慈眉善目 谈吐得体 丝毫没有因为 一身染满血迹的佛袍 就让人觉得他凶杀成性 正是 鱼儿快随我见过原空大师 萧正带着萧鱼儿 就要上前行礼 却被叶苍拦了下来 不用去了 他今天就是为天鹰灵体而来的 萧正并没有听明白 叶苍话里的意思 依旧强调道 叶公子 这位正是原空大师 当日替鱼儿封印灵体的那位 你不是想让我替你引荐吗 怎么 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天鹰灵体 李财良沉音片刻 随后猛然惊醒 怒视着原空大师开口道 原空 赵原空 原来是你 你这个老淫魔 当年你掳走我 坟天门宗主之女化顶炉修炼 被我们宗主打落天渊 想不到你这样都没死 真是苍天无眼啊 什么 老淫魔 原空大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萧正虎去一阵 面露不可思议之色 他从十八年前就一直信任的原空大师 竟然会是别人口中的淫魔邪修 原空大师 嘴角擒着一丝笑意 缓缓开口笑道 李财良你想不到 说实话 我也想不到 坠落天渊本该是必死的局面 那里与灵气隔绝 纵使你修为再高深都无用 没有法术可以施展 然而我命不该绝啊 恰巧遇到一只神鸟飞天 将我送了上来 嘿嘿 你就说神奇不神奇 从那以后 我便化作原空大师的名号 云游四海 为的就是物色各种天赋俱佳的女修 用以修炼 只可惜萧家主之女 当时年龄尚小 我只能等她慢慢成长 轰隆 宛若平地一声惊雷 萧正顿敢头晕目眩 心脏骤停 她足足信任了十八年的大师 竟然会是如此心性邪恶之徒 而她还想着 将宝贝女儿送到对方手上 请求她的庇护 实在是愚蠢至极 扑哧 萧正气血攻心 竟是喷出一口老血 在一瞬间仿佛苍老了十岁 老三 爹 你怎么了 助击小道吕当场急坏了 惊慌失措 不知如何是好 幸好大伯 二伯跟着一块出来 急忙将萧正带到一旁休养 喂下一枚丹药后 情况才有所好转 于月儿 爹 你别说话了 这不没害成吗 我现在还好好的 见到萧正暂无生命危险 萧月儿顿时松口气 好生安慰 但萧正明显不是这个意思 继续说道 大哥 二哥 你们现在赶紧带月儿走 赵元空修为高深莫测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走 黑水城已被我布下隔绝大阵 只许进不许出 你们逃不掉的 如今身份被揭开 赵元空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什么 李财良闻言一惊 他身为原因修事 竟然毫无察觉 如今将神石发散出去 果真在黑水城边界 发现阵法痕迹 赵元空 你想屠城 不不不 我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灵体一世姿势重大 我只是把知情的人 统统杀死了而已 嘿嘿嘿 李家人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等来的原因大能 竟然会是 将他们灭族的存在 整个李家除了 回到天心宗的李天逸之外 全被赵元空灭杀干净 他佛袍上的血迹 便是李家众人的鲜血 不仅如此 还有周边一些家族势力 彻底隐藏下来 那我们坟天门 你是不是也想屠戮干净 李财良指示着赵元空 恶狠狠瞪眼说道 笑话 这里我最强 我不杀你们 更待何时 哈哈 赵元空一身恐怖修为 彻底爆发 赫然是原音巅峰修为 原音大能 强大的修为气息 令萧家众人心如死灰 原音修士 是何等尊贵的存在 他们穷尽一生 都未必能踏入其中 如今该如何与之抗衡 原音巅峰 李财良的修为 虽同在原音 但他只有中期而已 与赵元空 差了整整两个小境界 根本不可能会是他的对手 难怪他有信心 杀光这里所有人了 赵元空这个修为 放在大洲皇室境内 绝对能排进前五 就在众人心中惶恐 坠坠不安的时候 一声悠悠的叹息忽然响起 自然是出自叶仓之口 唉 叶仓无奈叹口气 将体内蠢蠢欲动的 朱仙剑按了回去 当听到赵元空说 是这里最强的时候 叶仓明显被吓了一跳 以为他是隐藏修为的绝世高人 正准备掏出朱仙大宝剑 与之一战 没想到他只有区区 原音巅峰而已 害他白高兴一场 赵元空眯着眼睛 一直看不透叶仓的修为 令他很是忌惮 但是大洲皇室自古以来 原音修士少之右手 他不相信 叶仓有超越原音巅峰的实力 当即冷哼道 你为何无故叹气 我原以为你能与我全力一战 没想到我们之间 还存在一点点差距 叶仓将拇指与食指 比划出极小一段距离 哼 黄望 老那在大洲皇室横行十几年 能超越我的人 不过一手之术 你算什么东西 吃老那一招大威天龙 顿时间佛光药士 竟在半空凝聚成金色蛟龙 向叶仓扑杀而去 萧鱼儿满脸惊骇 心里十分担心叶仓的安危 叶哥 小心二字尚未出口 叶仓副手而立 灵溪一指从天而降 然后众人便在天上 看见一根无比巨大的手指 宛若山岳一般朝蛟龙压下 并一路将赵元空压进地底百米深处 连体内猿鹰一起压死 大威天龙 我看不过是区区小虫 叶仓对着虚空一抬手 一个除袋便落入他手中 不管何时何地 叶仓对资源的追求 从不以微小而不拿 这 他们刚才看见了什么 萧家众人 包括李财良在内 齐齐张大了嘴巴 一根巨大的手指 比赵元空施展出来的金色蛟龙 还要巨大百倍 碾死一头蛟龙 就和碾死一只虫子一样 原本还信誓旦旦 喊着是这里最强的赵元空 要杀光众人 转眼就被一根手指 葬送到地下百米深处 转变实在发生得太快 让他们一度以为在做梦 不过 萧家门口出现的巨大井坑 却告诉他们 这一切都是真的 而造成这一切的元凶 正是那个风度翩翩的叶公子 一直秒杀元英巅峰 整个大洲皇室之内 恐怕找不出第二人了 原因老怪李财良率先反应过来 当即恭敬行礼 在下坟天门长老 多谢前辈救命之恩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叶苍 你先别急着谢我 我可没有救你们的意思 叶苍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来吧 继续我们之前的矛盾冲突 要不是赵元空及时出手 化解了李财良的攻势 他们现在已经打起来了 李财良闻言 顿时哭笑不得 这可是一根手指 秒杀赵元空的狠人 继续和他冲突 不是找死吗 不敢不敢 叶前辈说笑了 是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叶前辈莫要计较 哦 那我打上你们坟天门弟子 虽远必注意事 之前 李财良喊得有多爽 现在就有多想死 急忙跪下磕头道 不不不 叶前辈 你莫要折杀小的 我刚才指示 指示 李财良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了 只能一个劲地抽自己大耳光 是晚辈嘴见 请叶前辈 大人不计小人过 一连 抽了十来下 叶苍才让他住手 好了 既然你不追究的话 那我就要谈一谈我的损失了 还未来得及高兴的李财良 老脸再次垮了下去 但他丝毫不敢忤逆叶仓的意思 请叶前辈尽管吩咐 很好 既然你们是坟天门的人 怎么也算是一个不小的势力 我接下来要谈论的事情 与贵宗门往后的发展息息相关 姿势重大 还是移不到贵宗门详谈为好 李财良瞬间哭笑不得 他作为原音老怪 哪里听不出叶仓话里的意思 他须一笔要很大的赔偿 甚至会影响到 坟天门往后千百年的命运 但他没有拒绝的理由 只能祈祷叶仓良心发现 随后 李财良将晕过去的坟天门弟子唤醒 陈婷婷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找叶仓报那一掌之仇 提起零件就要冲杀而去 你这个混蛋 竟敢删我 我要杀你 李财良一听 瞬间脸都下白了 满头大汗 急忙先一步呵斥道 婷婷住手 在这里容不得你放肆 可是 陈婷婷满脸怒容 捂着肿胀脸颊 正欲驳斥 但是李财良可不敢再让他得罪叶仓了 这是他们惹不起的狠人 住嘴 为师的话都不听了是吧 要知道 他被打伤的可是女人的脸颊 事关他个人的角色容貌 岂能轻易饶恕 然而 陈婷婷也是头一次 见李财良冲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尽管心里有万般委屈 也只能咽下肚子里 李财良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就见叶仓夺步走了过来 春风得意道 这般人物 不知小姐尊姓大名 家住何地 家中有何高人 陈婷婷从小娇生惯养 脾气也是相对火辣 当即恶狠狠回应道 我陈婷婷乃当今 大洲大将军陈太康之孙女 我劝你 现在最好自尽在我面前 否则我爷爷一定饶不了你 叶仓恍然 哦 原来是大将军之孙女 久仰久仰 随后他扭头看向李财良道 我待会先跟你回坟天门 随后再去大将军府上请罪 你看如何 李财良心里有苦说不出 老连宛若苦瓜一般 叶前辈 您说了算 小李 很好 叶仓欢快道 小李 叶前辈 一旁听着两人对话的陈婷婷 突然大脑荡机了 还想说什么的时候 李财良却缓缓摇头 示意他别说了 叶仓来到柱姬小道理面前 叮嘱道 我出去一趟 大概就几天时间 你不要到处乱跑 是 叶 叶前辈 萧鱼儿低着头 称呼也从叶哥变成了叶前辈 疏离感有所增加 但万幸好感度并未降低 这也是在叶仓考虑之内 他就知道 一旦暴露实力 小道理与他之间 就会产生疏远的感觉 这是源自于实力差距的重大疏远 无法弥补 现在分开一段时间也好 叶仓点了点头 随后挥手破开隔绝阵 与李财良等人返回坟天门 叶仓一走 压在萧家众人身上的压力 这才散去 他们回想起喝酒当晚叶仓说过的话 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大伯咽着唾沫道 该不会 叶公子那一碗说的都是真的吧 二伯一听 同样打了个哆嗦 心里怕得不行 卧槽 如果他真是大成仙人 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在这大洲皇室境内 莫说大成仙人了 就连原因修饰都没几个 到底是什么东西 对他有如此吸引力呢 众人低头沉思 完全想不通叶仓来这里的目的 但是柱姬小道理 好像知道了 他想起与叶仓第一次见面时 他说过的话 他是为我而来的 柱姬小道理嘀咕嘀喃 瞬间红透了双颊 他嘀咕的声音很小 萧正也没听清楚他说什么 只看见他突然红了脸颊 当下担心道 鱼儿 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怎么脸颊这么红 啊 没有 我只是有些激动 想不到叶公子竟然隐藏这么深 是啊 太可怕了 而且叶公子带人谦和 一点仙人架子都没有 我还拍打过他肩膀 这你敢信 这下子 萧鱼儿粉颊更红了 没记错的话 他好像还用手指戳过仙人的脸颊 还说过混账话 一想起当时那个画面 猪击小道理顿感眉眼见人 爹 大伯 二伯 我先回屋了 焚天门 位于大洲皇室境内 是唯一能够与天心宗分庭抗礼的大门派 尤其在唐天宗主的领导下 宗门发展迅猛无比 蒸蒸日上 一切向良好的势头前进 但不知为何 他今天顿感背脊发寒 好像要感染风寒之症 唐天扭动着脖子低语道 不应该啊 我半只脚跨入通悬 怎么还会有感染风寒的危险 通悬急事原因之后 他仔细想了一会 很快便否认了 不对不对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就在这时 一道传音急迟而来 唐天一惊 这是大长老发来的传音 他去黑水城收徒 看来是有好消息 事不宜迟 唐天宗主立马覆耳倾听 可听着听着 他眉头却越拧越紧 最后直接从座椅上蹦起来 满脸皆是震撼惊讶之色 什么 一指顺杀猿鹰巅峰 现在正在急速前来唐天门 唐天愣在原地 半天挤不出一句话来 要是处理不好 唐天门恐怕会有灭宗之威 且就在今天 突然 一股强大且熟悉的气息传来 唐天大惊 大长老这是在向我传递信息 他们已经到了 完了 完了 我现在就去接待 唐天一跺脚 化作长虹赶去 另一边 叶仓与李财良 总算来到唐天门 抬头看去 天上火云缭绕 一片赤红 美不胜收 李财良尽可能拖延世间道 叶前辈 我们坟天门以炼丹为主 久而久之 天上便形成一片赤霞火云 路上李财良也跟他介绍了不少 坟天门炼丹水平极高 在大洲皇室境内 是妥妥排在守卫的 不仅如此 他们也擅长修炼火系功法 在战斗力上 也不会舒天心踪太多 这才稳坐第二把交椅 只可惜 叶仓修为 以踏入大成期 除非进入仙界 否则难有寸境 所以 能提升修为的丹药 对他而言意义不大 因此 叶仓来此的目的 不是为了丹药 而是为了天才地宝 他一人双胜体 分别是太虚与荒谷 历经一千多年 也才看看迈入大成而已 距离那最后一步 还需要海量资源 所以 叶仓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 从来不是杀人 而是绑架他们 为自己收集资源 这就是个人包围势力的 终极意义 杀人不过头点地 杀了就没了 然而绑架他们 为自己提供资源 才是远远流长的 发展大计 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的 依靠大众的力量 才是正确的道路 这是叶仓 从书本中明白的道理 他不怕别人得罪他 就怕他们不够主动 不错不错 人节地灵 是个好地方 废话不多说 带我去你们的藏宝阁吧 叶仓直接挑明了 听到这里 不只是李财良 哑口无言 就连陈婷婷 也是娇躯一软 他总算看清楚了 叶仓的真面目 这家伙是来抢劫的 更可怕的是 他的师父 似乎毫无办法 完了 他好像还说 要去我家赔罪来着 陈婷婷恍然大悟 他终于明白 李财良为何拼命 让他闭嘴了 这叶仓根本不是去赔罪 而是名正言顺去抢劫的 这 可怎么办 陈婷婷忽然全身无力 有苦难言 就在这时 一道急速长红而来 只见唐宗主满头大汗 急忙对着叶仓行礼 晚辈唐天迎接来迟 还请前辈恕罪 看到这一幕 陈婷婷下意识 把指甲放进嘴里啃咬 他是真的吓迷糊了 连高高在上的唐宗主 都对他行晚辈之礼 他到底是什么人啊 完了爷爷 孙女好像惹祸了 李财良和陈婷婷的爷爷有交情 知道他在担心什么 赶紧向叶仓和唐天请辞道 叶前辈 我这几位弟子受了些伤 我带他们去药房抹上膏药 藏宝阁就由唐宗主陪同您前去如何 叶仓汉手 行吧 小唐 那就麻烦你了 小唐 坟天门堂堂一宗之主 竟然被换作小唐 唐天一脸苦笑 前辈 请随我来 两人一走 之前对叶仓大打出手的几位弟子 瞬间两脚发软摊在地上 唯独陈婷婷还在一脸失神 啃咬着欠欠手指甲 李财良叹道 行了 担紧起来吧 叶前辈不会与你们计较 师父 他到底是什么修为啊 陈婷婷吓得浑身颤抖 不知道 我亲眼所见 他一根手指顺杀原因巅峰 咯咯咯 原因巅峰 不说还好 一说陈婷婷当即牙齿上下磕碰不停 哎 婷婷记得回去告诉你爷爷 一定好生招待叶前辈 否则后果严重 走吧 我带你们去这好脸上 藏宝阁 里面珍藏的都是坟天门的宝贝 大致分为术法神通与天才地宝 唐天带着叶仓前来 被看守藏宝阁的老道人说道 凡请师叔打开藏宝阁 让叶前辈进去挑选珍宝 老道人呼得睁开眼眸 激发出一道凶悍电光 直视着叶仓 前辈 我们坟天门有此等规矩吗 一般来说 藏宝阁主要为了激发宗门弟子修炼而设置的 向来只有带弟子前来挑选珍宝的说法 从来没有带前辈来挑选的道理 唐天一脸无语 自己这位师叔眼力不是太好 若叶仓是普通人 他会亲自带进来吗 规矩是死的 人才是活的 这都看不懂形式 让他有种心力交瘁的感觉 不过 叶仓最喜欢与这种强势的修饰打交道了 绑架起来才不会感到闹心 我其实要的不多 就你们珍藏的四分之一而已 轰隆 话音刚落 老师叔当即爆发一股 强悍无敌气势 只要四分之一 你把我们坟天门当成什么了 叶仓微笑 对对对 老前辈教训的是 现在我不要四分之一了 而是要一半 随后一股惊涛骇浪冲天气息 如滚滚洪流一般 向老师叔碾压而去 后者与唐天瞬间脸色大变 感到一阵胆寒窒息 而后齐齐跪在地下 前辈息怒 前辈息怒 老夫知错了 嗯 还老夫 叶仓挑眉道 啊 不不不 小的知错了 请前辈莫要计较 这还差不多 开门 藏宝阁内部空间甚大 总共有两个密室 左边珍藏灵气神通 右边则是丹药灵物 而叶仓的首要目的 正是天才地宝 毫不犹豫走进右边密室 与此同时 一只毛茸茸的小猫 立刻从他袖口窜出来 跳到他肩膀上 主人 我闻到好多香噸噸的东西 可以吃吗 小白鹿生性胆小怕事 只有在人少的时候方敢现身 平时一直藏在叶仓的袖子里 叶仓有些无奈 这白鹿除了吃的 好像就没其他用处了 不过赤龙的作用就在此处 他们能将吃下去的药物神性 储存在体内 等到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所以修为越高深的吃龙 代表着他的薄体储存的药物 神性越丰富 当然可以 你随便吃 嘻嘻 谢谢主人 小白鹿双眸 顿时爆发金光 欣喜得不得了 随后独自跳到一边 抓起一根百年灵树 灵根啃了起来 而叶仓继续往前行走 他口中从这里取走一半资源 并非将所有低阶资源打包带走 而是专门挑选贵重无比的 天才地宝拿走 在价值上满足所有的一半即可 毕竟他是踏入大乘七的修饰 低阶物品对他无用 神石扫过之处 并没有叶仓看上的东西 他索性直接往最高层走去 即是第三层 哦 居然还设置了独门禁制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 凡是宗门内的贵重物品 皆有设下禁制 一来是为了考验宗门弟子 二来是防止他人偷盗 一旦出现后者行为 这里的禁制便会爆发恐怖杀伤 将这里的一切 包括闯入的敌人统统消灭 不过 叶仓并不在意 大乘太虚圣体 拥有无视一切禁制的能力 可以随意穿梭来去自如 这就是他能无数次潜入 皇庭仙族境地的根本原因 只见叶仓身上亮起圣光 随后便踏入其中 毫无阻碍 第三层一共摆放了三样东西 分别是一枚丹药 一块圆巾 一根七彩羽毛 丹药宛若婴还壮 这是用圆巾炙制的丹药 换做圆荆 丹在突破圆荫时服用 可提升突破概率 对它无用 当看到圆巾的时候 叶仓护的眼睛一亮 这块圆巾只有拳头大小 表面光滑透亮 呈现紫色 其内部蕴含丰富神圆 正是两大圣体 最喜欢吞噬的物体之一 想不到小小的坟天门 竟然也能弄到一块神圆 那我就不客气了 叶仓将神圆握在手中 顿感丝丝凉意击起 随后圣体展开吞噬 将神圆尽数剥夺出来 吞入体内 无论是圣体还是神体 想要继续演化下去 就必须需要海量神圆支持 这和提升修为情况类似 只不过 体质蜕变 消耗的是神圆 而修为增长 消耗的是天地灵气 最后则是一根七彩羽毛 鲜亮无比 叶仓从上面感受到 究极浓郁的火属性气息 顿时惊骇不已 也将它收入囊中 这才走出第三层 返回到一二层 替小白鹿搜罗不下十根零根 又去神通树法密室瞧了一眼 将锦门神通带走 藏宝格外 李财良安顿完几名弟子后 立刻也前来会合 并详细向唐天与老道人诉说了 叶仓一直秒杀元英巅峰的壮举 当得知死去的邪修是赵元空后 唐天的气息明显变得激动 是他该死 李财良与老道人皆没有搭话 整个焚天门的人都知道 唐天之女在十八年前 便被赵元空掳走 强制裁补元英 凄惨无比 被救回来之后 已经目光呆滞 不久便郁郁而终 唐天震怒 一路追杀赵元空 将其打入天渊之下 此时 正逢叶仓归来 唐天立马上前迎接 跪下便拜 多谢叶前辈 替我女儿报仇 诛杀赵元空 叶仓摆手道 小唐不必如此 举手之劳而已 快快请起 另外 我要的东西已经取走 但我有一物 想要等给我解释 这根七彩羽毛 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 如果叶仓没猜错的话 这根七彩羽毛 或许和传说中的 凤凰息息相关 即使不是 也定然含有凤凰血脉 尊贵无比 唐天对此有深刻印象 此物正是他追杀赵元空 偶然所得 叶仓杀死赵元空 替他女儿报仇 唐天当即没有任何隐瞒 一一速说出来 神鸟 叶仓惊诧 没错 当日我追杀赵元空 将其逼入天渊之地 已经是九死一生 恰好在这时 一只体型庞大俊美的七彩神鸟 携带着滔天烈焰冲天起 所过之处空间暴动 气势磅礴 我心生害怕 便急速退开 恰巧捡到一根神鸟掉落的羽毛 便是此物 我当时并不知道 赵元空因此脱离危机 如若知道 必定将其碎尸万段 唐天咬牙 切齿怒骂 悔女之仇 焉能不报 叶仓暗自将天渊与神鸟记下 有朝一日 他还是要去看看的 念你如实回答 我问题的份上 我便给予你们 宗门一定优惠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他们便看到 叶仓取出一本小本本 在上面开始登记 东玉大洲皇室境内 焚天门 一百年 叶仓和尚小本本解释 意思就是 每隔一百年 我会来你们焚天门 收取一次利息 所拿取之物 只要四分之一 什么 这 唐天几人顿时脸色大变 一次还没拿够 每隔一百年后还要再来 这不就相当于 把他们当牛马使花吗 没错 这正是叶仓 个人包围势力计划的 终极体现 想要让双圣体更进一步 需要整个九州人民共同努力 叶仓叹气道 唐宗主 你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 你们李长老之前 对我痛下杀手 即是得罪我了 以我的实力 随便一根手指头 就能全灭你们焚天门 而我并没有这么做 就是为了给你们一个 活下去的机会 你也可以不同意我的要求 那我只好将剩余的资源 统统拿走 临走前 再一掌灭了你们焚天门 这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对吧 再说了 如果我 每隔一百年来 你们焚天门一趟 这不就代表着 你们焚天门又度过了百年岁月 我一直来 焚天门一直存在 那焚天门 不就与天同寿了吗 死 唐天闻言豁然开朗 与两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 卧槽 高人就是高人 原来看待 问题的角度 还可以这么新颖 叶前辈 我觉得 你说的很有道理 叶仓汉手 如此可教业 唐天 叶前辈 我一定牢记您的教训 百年后 我定当顶礼恭候前辈到来 好说好说 就此到此 在李财良的陪同下 叶仓走出藏宝阁 而恢复脸上的陈婷婷 已经在一侧恭候着了 师父李财良交代过他 到时候 无论叶仓看上什么东西 都一定要顺着他的意思答应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小女陈婷婷 见过叶前辈 师父 陈婷婷纵使来自皇家贵族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叶仓双眼微眯 摇头道 我不喜欢你谦逊的态度 我还是更喜欢你 桀骜不逊的样子 这 陈婷婷不理解 叶仓究竟是什么意思 但他师父 一直在对他摇头示意 当下便什么都明白了 不管叶仓说什么 都一定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刚才就因为老师叔 质疑了叶仓一句 坟天门今日就被多拿走了 四分之一资源 叶前辈 晚辈就送到这里了 徒儿 回到府上 一定好好招待前辈 顺便将这封信交你爷爷 是 师父 陈婷婷接过信件 他知道李财良与他爷爷私交甚好 当年李财良落魄的时候 受到过他爷爷陈太康的恩惠 两人一直以朋友相称 得到叶仓首肯后 李财良这才急速顿去 常言道 半君如半虎 他堂堂原音修士 也终于在叶仓身上 体验到了 这是何种感觉 当真十分不好受 急忙找个借口离开 现场便只剩下叶仓 与陈婷婷两人 后者的脸上 早已没有之前嚣张跋扈 高高在上的姿态 十分拘谨且谦卑地低着额头 小心翼翼站在一旁 叶前辈 对不起 小女有眼无珠 多有得罪 还请前辈海涵 道歉有用的话 我还上门请罪干嘛 叶仓怕吓坏了人家小姑娘 继续补充一句道 你放心 我叶某并非滥杀无辜之徒 只要拿到相应的赔偿后 我自会独自离开 听到这话 陈婷婷这才松口气 叶仓的能力 他虽没有亲眼所见 但他师父李财良 肯定不会骗他 说他能一直秒杀猿鹰老怪 就能秒杀猿鹰老怪 是 晚辈知道了 陈婷婷这才敢偷偷抬起头 打量叶仓 一袭白衣圣雪 风度翩翩 面如关玉 他当日注意力全放在萧元身上 导致他看走眼了 如今仔细一看 这叶前辈 当真帅气十足 你家在哪 嗯 南边 大约有三万里远 叶仓一步踏天而去 陈婷婷像是被一只手 托着自动跟随 大将军服 一个身穿紧袍的贵公子 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说道 陈大将军 我与婷婷真心相爱 你为何就是不能成全我们 陈太康无奈苦笑 太子殿下 不是臣诚不成全的问题 而是我那孙女乃天煞之人 刚出生便客死双亲 老夫实在不敢让他与太子殿下 走得过于清静 荒谬 我们修道之人 岂会在意此等说法 陈将军不管你愿不愿意 婷婷我是取定了 谁也拦不住 太子周明空怒灰衣袍 态度坚决 太子殿下 你跟我说这些也无用 一来婷婷远在坟田门修炼 已有多年未悔 二来这孩子从小缺乏管教 不一定会听老夫的 我真做不了主啊 陈太康苦苦见言 但陪同周明空一起来的老者 却不以为然 那老者脸色红润 先锋道骨 修为竟是在原音初期 他痴笑道 陈将军此言差矣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岂能任由一个小姑娘决定 我看你分明是不想同意这门婚事 华落之间 老者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威压 逼迫陈太康而去 陈太康一头白发苍苍 垂垂老矣 尽管有金丹后期的修为 却也无能为力 嘴角被震出一丝血迹 周明空呼的眉头一皱 有些于心不忍 当即请求道 陈将军与我大周有功 还望师父手下留情 老者名叫黄洛石 乃是天心宗一名内门长老 全是滔天 并且还是大周皇室 当今太子的师父 负责传道授业 周明空低着头 不敢与黄洛石对视 他们大周皇室 一直以来都跟天心宗绑定 换另一句话来说 其实就是 他们手中的傀儡 只能像牛马一样接受差遣 大将军 你就不要再逞强了 速速答应我吧 陈太康倾渴两声 缓缓摇头笑道 太子殿下 其实你根本不喜欢婷婷 是有人在背后驱使 你这么做对不对 与虎谋皮 最后也只能成为 老虎肚子里的娼鬼 黄洛石双眼微眯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 是又怎样 你能改变的了吗 太子殿下 请你快快说服这老东西 然后随我去坟天门要人 周明空无奈叹口气 知道事与愿违 他们是反抗不了的 大将军 为了府上数百条人命 你就答应我吧 事到如今 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说服陈太康 只能用将军府上 数百条人命相要挟 逼迫他答应 老夫 命死不从 陈太康双眸怒争 浑然不惧 大不了一死了之 只要陈婷婷能够安然无恙 足矣 然而 正当他喊出此话时 便听见府外传来一声 爷爷 婷婷 这不可能 陈太康瞬间从座椅上弹起来 一脸不敢置信 他万万没想到 陈婷婷竟然会在此时此刻回来 来得不是时候 没过一会 他果真看到 一道熟悉的倩影 微笑着停留在门口处 陈太康心中 顿时感到万真扎心 痛苦万分 陈婷婷也是有些愣住了 没想到屋内不止他爷爷一个 而且太子殿下也在 旋即急忙行礼 陈女婷婷 见过太子殿下 周明空也有些傻了 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直呼天意弄人 他根本无意迫害陈家 也无意迫害陈婷婷 起 起来吧 谢太子 然而 一旁的黄落石 看到陈婷婷前来 顿时眼冒金光 贪婪的视线 在他身上不断扫过 毫不避讳 甚至有些肆无忌惮 不愧是将军之孙女 出罗有志 婷婷玉立 妙 甚妙 尽管陈婷婷 属于父母教育 嚣张跋扈 但她的身材美貌 却是有一定资本 以系统评判的角度来看 最低也有九十分了 婷婷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嗨嗨 陈泰康猛地咳嗽两声 想让她尽快离开将军府 走得越远越好 但她越急 越说不出话来 反倒让陈婷婷担心不已 急忙搀扶着她坐下 爷爷你怎么了 是谁打伤你了吗 无妨 还有 你回来干什么 陈泰康好不容易将话挤出来 话里头却全是抱怨 陈婷婷以为她在责怪自己 只能主动坦白 爷爷 对不起 我在外面闯祸了 得罪了一位前辈 他现在就在府外 陈泰康一愣 府外 为什么不把他请进来 让爷爷给他赔罪 他说 他是来上门请罪的 总之就很复杂 爷爷您快点去把他请进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陈泰康根本没听懂 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为什么他孙女得罪了人 人家却硬要在府外请罪 但黄落石却一脸不屑 只高气扬道 哼 我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 敢在老夫面前称前辈 你们在这等着 看我把他单手请来 他仗义出手 为的自然是想在陈婷婷面前 显露实力 俗称 出风头 徒儿 剩下的事就交给你了 希望在我回来之前 你能尽快将事情办好 切记别再让我失望了 黄落石目光锐利 好像能一眼看透周明空心里的想法 徒 徒儿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盼 这样最好 老夫去也 黄落石含笑点头 随后踏空而去 逍遥无比 其实真正想取陈婷婷的 并不是周明空 而是黄落石 他是天心宗的内门长老 地位崇高 修为更是在原因初期 整个大周皇室内 无一人是他对手 而且 他还是大周皇室 与天心宗联系的枢纽 大周皇室的一举一动 都在黄落石的监测之内 毫不夸张地说 他只需要弄出几句谎言 便能让大周皇室 在这片区域彻底消失 所以 大周皇室 只能一一满足 黄落石的要求 根本不敢反抗 作为原因修士 本该一心修炼 追求先到尽头 奈何他被全力腐蚀 从而沉沦女色 为了顾全天心宗的面子 他不敢大张旗鼓 收纳女色 只能通过周明空 取其那切为由 将大周境内的知名女色 纳入后堂 日日沉沦 尤其当他得知 陈婷婷不仅貌美如花 还是一名天赋不俗的 结单妻修士 当即心中狂喜 立刻带上周明空 前来提亲 因此 周明空与妻妾之间 只有夫妻之名 却不能行夫妻之事 而黄落石 虽无夫妻之名 却能日夜行夫妻之事 这真是一个男人的悲哀啊 然而有办法改变吗 没有 周明空已经彻底绝望了 不顺从黄落石的命令 大周将不复存在 他莫得学 大将军 你就顺从了吧 挺挺由我师父照顾 修行必定会一日千里 成就一飞冲天 陈泰康总算弄明 白周明空的意思了 满脸愤恨 是你师父 打着你的旗号 再娶妻纳妾 淫乱人生 周明空知道 这是极其丢脸的事情 但事实就是如此 他缓缓闭上双眼 痛苦硬道 是 但我阻止不了 哼 简直荒唐之极 为人师表岂能行 如此苟且之事 更何况 你还是他名义上的徒弟 实在令人作呕 我死 都不会将婷婷献出去的 你让他死了这条心 陈泰康身为堂堂军人 为大周立下汗马功劳 身上的血性 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消退 反而有股回光反照的气魄 强势逼人 一旁的陈婷婷 有些似懂非懂 但他认为 当前最要紧的事 不是讨论这些有的没的 而是还在府外等候的叶仓 惹恼了他 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陈婷婷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 急忙将李财良交给他的信件 拿出来递给陈泰康 相信他看完之后 就什么都明白了 陈泰康一听到李财良来信 不敢懈怠 立刻阅读信中内容 随后脸色大变 全身都在剧烈抖动 周明空可以对天发誓 他认识了陈泰康那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到大周的战神 居然也会生出 如此畏惧的瞬间 即使在面对他的师父时 也没有这般胆怯过 这么重大的事 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 哎呀 你真是 哎呀 快快随我到府外 去迎接前辈 周明空一头雾水 也好奇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黄落石自信踏空而来 眼神里满是桀骜不逊 双手附在身后 宛若高高在上的得到仙人 他居高灵下 鄙视叶苍 傲然道 就你也敢在老夫面前撑前辈 我看你是活够了 对付你等鼠辈 老夫单手足矣 给我死来 寄灭掌 话刚说完 黄落石便动手了 连一丝犹豫也没有 态度坚决果断 迫切想要一掌打死叶苍 这让叶苍顿感一头雾水 分明跟他无仇无怨 怎么一上来就动手 叶苍想必其中定有误会 他也懒得解释 对着黄落石虚空一握 只见黄落石周围虚空震战 发出雷霆滚动般猛烈咆哮 震耳欲聋 竟然凭空出现一只巨大手掌 将其一把捏在手心当中 气势惊天 令天穷黯然失色 黄落石内心瞬间咯噔一下 嘴角不自觉流露出一丝温馨微笑 脑海里不受控制地回到过去 那是他依偎在母亲怀里的模样 在父母的看护下成长 开始一步一步修炼 突破筑基 突破结单 娶妻生子 一直到现在的原因期 长长的一生 竟在这短短的时间内重演了一遍 他 想母亲了 想重新回到娘胎里 黄落石足足呆滞了一息 随后才幡然醒悟过来 这乃是想母亲了 他分明是要死了呀 卧槽 不不不 前辈快住手 有误会 有误会 黄落石终于清醒过来 眼前这人根本不是他能惹的 真正的杀招还没降临 他就已经有濒临死亡的感觉 要是再不及时解释清楚 他就真的没机会了 叶仓听到了 黄落石悲凉的呐喊 只是淡淡回三个字 神经病 随后巨手虚空一握 将黄落石的身体 捏成血雨飘落 凄惨凋零 至于他体内的原因 也一并震死 根本不给他夺射重生的机会 莫名其妙庄高人 对我下死手 然后又跟我说是误会 你不是神经病 谁是神经病啊 叶仓嘀咕道 招手一抬 一个储物袋 快速落入他掌中 杀人夺宝 叶仓不屑干 但不代表他做得少 他始终觉得 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不是就这样 随随便便死去 连再次为他发光发热的机会都没有 想到这里 叶仓有些怀念起中州的好朋友了 不知道他最近机缘如何 踏入大城漆了没有 就在这时 一道清脆的女婴响起 打断叶仓缅怀有情 叶前辈 你没事吧 陈婷婷带着一个 白发苍苍的老者赶来 察觉到空气中 飘荡的刺鼻血腥味 当即呆愣原地 神情惊骇 是 师父 周明空也闻到了 顿感大事不妙 开始四处寻找师父 叶仓挑眉 指着血雨之中 孤零零的原因道 你师父只剩原因了 只剩原因了 咕咚 周明空默默咽下一口唾沫 看向叶仓的眼神 充满了恐惧 咕咚 咕咚 不仅他如此 陈泰康 以及将军府的奴仆们 接一脸后怕 那叶仓看似温文尔雅 实则是能在瞬息之间 把原因修饰 杀得只剩原因的猛人 可怕 太可怕了 陈泰康总算知道 李财良为何要在信中 千叮零万嘱咐 让他务必一定满足 叶仓提出的任何要求 惹怒了他 当真有灭族之祸 晚辈陈泰康 拜见仙人 拜见仙人 将军府一众加奴 皆跟随陈泰康贵 在地上前程参拜 我早已从你孙女口中 得知将军大名 久仰久仰 陈泰康顿时想死的心 都有了 他哪里听不出来 叶仓这是在讽刺他 他受不起 也不敢接受 一旁的陈婷婷 将额头贴近地面 羞愧万分 要不是他过于目中无人 盲目自大 也不会因此得罪叶仓 更不会给陈家 带来天大麻烦 仙人 晚辈不敢 万万不可如此 婷婷自幼失去双亲 疏于管教 如今还口出狂言得罪仙人 是晚辈的过错 晚辈愿尽可能赔偿 仙人一切损失 陈泰康坦言 言语真挚 叶仓也不想过于刁难 开口道 起来吧 带我看看贵府珍藏的宝贝 我挑中了 自然会离去 陈泰康大喜 是是是 前辈请随我来 破财党灾在所难免 只要叶仓不乱来 就万事大吉 与此同时 天心宗供奉魂灯内阁 忽然传出一声惊呼 一个道童小脸煞白 浑身颤抖地盯着一盏熄灭的魂灯 大惊失色 这 大事不好了 皇长老的魂灯 灭了 这魂灯是抽取一丝 黄洛石的灵魂制作而成 与其生命互相呼应 人在灯在 人死灯灭 众多宗门核心高层 皆会留置魂灯 以供判断生死 黄洛石魂灯一灭 便代表他已经死亡 听闻道童呼声 一个老者睁开浑浊眼眸 似有雷电闪过 他略皱眉头一步踏出 立刻来到那道童身前 为何无故惊呼 道童惶恐 师父您看 皇长老的魂灯熄灭了 什么 老者神情大变 果真发现魂灯熄灭 烟气尚存 黄洛石刚死不久 一个原因长老突然死亡 这对任何一个宗门来说都是大事 你们在此继续守候 我去禀告宗主 是 师父 没过一会 天心宗内井中长明 并伴随一声威严怒吼 执法长老何在 速去缉拿凶手 生死不论 是 宗主 为首一劳者达到 神情很利 一身修为激荡汹涌 率领两位执法长老 以及数十名执法精英弟子 浩浩荡荡离开天心宗 引得一众弟子哗然 竟然惊动了五大长老 看来有人要捣血眉了 是啊 五长老可是除闭关太上长老和宗主外 最强的原因修饰了 号称通玄之下无敌 曾经还在半步通玄大能手中 坚持了十招 天赋一柄 战力惊人啊 我们天心宗强盛至今 竟然还有傻瓜敢触碰我们的逆灵 准备承受我们天下第一宗门的怒火吧 另一边 叶仓稍微有些失望了 陈泰康能拿出手的东西实在有限 仅有一把极品零件和一枚三品丹药聚零丹 有助于修饰在突破结丹 金丹十服用 毋庸置疑 这两件东西正是陈泰康为陈婷婷准备的 他已经是结丹后期 有了这两样东西 必定会更上一层楼 一旁的周明空 看着眼前两样宝贝 目光灼热 他同样是一名结丹修士 深知这两样东西的重要性 可助他在原有战力的基础上 足足提高一倍 可叶仓却缓缓摇头 对此毫无兴趣 如此一幕 可吓坏了陈泰康 一脸惶恐道 实不相瞒前辈 我陈泰康可对天发誓 府中上下最贵重的宝物 已经全在这里了 在稀有的 我拿不出来 叶仓汗手 他已经用神识 把将军府上下搜遍了 确实没有发现 任何一处可疑的痕迹 私仓珍宝基本不可能 证实他说的都是真话 陈泰康只有金丹修为 能遇到的机缘有限 叶仓无功而返 也是正常现象 不过 该登记还是得登记 这次没有 不代表下一次没有 下下次没有 叶仓再次拿出小本本 将该府记上 同样是以一百年为期 若到时候该府还在 便来探望一番 若是不在 也只能主动了断因果 我管你府中有许多书籍 我们看一看吗 阅读古典书籍 是叶仓一大爱好 有助于他快速了解 九州大陆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以及众多有趣的现象 不管他身在何处 在闲暇之余 总喜欢拿出书本阅读 当然了 无论是正经书籍 还是不正经插图 他皆不挑剔 始终保持热爱学习的 优良态度 当然可以 请前辈随意阅览 由于时间紧迫 叶仓当晚便在将军府上 住下来 陈泰康府中的书籍 所设计的内容 绝大部分与大洲地理相关 还有少部分兵书兵法 他号称大洲皇室第一将军 用兵如神 必然对地理环境相当了解 才能做到 所以他去过很多地方 并在书中留下诸多详解 例如 大洲以北有其实 可吸附兵刃 可将其实投入敌阵之中 使敌人手脚忙乱 大洲东南有一身冤 身不见底 似有蛟龙咆哮 不可擅自靠近 大洲中西 等等 不得不说 陈泰康确实是个将帅之才 对于整个大洲的地理环境 了解相当透彻 什么地方该干什么事 皆心之肚明 真正做到了运筹帷幄之中 绝胜千里之外 叶苍对书中 提到的两个地方相当在意 将其牢记在心中 有时间定会一探究竟 就在这时 咚咚咚 有人敲响房门 进来 叶苍淡淡说道 只见陈婷婷掠湿粉带 妆容精致 身穿轻薄纱衣 苏胸半露 曼妙雪白动体若隐若现 芳香四溢 好不诱人 叶苍挑眉 你这是 回叶前辈 奴婢前来侍请 侍请 某些地方确实有这等习俗 如有修为高深的前辈 在府上留宿过夜 家主都会安排 一致多名女子陪请 大多数都是府中的丫鬟 资荣上家 且必须未经人世 如若得到大能前辈灵性 他们不仅不会反感 反而会以此为荣 毕竟强大的修士极难遇见 大多数凡人一辈子也遇不到 而侍请 是他们唯一能接触 强大修士的机会 要是侥幸怀上仙种 诞生出来的子嗣 修炼天赋 必定更为出色 因此 事情也叫借种 是他们逆天改命的一次机缘 当然了 这个好处 只体现在他未来的子嗣身上 然而 此次前来事情的人不是丫鬟 而是府上大小见 这就有点意思了 怎么是你 不应该是丫鬟前来吗 叶苍好奇问道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理应如此 听到叶苍的疑问 陈婷婷脸上的笑意 瞬间僵住了 难道自己在他眼中 还比不上一个丫鬟 这不是羞辱他吗 虽心有不悦 但也不敢否定叶苍的意思 既然前辈不惜我来侍请 那我便让丫鬟前来 陈婷婷很是失落 转身欲走 他之前是嚣张跋扈了些 经过这次教训后 已经有所收敛 对待叶苍静若神明 不敢有丝毫懈怠 没想到 叶苍对他的印象 还是停留在之前 令他很难过 慢着 既然来了 那就留下吧 叶苍道 随后低头看书 入乡随俗 可以减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便没有拒绝 是 前辈 陈婷婷转喜为忧 脸上笑容灿烂 带着几分羞涩 暗暗打量叶苍一眼 愈发觉得 这位前辈与众不同 温文儒雅 相貌堂堂 修为高深 且不摆架子 即使是对待他这样的底层修饰 也能做到心平气和 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梦中情郎 一想到待会 要与叶前辈同床共枕 陈婷婷免不了心跳加速 犹如小鹿乱撞 羞怯不敢再偷看 脸部轻移 走至软榻之前 吞下身上洁白青纱 将其在床上铺展开来 以免落红之物 滴落床入之上 随着青纱脱落 欲被彻底暴露在空气中 白臂无瑕 宛若美玉一般 两根红色蟹带 缠绕成蝴蝶点缀其中 让人迫切 想要解开的冲动 陈婷婷满脸娇羞 快速爬上软榻躺好 将身子藏进被褥里 直露出两只满怀西纪的水眸 有意无意扫向叶苍 心里紧张得不得了 原本事情一事 都是由府里的丫鬟来执行 他身为府上大小姐 还是结单修士 身份贵不可言 不该如此放下身段前来陪请 但他觉得 叶苍与他见过的所有修士不同 别具一格 有种超凡脱俗的味道 令他很是着迷 所以 和陈泰康商量了一会之后 便做出决定 他要来侍请 一点也不后悔 然而 半个时辰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过去 叶苍还在一夜一夜地看书 仿佛忘记了他的存在 陈婷婷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红唇轻咬 面露幽怨 她身为女子 又羞于其耻催促 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事后 若是再如此等待下去 不久之后 就要天亮了 陈婷婷心里明白 再怎么羞于其耻 她也要把话说出来 前辈 该 该上床休息了 叶苍头也没抬到 我不困 你先睡 听到叶苍的回答后 陈婷婷整个人都傻了 心中苦笑 我像是在问你 困不困的问题吗 我都快曝光了 身上衣物没两件 也主动开口催促了 为何就是不愿意到床上来 难道 想到这里 陈婷婷突的眸光黯淡 叶苍前辈 你是不是讨厌我 讨厌 说不上 那就是我不够漂亮 不够有魅力 不能让你满意 还好 在我认识的女修当中 比你漂亮的不多 希希 陈婷婷嘴角清明 暗自窃喜 这番话 算是叶苍 对他外在形象的一种认可 既然如此 那为何前辈不愿意到床上来 让奴家好好服侍你 你想知道 想 陈婷婷目光稀计 她想知道 自己是哪方面没做好 导致叶苍连碰都不愿碰她一下 她定要好好改正才行 碰 叶苍将书本合上 所有书籍 她已经全部看完了 起身伸个懒腰 然后说道 因为你不够书中内容有趣 陈婷婷目瞪口呆 不够书中内容有趣 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字面意思 叶苍懒得跟她解释 提出告辞 好了 我该走了 陈婷婷文言一惊 急忙从床上坐起来 顾不上胸前春光乍蟹 面露交集道 叶苍前辈 我们还会再相见吗 百年之后 若你们将军府还在 我会再来收取利息 话落 叶苍的身影 已然消失在夜色之中 一百年 我记住了 叶苍一走 陈婷婷睡意全无 她始终不理解 那句话的含义 不够书中内容有趣 叶前辈到底想借此告诉我什么呢 陈婷婷百思不得其解 只好穿衣起身 来到叶苍看书的位置 将她最后阅读的 那本书籍翻开 竟然是一本虚构小说 这是陈太康除地理 兵法之外 少有收录的外务书籍 陈婷婷自从开始修炼以来 就变得心浮气躁 一心只想着修炼变强 往往沉静不下来看书阅读 基本上只看完前两句 便扔下了 但这一次 她终于看进去了 故事发生在中周 书中讲述的是一个家族 小少爷的故事 她自幼天赋异禀 修炼神速 是历代家族中最顶尖的绝世天才 一经现世便轰动九州 引得无数大势力轰强 然而 这也是她噩梦的开始 家族被灭 她已被诡异势力囚禁 日夜遭受抽血折磨 最危险的一次 便是将她体内血液机遇抽干 导致她差点变成干尸而死 在如此绝望的环境下 小少爷依旧没有放弃 最终凭借惊人毅力 成功逃生 没 没了 书中内容讲到这里 便停止了 直到把整本书看完 她才恍然大悟 不够书中 内容有趣 原来夜前辈是在告诫我 不管你多么天赋异禀 身后背景多么强大 都要学会低调做人 莫要逞强行事 夜前辈是教我 不要像从前那样 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原来如此 我懂了 谢谢你夜前辈 陈婷婷面带微笑和上书本 随后又簇眉翻开 他在书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书中小少爷的名字 居然也叫夜仓 三天后 天心宗五大长老率领执法堂弟子 抵达大洲黄都 黄洛石莫名暴毙于大洲 他们来此调查真相 顺便缉拿凶手 周天 有滚出来 夹杂着磅礴沥的怒吼 响彻整个黄都 此刻 不管是修士还是凡人 皆赶到心神阵战 不敢声张 周天 何许人也 乃当今大洲的天子 尊贵无比 但在天心宗看来 不过是区区一个傀儡罢了 身处皇宫的周天 哪里敢怠慢 急忙迎到宫外 宫身弯腰 周天再次恭迎诸位真人驾灵 有失远迎 还望真人恕罪 武林大长老神情不悦 一步踏出 一股宛若山岳重的力量 压在周天身上 令后者顿时脸色发白 大汗淋漓 跪下说 武林淡淡道 于他们天心宗而言 管你是天子还是凡夫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不过都是相同的蝼蚁 一生双膝跪地 周天再次跪迎诸位真人驾灵 令我大周蓬毕生辉 哈哈 哈哈 一群天骄弟子 发出猖狂笑意 常言道 男儿西下有黄金 更别说是天子了 西下更是关乎江山社稷 万千子明 周天这么一跪 是将大周的国运彻底败坏了 武林身后的一位执法长老 目光忧虑 心中担忧 大长老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周天乃一国之君 当心因果缠身 哼 怕什么 区区一大周而已 老夫随时可让人取而代之 不给他一点下马威 往后还不知会弄出什么事来 武林不再理会 心事问罪 周天 你可知罪 回禀真人 黄真人之死 与我大周无关 还望真人明察 话音刚落 一声嚎啕大哭响起 周明空捧着一元英哭泣而来 师父你死得好惨啊 就只剩一元英了 什么 天心宗众人瞬间脸色大变 怒气冲天 尤其是武林长老 已经处在暴怒的边缘 他隔空取物 将黄落实的原因捏在手里 仔细感受 其中散发出来的气息 顿时老脸一白 果真是黄长老的原因 完了 身后两名执法长老闻言 同样满脸惊慌失措 这可怎么办啊 黄长老可是太上长老的亲侄 如今这原因生机全无 再无夺赦重生的可能 要是等到太上长老出关 我等该如何向他交代 太上长老修为高深莫测 最宠爱黄长老了 如今白发人送黑发人 到时候 谁敢站出来 承受他的怒火 武林自知事情严重 唯一破解之法 就是将凶手交到太上长老面前 任他发落 否则无人能承受住他的怒火 快说 杀害黄长老的凶手在哪 叶苍身在何处 只有陈太康知道 但他根本不想出卖叶苍 一来他寿源将近 二来陈婷婷也在返回坟天门的路上 如今身边没有弱点 纵死也不怕 脖子一横 头一歪 冷声道 不知道 他是大洲开国大将军 拥有的血性与胆破 不是二世皇帝能比的 大胆 知情不报 也有取死之道 你真不怕死 执法长老气急败坏 恶狠狠瞪眼道 陈太康一脸不屑 我已有相思之心 你们休想从我身上得知叶前辈的下落 纵使对我施展搜魂术也无用 我已经对自己记忆施展了禁止 你敢搜 就要遭到反噬 反正我是无所谓了 你 执法长老满面怒容 他没想到 陈太康态度如此果决 哼 你以为我不敢 我倒要看看你施展的禁止 有何威力 执法长老怒喝一声 你旁的武林大长老急忙将他拦下来 萧长老且慢 武林很欣赏陈太康 宁死不屈的性格与他相似 当然 他也最了解这种人的弱点 便是忠义 你叫什么名字 老夫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陈太康 很好 我不对你搜魂 也不将你杀害 我给你五天时间 若你还不肯供出背后凶手 我就杀光大周皇室成员 一个不留 哈哈 我们走 天心宗众人一走 周天立刻从地上爬起来 满脸哀怨 康叔 你为何要那样说 难道我们大周的命脉 还不如一个外人性命重要 哼 陈太康冷哼一声 对于没骨气的周天 他懒得多看一眼 我姓陈 不姓周 你们周家的命脉 又关我屁事 周天文言脸色一僵 索性不再说话 当今世上 敢如此对周天说话的 除了去世的父皇外 就只剩下陈大将军 当年两人亲如兄弟 一块打下基业 成立的是大周 而不是大臣 足以体现陈太康 付出之多 所以 先皇对他向来尊敬 包括周天亦是如此 周明空叹道 父亲 陈大将军 现在不是怒气的时候 我们应想办法 渡过眼前难关 说实话 他这个太子 当得太倒霉了 好不容易认了一个原音师傅 正是踏上修行之路 没想到 黄若石是个淫荡好色之徒 借着他太子的名义 娶妻那妾 夜夜生歌 他却只能在一旁独自落泪 然后到将军府上门提亲 便宜师傅又被叶仓随手拍死 只剩下一个死透的原因 如今天心宗上门击拿凶手 若是不供出背后凶手 从此之后 再无大周皇室 周明空感觉自己 倒八辈子血没了 人生事事不如意 尽管如此 他还在咬牙坚持着 陈泰康心疼看了他一眼 毕竟他是亲眼看着 他与婷婷一块长大的 也是将他当作半个孙子看待 事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周家父子齐声问 秦夜前辈出手 灭了天心宗 陈泰康咬牙切齿道 两人大惊 惊骇的表情夸张到极点 不可能 天心宗存在的时间 比我们大周还久 底蕴极深 哪有那么容易消灭 周明空不认可父亲的说法 天心宗一日不除 大周将永无宁日 我同意灭了天心宗 可是夜前辈凭什么帮助我们 当日夜仓出手 他们没有亲眼所见 然而陈婷婷却亲口告诉陈泰康 夜仓是能够一指 灭杀元英巅峰的强大修士 修为深不可测 为了大周的未来 他觉得有必要赌一把 只要我们能提供让他满意的宝贝 他定会出手 只不过夜前辈眼光极高 一般房屋他根本看不上 必须是西式之宝才行 那要献出什么宝贝 才能打动夜前辈呢 大周积攒千年的国运 龙珠 黑水城 肖家 夜仓回到客房 在他面前有两个储物袋 一根七彩神语 以及一些杂七杂八的物品 这些就是他此行外出的全部收获 其中两个储物袋 是赵元空和黄洛石的 简单翻找之后 发现对他有用的东西 实在不多 仅在黄洛石的储物袋里 又翻找到一小块元金 可供圣体吞噬 也算不需此行 其余的什么零食 高阶术法之类 放到外面去 肯定会引起巨大轰动 但是对于夜仓而言 多看一眼都嫌累 哎 贫乏之地就是贫乏之地 远不如中州的亲朋好友富贵啊 夜仓无奈叹息一声 将唯一有价值的七彩神语 放进圣体空间 而圣余的低阶杂物 则随意装进储物袋 咔嚓 咔嚓 小白鹿口齿甚好 趴在夜仓肩膀 捧着林根美滋滋吃个不停 主任 我们真的要离开萧家了吗 糖葫芦我还没吃够呢 夜仓回头瞥了一眼白鹿 这小家伙也太馋了 他回到萧家 有三天时间了 萧鱼儿每天都来看他 每次都会带两根冰糖葫芦过来 碍于双方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他不好意思开口请夜仓吃 最后只能便宜白鹿 没想到 小白鹿一吃就上瘾了 每天都馋得不行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夜仓口头抱怨了一句 旋即看向窗外 离开萧家是不可能的 至少现在不行 还差一点点 太虚见点就到手了 夜仓可不想半途而废 当前的问题 主要出现在萧鱼儿身上 自从看见夜仓 一指灭杀原鹰巅峰之后 整个萧家上下 对他静若神明 助击小道理也不例外 面对他时 再也没有以往轻松自在 也不再一口一句喊他夜哥 而是称呼他为夜前辈 或者大仙人 不过好在 助击小道理 对他的好感度 始终没有降低 依旧维持在午时 卡着不动的感觉 令夜仓很不舒服 所以 他觉得 有必要主动采取一些手段 往里面增添催化剂 看看后续情况如何 夜仓认真回应道 没错 明天一早 我们就离开萧家 待会他来了 你好好跟他道别 啊 白鹿两眼瞪圆 随后一脸泄气道 好吧 没过一会 有人来敲响房门 嗓音清零如歌 夜前辈 您在里面吗 夜仓一笑道 在 进来吧 萧鱼儿年方十八 亭亭玉丽 身姿玲珑有致 不过 世间上漂亮的女子 有很多很多 但是像小道理这样的性情 却是不多见 有情有义 不搅柔造作 有种不曾被世俗污染过的美 他摇晃着手中两串冰糖葫芦 微微笑道 夜前辈 我来陪小白鹿玩一回 也好 我刚想出去走走 你便替我多陪陪白鹿 顺便跟他好好道个别 萧鱼儿听了一惊 脸上笑容立刻僵住了 道别 夜前辈 为什么要道别啊 夜仓微笑道 夜某在你们萧家打扰多时 也该提出告辞了 我去意已决 你莫要再去 就好好陪陪白鹿吧 夜仓转身走出客房 并关上房门 留下一脸呆滞的萧鱼儿 他愣了好久 之后失落地走到白鹿面前 小声道 你们真要离开了吗 小白鹿叹息 露出一脸悲伤 对啊 主人也是这样跟我说的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吃糖葫芦 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吃到了 萧鱼儿听罢 心不在烟道 那两灯都给你罢 随后失神坐到一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另一边 夜仓主动找到大伯 大伯名为萧善 是萧家长子 为人忠厚 听萧鱼儿说 萧善年轻之时 喜欢走南闯北 结交好友 见识最多 人脉却几乎没有 因为他这个人有点倒霉 曾经与三位好友 煞血为盟 结为兄弟 结果在短短三个月内 他那三个兄弟 便因为各种原因死亡暴毙 家中各自留下一个遗孀 萧善为了不让好友们的妻子 露宿街头 惶惶不可终日 便将他们一一取回萧家 安享后生 也算是给死去的好友一个交代 一开始 生活还算和谐 但渐渐地就开始爆发各种矛盾 每天要吵上一架 也就夜仓来到萧家后 才安静了一段时间 夫妻不合的根本原因 夜仓心知肚明 就是萧善不行 满足不了三个如狼似虎的女人 见到夜仓前来 萧善神色恭敬 赶紧行礼 萧善见过仙人 不必如此拘谨 你我相见便是有缘 这是那淫魔赵元空的修炼心得 以及强壮之道 有助于改善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 这 萧善脸色惨白 顿感没脸见人 男人不能说不行 就算被仙人这样说 也不行 萧善嘴硬道 仙人多虑了 我们夫妻生活极度和谐 没您说的这回事 夜仓也不想拆穿 笑道 好吧 这东西对我无用 你留着吧 心虚以后用得上 萧善听完 能感觉出夜仓是真心的 满脸羞愧 结果心得 一脸疑惑道 仙人为何要送我此等众物 这可是一个原音老怪的必生修炼心得 纵使被夜仓 剔除掉银鞋修炼的部分 但也是货真价实之物 贵不可言 我在贵府打扰多时了 明天一早便离开 临走前 给你们赠送点微博之礼 聊表心意 什么 仙人 你要离开我们萧家 萧善大惊 可夜仓继续前行 并未回应 之后 夜仓找到二伯萧勇 是萧家唯一一位会炼丹 炼气的天才 只可惜萧家的天才 在别的大宗门看来 就是庸才 连外门弟子都算不上 当日夜仓在坟天门之时 顺手拿了两本炼丹 炼气之术 于他而言 没有任何作用 自己动手 远没有抢别人来的痛快 送给萧勇后 浅谈两句 继续离开 最后找到萧正 将天心宗的天心精 与天心剑法 一并送给他 这是夜仓 从黄罗石除代理找到的 对他而言同样无用 倒不如赠给有缘人 和之前一样 浅谈两句 便提出告辞 萧正傻眼了 得知夜仓要走 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萧家三兄弟 奇迹一堂 面色凝重 萧正率先开口道 大哥 二哥 大事不好了 夜前辈要离开萧家 临走前 他将天心真精 与天心剑法赠予我 听到天心真精 与天心剑法后 圣余两人彻底坐不住了 三弟 你没看错吧 真是天心宗的镇宗之宝 萧正点头 神情名众 将两物取了出来 萧善与萧勇上前查证后 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天心真精与天心剑法 这可是天心宗的不传之秘 只有该宗门的核心成员 方有修炼的机会 而这夜仓 简直手眼通天 竟然能将这两物弄到手 实在可怕 萧正道 虽然我不知道 叶前辈是怎么将此物拿到手的 但是他居然毫无留恋 将其赠送于我 恰恰证明 他修为高深 看不上此等东西 二伯萧勇也正色道 叶前辈还给了我两本 焚天门的炼丹 炼气法门 同样珍贵无比 什么 连你也有 萧正很惊讶 而且还是出自焚天门的重宝 整个大洲皇室境内 便是天心宗与焚天门最强 而叶仓在得罪两大宗门的同时 还能如此气定神闲 只能说明他 根本没把二者放在眼里 这也能理解 毕竟叶仓已经超脱常人范畴了 大哥呢 萧正沉声问道 萧善支支无无片刻 决定不再隐瞒 毕竟大家都是兄弟 他给了我赵元空的修炼心得 和重振雄风的秘法 得知萧善也收到礼物后 萧正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你们怎么看 萧善道 叶前辈是个好人 萧勇道 叶前辈出手大方 对我们萧家恩重如山 萧正叹息道 你们说的都对 但这些无关紧要 现在最重要的是 想办法让叶前辈留下来 这不可能 叶前辈秀为高深 已经脱离了凡人的范畴 对我们是若珍宝的东西 在他眼里就是垃圾 他要走 根本拦不住 你如何打动他留下来 萧正双眼微眯 嘴角勾勒一抹笑意道 我有办法 当晚 萧家后院传来一声惊呼 大师不好了 有刺客 有刺客 有人受伤了 听到动静后 身在客房的叶仓 不禁挑了挑眉头 疑惑道 这三兄弟在搞什么鬼 整个萧家都在他的观测之内 有没有刺客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所谓的刺客 不过是萧家三兄弟 搞出来的动静 很快 整个萧家动员起来了 四处搜寻刺客 不出意外 他们肯定是搜寻不到的 随后 叶仓的房门被用力推开 只见住击小道履 满脸泪痕 站在门口哭诉 呜呜 叶前辈 你快去救救我爹 他被刺客打伤了 伤得好重 你快去救救他吧 叶仓 心中纳闷 卧槽 自己人下手也这么狠 他几乎没有犹豫 跟随萧鱼儿一同前往 一来到主房 大伯萧善率先向叶仓叩拜 满脸悲痛 伤心欲绝 一副疼爱亲弟弟的好兄长模样 大仙人 我恳求您救救我弟弟 他被刺客打伤 快要坚持不住了 若您能救他 我甘愿给您当牛做马 萧善本是忠厚之人 言辞真挚 如今这般凄惨哭诉 让周围一群奴仆备受感动 掩面哭泣 无不赞叹他们是一对好兄弟 然而叶仓观测得很清楚 大伯萧善才是统伤萧正的刺客 赖柄凶凶器就藏在他的衣袖里 尚未来得及处理 叶仓很是纳闷 周梅道 不是你 话未说完 萧正心头一惊 旋即主动渴出一大口血 二伯萧勇当即一脸焦急道 凡请仙人出手 救救我三弟吧 见此一幕 猪鸡小道旅就快吓死了 哭得更凶了 叶仓无奈道 你们全部出去 我会全力救治萧家主 大伯与二伯对视一眼 带着众人快速撤离 只留下叶仓与萧正在内 叶仓上前道 萧家主 你们这是何意 萧正脸色苍白 身上血迹遍布 但叶仓很清楚 他伤得并不重 也没有伤及要害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叶前辈 让您见笑了 萧正主动坐起身 对叶仓歉意一笑 随后一脸恳求道 叶前辈 我有一事想拜托您 何事 我想把鱼儿托付给您 叶仓文言 瞳孔一缩 看着萧正也不开口说话 萧正心中一惊 脸色血色又白了几分 但他心中笃定 叶仓一定会同意的 于是继续说道 叶前辈修为绝顶 战力无双 却甘愿在一个没落小家族里 一待就是数天 我们萧家何德何能 能容纳您这么一位大能仙人 您出来诈盗 仗义出售赶礼家 替鱼儿解封印 又自他极品铸鸡丹 极品零件 面对淫魔赵元空的威胁 又是您站出来 替他解除危难 结合以上种种 我总算看出来了 您在意的从来不是萧家 是只有鱼儿一人 我也曾怀疑过您的动机 认为您和赵元空之流一样 垂涎鱼儿的天鹰灵体 但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 以您的实力强强辨识 哪用估计那么多 听到这里 叶仓也没必要再隐瞒什么了 索性坦白道 没错 我来萧家 就是想让他成为我的道律 然而萧正听完 只是向征信地点了两下头 情绪没有太大波动 仿佛早有预料一般 你 不打算说点什么吗 萧正文言愣了一下 当即回应道 我同意 叶仓 啊 我家鱼儿的情况 想必您也知道 身怀天鹰灵体 若是没有贵人相助 此生注定凄惨 与其不幸落入他人魔爪之中 倒不如让先人护他今生 我死而无憾了 虽然这份说辞 不应由我这个父亲说出来 但事实就是如此 以我萧家之能 倾尽全力也保护不好他 所以只能托付给您了 这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叶仓点头 算是答应了 之后 递给萧正一个装满水的小葫芦 喝了它 你身上的伤便会彻底痊愈 萧正没有迟疑 一口喝了下去 下一刻 他身上的伤口 肉眼可见完全愈合 堪称神迹 令他不由的心中惊叹 仙人的东西就是厉害 萧正不知道 这葫芦里装的是某个仙族中的灵犬 能包治百病 萧正痊愈 萧家又恢复了以往欢心 刺客一世也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不过萧鱼儿却耿耿于怀 是要追问刺客的下落 面对他的追究 萧正被逼无奈 只要随便想个人出来顶罪 旋即灵机一动 便想到了远在天心宗的李天逸 自从李家被灭门之后 估计他不会再回来了 萧鱼儿也遇不上他 只可惜 萧正还是低估了 助击小道理的决心 从此 他想要打上天心宗的念头 就更浓烈了 萧鱼儿一路尾随叶仓 回到客房 叶仓坐下看着他 旋即开口问道 你有事找我 萧鱼儿请手轻点 说道 我是来感谢叶前辈的 感谢您出手相助 就我爹爹一命 萧鱼儿无以为报 愿为先人安前马后 呵呵 叶仓一笑 决定试探他一下 不用谢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 哎 一家人 叶仓道 对啊 你爹没跟你说吗 他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 将你许配给我 你以后就是我的小道理了 啊 不 萧鱼儿听完郊区一江 呆立在原地 侠飞双甲 叶仓一看有戏 决定继续试探 叹息道 不过我还没正式答应 婚姻之事讲究两情相悦 所以我把最终决定全交给你 你同意 那你以后就是我叶仓的小道理 从此安然无忧 你不同意也没关系 明天一早 我就会离开萧架 临走前 我会赠送你一桩大机缘 足够你 站在大洲境内之巅 叶仓说完也不着急 淡定泡开一杯悟道茶 茶香肆意 而萧鱼儿闻到茶香后 也是精神一阵 思绪清晰 顿感压力尽失 叶仓确实很想知道答案 但他希望 萧鱼儿是经过仔细思考后 做出决定 如此一来 才更能体现他的心思 萧鱼儿犹豫了一会 轻声道 其他都还好 但有一点我不同意 你不愿意做我道理 叶仓促没道 不是的 萧鱼儿急忙否认 随后解释道 我只是想变得更强 不拖你后腿 保护萧家不受欺负 叶仓一愣 旋即大喜 哈哈 这么说 你是同意了 嗯 萧鱼儿年方十八 正值青春美好 此刻修意遍布 更添唯美自色 叶仓没有再问 因为他知道 好感度是不会骗人的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六十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 提升到六十 任务四完成 奖励 原点加四零零零零 太虚见点加一 任务五 将萧鱼儿的好感度 提升到九十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加五零零零零 九天玄女卢 任务失败 不存在 停滞许久的好感度 再次上涨 太虚见点 终于到手了 果不其然 系统再次发布任务 之后就是要把好感度 提升到九十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到了这一步之后 叶仓就可以与小道旅 进行双修 共同修炼仙法 阴阳补天路 不仅如此 还有掀弃九天玄女卢 作为奖赏 叶仓猜测 这玄女卢 应该适用于双修的 关键之物 很符合系统的特色 达到六十好感度后 意味着两人 已是恋人关系 提升至九十 不过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就连系统也不认为 他会失败 叶仓不急 找机会先将 太虚见点 参透了再说 他再次望向萧鱼儿 张开双臂 开怀笑道 我的小道旅 快过来 萧鱼儿翘脸羞涩迷人 粉红扑扑的煞是可爱 缓慢一栋脚尖 一点一点靠近 随后小心翼翼 坐在他腿上 一脸娇羞窘迫 叶仓伸手揽住他的先腰 入手处 鲜瘦柔软 盈盈一握 是每个女人 都向往的苗条瘦腰 萧鱼儿手心冒汗 也是紧张得不得了 悄悄扫了叶仓一眼 俊逸的脸颊 羞涩道 叶前辈 你那一碗说的话 都是真的吗 你真是大成仙人 叶仓没有隐瞒 微笑汗手道 对 再次听到相同的回答 萧鱼儿这一次 差点坐不稳了 惊起心中一片涟漪 遥远的大成仙人 是他根本无法想象的 恐怖存在 1020岁 也是你的真实年龄 对 我比你大1000岁 你会不会嫌弃我老 萧鱼儿一脸认真摇头道 才不会 我听说大成仙人 最少都有两万寿元 这样一对比下来 感觉你比我还年轻呢 我之前还担心 你会不会嫌弃我 年纪太小 不会 那我过了18岁 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我说的是绝大部分男人 而我当然是属于 极少数的那部分了 无论你多少岁 我都会喜欢的 嘻嘻 这还差不多 萧鱼儿心里甜的 都快要窒息了 这对青春懵懂的小女生来说 是绝对的致命毒药 随后萧鱼儿又问道 1000岁就能成为大成仙人 你一定是 来自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大家族 对不对 叶仓文言 微笑着缓缓摇头 萧鱼儿秀眉一皱道 不对吗 那你一定有一个很厉害 很厉害的无敌师父 听到师父二字 叶仓脑海中闪过一个女子的容貌 但下一刻 她便神色坚定 不带一丝犹豫摇头道 我没有师父 啊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那你是如何从一个小修士 修炼之大成仙人呢 萧鱼儿很是困惑 叶仓能在1000年间修炼之大成仙 她的妖孽天赋 自是不用多说 但她心里很清楚 不管你天赋如何妖孽 没有护道者 没有大家族作为依靠 基本不可能只用区区千年就达到这一步 叶仓一脸轻松笑道 这有什么难的 不过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以及一点小小的运气罢了 她说得很轻松 但萧鱼儿却开心不起来 旋即主动站起身 将叶仓的头轻轻抱在胸口处 极度舒适柔软 她有时候很笨 有些字还不会读 但她同理心很强 没有护道者 没有大家族庇护 还能在千年间修炼之大成仙 那她一定吃了好多好多苦 后叶 叶仓睡意全无 决定到萧家后院参透太虚见点 何为见点 只有九州公认的见到经典 方能称之为见点 一经现世 便横扫九州一切见到流派 威力举世无双 尚可斩仙人 下可断幽明 是当之无愧的九州第一见到圣典 最能体现太虚见点魅力的时刻 莫过于太虚见宗举教飞生的壮举了 真是前不见古人 后不一定有来者 不过 这已经是很久远的事情了 至今已有好几个纪元了 历史里 叶仓神情凝重 手中托着一枚古玉 没错 这枚古玉就是太虚见点 它并非一本详细摘录的书籍 而是将修炼的方式方法刻录在古玉里 如此修炼起来更加方便高效 太虚见点极为玄妙复杂 叶仓这次只是对其进行参悟 大概也要花去三到四天时间 事不宜迟 叶仓收敛心神 调整最佳状态 施展口诀 凝聚屏蔽阵法 将萧家一并笼罩在内 参悟圣典往往会出现神圣意象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准备完毕后 才将神识探入古玉之内 时间匆匆流逝 过了第二天 一声凤鸣响冲天起 惊得整个黑水城的修士心惊胆战 到了第四天 又惊起一声龙吟 随后萧家大院内 惊献出龙凤城乡的祥瑞之意 璀璨精光 然而 只有萧家内部的人员 方能看到如此奇观异象 萧家之外的人 只能听到凤鸣龙吟 却不知从而传来 虚幻的凤凰与虚幻的苍龙 出现在叶苍头顶之上 翱翔盘旋 不肯散去 磅礴异象 令人叹为观止 还有一股剑意道运弥漫而出 萧家众人得知 这是叶苍在闭关修炼 当即啥也不管 跟随那股剑意 盘膝坐下修炼参悟 要知道 这可是堂堂大城七仙人 在此参悟圣典 稍微捕捉到那么一丁点感悟 都能令他们脱胎换骨 这种机会 他们穷极一生都遇不上 第五天一到 龙凤消失 弥漫在四周的剑意 也逐渐消散无踪 叶苍自密室出来 萧正率领萧家众人 当即给他献上祝贺 恭喜前辈 又收获一大造化 叶苍一眼扫过众人身上的气息 微微笑道 你们收获也不小 嘿嘿 多亏了叶前辈 我等才有如此机会 是啊 能在叶前辈身边修炼 实在是我等三生有幸 再次感谢前辈 不吝栽赔 叶苍摆手道 行了 你们各自散去 继续参悟冥想 将之前的感悟牢记心中 对你们往后修行 有很大帮助 众人脸上再次浮现惊喜 又道谢了一声 这才散去 叶苍散去阵法 扫视全场 见到萧鱼儿还在 顿感心中奇怪 你怎么没走 我没有跟他们一块修炼 所以不用离开 为什么 叶苍不解 这明明是一个绝佳的修炼机会 萧鱼儿却一脸认真道 我再给你护法呀 万一这时候有人来捣乱 害你走火入魔怎么办 听完他的解释 叶苍有些哭笑不得 拍着胸膛道 有我在 谁还敢上门找麻烦 然而 他话音刚落 萧家之外 立马便传来一声怒吓 萧家的 都给老子滚出来受死 萧鱼儿嘴角一扬 跟着拍打自己胸脯 惊起一阵波涛 你瞧 我没说错吧 这不就来了 叶苍 萧家门外 走来一大群不善之徒 他们穿着统一服装 面情凶恶 有点像黑帮 萧鱼儿瞧见了 对方身上的服饰 随即给叶苍解释道 他们是黑蛇帮的人 黑水城第一大帮派 势力极大 坏事做尽 所有人都不敢轻易得罪他们 那他们 怎么会来找你们萧家麻烦 我也不清楚 不过在一个月前 我到街上游玩的时候 他们还找过我的麻烦 幸好我的好姐妹替我出头 把他们给打跑了 好姐妹 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哦 小贵子是一个戏班里的 为人仗义 深得本姑娘心意 然后我们就成为好朋友了 因为时间的缘故 他只在黑水城驻留了半个月 之后又开始了他的戏班子生涯 卖一赚钱 萧鱼儿叹了一口气 继续道 不过 我有一点想不明白 小贵子明明修为高深 却偏偏要去跑江湖卖一 这不是浪费吗 两人嘀嘀咕咕了好一阵 令黑蛇帮大佬很不开心 黑蛇 人如其名 长得高高瘦瘦 眼窝深陷 就像一条行走的毒蛇 嗓音嘶哑冰冷 寻常人听了会 不由得感到发抖恐惧 最可怕的是 他的修为 已经半只脚跨入金丹 是黑水城排名前三的高手 喂 你们说够了没有 就这么不把我黑蛇放在眼里 闻言 叶苍与萧鱼儿淡淡瞥了他一眼 旋即继低声讨论起来 把黑蛇当成一条死蛇 修为高深 还去街头卖一谋生 对啊 你也感到很不可思议吧 而且 戏班子的班主还很凶 一直责怪小贵子多管闲事 不允许他擅自出手 还骂了 他好长一段时间 我看不下去 也把那个班主骂了一顿 气得他咬牙切齿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确实像小道吕能做出来的事情 画面感很足 然后呢 然后他骂不过我 就想动手揍我 小贵子帮我拦着 我赶紧跑路了 每次去见小贵子的时候 我都要特意绕开他 叶苍听完乐得不行 但还是要维持一副高人风范 严肃道 以后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不准冲动万来 明白吗 我知道了 助击小道吕卑微回答 就在这时 旁边又传来一声怒吼 黑蛇帮帮主 实在欺诈了 啊 你们够了 有点太不把我当回事了 我今天带着全帮兄弟前来 可不是听你俩在那边 交头接耳的 真烦人 你到底来找萧家 有什么事 叶苍一脸不耐烦 黑蛇傻眼了 整个黑水城 谁不认识他黑蛇 居然还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 真烦了天了 黑蛇凶向毕露 正欲呵斥叶苍时 忽然看到 天上飞来两人 其中一个居然是 金丹后期真人 令他骤然浑身一僵 更恐怖的是 那个金丹后期真人 居然对叶苍行晚辈之礼 激动万分道 叶苍前辈 我总算找到你了 黑蛇瞬间感觉大事不妙 悄悄后退 将一众帮派成员护在身前 驾驭灵气仓皇而来的两人 不是别人 正是陈泰康与周明空 当今大洲的大将军与太子 陈泰康一头白发苍苍 两眼浑浊 还带着血丝 很是疲惫不堪 一旁的周明空亦是如此 甚至还负伤在身 叶苍前辈 我总算找到了你 嗨嗨 大将军 你还好吧 周明空脸色焦急 一把扶住陈泰康 陈泰康摆手道 我无妨 还坚持得住 叶苍前辈 叶苍伸手制止道 一马归一马 先容我解决眼前的事 话音刚落 哎哎 怎么回事 我怎么自己飞起来了 只见悄悄退至众人身后的黑蛇 本以为能躲过一劫 正于大松一口气的时候 却发现身体变得不受控制 像是提线木偶一样 飞越人群 一路往前方飞去 扑通一声 黑蛇重重摔落地上 跌了个狗吃屎 哎呦 他发出痛苦呻吟 随后赶紧跪直了 不用问也知道 是谁暗中对他出手 就是眼前这位风度翩翩的白衣青年 竟是一位原鹰大能 自己截单巅峰修为 连一丝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黑蛇有眼无珠 败见原鹰真人 他目光恐惧且虔诚 心中暗恨自己 今天出门没看皇帝 一不小心 就得罪了传说中的原鹰老怪 黑蛇见过最高秀位的修士 只有金丹七 目光短浅 对于原鹰修士 也只是听闻过几声名号 从未见过 更别说往后的大境界了 叶苍也没必要跟他纠正错误 立声道 我且问你 为何来找萧家麻烦 黑蛇大惊 心中惶恐 迅速在地上 重磕几个响头 妹妹 我只是带着兄弟们 恰好路过此地 只是想进去讨杯茶水喝 兄弟们 你们说是不是啊 黑蛇身后 数百个黑帮小弟 哪里还敢站着 边磕头边回应道 是啊 是啊 我们老大说的都是实话 还请原鹰前辈 莫要怪罪 开什么玩笑 现在萧家有原鹰老怪罩着 他们如何还敢上门 收取保护费 这不是纯属毛策里点灯 找死吗 叶苍冷哼道 哼 都不说实话 是觉得 我不会搜魂术吗 听到搜魂术 三个字 黑蛇帮泉员 顿感呼吸一致 差点喘不过气来 这可是天底下 最歹毒的术法之一 凡是被搜魂过的对象 会变得痴呆木讷 严重点 甚至会直接暴毙 邪恶无比 黑蛇一脸苦相 一旦被叶苍施展搜魂术 他这一生便毁了 前辈 正当黑蛇 准备开口解释之时 便听见天上 传来一声震天怒喝 夹杂着灵力波动 如同雷公下凡 让众人皆感到心惊肉跳 哼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就是你 杀了我天心宗的黄沃师长老 天心宗五大长老 一身恐怖修为 激荡飘摇 两眼如电 风采神异 确实有几分强者之风度 他居高临下 紧盯着叶苍 杀意凛然 在他身后 还跟随着一众执法堂的精英弟子 两位元英长老 以及大周皇室部分顶尖战力 大周皇帝周天竟然也在 神色低沉片刻 旋即很快消失不见 一脸轻松 他平生最不怕别人上门找麻烦了 毕竟是一茶茶鲜活的韭菜 叶苍一步踏出 看向武林大长老道 人确实是我杀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走 不过 我现在得理清一下事情经过 因为我可不愿被人荡枪使 尤其当叶苍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他目光看向的却是陈太康与周明空 是他们两人将天心宗众人引向这里 其目的是否单纯 一马归一马 叶苍有必要弄清楚 叶苍目光犀利 宛若能看透人心 令两者身体一将冷汗直流 说吧 你俩将他们引来此处 是何目的 又是谁告诉你们 我在这里的 陈太康咽下一口唾沫 脸色坚毅 不卑不亢说道 是我向婷婷寻味而来 还请前辈莫要怪罪于她 她早已返回坟天门 与我今日的一切行为皆毫无关系 陈婷婷是她唯一的孙女 唯一的血脉 只要不牵连到她 即使是粉身碎骨 她也绝不皱一下眉头 叶苍汉手表示不怪罪陈婷婷 陈太康大喜 当即将这几天内 大周皇室发生的一切事情经过 一鼓作气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 是他们在追杀你们 你们无路可走 才选择逃到我这里来 是这样吗 周明空当即点头笑道 正是如此 叶前辈 叶苍文言痴笑道 天真 你们不过被利用了而已 他们的真正目的 其实是我才对 也罢 既然此时和你们关系不大 那我就不怪罪了 多谢前辈 两人齐声道 随后 周明空一脸决然 单膝下跪于叶苍面前 手中捧起一枚圆珠 那圆珠仅有鸽子弹大小 金光璀璨 金银透亮 散发出的气息极为霸道 竟是帝皇真龙之气 叶苍前辈 此乃我大周积攒千年国运 所孕育而成的龙珠 龙珠 叶苍略有耳闻 听闻当一个国家的国运 积攒到一定年份的时候 便有机会孕育出龙珠 此龙珠蕴含异国之气韵 非大气韵者不可承受 轻则死于天前 重则死于暴毙 而且 一般修士得到龙珠 其实也没有太大作用 因为龙珠不是用来提升自身 修为境界的 它是用来提升术法神通的威力 且必须是与真龙有关的术法神通方能使用 说白了 龙珠听着吓人 其实对绝大部分修士而言 只有危害 没有益处 不过 对于叶苍而言 正好需要这枚龙珠 一来 他身负双圣体 霸道绝伦 论大气韵 有谁能与之相比 二来 他参悟完太虚见点后 发现正好有机会用上 他人前来献保 必有所求 叶苍是有原则之人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说吧 你想让叶某答应你什么 周明空大喜 当即咬牙道 我要前辈替我灭了天心踪 哈哈 灭了天心踪 好狂妄的口气 大傻子一个 你当他是神仙啊 他要是能活过今天 我李三牛跪下来 喊他三圣爷爷都行 天心踪的精英弟子们 仿佛听到了天底下 最好笑的笑话 天心踪纵横大周境内 一千多年 比大周的历史 还要远远流长 也就是说 在没有大周的时候 天心踪就已经是 这片区域内 最强大的宗门了 数千年来 从未变过 他们以此为傲 并且坚信 以后也将如此 谁也无法撼动 皇帝周天意识 有些看不下去了 这个该死的逆子 不向着大周就算了 竟然还狂妄到 想要扳倒天心踪 简直愚昧至极 万一天心踪降罪下来 伤及到大周的天子之位 一切都完了 周天大怒 大胆逆子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你要做事 别连来了你父亲 别连来了大周 我周天 在今日 就与你断绝父子关系 你周明空 不再是我大周太子 说完这一切 周天依旧觉得不够放心 继续对武林大长老赔罪 弯腰公身道 五真人 周明空口出狂言 辱莫天心踪 实属罪该万死 他的一切行为 与我大周没有半点关系 还请真人明察 武林淡淡瞥了周天一眼 语气冰寒无情 当狗就好好当 千万别再有下一次了 你知道有什么后果 是是是 我周天 愿为天心踪肝脑涂地 周天躲过一劫 急忙抹去鹅角渗出的冷汗 旋即开口 周明空 迅速把我大周之龙珠还回来 然后自尽在真人面前 可以免去一轮严厉酷刑 周明空没有动 他心意已决 不灭天心踪事不把休 父亲 你就是个懦夫 身为一国之君 却甘愿当狗 让你的子民活得毫无尊严 每天都活在他们的淫威之下 他们想怎样就怎样 大周终有一天 也会毁在你的手上 大胆周明空 你执迷不悟 还不反省悔改 来人 给我把他绑来 让真人惩处 周天实在气恼不已 这逆子死到临头 居然还不悔改 还痴心妄想着 在这片土地上 有人会替他站出来 消灭天心踪 简直是比被邪教洗脑 还要愚蠢 与此同时 地上黑压压一群精兵猛将 开始动了 如潮水般涌去 将前方所有人包围的水泄不通 黑蛇帮成员都彻底骂了 心中苦苦哀嚎 今天到底是什么鬼日子 我们不过是想上门 收点保护费而已 招谁惹谁了 天心踪加上大周精英 这还打个毛线啊 黑蛇当即一咬牙 从地上跳起来大声喊道 兄弟们 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 沙光眼前这四个反贼 为大周效力 一帮小弟闻言 皆神色震战 震惊不已 心道 卧槽 竟然还能如此脱困 这就是大佬的智慧吗 也对 与天心踪和大周作对 绝对死路一条 反倒是 对方只有区区四人 活下来的胜算更大 杀 随着黑蛇一声令下 一众黑帮小弟 全都反应过来了 展现出身上仅有的那么一点修为 开始向夜仓四人冲杀而去 过瘾 真有趣 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 喊杀声震天 令天心踪一群精英弟子 直呼过瘾 夜仓两眼一眯 对待敌人 他从不手软 不管对方修为如何 年纪如何 当他勇于提起屠刀的那一刻 就注定了 他是个值得重视的对手 就该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夜仓抬手 苍穹之上 也跟着出现一个夸张无比的巨长 比之山月还要巨大宏伟 犹如泰山压顶 视为天地法香叶 这便是荒谷圣体的魅力 修炼之大成 战力超绝 所向无敌 是古往今来最为强大的战体之一 大成即可与仙人叫板 巨长一落 天摇地动 万物震惊 夜仓神情威严 没有一丝动容 像是个执掌天罚之天神 数百个黑帮成员 在一瞬之间化成血雾飘零 犹如干雨落下 将大地染成一片红布 光荡 躲至最后方的黑蛇 手中灵刀掉落 整个人像是丢了三魂七魄 跟个死人一样 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他很聪明 知道跟小弟们上去拼命 一定会死得更快 所以他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 压根也不想为大舟效力 只是令他没想到 这一次 他好像站错队了 夜仓特意将黑蛇留至最后 便没再理会 又起一掌 将周天带来的数万清兵 全部拍死 一个不留 此刻 场面安静地可怕 没有人说话 没有人大笑 更没有人嘲骂 天心宗 那群精英弟子们 像是吓傻了一样 连呼吸都停滞了下来 唯有武林大长老在这一刻 终于从夜仓身上 感受到了无边的恐惧 通 通玄 化神 炼虚 合体 亦或是大成 不不不 这不可能 这片土地上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之人 我不信 我不信 啊 来 我乃天心宗武林大长老 是要与你一战 去死吧 你这个老怪物 武林不知道是被吓傻了 还是刺激疯了 驾驭着一剑极平法剑 使出天心剑法最强一招 形成一道擎天剑气 一剑向夜仓头顶劈去 夜仓站在原地窥然不动 神色严谨 决定认真对待 说实话 他还是蛮欣赏这样的勇武之人 但也仅此而已了 并拢食指与中指 以此为剑 脑海中浮现起 太虚剑点中 最简单的一道招式 开始凝聚剑意 虽然夜仓 只是将其简单参舞一遍 并未正式开始修炼 但是他悟性圆满 施展出最简单的一招 一物极通 难度不算太大 不需片刻 恐怖剑意凝聚完毕 夜仓看向武灵 瞳孔一缩 口中轻语 太虚形韵 苍龙 险形 夜仓一剑斩出 一条体型巨大的苍龙狂笑而现 龙鹰惊天 张开血盆大口 连带着武灵与晴天剑气一口吞没 并且威势不减 顺带着将天星宗 一众执法者全部消灭 唯有血雾飘零 弥漫空中 腥臭扑鼻 扑通 扑通 陈太康与周明空双腿无力 直愣愣跪在地上 直接看跪了 他们刚才看见了什么 那是一条真正的神龙 头掌鸡脚 暴虐争鸣 一身灵片宛若铁甲 古朴厚重 腾挪翔之间 瞬间击溃天星宗 一众强者 强如武灵 竟也不是他的一口之敌 简直令人大开眼见 两人看向夜仓的目光 骤然变化 变得比以往还要恐惧百倍 他们本以为 夜仓能轻易击杀黄落石 修为不再通玄 也至少在原因之间了 没想到是 这不过是他们这些星斗小修士 所能想到的极限 却远远不是夜仓的极限 瞬息之间 灭杀一切之敌 修为深不可测 他的真正实力 不是他们这群底层小修士 能够猜想出来的 夜仓面容冷峻 一言不发 缩地成寸 一步跨到黑蛇面前 与之相视对望 目光交接之处 黑蛇竟也是毫无退缩 毫不避讳 换作正常状态之下 黑蛇定会下跪求饶 请求仙人饶他一命 但他此刻已经变得不惧死亡了 表情甚至有些坦然 知道我为什么要留你到最后吗 夜仓问道 知道 你想看我笑话 让我感到后悔 黑蛇也不想反抗了 夜仓文言 嘴角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 笑道 刚才你若是再勇敢一点 站起来反抗大舟 我见你有几分勇气 倒也能放你一马 只可惜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自尽吧 我留你一条全是 夜仓说完 转身便走 也不在意黑蛇是否同意 弯腰捡起地上的灵气长刀 对着自己脖子横向一拉 滚烫的鲜血喷涌而出 洒落在街道尽头 黑水城一带黑帮大佬 就此宣告落幕 飘荡的血雾 刺激的腥臭 弥漫在萧家附近 宛若森罗地狱一般 令人感到周身不适 夜仓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轻唤一声 雨来 下一刻 晴朗的天穷之上 瞬间黑云密布 下起瓢泼大雨 冲刷一切误会血迹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一切都恢复安宁 只有街道尽头的黑蛇尸体 得以留下 诉说着刚才的一切遭遇 踏入大城漆之后 呼风唤雨 不过是最简单的手段 算不上什么惊奇的事情 不过落入住机小道驴眼里 却是令他两眼 发出璀璨星光 比之夜仓显化的本我意象 还要帅气十足 哇塞 夜哥 你刚才好帅气啊 小道驴很是激动 翘脸上涌现的崇拜之意 溢于眼表 夜仓朝他微微一笑 随后来到周明空面前 顺手接过他手中的龙珠 与其平和道 天心宗我会替你消灭 但不是现在 周明空听罢 一脸欣喜 也不敢多加抱怨 一切听从前辈安排 夜仓汉手 如今大周天子已死 你们也该回去主持国家大事了 回去做个好皇帝 让你的子民 活得更有尊严 周明空听完一脸震惊 他没想到 夜仓竟然会说出这般话来 他可是高高在上的大能修士啊 是凡人如蝼蚁的存在 竟也会有关乎 他心里很清楚 不是大能修士 真的关乎众多凡人名声 而是只有夜仓是特殊的那一个 只有他才是认真的 多谢前辈指点 周明空定会说到做到 周明空脸色动容 对着夜仓磕头一拜 他自己就是修士 深知众多凡人在修士眼里 是何分量 比之蝼蚁皆不为过 但夜仓的话 实属令他感到惊讶 值得他跪下一拜 夜仓抬手一招 两个储物袋落入他手掌中 龙珠对我有用 我夜仓也绝不亏待你们 这是天心宗原英长老两个的储物袋 里面一切禁止 皆已经被我破除 你们自行拿去 相信对你们有大用 两名天心宗执法堂长老的储物袋 各自落入周明空与陈泰康手中 令两者感动不已 再次败谢 之后才驾驭灵器离开 之后 夜仓偏向萧家大门 萧家众人 全都拥挤在门口一动不动 他们本在冥想修炼 忽然听到巨大动静后 才跑出来一探究竟 只可惜夜仓下手太快了 他们最终却什么也没看到 夜仓也没有亏待他们 说道 去吧 打扫战场 他杀人 从来都是有讲究的 绝不损坏敌人身上的宝贝 所以 不论是黑蛇帮的成员 还是天心宗的精英弟子 凡是携带有储物袋的 都会完整保留下来 太低级的东西 夜仓看不上 他取走武林的储物袋就够了 夜仓越过众人返回萧家 萧鱼而泽 紧随其后 夜哥 你能教我雨来那招吗 简直帅呆了 我好想学 不行啊 以你现在的修为 还差得远呢 啊 这样啊 萧鱼儿有些泄气 但他依旧不想放弃 那 那你什么时候 教我高深的书法 夜仓文言一愣 歪头问道 什么高深的书法 就你给我几品注鸡蛋的那天晚上 你不是在偷偷看 那本高深的书法吗 当时我还问你来着 哦 原来是那种啊 夜仓也想起来 那根本不是什么高深书法 只是在男女修炼 阴阳补天路时 能起到一定辅佐效用的 房中十八数 当时不小心 恰好被助计小道理看见了 这就尴尬了 对啊 对啊 我能学会吗 你什么时候教我了 学士肯定能学会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啊 只要你愿意教我 我到时候 什么都听你还不行吗 你就教我吗 萧鱼儿真的很想变强 已经开始撒娇上了 死 感受着臂膀上 传来强烈的包裹感 很柔软 很有弹性 夜仓忍不住 暗暗到吸一口凉气 教你没问题 不过 我们要先培养培养感情 等感情到位了 我就教你 真的 你不许反悔哦 萧鱼儿古灵精怪 见四下无人 旋即快速在夜仓侧脸上 亲吻一口 之后霞飞双颊 粉夹滚烫地不行 不敢见人 转身跑开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七十 这就七十好感度了 感受着脸上 传来温润的触感 夜仓心中微动 只要萧鱼儿 对她的好感度达到九十 就能一起修炼 阴阳补天路 要知道 这可是一门仙法 一门双修仙法 在九州大陆上 可将修炼功法分为三类 由若道强 分别是真经 道经 仙经 其中仙经也称为仙法 二者意思一样 夜仓活了一千零二十载 就没听说过 九州上有差劲的仙法 修炼到最后 必定能成就仙人之位 飞升仙剑 不过 现在不行了 仙剑不知出了何种变故 导致不能飞升 纵使你有仙法再生 也无法破开 阴阳补天路的期待并不算太高 更多还是想着积攒原点 等后续商城 开放高阶物品后 选择购买飞升仙剑的方法 他的毕生梦想是成仙 这个信念将永生不变 与此同时 就在夜仓强势出手 一举消灭武林等 一众执法者的时候 天心踪便收到了 这个可怕的恶号 望着眼前一大片 魂灯瞬间熄灭 看守魂灯的那个长老 已然惊恐 倒说不出话来 仙老的躯翘 发生剧烈颤抖 心神惶恐 这 这不可能啊 武林大长老 被誉为通玄之下第一人 乃是无敌的原因期强者 怎么会 如此 难道 苍天 你真的要望我 天 星 宗 破 内阁长老气急攻心 吐出一口乌黑淤血 两眼一翻 彻底晕死过去 看守魂灯的弟子 一个个也是吓得脸色苍白 见师父一道 就立刻失去主心骨 发出撕心裂肺的无端尖叫 莫过一会 天心踪内 肃目钟声响起 联想时声 意味着宗门此刻 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当中 所有在门内的弟子 亦或是在外出勤的弟子 皆要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 返回天心踪 共同御敌 就命钟声响起 天心踪的弟子们 义无反顾汇集到宗门广场 盘膝而坐 开启护宗大阵 进行防守抵御 天心踪宗宗主赵昊在结束 宗门高层会议后 立即返回所在山峰 赵昊秀为强大 仙气飘然 看上去还很年轻 只不过 武林惨死 敌人尚且不知根底 令天心踪无比被动 操心之下 被誉为天心踪 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天才 也感到无比难堪憔悴 刚坐下 一个面容轻厉的女子 便走了过来 爹爹 到底出了什么事 为何护宗大阵都开起来了 说话之人 正是赵昊的亲生女招弱水 不久就要与李天逸成婚 赵昊重重叹口气说道 弱水 这一点你就别管了 总之最近切莫贪玩 也不要随意外出 留在宗内认真修炼 武林之死 事关重大 经过天心踪高层一致决定 暂时不对外传递任何消息 就连自己宗门之内的弟子 也不能告知 以免乱了他们道心 引起恐慌 赵若水闻言 俊俏的面容上 旋即泛起疑惑 啊 爹爹不是吧 事情这么严峻 那要不要禀告太上长老 针对这个问题 宗主赵昊昊然也考虑到位了 不到最后时刻 绝对不能贸然打扰 随即开口解释 如今太上长老闭关到了 最关键的时刻 我们天心踪能否突破命运的稚骨 再进一步 就看太上长老这一次了 所以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能毁了天心踪的未来 只要太上长老踏出那一步 我们天心踪就能再次对敌人 展开反击了 赵若水似懂非懂 又问道 万一敌人不久 便打上门来 那该如何应对 这一点 高层们已经商量过了 我们现在无比被动 只能归守在宗门之内 之后走一步看一步 爹爹让你留在宗门好好修炼 就是这个原因 你明白吗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用心修炼的 赵若水道 对了 天意最近情况怎样 天意弟弟 他还是那样呗 修炼之路一帆风顺 一点阻碍都没有 突破结单之后 立刻马不停蹄 展开修炼 冲击更高境界了 赵昊频频点头 对于李天意的情况 也是相当了解 他很与众不同 修炼没有瓶颈 而且速度极快 用最直白的一句话来概括 修炼对他来说 就跟喝水一样简单 反倒是自己的丫头 有些中看不中用了 比李天意吃长十岁 修炼也才踏入 结单圆满 距离成就金丹 还需要三到四年时间 与那李天意相比 实属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了 因此 他才会看上李天意 并将自己的宝贝女儿 许佩给他 天意因为李家的事情 变得有些急躁 想要迫切提升修炼 为族人报仇 好像与一个小家族有关 对吧 赵若水禽手轻点道 是的 姓萧的莫留小家族 赵浩一脸无语道 小小家族 抬手可灭 若是天意为此 留下祸根 那就得不偿失了 你平时 一定要多劝导劝导他 让他专心修炼 别一昧想着报仇血恨 须知他的人生 比那萧家 还要尊贵百倍 这个爹爹可以放心 我一定会转达 给天意弟弟的 他是我赵若水 未来的道理 他的敌人 就是我的敌人 要不我现在就去替他灭了小家 了却他的烦心事 赵浩摇头 万万不可 这是 他进步的动力 你好好引导他 别犯错就行 剩下交给他 自己解决 我赵浩看中的天才 此生必定成就非凡 嘻嘻 那我看中的道理 也一定是最厉害的天才 十八岁结丹 在我们天心宗 还是第一个呢 赵浩欣慰一笑道 好好好 过两天 我替你们主持完婚礼 你们便一同进入 境地修炼 那里灵气充沛 你们夫妻二人 一定要专心修炼 尽快提升自身修为 我都听跌跌的 赵浩水眼眸 乌黑闪亮 跟着展露笑颜 李天意 是天心宗发现的宝贝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 修炼天才 如此天才即将成为 自己道理 任谁都会开心 赵浩水心花怒放 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一个月后 萧鱼儿驾驭清玄舰 在夜仓遇见飞行 两人离开萧家 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夜仓趁着这回空闲 迅速撇了眼系统 姓名夜仓 年龄 1020岁 体质 太虚圣体 荒谷圣体 修为 大乘七 原点 十万 道理 萧鱼儿 目前已经积攒了十万原点 夜仓暂时没有动用 因为现在系统商城展示的物品 都是低阶制物 类似于基础单药 零件 低阶材料等等 最高也只有三品单药聚零单 于他而言 根本用不上 也就没有购买的必要 夜仓旋即点开萧鱼儿的名字 也能看到他身上的具体信息 姓名 萧鱼儿 年龄 18岁 体质 天鹰灵体 修为 助击初期 颜值 96 满分100 道理 夜仓 好感度70 天鹰灵体的封印已经解除 对夜仓的好感度来到70 距离90 也不过是一步之遥了 到了那时 助击小道理 才是真正的起飞 能与一个大乘七 修饰双修 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夜哥 我们这是 要去哪里 我有些飞不动了 一连遇见飞行半个月 萧鱼儿体内的灵力 也快消耗得差不多 夜仓收回视线 淡淡笑道 去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 带你出来历练历练 一直躲在家里 你还怎么变强 打上天心踪呢 萧鱼儿闻言 神思一动 心中竟是浮现起幸福的喜悦感 夜哥 你不去消灭天心踪 就是想 等我亲手打上去吗 虽然他是很想打上天心踪 奏理天意一顿 替自己 替萧家 狠狠出一口恶气 但他也知道自己 有几斤几两 打上天心踪 谈何容易 估计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怎么 对自己这么没信心 那倒不是 本姑娘说到做到 就一定会打上去 只不过 可能需要稍微 那么一点时间 萧鱼儿小心翼翼地 用两根食指 比划出一段不小的距离 也不知道他所说的时间 到底有多长 然而 夜仓却一脸无所谓 对了 忘了告诉你一件事 在我们出发之前 我拜托你父亲 给天心踪的李天意 写了一封挑战书 以你的名义 与他展开公平对决 让他知道 谁才是黑水城 第一天才少女 时间就在两年后的今天 啊 不对 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啊 萧鱼儿傻眼了 他原本还想花更多时间 让自己修炼得更强 在上天心踪 没想到 夜仓直接给对方下战书了 留给他的时间 连两年都不到 这可怎么办 夜仓没有理会萧鱼儿的惊讶 继续对他施加压力 到时候 你可不能让你的大成七 道理丢脸了 万一真打输的话 我就把你的小屁屁打成八半 啊 萧鱼儿又是一声惊呼 顿敢翘臀一紧 急忙用双手捂住 旋即可怜兮兮道 不要打成八半行不行 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夜仓沉默 表示没得商量 萧鱼儿一脸委屈 旋即看向小白鹿 想要他帮忙求饶 白鹿 你帮我说说话呗 我不想屁屁变成八半 小猫一样的白鹿 难得一脸正经 放下手中的灵根 叹气道 好吧好吧 看在你请我吃那么多冰糖葫芦的份上 我就帮你求求情 谢谢白鹿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萧鱼儿还没来得及开心 下一刻 他就梦了 因为他听见白鹿如此说道 主人 你就少打一下呗 打成七半就好了 萧鱼儿努力想象了一下 屁股碎成七半的画面 瞬间一脸嫌弃 七半 我才不要 到时候一边大一边小 都不对称了 更难看 算了 还是打成八半吧 起码不会变得奇怪 那好吧 随便你 白鹿捧起林根继续干饭 叶仓听完他们的对话后 更加不想说话了 神石展开 发现前方有一座城池 旋即让萧鱼儿落下 找个客栈好好休息 定天城 便是这座城池的名字 同样位于大洲境内 比只黑水城还要大上数倍 资源丰富 常住人口数量也更多 算是一座富贵之都 城池之内 禁止遇见飞行 叶仓只想到此休息一晚 也就入乡随俗 站住 入城需要缴纳零食 每人两块夏品零食 定天城守卫 拦下叶仓与萧鱼儿两人 他们修为不低 竟都有助击修为 零食是底层修士 甚至凡人都可使用的基础货币 分为夏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兑换比例为1比100 也就是说 100块夏品零食 可以兑换一块中品零食 以此类推 除此之外 还有泛用性极广的丹药 也可充当交易货币 萧鱼儿没有迟疑 缴纳四块夏品零食入城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镇 当即露出 一脸震惊神色道 哇塞 叶哥 这里人好多呀 比黑水城热闹多了 肯定有很多好吃的 放眼望去 定天城内人来人往 绝大部分是凡人 小部分是修士 修士中最常见的 便是炼器与助击修士 之后是结单修士 甚至连金单修士 都能看见一二 走吧 我带你四周逛逛 谢谢 好呀 我最喜欢热闹的地方了 萧鱼儿性格大大咧咧 开朗活泼 纵使第一次来到陌生的环境 也能很快适应 小白鹿就不行了 胆小怕事 平生最怕人足修士 即使躲在叶仓衣袖里 也能感觉到 他在瑟瑟发抖 叶仓无奈摇头 明明小白鹿修为不弱 有金单修为 但就是怕生人 能逃命的话 绝不多看敌人一眼 两人一路闲逛 看见有好吃的 萧鱼儿总忍不住买来尝尝 一买就是两份 有好处 他从不会忘记身边的朋友 叶哥快尝尝 保证超级好吃 叶仓拗不过 结果萧鱼儿手中的一串丸子 吃惯了山珍海味 偶尔尝尝人间烟火 也蛮有意思的 就在这时 一道悠扬婉转的戏曲之声 从一旁高抬传来 萧鱼儿呼地抬头望去 旋即头一歪 满脸意外道 小贵子 是他 真的是他 哼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小贵子 叶哥快跟上 我介绍我的好姐妹给你认识 小道驴很是开心 有种背景离乡 突然撞见熟人的喜悦感 叶仓望了高抬一眼 瞳孔微缩 随后默默跟上 萧鱼儿拉着叶仓 快步挤进人群之中 脸上喜悦无比 对着高抬上的那个女子 激情呐喊 高举双手 俨然一副狂热粉丝模样 小贵子 小贵子 看这边 快看这边 人群中传来骚动 很快便引起台上女子注意 她身穿戏子长袖 身姿曼妙 脸上轻眼着一块青纱 只露出一双水润眼眸 小道吕突然现身 令她也感到一阵恍惚恶 目露几分疑惑 但好在她唱戏底子不错 很快回归到自己的主题上 异曲唱罢 她匆匆下了台 萧鱼儿见状 拉着叶仓 赶紧往后台而去 这一次有叶仓在 她根本不怕那个凶恶的班主 静止找到小贵子 小贵子 居然能在这里遇见 我们真是太有缘分了 小贵子有些哭笑不得 摘下脸上青纱 面带亲切笑意 小鱼儿 你怎么也来到了定天城 这里距离黑水城 可是有十万八千里呢 叶哥带我出来历练 我也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见你 叶哥 小贵子看向叶仓 面露几分疑惑 并且眉头越皱越深 因为她居然看不穿叶仓的修为 小鱼儿没那么多心眼 依旧没心没肺笑道 你们认识一下呗 叶仓 叶仓礼貌道 叶大哥你好 叫我小贵子就行 叶仓汉手 随后打量演戏班子里的每个人 眼中的笑意更甚了 他们每个人都有修为 并且都不弱 就拿小贵子来说 是真真正正的金丹七修士 天资不俗 尤其还有一位原鹰作证 应该是他们的班主 此刻正板着一张脸孔 从外面向这边走来 小鱼儿见了她 好像见到恶人一样 气不打一出来 与之对视 那班主气汹汹道 怎么又是你这丫头 上次没骂过瘾 还想来骂我是吧 谁让你当时一直责怪小贵子来着 骂你都算轻的了 要不是看在小贵子的面子上 小心我拔光你的胡子 班主文言一惊 习惯性摸了一把自己的小山羊胡子 他身为原鹰老怪 最舍不得的 就是他那搓宝贝胡子了 行了行了 我才懒得跟你争辩 班主旋即看向小贵子 一脸严肃道 我们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该启程了 小贵子听到后 面露惊讶道 这么急吗 老班主沉默地点了点头道 是的 好 我马上就来 看着老班主离去 小贵子脸上的焦虑并未完全散去 对萧鱼儿勉强展露一丝微笑道 小鱼儿实在很对不起 还没来得及请你吃点好吃的 就又要启程前往下一个地点了 啊 这么急吗 我们才刚见面 就又要分开了 肯定是那个老班主暗中搞鬼 我这就去跟他讲道理 小贵子微微一笑解释道 这不关他的事 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戏班子 哪里需要 我们便到哪里去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吧 萧鱼儿还是很难以接受 他们明明才刚见面没多久 可是 下一次定会再见的 那好吧 小贵子你一定要好好保重 有缘再见 小贵子举止贤雅 气质高贵 含笑转身离去 叶苍没有多言 带着萧鱼儿走出后台 他似乎有所察觉 促眉道 不对不对 感觉小贵子有事情在瞒着我 他好像遇到什么麻烦了 叶苍文言一笑道 一个戏班子 能遇到什么麻烦 萧鱼儿伸手挠了挠挠瓜子 一脸困惑道 我也不清楚 只是有这种感觉而已 对了叶哥 你有没有看出有何不妥之处 以叶苍的修为 自然能看出 这个戏班子的不妥之处 不过 他不想多管闲事 也就没有正面回答 小道理的问题 扶摸一把肚子道 肚子有些饿了 去尝尝这附近 有什么好吃的美食吧 听到美食二字 萧鱼儿精神一震 当即同意 好啊好啊 我们去哪里吃 叶苍神识悄然展开 随后锁定了一家顶级面馆 八仙面馆 我们今天就吃面吧 好耶 我要吃两大碗 八仙面馆 位于定天城中心区域 对修士与凡人统一开放 叶苍与萧鱼儿前来到面馆门口 立马便有一小二出来迎接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八仙面馆 里面请 跟随小二脚步 来到楼上靠窗的位置 这里环境安静 远处的风景也是绝美 除了叶苍与萧鱼儿之外 一共只有两三住客人 两人刚坐下 便有另外一位小二 端上来两碗热腾腾的八仙面 八仙面是本店的招牌 请两位客人慢用 叶苍顿时眉头一皱 拉着刚才那名小二问道 等等 我们还没开始点菜呢 怎么就送上来两碗热面 小二直言道 有仙家替两位客人提前点好 已经付过钱了 叶苍微微一笑 朝身后一个拉里拉他的老道人问道 什么意思 为何特意请我吃面 那老道人正爽快地扒拉着面时 忽然听到叶苍发问 瞳孔萎缩 诧异地瞥了叶苍一眼道 戏班子的事 与你们无关 最好别多管闲事 否则你身边的人 有极大可能会死 老道人修为同样不弱 但也和小贵子一样 看不透叶苍身上的修为 保险起见 还是优先警告为好 不到逼不得已 绝不与对方发生冲突 而且叶苍身边还带着一个助击小鬼 以他们的力量 就算杀不死叶苍 至少也能对萧鱼而造成威胁 老道人话音刚落的瞬间 面馆周围立刻浮现出众多疼疼杀气 来者不善 警告意味浓烈 叶苍文言面炉微笑 随后回头瞥了一眼八仙面 缓缓说道 对不起 我不吃牛肉 PS 老爷们求追读 求书架 求礼物 小作者拜谢 八仙面 由四荤四素搭配而成 摆放在热面最上方的 便是几块鲜香肥嫩的牛肉 周围还点缀着几片翠绿葱花 好看美观 令人食欲大动 萧鱼儿夹起一块美味牛肉 正要往嘴里送的时候 忽然听见叶苍莫名其妙说了一句 当即也不吃了 把他放回碗里 叶苍不吃牛肉 那他以后也不吃牛肉 嗯 不吃肉牛 你什么意思 老道人盯着叶苍 停下吃面的动作 目录杀鸡 叶苍吃笑道 在我们老家有这么一个习俗 当我喊出我不吃牛肉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要杀人 老道人脸色大变 他听出来了 叶苍居然想杀光他们 给脸不要脸 送他们上路 与此同时 埋伏在周边的刺客 行动敏捷 快速果断 率先释放杀招 要先下守围墙 煞时间漫天竖法狂勇 直冲叶苍与萧羽二去 刀光 剑影 炽热火焰 无情金光 络绎不绝 但叶苍依旧静静坐在那里 窥然不动 就在刺客杀招即将临近的时候 荒谷圣体本我意向再次显化 一双无敌大手 将他们两人包围起来 对方的攻击如泥牛入海 没掀起一点风浪 什么 意向显化 你到底是什么人 身后的老道人脸色一白 瞳孔地震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一切 叶苍没有回答 本我意向横扫而出 瞬间将八仙面管轰成碎片 连带着周围所有刺客 一个不漏 全部轰碎成渣 老道人呆呆望着眼前这一切 恐惧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好像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叶苍喃喃道 戏班子的事 我本不想管 但你千不该万不该 用他的性命来要挟我 他虽然只有助击修为 弱小的可怜 但他 是我叶苍的道理 你们这样做 搞得我很不开心 说到不开心的时候 叶苍罕见有些动物 身上一丝修为契机 泄露而出 被老道人捕捉到 这 这不可能 老道人神色大害 对方只是显露一丝契机 就如此可怕 面对叶苍 令他有种面对天上仙人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 他只在那位无上尊者面前感受过 该死该死 这种小地方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存在 老道人神色很辣 自知难逃一死 索性驱动体内原因 自爆原因修为 是要斩禁于叶苍一切因果 绝不给身后的势力带来天大麻烦 他的行动倒也果断 没有一丝迟疑 令叶苍有些刮目相看 不过 老道人与黑蛇不一样 叶苍可不会轻易饶过他 你想死 我偏不让你死 叶苍大手一探 将老道人强制囚禁过来 直接抓在他天灵盖上 恐怖的修为微压倾线下 令他的身体与原神皆不能动摇 自然也无法暴体自杀 搜魂术施展 探知对方身上的一切秘密 老道人动弹不得 只感觉脑海意识变得迟钝 有种什么也记不住的感觉 很痛苦 很难受 但就是无法躲避 天焰皇朝 没过一会 叶苍松开老道人 玄机没再理会 对方一脸痴呆 鼻涕 唾液横流 俨然变成了一个傻子 傻乎乎地怪笑着跑到外边去了 叶苍对老道人施展了搜魂术 便与他身后的势力产生因果报应 不过无所谓 因果报应便因果报应 来多少 他杀多少 叶哥 你没事吧 小道理翘脸上映着一朵朵红侠 心中却有几分担忧 刚才叶苍说的那句话 令他幸福感爆棚 又兴奋又害羞 叶苍看向萧鱼儿 又恢复了往日的真切和善 说道 我当然没事 不过你的好姐妹 现在就有危险了 萧女侠 你会怎么做 啊 小贵子有危险 我那肯定要助他一臂之力了 叶苍皱眉 可是你这么弱 去了能帮上忙吗 萧鱼儿一愣 感觉叶苍的话 却有几分道理 那该怎么办 你不打算帮我吗 如果是你遇到危险的话 我当然会帮你 不过 这一次是你的好姐妹遇到麻烦 帮了他顶多换回来一句感恩 对我没有任何作用 萧鱼儿总算听明白了 这家伙想要从他这里讨些好处 那你想要什么 暂时还没想好 等就了你好姐妹再说吧 萧鱼儿眼上一喜 嗯嗯 我都答应你 快点快点 叶苍微微汗手 一步踏出 带着他破空而去 定天城内静止飞行的静止 于他而言 形同虚设 八仙面馆被毁 老板顿时苦不堪言 两眼泪光汹涌 但下一刻 他的眼前便出现几个燃血的除物袋 并携带着叶苍一句传音 收下吧 算是对你的赔偿 老板一阵愕然 对着叶苍远去的方向 那头便败 多谢仙家 小的定会铭记于心 另一边 小贵子所在的戏班子 心急火燎 离开定天城后 立刻卸取所有伪装 驾驭灵器 法器飞行而去 急速逃顿 老板主身为原因修士 修为高深 有所预警 他们已经被盯上 了 小贵子忧心忡忡对老板主传音道 陈老 我们是已经露出破绽 被发现了吗 老板主神情严肃 点头回应 看情况应该是这样 他们已经追杀上来了 再不离开定天城 就会陷入对方的包围 到时插翅难逃 小贵子面容一沉 有万般无奈 大姐真是过分 我明明无心与她争慰 为何就是不愿意放过我 我只想找到一余之地 平静度过余生 老板主缓缓摇头道 三公主 你之所想 他们不一定能理解 老奴是看着你长大的 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 心地善良 见不得世强凌弱的场面 那笨丫头 倒与你有几分相似 一想到萧元那张脸 小贵子顿 感觉心里暖洋洋的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忽然一阵杀机冲天起 老板主神情大害 立即护在小贵子身前喊道 大家小心 这是三千绝杀阵 注意防守零剑攻击 与此同时 三千灵剑自四面八方而动 呼啸着杀向众人 一往无前 灵力凶狠 剑剑致命 扑痴 扑痴 灵剑雷动 无情收割生命 眨眼之间 他们一方就有多人阵亡 三千绝杀阵的凶名 老板主早有耳闻 传闻阵门阵法极难修炼 所需财力也是夸张到极点 因为阵中出现的所有灵剑 都是真实存在 无意虚假 一般需要两到三人紧密配合 共同施展 才能彻底发挥出 该阵法的威力 越境击杀尚未强者 犹如家常便饭 老板主不敢大意 祭出一小顶法器急速放大 而后将其顶在最前面 硬扛着飞驰而来的灵剑 冲杀过去 妄想杀出一条血路 三公主快跟紧老奴 我带你冲出法阵 可是他们 看着身边一个个伙伴接连倒下 小贵子心神伤痛 有些于心不忍 老板主同样心情沉重 咬牙道 三公主 别再迟疑了 如果你丧命于此的话 那他们 才是真正白死了 快随我来 公主 快走 三公主快走 别管我们 我们不怕死 一众清兵侍卫汉不畏死 施展出所有术法神通 顶在老班主的前方 尽量减轻他的压力 小贵子瞬间两眼通红 热泪盈眶 一颗名为仇恨的种子 开始在他的内心深处 生根发芽 他好恨 恨自己无能为力 恨自己一味选择逃跑 从未想过 拿起屠刀进行反抗 如果能躲过此劫 他定要仇人 也付出同样的代价 小贵子直见而立 浑身气质悄然变化 与之前判若两人 我各位向你们保证 如果我今天能活着离开 终有一天 我会让他们 也尝到死亡的滋味 清兵侍卫们听罢 心中豪情万丈 往前冲杀更加猛烈 是要带着自己主人 冲出三千绝杀阵 与此同时 两个道人模样的老者 先锋道鼓 站在杀阵之外 浑浊双眼满是轻蔑的意味 居高灵下观望着众人 犹如在观察楼以反抗 趣味性十足 闯出三千绝杀阵 又能怎样 你们依旧难逃一死 说话之人 嗓音如雷 令众人心惊胆战 不仅如此 在两个道人身后 更是有近百个 伪装成普通凡人的刺客 同样对他们虎视眈眈 一瞬间 受困于杀阵中隔威 无比绝望 老班主同样惊骇不已 师生道 果然是你们 玄冠三老道 想不到连你们也替大公主卖命了 玄冠三老道 可是名副其实的三位原音高手 修为皆在原音后期 联手起来的威力 根本不是他 一个小小中期能够抵挡的 假若让他们合力施展出三千绝杀阵 就连通玄期的强者 都会有生命危险 而如今 老班主之所以能苦苦撑到现在 不过是他们存心戏弄罢了 其中一个老道人开口 卖不卖命 讲究的是缘分 我们先与大公主有缘 就只能委屈三公主了 天宴皇朝的皇位只有一个 我们觉得大公主就非常合适 所以 站在他那一边也无可厚非 老班主沉默无语 思考着该如何破局 他可以死 但是格威必须活着离开 否则他无言面对皇妃 随即传音道 三公主 他们迟迟没有动手 好像是在等什么人 待会我们冲出杀阵后 我拼死缠住他们两个 你看准机会逃命 逃得越远越好 最好别再回去了 你是斗不过大公主的 格威没有说话 他心意已决 老班主见状 无奈叹口气 格威的性格与皇妃一样 一旦下定决心 就会一条路走到底 也罢 未来的事 由未来的人去操心 他现在要做的 就是让格威安全离开此地 老班主神色一动 准备殊死一搏 就在这时 天边之上忽然传来一声 气势十足的大喊 还很热血 小贵子莫怕 有我叶哥在 我看谁敢动你 无比耳熟的声音 令格威脸颊微微抽动 寻声望去 只见叶仓与萧鱼儿 已经来到杀阵边缘 正一脸微笑着望着自己 格威一脸愕然 瞬间傻眼了 但反应过来后 立马焦急大喊道 这里很危险 快点离开 萧鱼儿迅速摇头道 小贵子别担心 我请来了大帮手 很快就能救你们出来 格威再次傻眼了 心中忍不住抱怨 萧鱼儿你 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 没看到对面 有两位原因修饰 以及数百名强大刺客 别说救我们了 到时候 连你自身都难保 老班主虽然平时凶了点 但也不希望萧鱼儿 因为他们而受到伤害 当即大声呵斥 笨丫头 这里的事情与你无关 赶紧给我走远点 越远越好 又被老班主凶 萧鱼儿有些不愤 当即反击道 你凶什么凶 我是来救小贵子 你只是顺带的 再敢凶我 我就不管你了 老班主当即被气得 吹胡子瞪眼 都不想说话了 真是有趣的丫头 不过区区助击修为 就敢口出狂言 想救他们 你就得了吗 对面一道人痴痴怪笑着 还不忘挖苦萧鱼儿 叶仓双眼微眯 反讽道 为什么救不了 而等区区原因修为 在我眼里 连个屁都不是 哼 好大的口气 想不到小小一个周国 竟也有如此狂妄无知之辈 抱上宗门与姓名 我倒要看看 你是天心宗 还是坟天门的 对方霸道强势 听他的口气 竟连天心宗与坟天门 也不放在眼里 足以可见 其背后的势力 是多么强大 周国在他们眼里 也不过是弹丸之地 弹指可灭 死人 没必要知道我的名坏 狂妄 我今天是要杀你 老道震怒 两眼瞪圆 立即动手施法 操控着三千零件 就要往夜仓轰杀而去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到天地一暗 太阳好像被什么东西遮挡住了 令他眼前的视线 也跟着受到影响 老道人一脸谨慎抬起头 看向天空 而后瞬间僵住了 一张老脸 忍不住剧烈抽动几下 大气不敢出 遮天蔽日的剧长 好像天穷一样 往地面盖下来 掀起凌冽刚风 威势恐怖 令人头皮发麻 两个老道人 忍不住齐声骂道 卧槽 轰隆隆 一掌落下 鞋带无上威力 将附近的山头也削平了 两个老道 以及身后的数百个刺客 尚未来得及逃脱 便全部镇压其中 变成一个个死人 场面惨不忍睹 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 有朝一日 居然会死在大成仙人手中 叶仓收回手掌 缓缓叹气道 罪过 罪过 他其实真的很不想杀人 因为活人比死人更有价值 但是眼前这两个道人 与八仙面馆遇见的那个道人 明显是一伙的 也就是叶仓的死敌 只能顺手全灭了 光荡 光荡 与此同时 失去老道人操控的三千零件 纷纷掉落到地面上 惊得格威与老班主 疯狂吞咽唾沫 瞳孔瞪瞪大 紧紧看着叶仓 心中疑惑 这到底是何方神圣 刚才的神来一掌 威力超乎想象 令他们叹为观止 比之天雁皇朝的人皇都不为过 实力威震天下 见他们一脸震惊的表情 小道里那双精美眼眸 闪闪发亮 脸上骄傲满满 越发宠叶仓了 方形乱颤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变得像叶仓这般厉害 到时候 他就可以模仿叶仓的语气 喊出他家乡的那句话 我不吃肉牛 简直帅呆了 萧月儿好笑道 嘿嘿 没吓到你们吧 我都说了 有我叶哥在 没人能伤害到小贵子的 叶仓文言 你可别忘了 成功救下小贵子后 之后萧月儿 就不能拒绝叶仓提出的条件 他倾咳一声 旋即小声对叶仓说道 我知道了 到时候答应你便是 但是不能太过分哦 叶仓微微一笑道 收到 看着两人亲密无间的样子 令格威相当诧异 明明他在认识萧月儿之前 还没有叶仓这好人 怎么突然之间 萧月儿身边 就多了这么一位无上尊者 而且 这位无上尊者 看上去为人随和 居然一点大能脾气都没有 与萧月儿这样的助击修士 都能谈笑风生 实在令人羡慕 他很快反应过来 急忙对叶仓攻身行礼 小女子格威 感谢前辈救命之恩 叶仓对老道人搜过魂 早已经知道了 小贵子的真正身份 乃是天燕皇朝的三公主 名字叫格威 地位崇高 就是性格软弱了点 目前正在被自己的两位 姐姐追杀 盗祖艰难 无需行礼 是她让我来救助于你 你要感谢 就感谢她吧 小贵子文言一愣 旋即看向萧月儿 对方一脸笑眯眯 小贵子 你是我好的姐妹 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 话说回来 你为什么叫格威啊 格威才是你的真名字吗 对 你喜欢叫小贵子也行 叫格威也可以 那我还是喊你小贵子吧 叫起来比较亲切 小贵子玩耳一笑 千娇百妹 之后 一行人再度返回定天城 休整一番 萧月儿如愿以偿 在小贵子的陪同下 完整逛了一遍定天城 尝遍了所有美食 三天后 他们最终还是要分道扬镳 小贵子心意已决 一直逃窜下去不是办法 他要回到天燕皇朝 举起手中的利刃 保护自己 以及身边的众人 临别前 萧月儿一一不舍 但也只能为他献上祝福 小贵子 你一定要小心 千万别死了 我萧月儿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朋友 只有你不嫌弃我 还把我当成好姐妹 格威暖心一笑道 你也是 一定要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赶上我 到时候就轮到你来保护我了 萧月儿听罢 果断拍着胸脯保证 小贵子你放心 等我修炼有成 就去天什么皇朝找你 到时候 如果有人敢欺负你 我就对他说我不吃牛肉 格威哭笑不得 不知道他口中所说的 我不吃牛肉是什么意思 唯有叶仓默默听着的同时 嘴角忍不住抽动几下 不过 他很感谢萧月儿的好意 知道他性格直率 心思纯真 没有多余的心计 跟他交谈很自在 好 我会努力活着 等你来 一言为定 小贵子 保重 小贵子和老班主一起走了 萧月儿则留在原地默默祝福 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踪迹 叶仓往前两步 来到一侧道 他已经走了 嗯 萧月儿回应 玄机忧心忡忡问道 叶哥 皇位争夺 真的有那么惨烈吗 小贵子 他能成功吗 据叶仓从老道人那里得知 天燕皇朝目前的在位人皇 身体状况很不妙 已经活不了多久 所传之位 也只能从三位公主之间选择 大公主心思果敢很辣 行事雷厉风行 备受万臣爱戴 有人皇之相 二公主更是神秘 老道所知甚少 说实话 叶仓并不看好小贵子 能从他们两人中间胜出 不好说 如果他能平安回到天燕皇朝 至少在人皇没死之前 他还是安全的 一旦人皇暴毙 他也活不了多久 啊 那怎么办 我不想小贵子死掉 叶仓文言呵呵一笑道 那你认真修炼 让自己变强 到时候就可以保护 你想保护的人了 这句话 萧月儿也明白 但他有个疑惑 那我该怎么变强 叶哥 你有更好的办法没有 有 叶仓立即答道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萧月儿大喜 一脸渴望道 那你能告诉我吗 我想变强 不着急 先完成我提出的条件后再说 你想爱我做什么 萧月儿紧拧双唇 有不好的预感 叶仓往下靠了些身子 用手指点了点自己嘴唇微笑道 亲我 这不太好吧 我才刚满十八岁 叶仓促眉道 你上次不还是偷偷亲我了 怎么 堂堂萧女侠说话不算话了 这不像你的作风 萧月儿双颊羞红 欲言又止 挣扎了一会 才妥协道 那好吧 我只亲你一下 叶仓奸计得逞 挑眉道 也好 试一下是什么感觉 嗯 萧月儿点头 欲指紧紧攥在手心 超过十八岁的年纪 正是他人生中最青涩 最天真烂漫的时刻 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 令叶仓也有些动容 他的五官娇好精致 眉清目秀 穷鼻透亮 阴唇水润饱满 透过朦胧的眼眸水雾 看得出来 他的心情也变得紧张激动 身姿绰约 亭亭玉立 自带一股灵体芳香 这是天鹰灵体特有的芳香魅力 他慢慢靠近 天香扑鼻 柔声道 你把眼睛了闭上 不准偷看 叶仓跟着闭上双眼 随后便感觉到 一道极致的柔软 轻轻点缀在他的唇瓣上 两者触碰瞬间 宛若有电流刺激而过 但很快便消失了 萧鱼儿收回身子 紧紧抿了抿唇半道 好了吧 叶仓缓缓睁开双眼 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 旋即可怜兮兮道 好像还差点感觉 能不能再来一次 这一次停留时间久一点 好吧 那就再试一次 还是跟之前一样 萧鱼儿要求叶仓闭上双眼 然后缓缓对着他的唇靠近 将自己的水润唇半 与之轻轻贴在一起 他的身体 充满了青春少女特有的气息 身材苗条 但也不瘦 该发育的地方也发育良好 由于经常练剑的缘故 导致他的娇躯很有力量感 青春活跃 充满了健康色彩 这一次 两人接触时间稍久 流过体内的电流触感 也比之前停留更长了 萧鱼儿满脸战红 率先败下阵来 急忙抽离身子后退一步 不知为何 他感觉自己变得有些怪异 想要一直继续下去 但同时 心底又莫名浮现出一丝恐惧 害怕自己难以自拔 这一次 应该行了吧 萧鱼儿脸颊泛红 微微喘气道 叶苍舔了舔嘴唇 继续一游未尽道 还差一点 就一点点 能不能再试一次 萧鱼儿 感觉你在逗我 但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哈哈 相信我 再来一次好不好 就最后一次 我向你保证 叶苍向着寻寻善幼的恶魔 诱惑着无知少女 坠入他的陷阱 萧鱼儿此刻心思复杂 他想要拒绝 但是两人触碰的那种感觉 令他也有些恋恋不舍 好想再次尝试一遍 旋即轻咬红唇道 就是最后一次 不能再多了 叶苍汉手 主动闭上双眼 萧鱼儿见状 只是迟疑了片刻 迎着叶苍的脸庞 缓缓靠近 他那个那个傻呆呆的模样 简直又天真又好笑 就在这时 叶苍鬼使神拆斑睁开双眼 刚好看见眼前一幕 瞬间被他 这副模样蒙翻了 双眼里满满全是他可爱的模样 主动迎上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蹲在地上一脚 顿感眉眼见人 而叶苍的脑海里 总是不自觉浮现起 小道旅刚刚那个模样 笨拙无比 一窍不通 这是他没有想到的 实在太有意思了 当他把这个错误示范 告诉小道旅后 后者表示已经 不想跟他说话了 在他自我感觉过后 也觉得刚才那个行为很呆 让他好丢脸 不准笑 萧鱼儿气呼呼嘟囔道 叶苍文言扭头一瞥 恰好对上萧鱼儿 偷看自己的视线 当即把自己遇到的伤心事 都想了一遍 才缓过进来 收敛笑意 嘿嘿 其实那样也挺好的 我反正很喜欢 你还讲 你就是想笑话我 叶苍表示真的无辜 举起双手保证道 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凡事都有第一次 就当作为下一次积攒经验 要不我们再来一次 这样 你就不会感到尴尬了 萧鱼儿揉了揉 有些轻微红肿的胶唇道 不要 我才不上当 叶苍呵呵一笑 来到萧鱼儿面前 双手捧着她的翘脸道 那过几天再试 萧鱼儿思考了一会 严谨一概点头 好 呵呵 启程吧 继续赶路 清悬见上 小白鹿 嘴嘟嘟地啃着百年灵根 小表情一脸困惑 人类真是奇怪 轻轻我我的 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吃饱了躺着睡觉 那才叫轻松自在 龙鹰谷 便是他们此行的修炼之地 这是叶苍 从陈泰康的兵书里面 特意记下的地方 传闻这里有一处深渊 深渊之内有蛟龙咆哮 会将出现在附近的人类与妖兽 一并吞入腹中 少有修饰来往 非常适合修炼 猫 与此同时 龙鹰谷深渊之内 响起一声猛烈的蛟龙咆哮 宛若雷霆乍响 微动八方 但很快便安静下来了 深渊之下 有一山洞 极为隐蔽 内部宽阔 叶苍的身影显露其中 在她面前 有一条体型巨大的蛟龙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已经彻底死去 一旁的萧鱼儿 两眼瞪圆 艰难咽下一口唾沫 叶哥 这是什么怪物 长得好凶哦 此乃蛟龙 由巨蟒进化而来 保守估计 已经修炼了一千年以上 修为与人族猿鹰巅峰相当 但实际战力强横无比 起码需要三个同修为的猿鹰修 方能战胜它 这么厉害 那打死它 会不会太可惜了 叶苍摇头道 不会 蛟龙全身是宝 它的鳞片可以打造成防御性法宝 几乎可以免疫猿鹰以下的所有攻击 它的正绒头角也能打造成攻击法宝 威力巨大 肉可以吃 具有强大的灵力滋补效用 最后便是它体内的胶珠了 与龙珠相似 可以协助我修炼见点 哦 我明白了 萧鱼儿文言 似懂非懂点头 叶苍说完 转身看向萧鱼儿 神情严肃 令后者胶躯一阵 之后的时间里 你便留在这里修炼 由我来亲自教导 与天心宗李天忆的两年之约 输了 会有什么后果 你应该知道 萧鱼儿顿敢翘臀一颈 再次用双手捂住 同时面容坚定 心意已决 她的屁屁完美挺翘 才不想被叶苍打成八半 是 我萧鱼儿对天发誓 绝不给你丢脸 萧鱼儿年方十八 身怀天鹰灵体 修为在助击初七 除却灵体需要靠她 自己感悟修炼之外 叶苍想要在短时间内 提升她的战斗能力 最好便是在功法 与神通两方面下功夫 在九州大陆上 功法分为三种 分别是真经 道经 仙经 仙经 获取难度极大 非皇庭先祖等大势力 没有接触机会 所以 大部分修士所修炼的功法 只有剩下两项 真经主要用于低阶修士修炼 也就是原因之下 道经威力更强 是高阶修士的必要选择 不过 道经的修炼难度 与获取难度非同小可 基本只有败入大宗门 方能修炼到完整的道经 不大 只能充当过渡阶段 毕竟他对叶仓的好感度 已经来到八十 只要再进一步 叶仓就能带他一块修炼 阴阳补天路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完整仙法 足够他修炼到后后期 所带来的威力提升 绝对非同寻常 叶仓义有些跃跃欲试 他在九州大陆上 风平有一点点不好 所以修炼的功法鱼龙混杂 什么都有 堪比一锅大杂烩 不曾修习过一门完整仙法 因为实在没人愿意 传授他一门完整的仙法 毕竟 仙法是皇庭仙族的不传之秘 是他们屹立在九州大陆顶端的根本 一旦被外人染指 便要展开死战 恃不罢休 直到将修炼之人 彻底泯灭为止 叶仓也有过偷到一门完整仙法修炼的想法 但经过仔细思考过后 还是决定放弃了 一旦染指皇庭仙族内部的仙法 便是不死不休的死战 不利于他默默发育的理念 因此一直拖到现在 如今有了阴阳补天路 叶仓更是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 理由也简单 系统给的东西能是垃圾吗 功法的事情 叶仓完全不用操心 那么他现在能传授于萧鱼儿的 便是术法神通一类 在九州大陆上 术法神通大致分为四类 最低级的叫术法 又分低 中高三类 之后才是神通 道术 仙术 萧鱼儿只掌握了萧家剑法 一门低阶术法 虽然将其修炼制大成 但攻击手段还是太匮乏了 不利于长时间作战 叶仓神思一动 面带笑意 看向一旁端坐笔直的萧鱼儿 道 我决定了 传你 太虚见点 凤凰篇 太虚见点 是萧鱼儿好感度达到六零后 系统给叶仓的奖励 它一共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便是苍龙与凤凰两个篇章 分别对应男女修炼 想要休息第二阶段 就必须优先将苍龙与凤凰 其中一个篇章 修炼制圆满 才能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萧鱼儿身为女子 资质根骨皆不错 修炼凤凰篇再合适不过了 太虚见点 凤凰篇 它很厉害吗 萧鱼儿一脸激动震惊 两眼熠熠生光 对叶仓愈发崇拜 叶仓很享受这样的时刻 看向他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当即副手而立 俨然一副高人姿态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讲起了太虚见宗 当年的威名壮举 当萧鱼儿听到 太虚见宗举叫飞升的时候 整个人都傻了 随后更是激动不已 一想到 那个举叫飞升的画面 就热血沸腾 郊躯乱颤 抓着叶仓的手臂摇晃道 仙人之下我无敌 仙人之上一换一 好厉害 够霸道 够威风 如果有一天 我也能这么帅气 就好了 到时候 我萧鱼儿之名 就能威震天下 然后呢 然后呢 他们飞升之后的故事 我还想听 之后就不知道了 他们的故事到这里就断了 萧鱼儿眉头一皱 身感惋惜 好可惜哦 我还想听更多一些 叶仓文言笑道 好好修炼 到时候你飞升上去 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哎 我可以吗 谁知道呢 但我知道 你不努力修炼的话 肯定不可以 萧鱼儿听罢 再次轻轻 拍打着身前苏兄 一颤一颤的 叶哥你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到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飞升 做一对让别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你居然能说出 神仙眷侣这四个字 太令人惊讶了 什么嘛 我是笨了点 上私塾的时候 经常偷懒打瞌睡 但我也有认真读书的时候 会议两个成语 还不是简简单单 会议两个成语 就能骄傲成这样 也是没谁了 叶仓不想打击萧鱼儿 旋即开口道 那好吧 我现在就传你凤凰篇心法 不懂就问 切莫偷懒 明白吗 萧鱼儿明白 绝不偷懒 请叶哥监督 叶仓微笑汗手 双指抵在小鱼儿额头之上 将古域之内的凤凰篇心法 源源不断传授于他 整个过程 持续了整整一个时辰 叶仓收回双指 与众心肠道 鱼儿 你且听我说 凤凰篇的心法 我已经传授于你 它的定位堪比先述 所以 修炼难度是前所未有的困难 常言道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两年内能修炼到何种地步 就看你自己的努力了 另外 为了提升你的悟性资质 我给你准备了悟道茶 这可是好宝贝 它对我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 所以 鱼儿 你怎么了 叶仓话音一顿 深深皱着眉头 因为萧鱼儿 从接收到凤凰篇后 就变得魂不守舍 萧鱼儿听到叶仓叫他 先是茫然地愣了一下 旋即一脸疑惑问道 叶哥 这凤凰篇感觉也不难啊 嗯 什么意思 叶仓也跟着愣住了 萧鱼儿回过神来 顿感心神震撼 有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仿佛这凤凰篇 她好像学过一样 估计是错觉吧 不知道 应该是我的错觉吧 兮兮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太笨了 暂时没看出她的难度 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就会被打回现实 叶仓也有些看不透萧鱼儿 好言安慰道 不用多想 好好修炼 两年内能修炼之入门 我就给你奖励 萧鱼儿又恢复了往日神采 翘脸笑叶如花 美滋滋笑道 真的 你不能反悔哦 嗯 叶仓微笑点头 可三天后 她就 傻眼了 三天后 蛟龙洞内 呼的传来一声巨响 随后 四周发生短暂地震 导致沙力飞舞 叶仓一被吵醒 自从她传授于萧鱼儿凤凰篇章后 便找个地方小气一会 反正她也不觉得 萧鱼儿能在三天之内学到什么 能将凤凰篇章第一式显形 参悟透 就算成功 地震 怎么会地震呢 叶仓揉了揉眼角 脸上带着三分疑惑 神石展开 将洞内的一切动静 看得一清二楚 前方位置 只有萧鱼儿和白露 并无其他入侵者 旋即继续扩散出去 将整个龙鹰骨都检查了一遍 依旧一点发现也没有 叶仓收回神石 脸上的疑惑之意更甚了 奇怪 也没有外物影响 谁弄出来的地震 下一刻 萧鱼儿手持轻弦剑 兴冲冲跑到叶仓面前 满脸激动 导致俏脸烟红如血 红扑扑得很是好看 他也不说话 就这样盯着叶仓 怎么了 想要轻轻试吗 萧鱼儿抿着唇 轻轻摇摇头 不是 不是 那你怎么一脸激动的样子 叶仓挑了挑眉头 有些想不清楚了 嘻嘻 我好像摸到了凤凰心法的修炼门槛 叶仓闻言一惊 什么 你说的是真的 嗯 萧鱼儿重重点头 玄机继续补充道 好像真的不是很难 我一学就会了 不是很难 太虚见点 可是九州有史以来 最富有盛名的见到盛典 他的威力 比之先述有过之而无不及 修炼难度极大 但是每个篇章的第一世 寻常人等 起码需要修炼十年至二十年 方有机会踏入门槛 而将其修炼之大成乃至圆满 更是要百年之久 就算叶仓身为大成七修士 悟性圆满 也是在参悟了数天之后 才能在与武林大长老交战之时 强势使出苍龙篇章第一世 尚不是圆满 依然还有瑕疵 要知道 叶仓悟性圆满 那时他把天道宗禁地 当成自家后花园 有事没事 就去采摘悟道茶叶泡林泉 如此才将悟性提升到极致 而萧宇儿才刚满十八岁 身为一个资质不错的灵体修士 尚且是一张白纸 各方面都还有巨大进步空间 居然在三天之内 就摸到了修炼的门槛 悟性完全不疏于他 这让叶仓有些难以接受 就好比一个小学生 看到他的博士父亲 正在为某道科研题目 赶到棘手时 结果这小学生花了三天时间 将那道科研题目 仔细看了一遍 然后转头告诉他的博士父亲 说道 爸 这也不难啊 我一学就会了 博士父亲满头问号 言归正传 叶仓对此吃怀疑态度 说道 鱼儿 凤凰篇章 虽与苍龙篇章有些差异 但两者的修炼难度是一致的 你莫要开玩笑 我真没开玩笑 不信的话 我现在就施展给你看 萧鱼儿两眼目光如炬 对自己充满信心 面对叶仓提出的疑惑 也是丝毫没有退让 也好 是真是假 我一看便知 随后 萧鱼儿手持极品灵气清玄剑 修长双腿分开站定 摆好施法姿势 朝着前方石壁娇和一声 太虚行韵 凤凰 显行 下一刻 龙玉的火属性气息 充斥当前环境 热浪朝天 一只体型瘦小 像是发育不良的凤凰 从青玄剑内破空而出 那凤凰体型虽小 但覆盖在他身上的火焰 却极为真实 像是能扭曲空间一般 显行的过程 越发趋近真实 这令叶仓瞳孔一缩 顿感心中惊讶 萧鱼儿真没骗他 凤凰篇章的第一事 就叫显行 显行出来的凤凰 越完整真实 代表着修炼程度 越发趋近圆满 威力更上一层 只是 萧鱼儿施展出的凤凰 尚未来得及舒展双翼 便一头撞进前方的石壁之中 引发起强烈地震 堪堪只是入门而已 叶哥看到了吧 我真没骗你 一学就会了 叶仓默默听着 嘴角轻微抽动几下 看向萧鱼儿的眼神 仿佛再看一件极品宝贝 令后者心里咯噔一下 干嘛这样看我 我身上有奇怪的东西吗 叶仓微微笑着 饶有兴趣地围着萧鱼儿转了一圈 萧鱼儿还是那个萧鱼儿 梳着长长的双马尾 刚好盖过臀线 穿着一袭杏黄色长裙 青春靓丽 体态轻盈 玲珑有致 不过 此刻的他与之前比起来 好像意外多了一层神秘感 这股神秘感来自哪里 叶仓暂时弄不明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萧鱼儿好像真是个小天才 连太虚见点 这样的见到盛点 都能在三天之内参悟透 实属罕见 完全不属于绝顶的妖孽天才 看来 自己捡来的这位便宜小道侣 并非一无是处呀 叶哥 你干嘛呢 看来我之前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 还有这样的惊喜在等着我 真是令我好生惊讶 萧鱼儿小脸一昂 得意一笑道 嘻嘻 那是当然 本姑娘天资聪慧 虽然认识的字不多 但是我对自己的修炼天赋 还是很有自信的 当然了 主要是叶哥教得好 让我变得更有信心了 哦 这跟我也有关系吗 叶仓有些哭笑不得 这小妮子 居然还学会拍马屁了 不过 她修炼入门是既定的事实 叶仓答应过会给她奖励 现在正是兑现的时候了 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我想要你教我高深的术法 萧鱼儿认真答道 叶仓一愣 一脸好笑道 喝酒那天晚上 你看到的那种 对 你说过会教我的 但是你一点也不急 是不是因为我现在修位太低 不能修炼 萧鱼儿对高深术法念念不忘 生怕叶仓忘记教她 这让叶仓除了感到开心之外 还是开心 既然小道理这么迫不及待 那么她没什么好纠结的 好啊 等你什么时候 把凤凰篇第一时练成了 我就教你 跟着叶仓主动靠近萧鱼儿盼 轻声暧昧道 到时候你不练也得练 知道吗 萧鱼儿根子一红 我知道了 龙银古外 遍地寒川萧绒 万物复苏 迎来勃勃生机 鲜花盛开 嫩绿的枝鸭长出新芽 跟着开花结果 迎来严冬之后的第一个酷暑 眨眼间 一年四季过去 蛟龙洞内 依旧活跃着一个女子的身影 萧鱼儿已满十九岁 恶努多姿 天若惊鸿 双眉精致如画 美眸精神饱满 灵气充沛 挥动手中灵剑 让那凤凰一次又一次展翼翱翔 栩栩如生 无比真实 一年时间 对凡人来说很长 但是对于修士而言 却是极为短暂的瞬间 在这一年里 萧鱼儿在叶仓的指导下 进步堪称神速 已然将凤凰篇章第一式 修炼至圆满之境 萧鱼儿压抑不住心中的喜悦 迫切想要与叶仓分享 叶哥 你瞧见了吗 我已经将第一式修炼至圆满 凤凰 随时可以显形 小白鹿也陪伴了萧鱼儿整整一年 两者关系清静了不少 第一个 对他发出祝贺 恭喜你萧鱼儿 修炼有成 回到萧家后 记得请我吃冰糖葫芦 我已经一年多没吃了 现在好想吃 好好 回去后 保证让你吃得够 希希 萧鱼儿你真好 有了萧鱼儿的保证 小白鹿当即继续美滋滋 斥起了树根 经过一年时间来 白鹿也长大了不少 修为有所精进 叶仓估计再有一年时间 他就能成为四阶中期妖兽 相当于金丹修士中期 叶仓从白鹿身上收回视线 看向萧鱼儿 与白鹿相比 萧鱼儿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个 谁能想到 他只是助击初期修士 由于苦练凤凰篇章 导致修为没有跟上 依旧停留在相同境界 但是他却能在一年内 将凤凰篇章第一式修炼至圆满 已经足够经验所有人了 叶仓自己也没有闲着 跟着一起修炼苍龙篇章 两者修炼难度相近 他最有发言权 可以肯定 能在一年之内 将第一式修炼至圆满的存在 整个九州大陆加起来 包括叶仓自己在内 绝不超过十人 其难度可想而知 不错 表现非常亮眼 一年时间将第一式修炼圆满 那么接下来 也该跟上修为 以助击对上结丹或者金丹 胜率依旧渺茫 萧鱼儿闻言 急忙收敛心神 态度谦虚 叶仓曾经说过 李天逸虽是一介杂体 但他备受上仓眷顾 是有大气韵之人 修炼之路一帆风顺 静静极快 切不可大意 是 我都听叶哥的 叶仓微笑 让他赶紧坐下来休息一会 随即献上误道茶 在这一年之中 萧鱼儿可谓享受了 普通修士难以企及的无上机遇 小心翼翼跑出去 偷挖几根零根回来 自己填饱肚子 没办法 白鹿只吃素 不吃肉 叶仓也忙着修炼 顾不上他 不过好在龙鹰古市交龙的地盘 入侵者几乎没有 小白鹿才敢放心出行 叶仓又问道 上次我传授于你的那门心法 都记熟了没有 肯定记得 就是有些字不知道怎么读 也不知道意思 还有麻烦叶哥 你多叫我几遍 萧鱼儿喝完误道茶 身上金光持续闪耀 整个人变得清爽通透 就连记忆力也是变强了不少 早已练就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当然了 他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有些字只记得不认的 叶仓心中好笑 开怀道 好 一个月后 我就带你修炼高深术法 到时候 你可不能说不练 听到终于能修炼高深术法 萧鱼儿比叶仓还积极 双眼瞪大 脸上展露出一片狂喜笑意 跟着拍打胸脯保证 我萧鱼儿说到做到 说不反悔就不反悔 叶哥 不管那高深术法有多难 我都一定会努力学习 变得更强 保护萧家 也保护你 我可一直没忘记投资的事 叶仓听完 心里极为感动 没想到 萧鱼儿记得这么清楚 确实傻得可爱 当即对其伸手道 过来 坐我这边 萧鱼儿满脸娇羞 嘴角勾勒出一抹喜气弧度 没有拒绝 小心翼翼坐到叶仓腿上 粉拳紧握 心中满怀期待 旁边的小白鹿 一看这架势 当即眉头一皱 赶紧出声道 那我出去挖树根了 你们慢慢吃 话音刚落 两人便已经率先清热起来了 唾液飞溅 这在小白鹿看来 是很难理解的事情 吃对方口水 就能吃饱吗 真是令我费解 肯定没有树根好吃 随着小白鹿转身离去 一道熟悉的电子音响起 令夜仓虎驱一阵 而后满脸欣喜 对小道理越发喜爱了 叶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九十 叶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 提升到九十 任务五完成 奖励 圆点加五零零零零 九天玄女 卢加一 任务六 与萧鱼儿完成第一次双修 任务成功 奖励圆点加一零零零零零零 脱胎换骨 先单加二 任务失败 真有人能拒绝吗 不会吧 不会吧 来了 来了 终于来了 终于满足九十好感度了 终于可以双修了 夜仓心中狂喜 亲吻萧鱼儿的力度 与喜爱她的程度 一起疯狂高涨 瞬间达到顶峰 嗯啊 令萧鱼儿忍不住发出阴灵一声 心脏跟着疯狂跳动 她感受到了夜仓的火热变化 身体 好像要跟着融化一样 这种感觉 非但没有让她感到难受 反而令她越发期待了 良久 夜仓松开萧鱼儿 望着眼前的青涩美人 她发自内心感到喜悦 脸上笑意动人 令后者撬脸浮现几分疑惑 你笑什么 这么开心 你不是一直想要我亲自教你吗 现在终于可以了 时间还是定在一个月后 趁这段时间 你尽快将心法技术 修炼的过程中要配合使用 萧鱼儿似懂非懂 禽手轻便 嗯 我会努力的 时间流逝得很快 一眨眼 龙鹰鼓便又过去了一个月 当天傍晚 萧鱼儿飞跃深渊而下 来到下方隐藏的另一方天地 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子 池水清澈见底 带着丝丝凉意 这个地方是夜仓告诉她的 闲暇之余 可以来此梳洗一番 尽管萧鱼儿身怀特殊灵体 修为也在助击之后 早已鲜尘不染 身甘体静 但是接连修炼以来 也会感到疲惫 来此放松泡澡 倒也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 她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玩水了 萧鱼儿轻轻一跃 跳到一块大石之上 熟练解下一袋 吞下裙装 摘掉靴子 以及身上的多余外物 不到片刻 依据如同杨枝玉般雪白的胶躯 便出现在池子边上 体态玲珑 鲜腰细腻 肌肤白皙 少女体态堪称完美 青色翘脸 映着淡淡红韵 单臂 青眼身前苏胸 踩着虚空 小心翼翼落入清水之中 也不担心被外人看见 毕竟叶仓知道 萧鱼儿偶尔会来这里玩水 早早在周围布下了虚幻阵法 掩盖了所有景象 寻常修饰根本无法破解 哗啦啦 萧鱼儿独自在水中嬉戏 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笑意 一想到今晚 就要与叶仓一起修炼高深术法 他有些迫不及待 心情大好 来到池中将自己彻底放松 虽然他目前还不知道 接下来会如何修炼 但是有叶仓在 他便没什么好担心的 只需要按照叶仓的要求 将心法计数 到时候配合一起修炼即可 算不上什么难度 咕咚一声 萧鱼儿向条小鱼 灵巧地潜入水中畅游 沿着池子游了好几圈 才起身上岸 来到原来的大石边上 用灵力蒸发掉身上的水珠 又换了一身崭新的裙装穿上 整理好一切后 他才重新回到蛟龙洞内 与此同时 叶仓早已将玄女炉取出 自动漂浮在半空中 视为仙气 不染凡尘 玄女炉 全名叫九天玄女炉 不出叶仓所料 这玄女炉 是专为他们合体双修 而准备的仙气 至于其中的微能效用 叶仓暂时不清楚 毕竟他与小鱼儿 还没正式进行双修 叶哥 这是什么 感觉是件好宝贝 萧鱼儿回到蛟龙洞的第一问 便是对玄女炉的好奇 其外表庄严古朴美观 竟是由无瑕白玉铸成 起立无比 有三足两耳一盖 是一件完整仙炉 外壁上有仙闻鸣客 震涉四海 有龙凤缠绵 想动八方 内壁暂时不知 叶仓点头笑道 你没有感觉错 这确实是一件极品宝贝 待会我们就进入其中修炼 你准备好了吗 嘻嘻 我早就准备好了 萧鱼儿一如既往的天真烂漫 活泼可爱 丝毫不知道他们接下来 会进行何种模式的修炼 叶仓朝萧鱼儿伸出手 后者翘脸微红 同样伸手回应 心跳加速 心里面愈发期待 碰 的一声 叶仓驱动玄女炉 打开上方的封盖 随后与萧鱼儿一起进入其中 留下白鹿在外面目瞪口呆 闲来无事 她只好捧着 零根狂吃 玄女炉内 叶仓与萧鱼儿进入之后 发现里面别有洞天 明明从外面看起来 玄女炉并不大 但是里面的空间 却是宽敞无比 无边无际 宛若一片无限石海 足够他们两个 自由自在地畅游兮兮 他们并没有落入玄女炉底部 而是悬浮在空中 叶哥 好奇怪哦 踩在空气中 好像踩在柔软的地面上一样 还不用释放灵力 话音刚落 萧鱼儿便松开叶仓的手 青春活跃 在原来的位置上 往上跳了两下 落下之后还在原地 果真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即使没有修为 也不妨碍在里面自由活动 叶仓看着他 微微一笑说道 是啊 不过 这不妨碍我们在这里进行修炼 鱼儿 过来 萧鱼儿难得一次认真起来 当即快步走到叶仓面前 面带笑意问道 叶哥 要开始修炼了吗 我该怎么做 你呀 待会不要害怕 逃避就行了 嗯 萧鱼儿乖巧点了点头 紧接着 他顿感眼前一黑 叶仓身上炽热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 一下子落在他轻柔的唇瓣上 事发突然 令萧鱼儿娇躯一颤 想要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 却发现 叶仓根本没给他说话的机会 小舌头又被缠上了 萧鱼儿此刻满脑子疑惑 为什么他们要在修炼之前亲亲 明明在外面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试过很多回了 效果也一次比一次好 每次都令他开心不已 然而 这一次 他终于发现不对劲了 叶仓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悄然解开了 缠在他细腰上的玉带 包裹警示的裙装 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松垮 不仅如此 叶仓的行为更大胆了 他不仅解开了玉带 还想要吞下他身上的裙装 不到片刻 他银白如玉的娇躯 便只剩下最后一层堡垒 仅剩泄衣泄库了 这让萧鱼儿瞬间脑袋空白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直以来 他们在亲亲的时候 也有过忘情的时刻 但每到关键时刻 叶仓总会率先反应过来 放开萧鱼儿 后者对此并未感到多么奇怪 毕竟他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 仿佛一张白纸似的 叶仓停下 他便也停下 但是现在 他好像有些懂了 一双美眸水润多彩 在此刻争得很大 一动不动盯着 近在咫尺的脸庞 让叶仓兔的心里咯噔一下 不得已停止动作 有些好笑地望着他 问道 怎 怎么了 萧鱼儿总算能开口说话了 抿了抿润唇回答说道 叶哥 你是不是想睡我 我听别人说 女的和男的睡一觉 就是道理 就是夫妻 是不是这样 叶仓恋爱一笑道 不全对 只是睡觉的话并不算 还需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现在 就是在做那些事情了 对 你会害怕 后悔吗 萧鱼儿认真摇头微笑 不会 我就要做你的道理 萧鱼儿此刻笑得很甜 那清纯可爱的脸庞 让叶仓心动不已 轻易将他搂入怀里 他的身上有一股 很好闻的香味 那是天鹰灵体自带的天香 世间寒有 难得一闻 肌肤光滑细腻 充满了特有的银白光泽 美艳不可方物 得知他们即将成为道理 正在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萧鱼儿心里面的压力 就没那么大了 不管叶仓待会要做什么 他都会一一奉陪到底 与他一起面对 片刻后 萧鱼儿本能地紧张起来 双眸紧闭 有晶莹泥珠滑落 嘴里细语泥喃声不断 动听婉转 嗯 叶哥哥 叶哥哥 对叶仓的称呼 又一次发生转变 由叶哥更进一步 变成了更加亲密的叶哥哥 犹如鸟儿阴体 清脆和鸣 叶仓面带笑意 紧盯着他的俏脸 也没有出声应答 而是俯下身子 轻轻吻去他眼角处的泪珠 与此同时 只听见滴答一声 有东西由高到低落入玄女炉底部 一瞬间 那低落下之物 好像开启了玄女炉内部机关一般 白玉迎接的内壁 立即起了变化 变得五彩斑斓 流光一彩 原本空无一物的银白内壁 此刻竟然浮现起一位玄女的壁画 占据了一大片空白的位置 壁画上首次出现的玄女 容貌美不可言 倾国倾城 栩栩如生 仔细一看 竟是与萧鱼儿一模一样 叶仓一眼便认出来 但也没有花心思去思考 低头对萧鱼儿说道 鱼儿 随我一起运转心法 萧鱼儿闻言 缓缓睁开眼眸 映入眼帘 还是自己熟悉的脸庞 当下便没那么害怕了 跟随着叶仓一起运转之前记下的心法 正是 阴阳补天路 里边的双修妙法 阴阳补天路 分为阴阳两篇 对应男女修炼 双修之时 一起相互配合运转 便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修炼效果 当然 修炼此法的前提 必须满足一定的好感度条件 否则不能进入高层次的修炼状态 也就无法窥探到此仙法的奥妙所在 随着仙法不断运转 旋女炼内的变化 越发明显吓人 整个炼内光彩映射 光辉灿烂 像是有仙丹现实一般 充滤的灵气 不断从外部汇集而入 瞬间抽干了整个龙鹰骨 并且还在疯狂抽取当中 然而 如此海量的灵气 纳入旋女炼内 并没有让叶仓太过在意 毕竟它修为圆满 不入仙界 此生难有寸境 但是 有那么一道紫色气体 十分与众不同 引起他的侧目 紫色气体浮现在旋女炼最上空 像是一位高高在上的存在 将周围一切灵气都压他 不得靠近于他 简直恐怖无比 叶仓对此 隐隐有所猜测 心中更是惊讶无比 难道他就是 鸿蒙仙气 简直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 不需要进入仙界 也能在九州之上成仙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叶仓喜出望外 近一时间忽略了萧鱼儿的存在 尹德后者连忙又喊了他两声 嗯嗯 叶哥哥 叶哥哥 如歌如泣 如愿如素 如此 叶仓才冷静下来 对他抱以歉意 继续修炼 半个时辰不到 萧鱼儿因为修为低微 坚持不得太久 叶仓只能提前终止第一次修炼 这还是在仙法加持下才完成的 若是换作平时 萧鱼儿恐怕连一刻钟都支撑不到 叶哥哥 我好嘞 嗯 他抬头看了一眼最上空 一共有五道鸿蒙仙气出现 对于他们第一次双修尝试颇为满足 萧鱼儿身怀天鹰灵体 号称最佳灵体双修顶部之一 加上他的首次元鹰之能 也才共同修炼出五道鸿蒙仙气 远远不够 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啊 叶仓修为圆满 对于玄女炉内修炼出来的众多灵气 可以直接吸收化为己用 但他不需要 留给萧鱼儿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他只需要那五道鸿蒙仙气足矣 萧鱼儿此刻稍显疲惫 鹅脚甚至细珠 净润了秀发 玉体圣洁秀美 晶莹透亮 喘着微热气息 依偎在叶仓怀里 跟着他一起抬头看向上空 叶哥 那是什么 轻逆的称呼萧去 再次恢复成之前的叫法 叶仓不知道 他为何要把称呼变来变去 但也没有多问 他喜欢怎么叫便怎么叫 鸿蒙仙气 传说中 到了仙界便是修炼此物 方能真正成仙成圣 与天地同寿 萧鱼儿翘脸微动 心中激动不已 换作平时 他早就蹦跳起来欢呼 开心大叫了 但是他刚刚只是勉强动了一下 长眉一皱 便又立刻依偎回去 彻底摆烂 叶哥 那你快点把他们收了吧 看看有什么效果 叶仓正有此意 圣体当即展开吞噬 将那五道鸿蒙仙气化为 挤用 这是他们双修而来的仙气 不需要炼化 进入体内也是极为通畅 没有阻碍 很快便与圣体融合为一体 叶仓借此机会看了一眼系统 发现他的修为还是大成七 没有变化 但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实力 增长了一大截 变得更强了 他自行猜测 五道仙气 还不足以让他彻底成仙 玄机低头看向怀里的人 不怀好一道 还不行哦 五道仙气太少了 以后还要多多辛苦鱼儿才行 啊 萧鱼儿当即一脸悲苦 楚楚可怜道 一次才五道 那你要多少才够啊 我怕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叶仓跟着打击道 第一次出现五道仙气 已经很多了 以后可能就只有一道这样 这么少 我不行啊 萧鱼儿听了想死 一次才一道 闹得猴年马月啊 不过 鱼儿也不用太悲观 如果你的修为跟上来了 时间也就跟上来了 或许也能做到一天五道仙气 萧鱼儿听懂了 这家伙好像在打他坏主意 借此来获取更多仙气 想了想到 好吧 我会尽快提升修为 争取为你积攒更多仙气 叶仓实在乐的不行 在他侧脸上 重重灼了一下 PS 新书求书架 追读 催更最好来点礼物求求了 后续更精彩 有期如此 福复何求 这是叶仓心里面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 不过 小道理的修为还是太低了 是时候让他享受双修成果 尽快提升修为 叶仓抬眸打量玄女如内积攒的灵器 如同汪洋大海 堪称恐怖 如果全部转化成萧鱼儿的修为 恐怕会直接晋升到金丹七 修为静静过快 不是一件好事情 尤其萧鱼儿现在不是外人 而是他叶仓的道理 更要让他把基础打牢固 免得到了后期根基不稳 容易遭到各种劫难反噬 叶仓想了想 很快便有了应对之法 他没有隐瞒萧鱼儿 与他进行商量讨论 萧鱼儿听完后 欣然答应 我都听你的 我相信你不会害我 好 稳固元神 我要进去了 叶仓宠溺一笑 将额头贴近对方额头 元神出窍 是一个叶仓小人版的惊人 迅速闯入萧鱼儿的死海之中 这种行为 对于任何一个修士来说 抹杀的种种情况 若非极度信任之人 是不可能放任他人的元神 占据石海的 只能说 萧鱼儿真的很信任叶仓 在那里 萧鱼儿的元神 只是一团白光 极为普通弱小 面对小金人的强行侵占 只能缩在小角落里 瑟瑟发抖 压根不敢反抗 小金人进入之后 立刻来到萧鱼儿的丹田之上 抬眼望去 凝聚着一团微小的灵力 尚未有凝炼结丹的意思 毕竟他才刚步入注击不久 距离结丹期还远着呢 叶仓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让他代替萧鱼儿 吸纳玄女炉内的灵气 强势将他的修为 压制在注击圆满 让他自行修炼突破 如此一来 才能令他对每个境界 都感悟深刻 法则圆满 小金人没有迟疑太久 立即双手结印 施展竖法 毕竟他在这里待得越久 萧鱼儿就越危险 玄女炉内 萧鱼儿也跟着 小金人的手势 结印施法 将庞大的海量灵气 源源不断吸入体内 使丹田之内的 微小灵力团 开始急速膨胀变大 越发精纯 他的修为 也跟着急速攀升 筑击中期 筑击后期 筑击大圆满 隐隐有结丹的迹象 也就在这时 小金人浑身金光大圣 施展更为玄妙的术法 这是太虚圣体 自带的极致之术 堪比仙术 太虚轮回应 每隔一百年 才能施放一次 弥足珍贵 他的作用 并非用来战斗 而是辅助修炼 叶仓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不想浪费这次机会 才决定 用到肖鱼儿身上 下一刻 肖鱼儿丹田上的灵力团 由一化三 变成足足三团 也就是说 此刻肖鱼儿的战力 会比上一秒 强大整整三倍 并且是永久性的提升 极为恐怖 叶仓继续吸纳所有灵气 一点也不浪费 刚好让这三团灵力团 趋近圆满 只带肖鱼儿水到渠成 自行突破到结丹 元神回归 叶仓顿时轻输一口气 幸好万事大吉 没有出现任何意外 肖鱼儿回归十海正位 看了一眼丹田 瞬间瞠目结舌 大眼睛里满是小小的震撼 到 三 变成三团了 是的 现在的你比之前强多了 可以称得上真正的天才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之后会有三枚结丹 三枚经丹 甚至是三枚原因 叶仓很平静地点了点头 但在肖鱼儿看来 却是极为震惊的事情 他弹口开启 惊讶地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 肖鱼儿心里面再清楚不过了 寻常修饰只有一枚原因 而他自己却有三枚 这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谁能打得过他 看他目瞪口呆的样子 叶仓顿时有些心愿意满了 带着欣赏的目光 总往他扬之欲般 丝滑雪去上瓢去 轻声道 这份礼物喜欢吗 打算怎么回报我呢 肖鱼儿正正回过神来 当即抿了抿双唇 低头含羞道 只 只能一次 我还年轻 我还不想死 叶仓文言笑而不语 勾起他粉嫩下巴 盯着那张美道令人窒息的脸颊 五官精致 双眸水雾弥漫 双唇水润清香 随即印了上去 这一次 他们没有动用仙法修炼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叶仓便被肖鱼儿率先赶了出来 他穿戴完毕后 才小心翼翼飘离雪女炉 来到叶仓身边 还责怪似的 弯了他一眼 叶仓假装没看见 小心搀扶 他到一旁休息 小白鹿看傻眼了 难得正经一回 放下手中灵根 双眼灵动 看得正正出神 心有担忧 当即出言提醒道 哎哟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 把腿给弄伤了 肖鱼儿快过来 让我给你瞧瞧 小白鹿身为吃龙 浑身是宝 一滴泪 一滴血 都能起到良好的治病功效 一些特异吃龙 更是有瞧病医治能力 就跟寻常医师一模一样 能起到对症下药的本领 很显然 白鹿在不经意间 竟然有了这么一个神奇能力 叶仓不清楚 也不相信 但更多的 还是在享受乐趣 也跟着出言相劝道 鱼儿 要不就让白鹿给你瞧瞧伤口 万一他真有把握给你治好 你也不用这么苦兮兮的 话音刚落 萧鱼儿白皙翘脸 瞬间红透 甚至一直红到耳脖子处 煞是迷人好看 萧鱼儿哪里听不出来 这叶仓是在打去他 伤口怎么来的 怎么弄的 这坏家伙比谁都清楚 他自己却只字不提 还要出言掺和 戏弄啥也不懂的小白鹿 其实 他也不相信 白鹿真的会瞧病 当然 就算白鹿真懂得瞧病治病 他也不好意思让他医治 白鹿 你别听他乱说 我没有受伤 只是不小心扭到腰而已 不料 小白鹿一听 更加担忧 零根都丢下了 走过去 边走还边说道 哎呦 这更不得了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 来来快让我瞅瞅 铁打损伤 我也是拿手的 话未说完 萧鱼儿直接被吓跑了 哎 这就走了吗 希望只是小伤 别留下什么大病才好 白鹿嘟囔了一句 又回去吃树根 突然一愣 看着自己一双毛茸茸的爪子 正正出神 叹道 原来如此 难怪他们不相信我 我要是能化形就好了 一个月后 龙鹰鼓上空 乌云密布 雷霆咆哮 银白色的电光雷蛇 在乌云中腾膊翻滚 气势吓人 萧鱼儿风姿绰约 一美飘飘 盘歇而坐 双毛紧闭 神情凝重 他此刻正在冲击杰丹 只要将丹田之上的三团灵力团 一一凝炼杰丹 那么他便是一位真正的杰丹修士 也即是叶仓的杰丹小道旅 本次雷杰之汹涌 比之前一次还要恐怖得多 雷蛇咆哮间携带着无上威能 仿佛要将杜杰之人彻底灭杀清净 叶仓反而一点也不担心 比之前一次还要放松得多 今时不同往日了 萧鱼儿开始修炼仙法 将凤凰篇第一式修炼至圆满 并开始修炼第二式 体内又怀有三枚结丹 灵力充沛 区区结丹之雷杰 压根奈何不了他 虽然本次酝酿的雷杰 比住击时候的威能要大得多 但是叶仓依旧对萧鱼儿有十足的信心 他必将轻松度过此节 小白鹿没有躲起来 而是窝在叶仓怀里 时不时抬起头看向叶仓 随后低下 表情复杂 欲言又止 叶仓见了好笑 旋即低头问道 白鹿 你想说什么便说 为何露出一副将说不说的表情 小白鹿闻言 尴尬一笑 大眼睛低溜溜一转 答道 兮兮 被主人看出来了 嗯 我只是担心 萧鱼儿能不能迈过这道看 话音一落 叶仓的手掌 打在白鹿脑袋上 轻轻揉了两下 说真话 白鹿一愣 旋即痴痴地笑道 主人 我什么时候才能化形啊 我要是长出双手的话 就能替主人捏捏肩 揉揉腿 吃糖葫芦的时候 也不会弄脏爪子了 你是想化形吧 叶仓低头看向白鹿 能感觉到他的心意 并不是在询问他 何时才能化形 而是现在就想化形 啊 背一眼看穿心思 白鹿当场就愣住了 看来自己还真是不会撒谎嘛 他想了想 将头颅点了两下 算是正面回应 主人 你有办法吗 叶仓沉默了 妖兽想要化形的话 必须成为七阶妖兽 也就是相当于人族的化神期修饰 而白鹿只是四阶妖兽 相当于人族的金丹修饰 想要化形 估计经过千年都是少的 上天是很公平的 给了妖兽无敌强大的前期 必然会在后期削弱他们 达到七阶之后 他们的成长速度便会极大受限 短则数千年 长则近万年 才能有所进展 妖兽们到了后期 必须化成人形 学习人族修饰的功法 让自己静静更为迅速 否则还没来得及突破 就会因为寿命枯竭而寿终正寝 因此 越早化形的妖兽 潜力越巨大 据叶仓所知 九州上确实存在 能让妖兽提早化形的妙法 第一种便是妖兽 自带的强大血脉之力 自身血脉越纯净 所能化形的时间越早 甚至有些极度变态的妖孽 一经降生 便能立即化形 潜力无穷 这种情况极为少见 存在也是凤毛麟角 恐怕只有传说中的真龙 凤凰等一些究极血脉妖孽 方能诞生 第二种是最普遍的化形之路 便是实用化形果 只需一颗 就能让一只妖兽 幻化成人形 修为不受影响 只不过 这种果实在太难寻了 叶仓在中州摸爬滚打一千年 只在某次大型拍卖会上 恰巧遇见一颗 出现的一瞬间 就被南荒的妖族巨头 花大价钱买了去 足以可见 化形果对于妖族而言 是多么弥足珍贵 也侧面说明 它有多么稀少含有 小白鹿像是一只小猫 长着一双灵敏的猫儿 两眼有神闪亮 像是两颗蓝宝石 它的皮毛呈现淡淡紫色 散发着高贵圣洁的韵味 它见叶仓沉默良久 原本满怀期待的闪亮瞳孔 此刻也有些暗淡无光 默默垂下头颅 洋装无所味道 算了 就不给主人添麻烦了 我会努力多吃点树根好好长大 凭借自己的实力化形 小白鹿说完话后 有些不好意思 继续待在叶仓怀里 眸光暗淡 垂头丧气 小心翼翼离开温暖之乡 可刚走没两步 就被一双大手抱了回去 白鹿很是惊讶 抬起头呆呆望着叶仓 不知道他这是何意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是 什么 小白鹿闻言一愣 有些不知所措道 我没有看不起主人啊 叶仓挑眉道 还说没有 你自问自答 不就是看不起我吗 啊 小白鹿百口莫辩 他刚才确实是这么做了 顿时心虚不已 蜷缩着身子 小爪子紧紧缠在一起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委屈的小表情 仿佛要流出眼泪似的 叶仓嘴上挂着微笑 再次伸手 在他头顶轻轻抚摸 说道 不就是一颗化形果吗 主人去给你弄来便是 小白鹿听到叶仓这番话 瞬间浑身一震 身躯止不住的颤抖 强忍住泪水 不让他流出来 但下一刻 他还是哭了 逗大的眼泪 嘀嘀哒哒吓个不停 这可把叶仓心疼坏了 这可是赤龙的眼泪啊 堪比灵泉胜水 急忙拿出一个小器皿 将他眼泪收集起来 边装还便安慰到 乖 慢点哭 慢点哭 小白鹿被他成功逗笑 也不哭了 小脸在他面颊上 使劲蹭了蹭 一脸温馨宠溺 就在这时 轰隆隆 滚滚雷声作响 震耳欲聋 一道粗大的雷蛇狂暴躁动 携带恐怖的雷霆之力 从天而降 威势凶猛 令人扎舌 小白鹿被吓了一大跳 皮毛炸起 急忙再次躲进夜仓怀里 抬眼望着天上雷霆 骂骂咧咧道 可恶 把我腿都吓软了 夜仓听到厚乐的不行 但也没再看白鹿 另一边 萧鱼儿成功劫丹后 实力极大增强 不惧雷霆 连续险行三只凤凰飞天而上 与三道雷劫相抗衡 轻松度过天节 正式成为劫丹修士 修为提升后 整个人空灵出尘 别有一番味道 来到夜仓面前 又恢复了 他以往的性格 活泼开朗 嘻嘻笑道 夜哥 我杰丹成功了 夜仓笑道 十九岁杰丹 你已经是个小天才了 萧鱼儿十九岁杰丹 放在冬裕这等贫乏之地 确实算得上天才 但夜仓心里很清楚 拿他与中周那些真正的妖孽相比 依旧存在着巨大差距 无论是在修为 还是在根骨上 都远远不如 可他如今 身为夜仓的道理 又岂能让他落后于那些天骄圣女 夜仓看了一眼 系统发布的新任务 叮 萧鱼儿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一百 叮 与萧鱼儿完成第一次双修 任务六完成 奖励 圆点加1000000 脱胎换骨先单加二 任务七 与萧鱼儿完成100次双修 任务成功 奖励圆点加1000000 轩辕见加一 任务失败 别让我看不起你好吧 夜仓 这系统是真欠揍 要不是看他出手大方 有爆发户的钳制 夜仓说什么都要碾碎他 让他知道什么是人间险恶 就在这时 系统又谈出一则新消息 本系统名为双修系统 助力于宿主广结姻缘 成就幸福家园 恭喜宿主通过本系统指定寻找功能 寻获到第一位神仙眷侣 善结缘 喜双修 请问您对您的第一位道理是否感到满意 夜仓想都没想 在下一栏里选择了满意 答案 虽然萧羽儿的资质比不上中州的天娇圣女 但他的人品却是没得说 心思纯净善良 讲义气 偶尔热血 跟他呆久了 心态也会跟着变年轻 为宿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是本系统的职责 感谢您的使用 方便给本系统献上一个五星好评吗 夜仓也是想也没想 在下一栏里果断选择一星差评 直接把系统干沉默了 难道宿主认为本系统的服务态度过于恶劣 不能接受 系统的服务态度如何 夜仓根本不在意 反正他的脸皮早已天下无敌 只要奖励丰厚到位了 他才懒得理会系统是否在骂他 唯一让他不能接受的 就是系统的指定道理功能 完全不可操控性 让他心有不安 幸好他第一个指定的是萧羽儿 夜仓能够接受 万一到时给他指定一个 重达400斤的卡比兽 又或者是老的掉牙的婆婆奶奶 那该如何是好 400斤哎 婆婆奶奶 有考虑过夜仓的感受吗 请问有吗 所以夜仓不敢赌 将方才的建议提交给系统 很快 系统那边立即做出回应 并给出他的答案 鉴于宿主提交的反馈建议 实属无稽之谈 本系统坚决不做出任何调整 指定道理功能正常使用 另外 请宿主相信本系统的眼光 以上提及之事绝对不会发生 任务一 请宿主前往天雁皇朝 会见玉玲珑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加1000 主 原点可在系统商城进行购买 商城物品会随着任务进展逐渐开放 现开放二级商城 适用于金丹及以下修饰使用 祝 本系列每次任务实现为百年 任务失败 宿主请保重 夜仓 看完以上消息 夜仓妈了 这系统竟然又给他指定一位新道理出来 是喜是忧 夜仓不知晓 非生仙界是他毕生的梦想 夜仓无论如何 都要为梦想再拼一次 这样做可能会很对不起萧鱼儿 但他们是修饰 除了爱情以外 也会有要追求的理想 彼此或许都能理解 他深呼吸 一口 平缓心情 旋即取出一枚脱胎换骨仙丹 鱼儿来 这给你 萧鱼儿文言一愣 看着夜仓手中金光阴晕的丹药 无比惊讶 夜仓 这是什么丹药 脱胎换骨仙丹 夜仓微微一笑 继续说道 据书中记载 吃了脱胎换骨仙丹 便能退去凡胎 立地成仙 萧鱼儿热情高涨 这么厉害 那我现在吃了它 不就可以立刻变成神仙了 她的想法很天真单纯 但事实并非如此 夜仓似笑非笑 在她额头上轻弹一下 道 怎么可能如此简单 书里面的内容 大部分都是骗人的 不过 吃了它之后 确实能让你再度发生蜕变 化去凡胎 脱胎换骨 令你拥有仙人资质 无论是修炼 感悟 娇取乱颤 但她又同时想到一个问题 这仙丹如此宝贵 给了我 那夜哥怎么办 那 我的在这 夜仓拿出另外一枚脱胎换骨仙丹 目光看向远方 神情缅怀道 我在这世上再无半个亲人 唯一与我有过一段仕途关系的女人 也已经不再往来 所以鱼儿 你就是我在这里唯一的亲人了 碰 暖玉入怀 响起微声 萧鱼儿平日呆萌 但对情感知识极为敏锐 她之前感觉没有错 夜仓能有今日的成就 陪伴着你 夜仓暖心一笑 手掌轻轻掠过她的后脑勺 白露也赶紧窜到夜仓肩膀 轻易地磨蹭她的面颊 生怕她将自己遗忘了似的 说道 还有我 还有我 白露也会一直追随在主人身边的 好好 有我一天在 就有你一天吃的 白露嘻嘻笑着 又被看穿心色了 时间一晃 来到了两年之约的今天 萧鱼儿要上天心宗挑战李天忆的消息 早已传遍整个黑水城 如今的萧家门庭弱势 大门口每天都挤满了打听热闹的群众 议论纷纷 大声喧哗 但他们的出发点 罕见的一致 都是来支持萧家 支持萧鱼儿 跟以往大不相同 毕竟今时不同往日了 自从李家被莫名强者灭族之后 黑水城变成了萧家一家独大 就连黑水城的城主 一主动站到萧家这边 各种关照 他们这些人尚且要看城主 脸色行事 如今哪里还敢轻易得罪萧家 当然是各种溜须拍马 赞扬夸奖不断了 一个贵族中年道 当初萧家丫头降生之时 我就知道萧家必然崛起 如今一见 果然如此 我也是这样觉得 萧鱼儿就是天才 就算浪费不少时间 停留在练气期又怎样 他还是能够一飞冲天 如今更是打上天心踪 要与李天意做个了断 谈到天心踪 众人的脸色当即变了变 心生畏惧 可惜原水解剥了近火 黑水城如今是萧家说了算 他们虽心中鄙夷 但也只能如此惺惺作态 阳奉宁为 其实他们心里 巴不得萧家立刻没落 毕竟谁都不愿意 看到别人的日子 过得比自己好 众人悠悠叹气 继续阴阳怪气 吹嘘萧家 门口的侍卫听不下去了 赶紧进去禀告萧正 萧正听吧 摆摆手 让那侍卫离开 正厅里 还坐着一位陌生的中年人 国字脸 容貌肃穆 名字叫文泰 曾是陈泰康身边最得力的将领 如今是新调任黑水城的城主 修为在金丹出气 说实话 文泰也很纳闷 明明自己对大洲忠心耿耿 有功无过 为何还会被调来这里 担任一个小小的黑水城城主 还让他一定一定要与萧家搞好关系 并暗中发展力量 暗中发展力量 他可以理解 毕竟周天暴毕 太子周明空登基 天心宗也好像萧生匿迹般 整整两年都未在大洲出现 皇室内部注定又会掀起一股反抗热潮 而他的作用 便是成为敌人无法估算的暗中力量 到时候一举定乾坤 可唯独与萧家走进关系 令他颇有些不解 萧家就一末留小家族 虽然出了个资质不错的丫头 但也就那样 为何能够令当今天子与大将军如此看重 着实令他费解 不过 既然这是陈太康的命令 那他遵守便是 为萧家处处开绿灯 各种好差事奉上 令萧家上下一片祥和隆重 蓬勃发展 萧帝是在担心令女吧 文太看出了萧正的烦忧 开口笑道 他与李天忆的事 我也略知一二 说实话 我觉得他太冲动了 年轻人争强好胜 在所难免 可那毕竟是天心宗啊 大周境内第一宗门 他们之间的两年之约 闹得人尽皆知 沸沸扬扬 天心宗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 肯定不会拒绝 如若萧鱼而输了 他尚有一线生机 若是他不小心赢了 天心宗岂会轻易善罢甘休 毕竟这关乎脸面 文太长须短叹 一副为萧家担惊受怕的样子 实际上 他内心深处 早已将萧鱼儿 当成一个死人了 进入天心宗后 无论胜败 他都注定难逃一死 那可是吃人不秃骨头的地方 年轻人还是低估了 大宗门的险恶 萧正听他说完 明显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文兄多虑了 弟弟并非在担心女儿的安全 什么 文太一脸愕然 心中生腾起一股无名怒火 这还是人 这是一位父亲能说出来的话 女儿入天心宗 生死未卜 他居然一点也不担心 这萧正若是他的麾下降临 文太断然会不顾感情 是要将他拉去杀头 这种人不配活着 萧正嗅觉灵敏 察觉到对方身上 传来丝丝危险气息 有些哭笑不得 深知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当即开口解释道 文兄莫要冲动 我不是无情无义之人 我的意思是 我不用担心小女的安全 因为她身边有高人保护 文太脸上依旧浮现一股怒意 冷声道 高人 有多高啊 有没有三 四层楼那么高 军人不愧就是军人 说话跟吃枪药似的 但他本性并非如此 心中正直 最讲究情义二字 萧正知道他气上心头 也不好再跟他解释什么 亲自泡上一杯好茶 送至文太面前 低声道 文兄莫要动怒 坐下来稍等几天即可 很快就会有消息传来 父亲都不急 他一个外人 又有什么好急的 当即也懒得多费口舌 拿起茶杯掀开盖子一看 瞬间傻眼了 偌大的茶杯里面 竟然只放了半片茶叶 文太脸颊抽了抽 正于动怒之时 呼得瞳孔一缩 鼻子往杯中靠近几分 使劲嗅着其中散发而来的芳香 不知为何 竟有种令他飘飘欲仙之感 他不再迟疑 将杯中好茶一饮而尽 令他全身舒坦 常年停滞在金丹初期的修为 在此刻竟有了一丝松动 文太震惊不已 小小半片茶叶 就有如此威能 小正呵呵一笑 面对文太的惊讶 习以为常 文兄 不瞒你说 其实我也不舍得此茶 是我女儿身边那位高人赠送于我的 数量不多 我平时也不舍得喝 每次也顶不放半片而已 让你见笑了 小正顿了一会 又神秘兮兮的小声道 我有一次 恰巧碰见那高人泡这种茶喝 你猜他一次放几片 文太一愣 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 略微思考一会 三片 我猜他就放三片 尝到悟到茶的滋味后 文太也知晓 此茶珍贵无比 也只敢猜测三片 对他而言 已经是很惊人的数量了 多了 他压根不敢猜 错 小正笑眯眯摇头 用手比划出一个取茶叶的动作道 他是这样抓一把 放进去的 什么 文太再也坐不住了 羞的一声从座椅上弹起来 失声呐喊道 这 这么多 小正对文太显露的表情相当满意 笑道 他给我的数量 也只够他泡一杯茶而已 他傻眼了 两眼瞪如同龄 一脸不敢置信 呼吸急促 急忙吞咽数口唾沫 掩盖心中此刻的慌乱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才能享受此等殊荣 或许只有传说中的仙人 才能有此气魄吧 文太总算知道 陈泰康为何让他多多关照肖家了 感情肖家背后 是有一位仙人撑腰啊 天心踪 位于大洲境内 灵气最为充裕之地 一眼望去 群山有灵 顶峰掩藏于云层之间 仙鹤展翅 好似有仙人出行 楼台宫却多不胜数 金碧辉煌 雕梁化洞 堪称人间仙境 正门之前 站立着一位郊躯玲珑的姑娘 头戴斗笠 折杏黄色长裙 脸庞清脆稚嫩 仙妖楚楚 往前行走间 如清风过境 潇洒灵动 颇有一种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狭肝一胆 站住 你是什么人 两名气势汹汹的看门弟子 强势拦下眼前之人 那女子青苔眼眸 星光雷动 与其淡然道 告诉李天忆 我萧鱼儿前来付两年之约 今日必取她性命 萧鱼儿 她就是萧鱼儿 孤身一人 果真赴约来了 天心宗看守大门的弟子 窃窃私语 眼中满是惊讶意外之色 在这两年间 他们谈论最多的 便是李天忆与萧鱼儿的两年之约 事情的发展经过 也被一些熟知具体情况的 吃瓜群众们透露出来 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 原来是天心宗宗主赵后 看中了李天忆 要将自己女儿许配给他 才导致李家上门退婚 不仅没有成功 还被迫主动销毁婚约 给自己留下一段 遭人诟病的笑话 甚至外面还有人传言 这是宗主赵后的主意 强势欺压小家族 当赵后得知此事的时候 整张脸都铁青了 他贵为一宗之主 他的脸面就代表天心宗的脸面 如今被众人如此诟病 天心宗作为第一大宗门的脸面 又该如何放置 整整两年过去 被一个从未出现过的强者 吓得归缩在天心宗内不敢冒头 已经够丢脸的了 现在又摊上这么一件蠢事 实在令他有够心烦的 如今李天忆与赵若水行了房市 成了道旅 生弥煮成熟饭 他是无论如何 都要站在李天忆这边 只求以后 这个女婿别再让他丢脸 在与李天忆主动商讨之后 赵后只对他下了一个命令 只许胜 不许败 并亲手杀死对方 天心宗的威严 不容任何人挑衅 两年之内遭遇到的所有耻辱 也将从这天开始 向外界全部讨回来 天心宗再一次 有了自己的底气 宗主有令 请萧鱼儿道友 前往比斗擂台 一个弟子匆匆来报 萧鱼儿闻言 没有丝毫退缩 跟随那弟子前往 当他刚行走一段路 迎面走来一位身穿华丽服饰的女子 雍容华贵 也没有刻意隐藏修为 竟是一位金丹七高手 那女子拦下萧鱼儿 居高临下地瞥了他一眼 忽得瞳孔一缩 对方的容颜竟是这般惊艳 令他心中升起极度 面露忧怨道 你就是萧鱼儿 黑水城来的黄毛丫头 你又是谁 萧鱼儿也不怯场 抬起美眸打量对方 对方穿搭华丽 浓装艳抹 明显是经过精心打扮 要来与他争美斗艳 只可惜 这位出为人妇的女子 刚一出场就吃了个闷亏 赵若水自容不俗 尤其在成为人妇后 一瓶一醋 自带一股韵味风情 用俗一点的话来说 就是骚气十足 而他主动与萧鱼儿攀比姿色 无疑是自讨苦吃 一来萧鱼儿今年仅有二十岁 正处于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二来他的心态永远健康乐观 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自然更显年轻 他虽然也不是厨子之身 但是他的道理叫叶苍 世间仅此一人 尤其他还吃下了脱胎换骨仙丹 兵姬玉骨 青春永驻 现今的容颜 比十八岁那会 这就是脱胎换骨仙丹的厉害 比祝颜丹高级太多了 赵若水暗暗吃了闷亏 不想轻易认输 尤其他还自以为很了解女人 误以为萧鱼儿前来赴约 必是想抢走他身边的男人 毕竟 谁让李天忆那么出色呢 百年一遇的天才 他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替李天忆挡下 所有想要勾引他的贱女人 哼 长得到有几分姿色 但心思却是误会不堪 想要通过约斗这种手段 引起我家天忆弟弟的注意 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们已经结成道理了 天忆弟弟是我的 谁也抢不走 萧鱼儿听了这番话 心中作呕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李天忆算个毛啊 跟他的叶哥哥比起来 连提鞋都不配 他今天来天心宗的目的 是要与李天忆做个了断 没工夫听一个恋爱脑在这里 无病身影 李夫人请自重 我是来杀李天忆的 不是来听你说有的没的 好狂妄的口气 如果你没有隐藏的修为的话 不过区区杰单出妻 如何配于我家天忆弟弟约战 赵若水笑个不停 花枝招展道 我看你定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想通过这种手段 塑造一场飞蛾扑火的 凄惨爱情故事 好引起天忆弟弟 对你转变观念 你的小心思 已经被我看穿了 趁早放弃 滚出天心宗嘛 神经病 萧鱼儿吐槽一句 转身欲走 但是赵若水却依依不饶 哥哥笑着追问 急了急了 被我说中了吧 像你们这种 来自底层的贱女人 别以为长了几分姿色 就能引诱天忆弟弟的注意 她是天才 注定只能属于我赵若水 你们不配 萧鱼儿嘴角抽动 将手中轻弦剑捏得嘎吱作响 如果可以 萧鱼儿现在就想一剑将其杀了 但她毕竟不是叶仓 还做不到一言不合 拔刀相向的果断 当即怒气冲冲 大声回应道 你别一口天忆弟弟长 一口天忆弟弟短行不行 听了令我作呕 这个世界上 又不是只有她一个男人 我的男人远胜她百倍 李天忆在我道理面前 就是一坨屎 一坨屎 你明白吗 她真的气疯了 连乌颜慧雨都说了出来 对面的赵若水 也是被她震住了 一言不发 全身僵硬 趁此机会 萧鱼儿快速离开 用余光快速撇向四周 没看见叶仓的身影 顿时松了一口气 她可不想 被叶仓听到她骂人时的尴尬场面 会有损自己 在她心目中的形象 提不到 奇怪 她说先进去见个人 怎么还不回来 过了好一会 呆愣在原地的赵若水 这才反应过来 顿时袖眉一皱 目光中展露出一道杀意 这个无法无天的野丫头 竟敢当着她的面 骂她的天意弟弟是一坨 是一坨 可恶 说不出来 死丫头 有几分姿色 就敢如此目中无人 今日我必不能让你活着离开天心宗 我倒要看看 你家的男人有什么本事 能把你安然带离天心宗 让我跟你姓都行 比斗擂台 是一个巨大的方形场地 成千上万弟子落作于四周 将擂台全面包围起来 放眼望去 这群白衣弟子 坐姿端正 面目严肃 男的气度非凡 女的仙气飘飘 畏为壮观 天心宗不愧为大洲第一大宗门 能选入天心宗成为弟子 无意不是资质过人 在擂台的正面的高台上 则落作着宗门内的长老高层 散发出来的修为波动极为吓人 全在原音之上 共有十几人 这群原音老怪 是天心宗的顶梁柱 只要他们不倒 就无人能撼动天心宗的地位 尤其端坐在最中间的宗主赵浩 不过八百年寿源 号称天心宗有史以来最强天才 身怀特异灵体 战力强横 修为在通玄期出气 而李天逸 便是他看中的下一任接班人 在修炼意图上 年轻一辈 无人能出其左右 就算是身怀灵体的天才也不行 他的修炼速度 令人叹为观止 是赵浩活了那么多年以来 见到过最变态 他也不会落下 堪称妖念 尽管李天逸只是一句杂体 但他道徒气韵无人可比 赵浩相信 终有一天 他会率领天心宗走出大洲 面向更广阔的世界 这时 一个弟子前来禀报 神色恭敬 宗主 萧宇儿到了 赵浩宇一众原音老怪闻言 眼中闪过一抹异样之色 快速看向擂台中央 一个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 就站在上面 有老怪惊奇道 杰丹初七 不是说 这丫头十八岁还在练七七吗 怎么两年不见 他就踏入结单了 这等天赋 也是极为少见啊 又有一个老怪捋着胡子 双眼微眯道 老李说的对 只可惜 这里距离有点远 看不清他的根骨 但我关他 总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这个原因老怪 在天心宗负责挑选弟子 倒也有些本事 居然能感觉出 萧宇儿的根骨与众不同 不过 其余老怪们 就没那么好脾气了 一个个板着脸孔冷声道 小地方来得野丫头而已 能有什么 真本是 不过运气好点罢了 岂能与天意相提并论 就是 一个老玉野搭枪 黑黑笑着 衙门只剩两三颗老牙挂在上面 道 小小年纪便丢了原因 如此淫荡成性的黄毛丫头 又能在修炼意图上走多远 什么 老怪们文言大吃一惊 这个发现实在太意外了 老太婆说话要讲证据 你怎么能如此肯定 有老怪质问 老玉呵呵一笑 神情低贱道 老神静寅阴阳之道一千五百多年 也算有点精通 这女娲体内阴气极盛 比之寻常女子还要严重十倍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她必是阴年阴月阴日阴时 出生的天阴灵体 此话当真 听到天阴灵体四个字 老怪们顿感 呼吸急促起来 就连宗主赵浩 也在此刻变了变脸色 面露几分贪欲 像他们这种等级的老怪物 岂会不知道 天阴灵体代表着何种意思 那可是绝佳的修炼顶炉之一 是每个男修都渴望的存在 天心宗自诩正道 但也不会刻意禁止财补之术 好比眼前老玉 不管男弟子们愿不愿意 天心宗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一个原音修士带来的作用 远胜那些空有一具皮囊的英俊弟子 只好苦一苦他们 事后发点补偿 也就过去了 老太婆 你说他丢了原因是真是假 可莫要骗俺 一个老怪喘着粗气问道 显得异常激动 就连赵浩也悄悄竖着耳朵倾听 如果那丫头上保留有完毕之身 那他断然要改变主意 绝不让李天忆将其杀死 嘿嘿 第一口肉 你们就别想了 汤倒是能喝一喝 老太婆笑得极为淫荡 继续道 完毕之身的天阴灵体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必然是极致阴寒之阴气 见不得半点阳气 可如今那女娃显露出来的气息 却能从其中感应到一股阳气 这便是他失身的证据 当然 你们钻研的道与我不一样 对阴阳之气的感应 没有我这般灵敏 你们看不出来也是正常的 也不知道这个傻丫头 便宜了哪个男人 就这么早早地把自己交出去了 真是愚笨 节俭 匆匆赶来的赵若水 也听到了老怪物们的谈话 顿感心中好笑 愈发看不起萧云 小地方来的黄毛丫头就是蠢 恐有一身令人极度的美貌 又如何 被人骗了都不知道 还傻乎乎的一个人上天心中挑战天一弟弟 有本事把你男人喊出来 让我瞧瞧 你刚才那股神气的惊到哪去了 口口声声说 却让你独自一人前来赴约 这样的男人还当快保护着 也只有笨丫头才做得出来 这样也好 从此世间上 便又少了一个痴情的女子 到地狱里后悔去吧 而我却能与天一弟弟比意齐飞 嘿嘿 赵若水小声咒骂着 眼中得意之色更甚了 而且他还良心发现 默许萧云而死在李天一手中 要不然 等待他的将是更为惨无人道的对待 生不如死 与此同时 擂台的另一头 上来个男子 他所穿的衣袍 跟普通弟子的白袍不同 而是最为耀眼的金色锦袍 代表着他是宗主赵浩的清传弟子 李天一现身 意气风发 一身修为 激荡飘摇 经过两年蜕变之后 他变得更强了 尤其在天心宗禁地秘密修炼两年 在略懂阴阳之道的赵若水帮助下 修为已经达到了结丹大圆满 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实在令人畏惧 萧鱼儿 你果真来了 让我等得好苦啊 李天一冷眼看着萧鱼儿 如果不是因为他 李家也不会就此莫名灭族 是他 一切都是因为他 李天一两眼发红 展露几分癫狂 你回答我 是不是那个叫叶仓的 屠灭我李家全族 叶哥说的没错 如果不把你趁早除掉 你一定会去找萧家的麻烦 成为萧家的危险 萧鱼儿冷冷说道 清玄剑出鞘 气势汹涌 如今的李天一 令他感到相当陌生 脸色阴沉 目光透着很辣 全然被仇恨蒙蔽双眼 疯疯癫癫的 萧鱼儿一直以来的梦想 他断然不允许 有此等潜在威胁存在 因此 李天一今日必须要除掉 哼 叶哥 叫得这么亲密 真是令我感到恶心 李天一不懈地冷笑一声 随即一张脸 变得争鸣可怖 枪的一声 也抽出了赵昊赠予他的长剑 竟是极平法器 威力远远超越 萧鱼儿手中的灵剑 法宝现身的刹那 狂风无端骤起 凝聚在李天一身边 他发丝飘舞 眼光极为恶毒 整个人看上去 宛若杀人魔头 令周围的弟子顿感呼吸一致 脸色发白 由内而外生出一股恐惧 这就是李天一的真正实力吗 好可怕 有弟子感慨 这也太夸张了吧 修炼速度快就算了 为何连术法之道 也有如此高的造诣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了 有弟子极度 李师兄好帅 如果他是我道理 该有多好 有女弟子发骚 别吃心妄想了 像李师兄这样的绝顶天才 只有赵师姐才配得上他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弟子们议论纷纷 注意力却一直放置在擂台之上 李天一仗着修为与法宝 接在萧鱼儿之上 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萧鱼儿 如果你此刻告诉我 叶苍在哪 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 否则 我会用我手中这柄风铃剑 一件一件割破你那张脸 让你活活流泻痛死 你废话真多 我才不会出卖叶哥 另外 谁生谁死还不一定呢 吃我一招 太虚形欲 凤凰 显形 萧鱼儿不想与李天一浪费口舌 也没什么好说的 出手便是他最强一招 来自凤凰篇章第一式 修炼至圆满后 大开大河 威力极为恐怖 金丹修士都要避其锋芒 孽 好似怪鸟鸣叫 震得周围弟子耳膜发疼 周围温度急剧攀升 浓郁的火属性气息 充斥着整个擂台 一道赤色禽鸟展翼空中 翱翔飞舞 浑身沐浴着炽热火焰 直冲李天一而去 赤色禽鸟飞行之处 空间扭曲 呈现出一幅极其诡异的画面 就好像这禽鸟 能够穿透虚空而行 威能莫测 在场众人 不管是在座的弟子 亦或是高高在上的原鹰老怪们 他们的脸色 全都在此刻发生巨变 满是得意的笑容瞬间消失 转变而来的是 无边的恐惧 因为 他们竟从那禽鸟身上 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这 这怎么可能啊 这是术法还是神通 亦或是更恐怖的倒数 老怪们惊讶无比 看着飞行而过的禽鸟 眼中的贪欲之色 愈发浓郁 这女娃子才二十岁 全身都是宝啊 要是能得到她 不管是天鹰灵体 还是她施展的这种倒数 全都归自己所有 就问如此重宝 谁能忍受得住啊 在这一刻 天心宗的顶梁柱们 变得比魔鬼还要贪婪 他们呼吸急促 目光炙热 完全忘了 有一个人还处在危险之中 那就是李天一 面对重宝的诱惑 面露狂喜 完全没反应过来 有人要遭殃 见那神鸟扑面而来 李天一顿感 周身弥漫恐怖威压 竟然令其难以动弹 完全被神鸟气势所震慑 第一次有种死亡濒临的感觉 一双疯疯癫癫的瞳孔 在这一刻 恢复几分清醒 她现在脑海中 只有一个疑问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术法 为何能令她如此心悸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随之而来的 便是极度的不甘心 凭什么这个十八岁 还在练七七的家伙 能掌握如此高深凌厉的术法 凭什么她能够威胁到 天心宗宗主清传弟子的生命安全 李天一不服 她要证明自己绝不平凡 萧元我告诉你 你才是挑战者呀 她发疯 她大吼 她不满 风铃剑在她手中快速飞舞 只留下数道残影 凌厉的巨风扫向四周 掀起一片肃杀之意 擎天巨剑在她手中凝聚而成 这便是天心剑法的最强杀招 与当初武林大长老挑战叶仓 如出一辙 两者相比 李天一施展擎天巨剑的威力 断然是比不上武林长老 但是李天一造诣惊人 往里面融合了自己的奇思妙想 并且还真被她融合成功了 将擎天巨剑化成了自己专有特色 擎天一线 飓风雷动 视为擎风斩 那巨剑威势不弱 是要与那凤凰一较高下 这是一介凡人 向传说中的神兽 发起的又一次挑战 灭 轰隆隆 擎鸟丝鸣 风炎闪烁 似有几分轻蔑 两者碰撞间 巨剑一触击溃 瞬间支离破碎 萧鱼儿美眸冰冷 没有丝毫留情 眼睁睁看着李天一被凤凰吞噬 化成一句交叹 连一声惨叫都没喊出来 一命呜呼 弱大的擂台 在眨眼之间便毁灭静半 足以可见 那凤凰的威力 有多么惊人了 太虚见点 被誉为九州第一见到盛点 可不是浪得虚名 他的每一招每一式修炼难度极大 但是带来的回报 是毁天灭地般的超强手段 不搞花里胡哨的华丽剑招 一招就能致人死地 一招破万法 天一地点 高台上惊起一声悲悯呼喊 赵若水伤心欲绝 泪流成河 哭喊着向泪台飞去 与此同时 老怪们也猛然惊醒 恢复了一丝理智 他们刚才心系萧鱼儿 以及他身上的重宝 竟忽视了李天一的安全 哎呀 赵浩沉着脸 将身下座椅一掌拍碎 重宝虽好 但李天一是他花心思培养起来的接班人 如今却被萧鱼儿一招消灭了 令他心痛不已 突然 赵浩猛地看向泪台 力声道 大胆萧鱼儿 竟敢在我天心中内行杀伐之事 残杀我清传弟子 要为此付出代价 夹杂凌厉的发言 犹如雷公下凡 惊得众人如梦初醒 赵浩身边的老怪物们 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各显神通 李天一只死已成定局 那么萧鱼儿就必须留下来 逼迫他交出刚刚施展的高身术法 而这些老怪物们都是人精 都想第一时间得到他身上的重宝 为此免不了一番争抢 老太婆你来掺和什么 你修炼的是阴阳之道 天鹰灵体可对你不起作用 一个老者率先发言 试图减少竞争对手 嘿嘿 老玉瑟迷迷笑了两声道 此言诧异 这女娃子哪一件女流 当然由我来搜她的身比较合适 难不成 你一个老头子也下得了手 不觉得羞耻吗 那老者被他对得面红耳赤 但那凤凰术法高深玄妙 他就算豁出去 也要第一时间得到手 哼 他杀了李天一 便是我天心中的罪人 对待一个罪人 岂能用女男之别来衡量 老者脸色战红 对着赵浩恭敬一问 宗主 把这罪人交于我 由我来对他施以言诚 不行 承治罪人是我们执法堂的事 应该交给我 放屁 你们都死一边去 让我来 不 让我来 老怪物们瞬间吵成一团 争得面红耳赤 周围弟子瞬间看清了 这些人的真面目 顿时心中鄙夷 什么修为高深的原因前辈 不过是一群为了满足 自己私欲的野狗 宗主赵浩勃然大怒 吼道 吵什么吵 身为宗门长老 如此作态成和体统 消于而知罪 自有本宗主责罚 你们现在该干嘛干嘛去 都给我滚 赵浩发话了 纵使他们心有不甘 也不得不听 论修为 他们比不过赵浩 论战利 他们加起来 也不一定是对手 还能怎么办 只能将那份悲愤 咽回肚子去 就在这时 不知何处乎的爆发 一阵轰隆巨响 震得半个天心宗 跟着晃了晃 怎么回事 是地震了吗 别慌 别慌 宗主长老他们还在这呢 没事的 老怪物们没有理会 弟子们的慌乱 而是抬头遥望发生之地 竟是天心宗的禁地之内 也就是太上长老闭关所在 难道是女娃子的 宗皇妙法过于厉害 连太上长老都坐不住 要出关了 我看极有可能 嘿嘿 反正也不关我的事 老怪物们迫于赵浩的压力 不得不放弃竞争萧鱼 那么现在太上长老出关 不爽的就只有赵浩了 赵浩脸色阴沉 双眼微眯 随后缓缓摇头 如若太上长老要来横插一脚 他也只能就此作罢 在绝对实力面前 一切反抗都是徒劳 咚咚 有人踏空而来 每行走一步 都仿佛踩在众人心房上 令他们的心脏 也跟着停止跳动了一下 可怕至极 老怪物们神情严肃 不敢无礼 在宗主赵浩的带领下 对着虚空而来之人 摇摇一拜道 恭迎太上长老出关 众人话音刚落 却见前方虚空飞来一物 砰的一声 重重砸落在擂台中央 也即是一众老怪物面前 扬起一片尘土 待飞扬的尘土散去 显露出飞来之物的真身 老怪物的视线 不由自主落在其上面 呼得脸色大变 瞳孔一阵 呼吸一致 仿佛看到了 令他们极为恐怖的东西 那竟是一个死人 一头白发披散 道袍破碎 身体军裂 整个人体像是 被人拍碎了一般 浑身渗透着烟红鲜血 惨不忍睹 宗主赵浩 仔细看了看死人 顿感有些面熟 待看清之后 整个人一哆嗦 往后大退一步 惊恐喊道 太上长老 他是太上长老 他死了 什么 赵浩你可看清了 莫要瞎说 有老怪呵斥 太上长老是 天心宗最后的底牌 他要是倒了 那天心宗威仪 其余老怪物们 神色大变 似乎不太相信 赵浩所说的话 跟着凑上前去仔细一看 随后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下得赶紧往后退了几步 这 怎么可能 太上长老真的死了 是谁 是谁杀了他 又是谁将他抛弃在这里 回答他们的 又是一道踩踏虚空的威势 落在众人耳中 端是恐怖的下人 他们迅速抬头看向半空 那里有人影显露 竟是一个气宇喧昂的男子 眼眸深邃乌黑 很有光泽 身上气息全无 宛若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 但众人心知肚明 凡人如何能做到凌空而立 那必然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 叶苍居高临下俯视他们 如同圣人俯视蝼蚁 他应该是你们天心宗最强之人吧 是我杀了他 也是我 将其丢置到你们面前 如何 不服 赵浩神色大害 全然不敢直视叶苍 慌忙双膝跪地 惶恐道 小人赵浩 是本宗之主 敢问前辈 为何残害本宗门长老 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 得罪了前辈 其余老怪 与数千名弟子 皆不敢站着 战战兢兢下跪 叶苍不紧不慢 落到擂台边缘 步履轻盈 有两个理由 第一 我收了他人重宝 所以要来此消灭天心宗 叶苍的语气很平淡 落在众人耳中 却仿佛红中大履 双腿好像陷入泥浆之中 赵浩从未有过 如此巨大的压力 他在大洲境内 纵横数百年 第一次诞生 这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但他并不想就此放弃 勉强抬头道 前辈 天心宗内也有重宝 如若前辈 愿意饶我等一命 我会立刻将重宝奉上 叶苍文言 没有作答 继续开口说道 第二 你们不该对我的道吕 产生寄予之心 这让我很不开心 道 道吕 老怪物们瞬间猛了 他们哪敢对叶苍的道吕 产生寄予之心啊 这不是无端冤枉他们吗 但是 下一刻 他们集体震惊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尤其是赵若水 更是一脸铁青 全身颤抖不止 因为他听见萧鱼儿 对那个无上强者开口了 语气极为亲密 更恐怖的是 那个风度翩翩的无上强者 居然笑着回应了 叶哥 你怎么现在才来 他们一个个围上来 把我腿都吓软了 你快过来扶我一把 好好 这就来 干得不错 杀死李天忆的那一招很漂亮 不枉我每天耐心教导你 咔嚓 咔嚓 老怪物们当场实话 并碎了一地 灵魂也跟着振战 此刻 他们的脑海中 共同浮现起一个夸张的画面 眼前这个只有二十岁的女娃子 竟然 竟然是她的道吕 这是什么世道啊 这叶苍看似年轻 修为却深不可测 就连太上长老 也隐名于他手中 不用多说 定是一个真正的老怪物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 不知几千岁的老怪物 天心中的老怪物们被雷得不轻 尤其赵若水更是浑身颤抖 心中彷徨 想起萧鱼儿之前说过的话 他现在才恍然大悟 跟着便是一脸吓傻的模样 痴痴呆呆 低声呢喃 他杀了天义弟弟 他杀了太上长老 他是他的道吕 他是 他的道吕 是这样 妈 赵若水此刻脑子里很是混乱 连最基本的逻辑都分不清楚了 他傻愣愣地抬起头 一脸呆滞望着两人 也不知道 此刻心中在想些什么 亦或者还在分析他们的关系 叶苍将萧鱼儿扶到一旁 护得神思一动 由老怪物想成他松懈的机会 将自身猿鹰盾入虚空 进行短暂逃逸 在太虚圣体面前 玩虚空之术 好比在大人面前 玩小孩子的把戏 叶苍都不屑于动用太虚圣体 一念一动 自身修为威压 犹如整个大海般的重量倾限下 将欲要逃逸的数个老怪 挤压成血物 连猿鹰也未能幸免 扑扑扑 滚烫的鲜血 如同飘荡的细雨 尽情飘落在赵若水脸上 使得他看上去极为凄惨争鸣 但他只是轻微笑了笑 热切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叶苍身上 好像心有不甘 却又无可无奈 天心宗十几个老怪物 眨眼间便只剩下七七八八 赵浩再一次感到绝望 高声呼喊 前辈饶命 是我等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您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 天心宗往后定以您马首是瞻 前辈饶命 饶命啊 是我等有眼无珠冒犯了您 我等愿挖去双眼 只求饶命 叶苍无动于衷 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拿了周明空的千年龙珠 便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更何况 这些人一副高高在上 对萧鱼儿平头论足的行为 令他很是不喜 还有那一身贪得无厌的际鱼 足以宣判他们的死刑 当即大手一挥 将剩余的老怪物们 全部轰飞出去 让他们一个个 在半空中绽放凋零 血雨激荡 宗主赵浩 是为天心宗的天才 备受弟子们敬仰 但在别的天才面前 也不过是极为普通的一个修士 想尽一切办法 都无能为力 未能拯救天心宗 你笑什么 叶苍视线一转 看向守候在礁尸旁边的女子 赵若水盯着叶苍 痴痴笑着 像是吓傻了 不俗的面容沾染了烟红血迹 甚是扭曲诡异 他缓缓从地面上站起来 顺手拿起地上一柄残剑 那是 他父亲赵浩赠予李天逸的风铃剑 被凤凰击碎后 只剩下半截 赵若水将其紧紧捏在手里 夺不向叶苍走去 萧若而见状 心头一紧 连忙出声提醒 叶哥 小心 叶苍对他摆手 示意他不必担心 他从赵若水的眼中 看不到半点杀意 更多的 反而是不甘心的忧怨 也不知道 他在忧怨什么 赵若水捏着半截残剑 锋利的剑刃割破了他的掌心 鲜血如注 他好像感知不到痛绝 任由血水滴落到擂台上 突然 他开口了 你叫什么名字 叶苍文言有些错愕 轻微皱眉 想象不到 他是何用意 不过 对方只有区区金丹修为 叶苍也没必要 为此感到惊诧 直言不会道 叶苍 适何修为 大成七 如何 想替宗门报仇血恨 听到大成七三个字 赵若水眼眸中的泪水 夺眶而出 苦中作乐 似有几分悲凉 对于叶苍的修为 化神 炼须 合体 他都想象过了 唯独最后的大成七 他没敢往上面靠 因为那实在是太吓人了 传说中的大成仙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平级之地 又怎么会看上一个 修为低微的黄毛丫头 还与之结成道理 就算萧苑的姿色再美 姿质再好 值得一个大成七修士 为他如此保驾护航 他 真的想不明白 回想起自己在萧苑面前的所作所为 越发觉得自己才是小丑 如果有这么一位大成仙人 愿意与自己结为道理 他做梦都会笑醒 哪怕早早献出自己 又有何不可 似有些不死心 赵若水咬牙问道 他真是你的道理 如假包换 叶苍摇摇头 有些搞不懂这个女人 赵若水听罢 缓缓呼出一口气 他这一次是真的输了 而且输得很彻底 连一丝浪花都翻不起来 原来萧苑说的都是真的 他的男人远胜李天一千倍万倍 他的天一弟弟在叶苍面前 真的连一坨粪便都不如 枉他以为自己 寻获了一个天才道理 从此便能高枕无忧 两人每天朝夕相处 是任何人都羡慕的神仙眷侣 可惜 这不过是他的痴心妄想罢了 如今父亲与李天一 皆生死盗销 天心宗亦不能幸免于难 赵若水再无眷恋之意 当着叶苍的面 将手中半截残剑 猛地扎入自己心脏 一举贯穿 竟待死亡来临 叶苍挑了挑眉头 真的看不懂他的行为 不过 既然死了 叶苍也就没再对他动手 转身面向天心宗上万名弟子 吓得他们三魂丢了七魄 纷纷开口求饶上仙饶命 叶苍想了想 散去他们身上的威压 吏声道 今日 天心宗就此在大洲境内除名 而等不得再用天心宗之名行事 如果想要替宗门报仇 欢迎你们随时来找我叶苍 都走吧 多谢上仙饶命 上仙千古 上仙千古 众弟子大喜 对叶苍败了又败 什么宗门同心齐力断金 早已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 树倒狐孙散 迅速逃离天心宗 鱼儿 怎么了 叶苍突然问道 萧鱼儿不知什么时候 来到赵若水面前 替他把双眼盖上 叶苍看不懂赵若水的行为 但萧鱼儿大致能明白 不过是女人的妒忌心在作祟罢了 做完这一切后 她微笑着站起来答道 没什么 她睁着眼怪吓人的 我帮她合上 这样她也好受险 叶苍会心一笑 走吧 我带你去见识千年宗门的底蕴 天心宗藏宝阁 外形是一座小塔 共五层 约有百米高 塔身呈现黄铜色 华丽美观 入口是一扇珠漆大门 鲜艳出彩 萧鱼儿站在塔下 举头遥望 翘脸上满是惊讶的神情 因为这座小塔 给她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仿佛它不是一般的建筑 就很奇异 叶苍看穿了她的疑惑 微微笑道 看出来了吗 这小塔不是用砖石堆砌而成的建筑 它其实是一件法宝 啊 这是法宝 萧鱼儿更加惊讶了 她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种形状的法宝 感觉相当新奇 当下两眼熠熠生光 等待叶苍进行解释 就跟听她讲故事一样 叶苍也没有掉她的胃口 开口解释 在九州大陆上 修士们将使用的兵器分成四类 灵器 法器 道器 仙器 而法宝便是法器中的一种 由于功能性的需要不同 除了打斗用的兵器以外 也会有小塔 非洲 储物袋等道具现实 以供需要 哦 原来如此 叶苍抬眸扫了一眼小塔 其上有强大阵法覆盖 也极是一种静置 如若没有携带天心中性物 强行闯入的话 此静置便会爆发恐怖杀伤力 摧毁一切 现在叶苍要做的 就是将小塔之上的静置破除 幸好他对阵法颇有研究 仔细观摩一阵后 发现还是暴力破除效果更快 旋即两眼一眯 圣体本我一向显化 一掌将那静置破灭 将一力破万法的妙用 展现得淋漓静置 萧苍儿目瞪口呆 心中暗暗发誓 一定要努力修炼 要不然 他这辈子都不一定赶得上叶苍 因为他真的太变态了 静置破除后 叶苍领着萧苍儿 顺利进入第一层 往往在这种时候 小白鹿是最活跃的 一下子跳到叶苍肩膀上 灵鼻嗅动 眼神里满是藏不住的喜悦 他最爱灵根了 哇 我闻到了好多香喷喷的树根 这些都可以吃吗 在龙鹰鼓修炼两年 从焚天门带回来的百年灵根 早被白鹿全部吃光了 逼不得已 他才会自己到外面找吃的 去吧 想吃多少都行 叶苍又不是吃龙 再好的灵根也对他无用 当即大手一挥 示意白鹿可以吃个痛快 小白鹿欢呼一声 伸出爪子 擦拭着从嘴角流出来的口水 随后捧起最前面的一根灵根 大口咀嚼 幸福到呵呵傻笑 铜塔第一层 竟是一些灵药材料 对叶苍无用 继续往上 铜塔二层则是兵器一类 最高级的只有极品法器 很低端 叶苍完全看不上眼 反倒是萧鱼儿看中了一柄极品宝剑 毫不迟疑 换下了手中的清玄剑 他体内足足有三枚结丹 灵力充沛 轻松驾驭极品法器 完全不是问题 三层则是各种各样的丹药 叶苍甚至看到了树枚原因丹 可以有效提高精丹修饰 突破原因的概率 清宗不愧是大宗门 底蕴好深 这么多的丹药 足够消加发展好几千年了 叶苍笑道 这有什么的 我还见过更恐怖的呢 某些更大的宗门里 六品 七品的丹药堆积成山 八品 九品的也不在少数 总体价值不是这里能够比拟的 萧鱼儿哑然 他见识还是少了 第四层 终于出现叶苍有用的东西了 居然是一块超级巨大的圆巾 足有半人高 重约一百斤 里面蕴含丰富的神源属性 是各种特异体质 最喜爱的吞噬之物 叶苍两大圣体 虽已经大成 但是距离最后的圆满 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成长 当人不让 将里面的神源 一一吞噬干净 其余之物 也是较为珍贵稀有 比如锻造法宝的矿石 具有特殊作用的泉水等等 叶苍不需要 留给萧鱼儿使用足矣 还有就是术法神通 金法之类 也是毫无作用 最后两人来到第五层 叶苍心中满怀期待 希望也能出现 对他有用之物 此楼层处于塔顶 占据的空间较为狭小 仅有数件奇物漂浮在空中 其中便有天心宗的 天心经 与天心剑法 原本 记录着第一代宗主 开创时的心得 能有效提高 学习者的领悟天赋 弥足珍贵 李天意便是有幸参悟了原本 才能将自己的奇妙思想 融入天心剑法之中 使其威力变得更强 接着是一本残缺文本 由特制的兽皮制成 叶苍看得出来 这是一门残缺的道经 赵浩等人参悟不透 故无法修炼 随后是一柄断掉的暗红残刀 杀意弥漫 蕴寒道运 非天煞孤星者不可触碰 竟是一剑道气 同样也不适合他俩 最后一剑 终于引起了叶苍的兴趣 那是一块半米高的石碑 看不出他到底断了几节 不过叶苍却从石碑之中 感应到了一丝极为玄妙的气息 就跟他与萧鱼儿双修时 诞生的鸿蒙仙气一模一样 叶苍大胆推测 这块石碑定然与仙界有关 这可是重大发现 要知道 仙界在很久以前 便已经出现了大变故 九州上修炼到大成器的修士们 再也无法像之前那样 渡过成仙节的道 飞升进入仙界 叶苍步入大成器后 也不信邪 足足渡过了一百次成仙节都失败后 才不得不接受 这就是事实 不过 叶苍是不会放弃的 仙界他一定要去 萧鱼儿问道 这一次 叶苍没有跟萧鱼儿说实话 随便找了个说法糊弄过去 毕竟他的修为过于低微 知道越多 想法越多 不利于修行 等他修炼到后期再告诉他 也不迟 叶苍收好石碑 随后来到铜塔外集合 萧鱼儿预言又指道 塔内这么多好东西 怎么搬回去啊 叶苍笑道 取你一滴血出来 我助你将其练化 哎 萧鱼儿一愣 玄机按照叶苍的意思行事 不须片刻 他便成为铜塔的主人 可以随意控制铜塔大小 随意进出 这可把他激动坏了 爷 我直接把他变小 就能带回去了 对啊 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呢 叶苍笑道 这铜塔里面的东西 对我无用 你可以随意支配 足够你一路修炼到原因期了 才到原因期吗 当然 别忘了 你到时候 可是要画三枚原因 所需资源 肯定是要翻倍的 好吧 萧鱼儿嘀咕一声 玄机低下琴手 表情羞涩道 回到萧家后 你想轻轻 爱爱 修修都行 奖励你 一个月后 萧家 萧鱼儿归房 玄女炉内 哎呀 叶哥哥 叶哥哥 慢点 你慢点 别扯我头发了 有点疼 芬芳富裕的归房内 极为安静 一座精美无瑕的白玉神炉 很自然地悬空而立 炉内热火朝天 引得周围灵气急剧震荡 形成一道白气漩涡 源源不断往玄女炉内涌入 气势磅礴 十分惊人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犹如长龙入海的灵气漩涡 才停滞下来 房间内又恢复了以往的面貌 安静祥和 又过了一会 萧鱼儿凉脸粉扑扑 率先从玄女炉内钻出来 吃了脱胎换骨仙丹后 她变得更加精致动人 约莫十五 六岁的妙龄 青春长存 年轻永住 一张俏丽稚嫩的面容 胜似宫雀仙子 朝气蓬勃 富有灵欲 她还是喜欢留着一头长长的双马尾 用黄色继带扎紧 玉脸不湿粉带 绿色自然无添加 身上的裙装稍有些凌乱 却丝毫不影响 她那玲珑娇躯 鲜瘦得体 不含一丝坠肉 修为有所精进 已然来到结丹中期接近后期 估计再有一次双修 她就能直接步入结丹圆满 稍加精炼 就能冲击精丹了 如此恐怖的修炼速度 令人望尘莫及 就算是身负强大道运的李天逸 在修行上如鱼得水 没有瓶颈 也远远不能赶上 他俩的双修进步 小鱼儿刚一露头 叶苍紧随其后 这是他们第二次合体双修了 距离第一次 已经过去大半年光景 叶苍现身 脸上容光焕发 显得精神抖擞 神采飞扬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一次双修 只给他带来一道鸿蒙仙气 距离叶苍化仙之日 遥遥无期 小鱼儿低着头 心中愧疚 叶哥 对不起 是我没用 没能帮到你 果真被叶苍说中了 他们第一次双修 是在他原因上在的加持下 才成功修炼出五道鸿蒙仙气 如今失去第一次的加持后 就只能修炼出一道仙气而已 叶苍文言 眼中的恋爱之一更甚了 将玄女卢收入体内 随后将小鱼儿拥入怀里笑道 鱼儿 你不用悲观 要换一个思路来想 要是没有你 我连一道仙气都掌握不了 是你给我带来的希望才对 你也不用着急 等你修炼这原因后 估计就能一次两道了 嗯 有道理 叶哥你的想法真奇特 我要跟你多多学习才行 萧苍儿嬉嬉一笑 心情好了不少 叶苍眼睛滴溜溜一转 笑道 当然要好好学 就比如 我今天教你 房中十八诗 里面的第二诗 后来居上 策马奔腾 你掌握了没有 啊 这 萧苍儿顿时露出一张苦瓜脸 脸红得不行 你小声点 担心被人发现秘密似的 一双闪亮的眼眸 往门外瞄了瞄 发现 没有多余的动静后 这才对着叶苍的耳畔吐气道 知道了 知道了 已经在学了 你就不要催了 叶苍被他逗得不行 强忍住笑意 尽力维持高人风范 不料 萧苑儿跟着又嘟囔了一句 叶哥 你这个坏蛋 不让我拆解双马尾 就是为了在这一刻用上 对不对 呃 居然被他看穿了 叶苍顿时老脸一红 支支吾吾片刻后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知该如何回答 双马尾能加公诉这种事情 一般不为外人道也 尤其他还是堂堂大成仙人 更要保留住自己的风度 当即狡辩道 当然不是 鱼儿你还没发现吗 你留双马尾的样子太迷人了 连我一不能自拔 可是 好了好了 该睡觉了 有话明天再说 萧苍儿眉头一皱 还想再问 叶苍却不给他机会 拦腰将其抱起 一起睡到大床上 大背同眠 同床共枕 萧苍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笑意 亲密搂着叶苍 就此作罢 他如今是叶苍的道旅 睡在一起 自然是理所当然 莫说是萧苍儿了 就连萧家上上下下 都在支持叶苍 要知道 叶苍可是大成修士 能令他光临萧家 实属蓬毙生辉啊 他们修炼了半辈子 连原因修士都不多见 却能见到传说中的大成仙人 此份殊荣 足够载入萧家族谱了 更别说 现在还攀上了一层道旅关系 全程欢欢喜喜庆祝上九天九夜 叶苍假妹片刻 发现萧苍儿熟睡之后 便再无睡意 看着系统发布的第二个道旅任务 正正出神 任务一 请宿主前往天雁皇朝 会见玉玲珑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 加1000 任务失败 宿主请保重 这个任务和当初会见萧苍儿 可以说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 便是本次所见之人 名叫玉玲珑 他有什么身份 什么背景 什么性格 叶苍全然不知 本次任务的实现 也是同为100年 如若叶苍在100年内 没有前往天雁皇朝 与对方会见 那么就会宣告 任务失败 系统将会离开叶苍 另寻民主 玉玲珑 玉玲珑 叶苍口中喃喃自语 思考着之后 该如何行事 如今摆在他面前的 一共有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替白鹿寻一枚化形果 但是想要寻得化形果 就必须回到中洲 让那位他单方面认为的 好哥们 推算出化形果的具体下落 否则太难寻了 白鹿之势 没有时间期限 不着急 可以徐徐徒之 那么便只剩下第二件事情了 去天雁皇朝 见那个玉玲珑 见面成功 就能收获原点 如果更进一步 将对方的关系 发展成道理 双修之后 也能收获到鸿蒙仙气 哎 叶苍叹口气 转身看向熟睡中的萧鱼儿 模样清纯可爱 脸颊光滑有弹性 他很喜欢在这个时候 轻轻用手指戳他的脸颊 他最终 还是做出了决定 不管是为了成仙 还是进入仙界 他都要去见一见 那个玉玲珑 PS 呜呜 有没有人看啊 不是说番茄可以每天 送三个用爱发店 免费礼物吗 为什么我一个都受不到 再这样下去 小丁就要 进场打螺丝了 一边含泪吃泡面 一边给你们码字 太残暴了 第二天 萧家后院的假山上 叶苍带着白鹿在晒太阳 没过一会 萧鱼儿拿着 三串糖葫芦过来了 紧挨着叶苍坐下 随手给他们分别递上一根 白鹿闻到熟悉的香味后 打了个机灵 懒洋洋的大眼睛 立马恢复神采 两爪子捧着甜甜甜的糖葫芦 当场啃了起来 还不忘向他道谢 嘻嘻 谢谢萧鱼儿 萧鱼儿面带微笑 双眼一瞇 在他头上揉了两下 随即大咬一口糖葫芦 看着叶苍问道 叶哥 你在想什么 这么出神 叶苍反问道 鱼儿 你觉得大粥算大吗 肯定大啊 萧鱼儿难得放下口中的美食 兴高采烈道 我从小就在黑水城长大 喜欢到处疯完 但就算是这样 也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呢 要不是你 我连黑水城都出不去 听到这里 白鹿也表示 有话要说 主人 我胆子小 不敢乱跑 要不是你 我早就在寒山的巢穴里饿死了 更不知道天下是这么大 大的离谱 叶苍听罢 微笑着摇摇头 白鹿所居住的寒山 只能算是黑水城城外的荒郊野岭 萧鱼儿所居住的黑水城 又不过是大洲境内一点小小的地方 而大洲 也不过是冬域之内 又一丁点面积 更别说还有整个九州大陆 这个世界太广阔了 广阔到绝大部分修士 不休不眠 穷尽一生 都未必能走出其中一片大洲 也无法窥探这个大陆的真实面貌 鱼儿 还记得小贵子提到的天雁皇朝吗 嗯 记得呀 萧鱼儿认真点头笑道 小贵子 还是那个皇朝的三公主呢 又漂亮又高雅 和她做朋友完全不亏 不过最重要的 还是她见义勇为的优良品质 深得本姑娘心意 她笑得很开心 为好朋友 由衷感到喜悦 但突然 她又想起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就是 小贵子一直在被亲姐姐追杀 不知道她能不能逃过这一劫 见她一愁眉苦脸的样子 正中夜仓下怀 这是她有意引导的结果 暗中悠悠一叹 虽有些过意不去 但她 还是得这么做 因为她想见的玉玲龙 就在天雁皇朝内 鱼儿 还在担心小贵子吗 嗯 萧鱼儿一呆 没有回答 就这样直愣愣地看着夜仓 担心她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去天雁皇朝 顺便带你们去见见世面 真的吗 太好了 我现在就去告诉爹爹 夜哥你留在这不要动 我很快就回来 萧鱼儿一脸喜悦 根本藏都藏不住 一下子就跑开了 夜仓知道她要去干嘛 也就没有过多关注 萧鱼儿是一个很珍惜情感的人 不管是亲情 爱情 还是友情 她都希望经自己最大的努力 将其维系好 所以 她找到萧正与两位伯伯后 立即取出铜塔 将里面部分不需要用到的资源取出来 交到他们手上 足够萧家往后发展数十年 萧鱼儿很懂分寸 没有一下子拿出太多 都是适用于底层修饰用到的资源 以免引起别的强者觊觎 毕竟她和夜仓俊不在萧家 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 尽管如此 那部分资源 还是相当惊人 萧正 萧勇 萧善三人 活了近百个年头 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海量的资源 差点将他们吓傻了 灵丹妙药 术法神通 灵剑法宝 应有尽有 鱼儿 这 他们有很多问题想问 但是萧鱼儿赶时间 匆匆交代几句 让他们不要多问 更不要外传 好好在家修炼 他则又要出去历练了 萧正很欣慰 朝萧鱼儿点了点头笑道 放心去吧鱼儿 有爹在 萧家不会有意外的 大伯 二伯也笑呵呵拍着胸口保证 那我去了 爹 大伯 二伯你们多多保重 还有大大娘 大二娘 大三娘也要保重 大伯你记得替我转告 大伯萧善道 我会的 鱼儿 一定要注意安全 莫要逞强 大哥说的对 别离开叶前辈身边太远 知道吗 好 我知道了 萧鱼儿嘻嘻笑了笑 快速转身跑开 找叶仓去了 望着萧鱼儿离去的背影 二伯萧勇叹道 鱼儿的命 真是好啊 有叶前辈替他护道前行 此生必定大有可为 大伯紧跟着说道 是啊 当初我们萧家 被赵元空盯上的时候 我以为鱼儿要遭 萧家要灭 万念俱灰 却没想到叶仓前辈 竟是为鱼儿来 救了他 也顺势救了我们萧家 三弟 你怎么看 两人齐声问道 萧正文言 露出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 淡定答道 我呀 我当然是躺着看了 有大成仙人代妃 是我们萧家祖坟冒清烟 不说了 我去给祖宗们扫墓了 大伯二伯文言 是去看他的娘子 在一处偏僻的山头 有一座孤零零的坟营 萧正看着墓碑前 两束崭新的玉兰花 嘴角轻轻勾起一抹弧度 面露心味道 这丫头 还记得你最喜欢的是玉兰花泥 她跟着弯下腰 也将一束崭新的玉兰花 放到墓碑前的石块上 跟之前的两束 一起摆放整齐 扯着衣袖 擦拭墓碑上的灰尘 直至一尘不染 随后她静静看着墓碑上的名字 刘玉兰 是她娘子的名字 也是萧鱼儿母亲的名字 鱼儿她 长大了 跟你当年一样美 也跟你一样 喜欢到处乱跑 喜欢承恶扬善 萧正顿了一下继续道 我说过她很多次了 让她不要多管闲事 但她的性子随你 我管不住你们娘俩 不过 鱼儿比你幸运多了 有叶仓在替她保驾护航 我也总算能安心了 不用每天担惊受怕 害怕她灵体的秘密 被老怪物们发现 呵呵 萧正似乎想起了高兴的事情 随口笑了两声道 你知道吗 她现在比我都厉害 散发出来的 修为气息很吓人 我就算加上大哥和二哥 都不一定是她的对手 看到她进步这么大 我真的很替她高兴 玉兰 你也很高兴吧 借聊的环境 无人回应 只有微风吹起 拂过三束玉兰花 一个月后 一艘非洲航行于天空之上 非洲是一种特殊法器 外形类似于海里的船只 只不过二者稍有不同 非洲适用于飞行的法宝 没有船锚不需船桨 航行全靠临时提供动力 这是萧鱼儿 从铜塔里寻找到的飞行道具 速度一般比不了遇见飞行 但胜在轻松自在 不需要每时每刻集中精神操控 只需在遇到突发情况时 下达指令即可 非洲的内部空间不小 足以容纳百人 叶苍端坐在甲板上 手中拿着书本仔细研读 这是他花了点时间 从天心宗弄来的书籍 里面记载了有关天心宗开宗历派以来 遇到过的众多势力 其中 叶苍最在意的 便是仙界石碑的相关记录 果不其然 还真被他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天心宗开宗历派以来 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而对仙界石碑的记载 最早是在三千年前 可以说非常之悠久 天心宗也对仙界石碑展开过研究 但最终都失败了 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发现 对他的评价也相当直白 并简单记录了他的来历 此乃圣物 但没用 从天约而来 天约 又是天约 叶苍喃喃自语 随手将一根羽毛和石碑取出来 羽毛乃七彩神语 是叶苍打劫坟天门石 从他们手中弄来的 如果叶苍的推断没有错的话 这跟羽毛的主人绝非凡物 就算不是传说中的凤凰 也定然与之血脉有关 强大非凡 而石碑就更不用说了 其内蕴含鸿蒙仙气 定是仙界之物 要不是叶苍体内就有同源仙气 他也不可能立刻感应出来 天约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叶苍在中州活了一千多年 从未听说过天渊二字 但自从他来到东狱后 耳畔就时常想起这两个字 根据天心宗对他的描述 也很直白明了 天渊极为边界 深不可测 长不可量 是啊 九州虽大 但总是有限的 假若天渊真是九州的边界 叶苍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奇怪的是 为什么七彩神语与仙界石碑 会从天渊里上来 这就很令人费解了 叶苍深吸一口气 将两物重新放回体内 而后伸了个懒腰 一不小心 就将旁边的白鹿与萧鱼儿吵醒了 萧鱼儿睁开心松睡眼 迷糊糊问道 叶哥 我们到了吗 白鹿也跟着打了个哈欠 眼睛都没睁开 捧起零根 便吭哧吭哧啃了起来 发出咔嚓 咔嚓的声响 叶苍两眼一眯 又被他们气到 他身为大成七修士 尽管修为暂时上不去 也没有再虚度光阴 坚持多月读多看书 努力充实自己 他俩抱好 一个吃着吃着睡着了 一个在修炼的途中也睡着了 旋即一个小弹指 弹在白鹿额头上 疼得他呜呜直叫 随后又一把将萧鱼儿抱起 使其趴在自己双腿上 对着他挺翘的小屁屁 拍了两下 并揉了四下 速度之快 连萧鱼儿都没发觉 只知道小屁屁上 传来火辣辣的疼痛 让他瞬间清醒 对上叶苍的视线后 迅速坐直 乖巧听话 小白鹿亦是如此 你们两个懒虫 趁我不注意 就偷懒睡觉 照这样下去 何时才能赶上我了 叶苍痛心疾首道 两者听着叶苍训斥 看似委屈的低头 实则没有再悔改 而是调皮地吐着小舌头 小声吐槽道 比不了 你是个变态 就算给我们一万年的时间 都不可能赶上的 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 叶苍看着他俩 有些哭笑不得 叹口气 刚想出言安慰 就在这时 十几个陌生修士 齐齐现身 将非洲团团包围起来 他们身上穿着统一宗门服饰 写着靠山宗三个字 欲见而行 来势汹汹 其中一个凌空而立 居然是一位原鹰强者 非洲上的道友 还请出来一箭 白鹿察觉到陌生气息后 打了个冷战 头也不回地钻进叶苍衣袖 两耳不闻窗外视 叶苍挑了挑眉头 看样子 他们是陷入对方的埋伏圈了 不过他并未感到太过惊讶 与萧鱼儿一起走到最前方的甲板 冷冷问道 何事 靠山宗为首的原鹰老怪 初见叶苍 当即乐呵呵一笑 两位道友莫要惊慌 在下是靠山宗的大长老 两位称我为李二狗即可 李二狗 萧鱼儿嘴角抽了抽 艰难憋着笑意 这个名字倒也新奇 叶苍是见过大市面的人 听到过千奇百怪的名字 李二狗只能算是普通 快说 拦下我们所谓何事 李二狗黑黑一笑 笑容和善 并没有因为自己的修为 三平契合 道友是位爽快人 李二狗眯眼一笑 随后露出一脸苦笑道 是这样的 我们靠山宗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 惨遭其他宗门压迫 举步为奸 宗门弟子死得死 走得走 所剩无几 已经有好几个月 没有填饱过肚子了 李二狗画到情深处 两眼泛红 热泪盈眶 有种莫名心酸 他抽烟树下 忍着热泪 对叶苍拱手道 李二狗再次斗胆向两位道友 恳请细微临时援助 拯救我靠山宗弟子于水火之中 若有朝一日 我靠山宗能够脱离苦海 定将今日之恩 双倍奉还 李二狗代表靠山宗全员弟子 向两位道友拜谢了 请道友帮帮我们吧 其余弟子一声泪俱下 场面感人 叶哥 他们好可怜 要不就帮帮他们吧 萧鱼儿心地善良 眼眸蕴含着青泪 被对方语言所感动 叶苍扭头看了萧鱼儿一眼 心中暗暗摇头 而是来打劫的 如若遇到萧鱼儿这种心地善良的修饰 他们拿了灵石 再哭诉感谢两句 便一去不回了 如若遇到不愿提供灵石的修饰 他们就会凶相毕露 杀人夺宝 趁此机会 叶苍决定给萧鱼儿上一课 好啊 就帮他们一把 叶苍的笑容很是耐人寻味 多谢两位道友相助 我们靠山宗定会铭记你们的恩情 李二狗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 神情悲悯 而后悄悄与其他靠山宗弟子互通眼色 一切竟在把握当中 萧鱼儿心思纯净 根本看不穿他们的鬼欲伎俩 一脸豪情万丈 拿出自己的除戴 就准备向对方施以援手 叶苍立即出手阻止 顺便将修为控制在原音初期 鱼儿 让我来吧 哎 萧鱼儿闻言一呆 一脸诧异地看着叶苍 很是好奇他 为何要将修为故意显露出来 仅仅只有原音期而已 叶苍知道他在想什么 当即对他轻轻摇了摇头 萧鱼儿似懂非懂 索性不再说话了 当叶苍主动展示修为的时候 确实令靠山宗等人心头一惊 神情大害 那叶苍年纪轻轻 就有原音初期修为 实在可怕 但好在李二狗及时稳住军心 是以他们莫慌 太让我意外了 没想到小兄弟竟是一位原音修士 是在下眼拙 还请见谅 如此年纪轻轻 便踏入原音初期 前途一片光明啊 不像我 活了一千三百多岁 却是原音中期 很明显 在这一场无声的较量中 李二狗获胜 靠山宗的弟子们 这才松口气 叶苍微微一笑道 哪里哪里 家事好些罢了 服用各种丹药堆积起来的虚假原音 几乎没什么战斗能力 原来是外强中竿的大肥鸡 这一下子 靠山宗的弟子们 不仅大松一口气 脸上都有了笑容 所谓的大肥鸡 是他们内部的一种叫法 抑制那些家庭富贵 家事显赫 身上多金 却又废物无能地修饰 可以狠狠地载一顿 很明显 他们已经把叶苍 当成那只大肥鸡了 对了 你们需要多少零食 叶苍看着手中 好几个储物袋 有些犯难 李二狗内心快要乐疯了 从叶几百年来 第一次遇到这么 温顺善良的肥鸡 现在不在 更待何时 他略意沉吟 便一脸惋惜说道 小兄弟 实不相瞒 靠山宗当前的情况 不容乐观 极度艰难 想要重新走上正轨 保守估计 需要一千万零食 什么 一千万 震惊的不是叶苍与萧鱼儿 而是那群靠山宗的弟子 他们着实被这个数字吓猛了 一个个脸色古怪 如此庞大的数字 恐怕只有傻子 才会慷慨解囊吧 完了完了 大掌老疯了 居然提这么过分的要求 不用多说 对方肯定不会答应的 靠山宗弟子 有苦难言 一千万零食不少了 叶苍也是皱了皱眉头 玄机小心翼翼又问道 那个 如果我真的援助你们一千万零食 帮助靠山宗走上正轨之后 你们是不是承诺 一定双倍奉还 啊 靠山宗的弟子 集体傻眼了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一千万零食吧 李二狗闻言 同样震撼无比 玄机重重点头保证道 没错 我们宗主曾经说过 出来混就要讲义气 讲恩情 两位对我们靠山宗有恩 有朝一日 必将今日之恩情双倍奉还 日月可见 李二狗不愧是能当上 靠山宗大长老的人 除了自身修为过硬之外 一口良好的口才 也是必不可少的 给出去的零食 还想双倍奥回去 简直是痴人说梦 这个道理 李二狗知道 靠山宗的弟子知道 叶仓 当然也知道 但他还是决定要借出去 他想也没多想 就将一个装有一千万下品 零食的储物袋 丢到李二狗手上 跟着摆出一副星系 天下苍生的模样 忧心忡忡 里面刚好够一千万零食 但我还是担心 不足以令你们走上正轨 所以你们能否带我回靠山宗一趟 如果你刚才所言完全属实的话 我愿意将身上剩余的九千万零食 一并用来援助靠山宗 当然 我们得先说好了 等靠山宗完全走上正轨之后 你们就得还我两亿零食 有没有问题 李二狗 靠山宗弟子 萧月儿听到这个数字后 也是被吓得不轻 下意识咽了一口唾沫 小心翼翼说道 叶哥这会不会太多了 万一他们是骗子怎么办 现在才反应过来 真是笨丫头 叶仓心道 不过 他没有回答萧月儿的问题 而是一动不动看着李二狗 现在 就看他敢不敢接了 敢在叶仓面前玩这一套 靠山宗是第一个 李二狗心脏疯狂跳动 简直比娶老婆那会 还要心动 惊喜 神石扫过储物袋 快速轻扁着里面的零食 之后猛地倒吸一口凉气 一 一千万 一个零食也没少 靠山宗的弟子们 也是惊呆了 面红耳赤 全身颤抖 不知是因为激动 还是因为激动 他们围在一起 窃窃私语 大长老 他来真的 现在该怎么办 他身上还有九千万零食 我们要不要赌一把 李二狗透过人群 看了非洲一眼 神石一扫而过 确定非洲上再无多余的人 当即排除 叶仓有仙人跳的可能 旋即一咬牙 狠狠地说道 既然他想跟我们回靠山宗 那就带他回去 区区一个原因出妻而已 不足为虑 靠山宗有我和宗主坐镇 就不幸拿不下他 李二狗越过人群 很快变了一副脸庞 满怀感激对叶仓说道 二位道友 今日慷慨援手 拯救我宗门于危难之中 是我们靠山宗的大恩人 如今大恩人要到靠山宗一续 我代表靠山宗上千名弟子 对大恩人表示欢迎 请随我来 李二狗随即在前方开道 弟子们则在非洲两侧遇见飞行 与其说是护航 倒不如说是怕叶仓两人逃跑了 然而 叶仓一点逃跑的欲望都没有 拉着萧鱼儿再次回到甲板上 鱼儿 你知道我想干嘛吗 萧鱼儿摇摇头 不知道哎 爷哥 你到底想干嘛 到了靠山宗 你就知道了 靠山宗 是这片区域内最强大的宗门 横行霸道 蛮横无礼 喜欢欺负弱小 与其说是名门大派 倒不如说是一伙强盗暴徒 尤其这处区域所在位置极为险要 是通往天雁皇朝的必经之地 因此 拦路抢劫 变成了靠山宗最主要的牟利手段 凡是途经此地之人 必然会遭到他们趁火打劫 当然 靠山宗的宗主是聪明人 为了避免招惹到大强者 引来大开杀戒 所以他让李二狗等人 先以援助为由讨些便宜 成功了 双方万事大吉 如若对方不肯上当 就只能根据情况 灵机应对了 与此同时 靠山宗 宗门之内 一个年约25岁的年轻男子 正对着一面铜镜 挤眉弄眼 铜镜里显露出来的男子面容 棱角分明 有几分帅气 只是一脸胡子拉叉 不修蝙蝠 使其看上去拉里拉搭 奇怪 今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左右眼皮 老是跳个不停呢 男子缓缓开口道 以往左眼跳的时候 准是二狗满载而归 现在连右眼皮也跟着跳动 总感觉有些不好的预感 男子缩了缩脖子 将身上的寒意抖散 刚放下铜镜 外边便传来一声兴奋大喊 宗主 宗主 快出来 大长老带着一千万灵石回来了 什么 一千万灵石 男子大惊 有些不敢置信 连忙施展神通赶来大殿 刚一出现 那里二狗便笑意满满迎上前来 开怀大笑道 宗主 我们这次要发大财了 今日遇到一只鱼不可及的大肥鸡 出手极为阔绰 整整一千万灵石 一个子也没少 里二狗真是快要乐风了 第一时间赶回宗门报喜 哈哈哈哈 大长老好样的 发财了 发财了 我们靠山宗这次真的要发财了 弟子们显得异常兴奋 率先高声呼喊起来了 整整一千万灵石 抵得上他们五年劳苦 听到此话后 那男子的左右眼皮 跳得更厉害了 一言不发 不好的预感越来越强烈 里二狗愣了一下 察觉到宗主今天有些不对劲 宗主 你今天怎么了 怎么如此不开心 还有 你的眼皮跳得好快 好像触电了一样 靠山宗宗主神色微动 心跳加速 急切问道 二狗 你老实交代 这一千万灵石 你是如何弄来的 男子对自己的直觉很有信心 曾经救过他数次 里二狗闻言 脸上得意之色更甚了 当下没有任何隐瞒 将他们遇到夜仓的经过 一字不漏 全部说了出来 当得知那夜仓 正在前往这里的路上 靠山宗宗主 当场脸都下绿了 当即怒不可遏 破口大骂道 里二狗你疯了 你把外人引来 靠山宗干嘛 你懂不懂 你这是在找死啊 里二狗不理解 反倒觉得宗主的胆子变小了 宗主 你怎么变得 这么胆小如鼠了 我们靠山宗能有今天 是你率领我们 一点一滴拼杀出来的 是我们的主心骨 你若是不负当年之勇 那靠山宗只能止步于此了 里二狗语重 心肠道 他的年纪比宗主大得多 却也一心一意替他办事 从无怨言 我胆子小 男子一脸无奈自嘲一句 随后指着里二狗的鼻子 狂骂道 里二狗啊里二狗 你知不知道 你给我闯下大祸了 能在眨眼间 送出一千万零食 毫不担心里二狗拿了前逃 还扬言要 拿出最后九千万零食 重建靠山宗 这是一个正常人 能做出来的事情 用膝盖想也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要么那个叫叶仓的是傻子 要么他把里二狗 当成了傻子 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 一点悬念也没有 里二狗完全被巨额零食 冲昏了头脑 连这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 年轻人懒得跟里二狗废话 脸色变了便问道 他们现在到哪了 我好前去迎接 应该快到了 里二狗习惯性地回话 随后还是感觉 宗主太过于小心了 一脸无语道 宗主 那小子只有原因初期修为 你我二人合力 原因之下无敌 还怕他作甚 你给我闭嘴 他实在被气得够呛 一把抢过里二狗手中的储物袋 狠狠出言警告道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把嘴巴闭上 要是敢多说一个字 我就把你这张臭嘴撕烂 里二狗顿时委屈极了 还想开口说话 就对上宗主一脸严肃的脸庞 当下只能别嘴 像小孩子似的 跺了一下脚 不发一眼 男子这才作罢 过一会 一艘非洲降临到宗门广场 叶仓带着萧鱼儿缓缓现身 从甲板上凌空而起 踏步而来 属于他大成器的恐怖修为 不再掩饰 彻底释放出来 宛若山岳一般的厚重威压 落在靠山宗每一个弟子身上 令他们神色大害 动弹不得 被迫齐齐跪在地上 唯有李二狗与靠山宗宗主不受影响 是叶仓有意为之 李二狗看傻眼了 全身剧烈颤抖 双手抖个不停 好像得了什么怪病 口中呢喃 支支吾吾道 不是这样的 他明明 明明只有原因出其修为的 宗 宗主 呜呜 年轻男子瞥了李二狗一眼 低声骂道 闭嘴 别再说了 李二狗感受着弥漫在靠山宗内的惊人威压 顿感全身无力 整个人好像要瘫痪似的 匍匐跪倒在地上 瑟瑟发抖 年轻男子目光闪烁 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心中惊骇万分 他不知道 叶仓究竟是何等修为 只知道很强 很强 他强顶住压力 神色恭敬 上前一步 将手中的储物袋高举过头顶 双膝跪地呼喊道 小的吴靠山 再次恭迎仙人 力临靠山宗 是小的领导吴方 看管不力 让他们得罪了仙人 还请仙人默要与他们计较 我愿一力承担责任 任凭仙人责罚 责罚 你们没得罪我啊 起来吧 吴靠山 啊 看着叶仓脸上浮现的亲切笑意 让吴靠山心生春暖花开之感 整个人如沐春风 这位仙人真和善 一点架子也不摆 挺好相处的 这是吴靠山对叶仓的第一印象 很是惊讶 叶仓再次看了一眼吴靠山 没有接过他手中的储物袋 背负双手 慢慢往前行走 欲众心尝道 靠山啊 呃 小的在 吴靠山幡然清醒 高举那一千万零食储物袋 起身跟在叶仓身后 并保持一定距离 我听二狗说 你们靠山宗现在遇到了大麻烦 需要一大笔零食维持之初 以保证宗门正常运转 可有此事 吴靠山 不是 你堂堂仙人 还真信了不成 他现在骑虎难下了 如果现在回答不是 必然是欺骗仙人 有什么后果可想而知 因此 吴靠山只能硬着头皮回答了 是 叶仓文言 脚步一顿 若有深意回过头看了吴靠山一眼 见他依旧面不改色 笑了笑 继续往前 嗯 幸好你们不是合伙欺骗我 要不然 我一定拆了靠山宗 吴靠山听了 欲哭无泪 神经紧绷到极致 随机应变 叶仓又道 修行本就是逆天行 一个人尚且艰难 莫说 你还要撑击整个宗门 遇到困难 是再正常不过了 多谢仙人提醒 我定当谨记于心 嗯 叶仓汗手 转身面对吴靠山笑道 好了 也该说正事了 吴靠山神色一动 态度恭敬道 请先人指点 今日靠山宗与我有缘 你们有难 我岂能袖手旁观 帮助你们重新走上正轨 我可是很有诚意的 算上你手中的一千万零食 加上我手中的九千万 合起来刚好一亿 足够让你重振靠山宗雄风 叶仓脸上笑意盎然 将剩余九个除无袋 一个接一个放到吴靠山手中 令后者顿感心情沉重 压力山大 整整一亿零食放到他手上 这是何等的惊天财富 吴靠山现在心情极度复杂 甚至叶仓不可能真打算 白白送他一亿零食 肯定还有后手 果不其然 叶仓紧接着便开口了 靠山啊 我听二狗说 你重情重义 应该 不会拿了我的零食 就立刻跑路吧 叶仓的笑容怪下人的 令吴靠山浑身发了 赶忙挤出一次笑意 乐呵呵答道 仙人说笑了 靠山宗便是以我的名字命名而来 人在宗在 断然不会做出背叛仙人的行为 那就好 叶仓又笑道 靠山啊 二狗说 等到靠山宗走上正轨之后 你就要还我双倍恩情 也就是两亿零食 可有此事 吴靠山顿时笑得比哭还难看 他就知道 叶仓绝对不会白白便宜他的 总算是露出他的狐狸尾巴了 想要用这一亿零食 生成两亿零食出来 而且 以叶仓的恐怖修为 他是无论如何都逃不掉的了 李二狗啊李二狗 你是真该死啊 害老子无缘无故 就欠下别人两亿零食 畜上啊 吴靠山心中痛骂 但也于事无补 事情发展到如今地步 已经无法挽回了 不过 他吴靠山白手起家 才有了靠山宗 如今 他手握一亿零食 定能做大做强 再创辉煌 吴靠山认了 面容坚毅 雄心壮志道 没错 先任今日 对我靠山宗之恩情 吴靠山定会双倍奉还 日月可见 绝不食言 叶仓汉手 面带微笑道 也就是说 从此刻开始 你道歉我两亿零食 对付 吴靠山想也没想 信誓旦旦达道 无错 好一个无错 我就喜欢你这般果断猩猩 叶仓大喜 旋即呵呵一笑 将吴靠山手中的 十个零食杵无袋 一一拿回自己手中道 那现在 你就只欠我一亿零食了 对付 呃 吴靠山傻眼了 看着空荡荡的双手 逐渐陷入沉思 他的眉头挤在一块 两根眉毛几乎连成一线 苦思良久 才茫然回答道 好像 是哦 如此可较也 叶仓心情舒畅 又一次拿出小本本 开始记录 东玉民国境内 靠山宗 一百年 我只给你一百年的时间 若一百年之内 还没凑齐一亿零食 我就回来灭了你们靠山宗 靠山啊 你别想着逃 就算逃到天涯海角 我都一样 能找到你 除非你死了 明白吗 明 明白了 吴靠山一脸绝望 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极度痛苦 他本以为 凭借叶仓提供的一亿零食 能够让靠山宗做大做强 再传辉煌 没想到 这叶仓比他还狠 不仅把本金全部拿了回去 还让他道歉 对方一意 空手套白狼啊 实在太过分了 太没有人性了 萧鱼而已有所察觉 赶忙问道 叶哥 他们是不是骗子 他了解叶仓 如果靠山宗 真的是清清白白的话 他断然不会这么做的 唯一的可能 就是这个靠山宗 并没有他们口中 说的那么凄惨 甚至全是虚假谎言 都极有可能 叶仓微笑道 对啊 他们就是一伙强盗骗徒 专门坑骗比他们弱小 容易上当受骗 还傻乎乎的修饰 哦 原来如此 他们好脚滑 我差点就信了 哎不对 话到此处 萧鱼儿顿时长眉一皱 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叶哥 你刚刚是不是在那喊我 叶仓笑了笑 跟着一脸严肃狡辩道 怎么会呢 我家鱼儿打小就聪明 哪能那么轻易就上当受骗 你一定也看出来了对吧 嘿嘿 哪里哪里 我也就看出一点点而已了 萧羞红润憋着一股笑意 心里美滋滋的乐得不行 煞是天真烂漫 叶仓看在眼里 同样乐得不行 带着他踏空往非洲上而去 在他耳畔轻声道 好久没挨挨了 今晚有空吗 萧鱼儿翘脸烟红如血 一直红到耳根后 萧羞不行吗 不太好 你修为提升太快了 得缓一缓才好 萧鱼儿思考一会 美眸灵动 道 嗯嗯 那好吧 当晚 玄女如内 叶仓目光灼灼 盘膝而坐 萧鱼儿就站在他面前 双眸含羞 两腿微微分开 吃下脱胎换骨仙丹后 他的玉体越发完美无瑕 冰激玉骨 如冰雪般的肌肤上 覆盖着一层洁白荧光 好比朦胧月色 美不可言 他的容貌永远停留在十五 六岁 如花似玉 不受岁月侵蚀 哪怕再过一万年 都依然会是这般模样 一头双马尾乌黑柔顺 好像瀑布一样丝滑 眼睫毛很长 眼睛很亮 一对秀眉如画 胜似水墨 上下唇娇嫩温润 闪耀着水润光泽 令叶苍口干舌燥 想要一轻方泽 萧鱼儿抬不往叶苍身上靠去 彼此贴得很近 能感受到呼吸吹拂在各自脸上 有些痒痒的 怦怦乱跳的心跳声 也好像在两人耳畔响起 清晰无比 随后 萧鱼儿一双化眉轻轻促起 美眸浮现起一层朦胧水雾 口中喃喃自语 如同梦意 嗯嗯 叶哥哥 我在 叶苍微笑回应 他发现自己 好像真的有点喜欢他了 张开臂膀 绕到玉背之后 将其紧紧搂住 约某过了一刻钟 两人一同从玄女炉内出来 紧紧相依 双方的脸上 各自展现着不同的神采 看得出来 彼此心情都不错 小白怒呼地发出一声惊呼 神情肃目 一脸郑重道 哎呦 萧鱼儿你的脸好红啊 赶紧让我摸摸 看看是不是发烧了 他轻松一跃 跳到叶苍肩膀上 伸出毛茸茸的爪子 将掌心的肉球 贴在萧鱼儿的额头上 默默沉思 一言不发 他那认真工作的模样 令叶苍有些忍峻不惊 想笑又不敢笑 生怕破坏了眼前 这幅有意思的画卷 两久 小白怒收回爪子 得出结论 全身滚烫如肺 似火中烧 体内阴阳均衡 没有失调的症状 奇怪 这不是发烧 好像是由剧烈运动 引起的白怒摇摇头 给出颇为专业的建议 说道 萧鱼儿 你体质过于雷弱 应当注重休息 静养几天就好了 无大碍 萧鱼儿看着他 正正出神 这小白怒是怎么回事 说得有鼻子有眼 好像真懂得瞧病一样 不过 有一点 他还是说错了 那就是 他的体质一点也不弱 自身视为特殊灵体 又吃了脱胎换骨仙丹 身体强度远胜同龄之辈 之所以 会造成这个结果 是因为某个人太强了 萧鱼儿在他面前 柔弱地跟团棉花似的 只能任由欺负 叶仓终于憋不住了 打去笑道 鱼儿 小白怒建议你多多休息 静养几天就好了 不是什么大病 白怒听了 一本正经点头道 没错 你一定要听主人的话 万万不可乱来 萧鱼儿有些无语 叹口气 乖乖同意下来 白怒一心满意足 这才作罢 时间一晃 三个月后 一艘非洲 出现在天燕黄巢 黄兜上空 叶仓与萧鱼儿 站立在甲板前端 目光往下方俯视 哇 好大 好壮观的黄兜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 这么繁荣昌盛的地方 太令人震撼了 萧鱼儿点着脚尖观望 脸上满是震撼的表情 黄兜之中 最为显眼的 莫过于中央那一带 伟岸建筑了 金碧辉煌的穷楼宫殿 一眼望不到头 墙体用红砖雕器 平整大石铺路 路旁花红柳绿 湖面波光玲玲 锦里畅游 整个黄兜构造精巧 布置得体 看上去浑然天成 堪比鬼斧神功之杰作 美轮美奂 富丽堂皇 叶仓双目一宁 看向被周围建筑包围起来 呈现众心拱跃的中央宫殿 脸上浮现出几分意外 笛声说道 竟是利用黄巢衍生的数万年器语 屏蔽天机 得以延续寿命 这个天燕黄巢的人黄 倒也有几分手段 不过 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顶多再过百年 此皇朝必将分崩离析 到时候 牛鬼蛇神在线 底层百姓遭殃 一旁的萧鱼儿 听得云里雾里 一脸困惑 叶哥你是说 这里的人黄还没死 但也活不了多久 是这样吗 没错 叶仓汉首道 鱼儿 如今人黄健在 想必小贵子 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你就莫要担惊受怕了 小贵子原名格威 是天燕黄巢当代人黄之女 外人也称其为三公主 心中善良 由于性格软弱等原因 无心与二位姐姐 争夺人黄之位 选择远走他乡 逃逸他国 只可惜 他还是低估了姐姐们 对他的容忍之心 派出杀手一路追杀 是要将其杀死在异国他乡 望着身边一众轻卫战死 隔威时越想越气 当即决定不再逃避 回到天燕黄巢 与两位姐姐展开殊死搏斗 而今约莫一年过去 想必他已经平安回到黄兜之中 萧鱼儿闻言 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他来此的目的 一个是历练成长 一个是想要帮助小贵子 嗯 我知道了 待会我们是 直接去找小贵子吗 不着急 叶仓摇头道 如今黄兜情况尚不明朗 我们毕竟是外人 不好随意插手 先找个既能享受美食 又能打听消息的好地方 我们坐下来边吃边聊 好耶 我同意 终于能吃上美美的食物了 快走吧叶哥 我已经迫不及待 萧鱼儿擦了擦嘴边的口水 又揉了揉光滑平坦的肚腹 露出一副即将享用美食的热切表情 叶仓见状 只是微微一笑 随后操控非洲来到城门口 办理入城手续 黄兜之内严禁擅自飞行 叶仓还是选择入乡随俗 以免闹出争端 进入黄兜 需要登记姓名 修为何来此处的目的 叶仓犹豫了一会 在登记名册上 写下自己和萧鱼儿的名字 自己的修为 则写得原因初期 很普通 不至于造成太大轰动 萧鱼儿不需隐瞒 还是结丹中期 再有一次合体双修 就能让他 踏入结丹大圆满 准备冲击金丹 至于来黄兜的目的 叶仓只是写下探友 随后一人缴纳一百块下品零食 顺利进入黄都 PS 善良的哥哥姐姐们 来点礼物 咋我可好 求求了 黄都之内 人山人海 一眼望去 全是修士 无一个凡人 筑鸡 结丹 金丹多不胜数 就连原因修士 也是极为常见 叶仓显露出来的 原因初期修为 在这里反倒显得极其普通 不过这样正好 既不会让他过于显眼 也不易引来他人欺凌 萧鱼儿第一次来到黄都 也是被眼前的繁荣景象惊呆了 街道上全是修士 见面互称道友 周边的柜台上 琳琅满目 各种在黑水城买 都买不到珍稀宝贝 在这里却随处可见 极品丹药 极品灵气 强大俘虏 千年药草 应接不暇 他完全看不过来了 叶哥 这里也太繁华了吧 好多东西 我见都没见过 他兴致勃勃 跑进最近一家商店 睁大双眼 带着店内的一些稀奇玩物 看了一遍又一遍 那店老板见叶仓修为不低 也不敢多有得罪 在一旁连连陪笑 叶仓笑道 鱼儿别闹 该走了 先去附近吃点东西 天天肚子 有大把时间给你逛的 哦 我这就来 萧鱼儿痛快应了一声 嘻嘻笑着回到叶仓身边 与他并肩而行 随后 叶仓找到一家不错的酒楼 直接包下一个包间 酒楼掌柜 是一个略有些发福的中年人 修为在结单期 见叶仓是一位原因修士 丝毫不敢怠慢 亲自将其邀请到相应包间 两人落座后 便有一个滋容不错的女修 送来热茶 服务还算周到 两位客人 请问要吃点什么 掌柜一脸亲切笑问道 叶仓扫了一眼菜牌子 故意挑选食道最贵的佳肴 让掌柜吩咐服务女修下去点菜 他想要问些问题 那掌柜也有过类似经历 表现得极为谨慎 将包间内的窗户 门户全部关上 随后才一脸恭敬 返回到叶仓身前 前辈请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叶仓想也没想 问出了他最在意的第一个问题 你可知道 谁叫玉玲珑 就在这黄兜之内 黄兜不比黑水城萧家 叶仓随便找个人问问 就能找出萧鱼儿的具体位置 这里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整个黄兜内部人数极多 想要找到一个人 无疑是大海捞针 不过 叶仓相信 以系统指定的道理来看 这个玉玲珑定是滋容不俗 颇有名气 不料 那掌柜转动脑筋 苦苦思索一会后 却是摇头感叹 前辈 我在黄兜内精英酒楼两百多年 从未听说过玉玲珑这个名号 实在抱歉 什么 叶仓一脸惊叉道 你没听说过 那掌柜认真点头 不像是在撒谎的样子 前辈 要不我替你去询问一番 有几个酒友经常来此饮酒 他们对黄兜甚为熟悉 或许能知道玉玲珑是何方神圣 算了 暂且不管这个玉玲珑了 叶仓摆手道 给我说说黄兜深处的具体情况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尤其是有关三公主的所有消息 务必一字不漏 结账之后 剩余的给你 话音刚落 叶仓便将一枚几品零食扔到桌面上 那掌柜的眼睛瞬间看直了 一枚几品零食可兑换一百万下品零食 他几乎没有丝毫迟疑 一把将那枚零食紧紧捏在手心 随后滔滔不绝 跟叶仓讲述他所知晓的一切情况 过了一段时间 他才小心翼翼离开包间 前辈 十道菜全部上齐 请慢用 叶仓摆手 放他离去 得知小贵子平安无事后 一旁的萧鱼儿顿时长出一口气 呼 叶哥 你当时是如何确定 小贵子回到黄都反而会更安全 叶仓笑道 还记得之前那个老道吗 记得 不吃牛肉那个 文言 叶仓明显愣了一下 好像是他不吃牛肉才对吧 不过无所谓了 萧鱼儿还记得那老道就行 是我搜了他的魂之后发现的 当代人皇一生凄惨倒霉 育有子嗣一十八个 其中男丁十五个 女丁三个 然而当今的天燕皇朝 好像到了气势已尽 彻底衰败的最后时刻 他仿佛受到了上天诅咒 膝下十五个儿子 没有一个能活到成年 要么过早夭折 要么死得莫名其妙 给人皇留下了极为严重的心理创伤 境界跌落 皇朝动荡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遇到了小贵子的母亲 是他一路扶持人皇走出困境 两人相亲相爱 他也为人皇生下了第十八个孩子 也就是三公主格威 直到格威的母亲去世 人皇就没再娶妻生子了 萧鱼儿听出来了 人皇对小贵子的母亲 有很深厚的感情 那也就是说 只要人皇还在一天 以他对小贵子母亲的钟爱 就一定不会让小贵子 受到一丁点伤害 没错了 有长进 不枉我每天泡物到茶给你喝 萧鱼儿嘻嘻一笑道 嘻嘻 我也感觉我变聪明了 现在寄东西特别快 就算是要我寄一整本 我最讨厌的书 我都能完全记住 就有些字还不会读 叶仓呵呵一笑 在他嫩滑的脸蛋上 轻轻捏一下 瞧把你得意的 赶紧趁热吃 待会就陪你去见小贵子 萧鱼儿也不客气 边享受美食边问道 叶哥 刚才他提到的人皇大典 是怎么回事 小贵子是不是也要参加 叶仓汉手道 人皇大典 顾名思义 就是挑选下一代人皇继承皇位 如今天雁皇朝内部的候选人 只剩下三位公主 也只能从他们三个之中 挑选一位 出来继承人皇之位了 小贵子想要活下去 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成为当代人皇 否则他那两位心狠手辣的好姐姐 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啊 不行 我不希望小贵子出事 我一定要他活着 萧鱼儿信誓旦旦 一脸认真道 叶仓静静看着他没有说话 就像小贵子 对他来说轻而易举 但那玉玲龙是谁 又在哪里 反倒成了 他当前第一难题 正想着该怎么办的时候 萧鱼儿却将俏脸慢悠悠伸过来 一脸似笑非笑道 叶哥 玉玲龙是谁啊 玉玲龙是谁啊 望着萧鱼儿 一脸笑咪咪 人畜无害的样子 叶仓顿感当前气氛有些凝重 鹅脚渗出细微汗珠 比他独自面对天道宗 十几位掌教大能识 还要神情紧迫 叶仓并非有意贬低他们 事实就是如此 但他毕竟是学识渊博的读书人 有大智慧 还不要脸 紧张担忧 紧在他脸上停留了刹那 便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沉着冷静 好似能洞悉万物 甘娜 这玉玲龙乃是破局之人 咦 是这样吗 萧鱼儿似是有些不幸 狐疑问道 叶仓沉思一会 开口说道 没错 此玉玲龙是本次破局之人 只有找到他了 才有机会改写天雁皇朝的未来命述 是生存还是毁灭 只有他才能给出答案 哦 原来是这样 萧鱼儿一脸恍然道 如果真像叶哥说的那样 那这个玉玲龙 还真的非常关键呢 他望着叶仓 跟着调皮一笑道 我还以为这个玉玲龙 是你认识的什么女人呢 看来是我想多了 谢谢 叶哥吃菜 萧鱼儿家一块上等妖兽精肉 放到叶仓碗里 心中一律消失 恢复往日神采 叶仓跟着微微一笑 心虚不已 心道 果然 有关玉玲龙的事情 还是尽量不能让鱼儿知道 他是穿越者 知道这种行为会被人所不齿 但 这里是修仙世界啊 弱肉强食 赢家通吃 女人 财富 地位 不过是强者的附庸之物 比起那些所谓的强者 叶仓无疑更有报复和理想 一心求道成仙 若不是仙界出现了重大变故 导致无人能够飞升 他也不会依靠系统实现飞升之法 只能说 天意如此 不过 叶仓微眯双眼 含笑看向萧鱼儿 心中畅快愉悦 不过 系统给他指定的 这位结单小道旅 还是蛮令他喜欢的 当晚 叶仓和萧鱼儿 直接来到临安宫 临安宫便是三公主隔威居住之地 以他母亲命名 位于黄兜中心区域附近 受到人狂保护 守卫森严 两人刚来到正门 便遭到黄巢卫队阻拦 他们身穿统一黑色兵甲 是由千年玄铁打造而成 可以有效免疫部分术法攻击 只有黄巢亲卫方有穿戴的资格 也是实力的象征 想要成为天宴黄巢里的一名亲卫 最低修为都在结单期 拦下叶仓的头领 服饰有所不同 明显比其他亲卫高出一个等级 实力也高一个等级 在经单期 即使面对叶仓这样的原因修饰 她的脸上也没有丝毫畏惧 反而还有点高高在上 喜欢用鼻子看人 前方是临安宫 任何人不得进入 萧鱼儿皱了皱眉头 但也没有无端生气 谈口轻巧 礼貌微笑道 这位大哥 我们是从大洲黑水城而来 是三公主格威的好朋友 能不能麻烦你进去通报一下 那头领文言 双眼微眯 似乎变得警惕起来了 随后又望了一眼叶仓身上的修为 沉思片刻 果断摇头道 不行 统领有令 现在正值人皇大典的关键时刻 任何人不得擅自接见三公主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无人能担待的起 赶紧走 可我们真是她的朋友 怎么会害她呢 你就帮帮忙进去通报一声 就说萧鱼儿来了 她一定会接见我们的 那头领冷哼一声 并不理会 一脸凶狠吼道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 甭管你们是谁的朋友 除非人皇前来 否则谁也不得入内 赶紧滚 别逼我动手 将你们打入深渊牢笼 大喉咙 萧鱼儿很是不爽 捂着耳朵快速躲到叶苍身后 真是过躁 那头领大怒道 黑甲卫听令 速速将那多嘴的女人拿下 老子要撕烂她的嘴 谁敢阻拦 便是与我天燕皇朝为敌 虽远必诛 她最后那句话 很明显是在警告叶苍 甭管你是什么修为 只要你敢插手 黑甲卫的内务 就是与整个天燕皇朝为敌 即使逃一千里 亦会遭到顶级强者追杀 是 舞动一杆灵枪打杀而来 气势汹涌 萧鱼儿脸似乎的有些惨白 一脸苦涩道 喂喂喂 不至于吧 不就说了你一句不是 就要喊打喊杀的 真是小气鬼 叶苍看着一众黑甲卫 面无表情道 鱼儿动手 不必畏惧 是 叶哥 萧鱼儿知道 这是叶苍在让他检验自己的实力 他是杰丹修士 除了那名头领外 对面的黑甲卫 全是杰丹修士 可以痛痛快快斗上一场 他们有天燕黄巢做后盾 他有夜仓做后盾 谁怕谁啊 萧鱼儿气呼呼哼了一句 手上出现一柄极平法剑 飞跃而起 擎鸟高明 火光冲天 凤凰所过之处 威能莫测 竟将他们身上的悬甲 都一并焚毁殆尽 灼伤肌肤 引得众人叫苦连天 啊 好烫好烫 快把悬甲脱掉 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竖法 好可怕 快避开那只神鸟 别被它碰到了 你们身上的悬甲抵挡不住 那头领望着天上 飞翔的火焰神鸟 面露惊诧 就连他也感受到了一丝危险 极为可怕 当然 这还是萧鱼儿手下留情的结果 如果他全力出手 这数十个黑甲位 还真不够他杀 体内三枚夸张到极致的大结丹 外加仙人根骨 使他不管使用何种术法 都能起到超强加持作用 更别说他当前使用的剑法 尚不弱于先术了 越境杀敌才是正常现象 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在场的黑甲位 已然尽数倒地 痛哭哀嚎 而萧鱼儿 只是略微消耗过剩 浑身香汗淋漓 脸色发白 大口喘着粗气 连忙往嘴里塞下一枚丹药 补充淋漓 这 那头领看傻眼了 望着地上横七竖八的黑甲位 目瞪口呆 他被叶苍冷眼盯着 令他有种被远古生物凝视的危险 全然不敢轻举妄动 望着叶苍逐渐向他靠近 他瞬间脸色煞白 比死人还白三分 头领全身僵硬 竟是被叶苍吓得不敢动弹 不知为何 那叶苍明明只有原因初期的修为 给他的感觉 却比皇朝大统领还要危险 这种极度压抑的可怕气息 他也只在仁皇身上感受过 他吞咽一口唾沫 保持最后一丝清醒 再次对叶苍发出警告 声音颤抖沙哑 你 你不要过来 不要过来 这里是仁皇统治的皇朝 你若敢杀我 就是在挑衅仁皇的威严 挑衅天燕皇朝的威严 你 你必死无疑 那头领 简直快要被吓风了 不得不搬出仁皇进行威慑 自从他成为天燕皇朝的黑甲位以来 一直都是威风八面 趾高气扬 即使是面对比他强大的外来修士 始终维持着高人一等的傲气 因为黑甲位是天燕皇朝的亲卫 负责保护出仁皇外一切重要人员 同时还有整个皇都的安全 打了黑甲位 即使打了天燕皇朝 叶仓对他的警告 置若罔闻 站在那头领面前 一指削鱼儿 傲然屁腻说道 我平时都不舍得骂一下 你是怎么敢当着我的面 扬言要撕烂他的嘴 嗯 你动他一下试试看 看看会有什么后果 别说你们人皇来了 就算是天王老子 来了也不行 我叶仓照杀不误 懂吗 懂 懂了 那头领全身抽搐颤抖 带着一丝哭腔 双眼泛红 鼻涕横流 随后竟是流下眼泪 被活活吓哭了 此刻他的心在疯狂跳动 充满了恐惧 他从未想到过 有一天身穿黑甲位的他 会被一个外来修饰 活活吓破胆 可怕 真的好可怕 呜呜呜 那头领连仰视叶仓的勇气都没有 低着头 头一次有种 想要躲进母亲怀里的冲动 叶仓双眼微眯 缓缓呼吸一口气 见他这副模样 心中的怒气顿时提不上来了 但再说道 进去通报一声 见与不见 有小贵子来决定 不用去了 我在这呢 叶仓话音刚落 一个穿着华丽宫装的精致女子 便在大门口笑意吟吟喊道 来者正是三公主隔威 身边还跟着老班主 萧鱼儿 叶大哥 你们终于来了 不要多说 快随我进来 叶仓文言点了点头 对那头领说道 我就在临安宫 你们想要如何处置 欢迎随时来找我 我叶仓奉陪到底 说完 便与萧鱼儿一同进入临安宫 留在府外的黑甲位 面面相去 临安宫内 冷冷清清 连一个丫鬟都没有 侦查到水的任务 都有老班主一个人在完成 要知道 他可是原因休士 居然轮到 他在做丫鬟的工作 看来 就算小贵子回到黄多之内 也是不得安生啊 前辈 请慢用 老班主微微一笑 对叶仓恭敬说道 随后给萧鱼儿和小贵子 同样奉上一杯热茶 叶仓突然开口问道 你们早早就来到了大门口 为什么不出来劝阻 临安宫府外 发生如此巨大的动静 小贵子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叶仓尚能理解 但老班主也没有立即出面 就显得很不寻常了 呵呵 前辈观察细微 就知道瞒不住你 老班主呵呵一笑 圆明路明远 上次与叶仓见过一面 自然知道他的厉害 啊 萧鱼儿很是惊讶道 小贵子 原来你们一早就知道我们来了 为什么不早点出来 与我们相见 打完一架后 害我累得不行 小贵子文言 眼着唇角 轻轻点头微笑 鱼儿 我真没想到你进步那么快 连那群黑甲位 都不是你对手了 小贵子停顿一下 继续道 叶大哥说的没错 其实在听到打斗动静后 我们就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至于迟迟没有现身 是因为 那群黑甲位不是来保护我的 而是将我软禁在临安宫 啊 小贵子 你这么可怜吗 小贵子看着萧鱼儿微微一笑道 我才不可怜 起码我还有你这个朋友 我真的好感动 没想到你真的来找我了 萧鱼儿黑黑一笑道 其实我是很担心你了 但是以我的实力 可能来不及见你 半路就被别人骗去某个地方 当黑奴去了 是叶哥主动提出 要带我来这里的 见见你 顺便见见世面 呃 格维很是惊讶 急忙扭头看向叶仓 然而后者只是在低头喝茶 神色自若 他的眼光瞬间黯然失色 是这样 你和叶大哥不远千里而来看我 我真的很开心 但是你们不能继续留在这了 我不希望你们 因为我而陷入危险之中 小贵子是真心在提朋友考虑 言语真挚 一片赤诚 萧鱼儿醋没到 怎么会呢 有叶哥在 鱼儿 别说了 萧鱼儿话未说完 叶仓当即开口打断道 小贵子是出于朋友的立场 不想你我陷入皇室争斗之中 他是把我们当朋友 才说出这番话的 你应该学会理解 可是 叶仓笑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现在不是时候 他是天燕皇朝高高在上的三公主格威 你只是他逃难时萍水相逢的普通朋友 如果他真的需要帮助的话 应该是他主动开口 而不是你在旁边苦苦建言 为他着想 走吧 我们随便找个地方度个今晚 明天一早就离开 叶仓放下茶杯 匆匆起身往门口走去 萧鱼儿忽然呆愣住了 一脸苦闷 左瞧瞧又看看 最终还是决定跟叶仓一块离开 小贵子 对不起 我要走了 他满怀歉意地看了隔威一眼 随即转身离开 与叶仓一起走出临安宫 从一张张满脸 慌张恐惧的黑甲卫面前走过 其中那名被叶仓吓哭的头领 早已不在原地 不知去向 萧鱼儿一步三回头 游行冲冲 他多么希望下一刻 小贵子能冲出来挽留他们 他其实也知道 如果没有叶仓相助的话 小贵子必定活不了 小贵子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PS 最近被人喷惨了 缓了几天才缓过来 还好有层搞顶着 这本书踩了几个坑 劝退了不少读者 这个我是知道的 算是一次比较大胆的尝试吧 其实这本书 走单女主路线成绩会更好 但以我当前能力而言 难度稍大 写不长 免不了落入俗套 女主的话 大概是三到四个这样 这几天 我是有考虑过切书的 看了一眼后台 收到不少礼物 给了我一点动力 知道你们还是想看下去的 那我就再写写 写书就是为了赚钱 请你们原谅我的肤浅 作者每收到一个 用爱发电免费礼物 就有一毛钱 跪求大大们包养 感谢比亚花间 花落大大送的 抱更洒花和催更福 也感谢其他大大们 送的各种礼物 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系统会自动发出 感谢公告的 再次感谢 临安宫 格维看着门口正正失神 活蹦乱跳的心脏 也在此刻狠狠抽动一下 亲眼目睹叶苍 和萧鱼儿走出大门 挽留的话语到了嘴边 可就是喊不出来 老班主陆明远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作为一个活了一千多年的 原影老怪 他自然知道 格维当前的处境 是有多么严峻 一旦人皇归天 整个天燕皇朝 就再无他的立足之地 唯有依仗叶前辈破局 方有一线生机 陆明远一叹 深深皱眉道 三公主 你为何要故意这么说 那丫头与叶前辈 不远万里来到天燕皇朝 他们的目的 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 就算叶前辈并不是为你而来 但那位天真的小丫头 总归把你当好朋友 愿意无条见住你 有她在 叶前辈也定然不会离开 格维默默听着 深深将禽手埋低 没有反驳 陆明远继续说道 三公主 请恕老奴多此一言 我觉得 你对那丫头不够真诚 她一直把你当成好朋友看待 而你与之相比 则是差了好几条件 连你也这么觉得 格维抬起头 双眼有轻微红肿 强颜欢笑道 连你也这么说 那叶前辈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没错 我有点嫉妒萧鱼儿 哎 陆明远心中暗叹 她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自从格维回到天燕皇朝后 便被大公主派人 将其幽禁在临安宫 不得踏出府邸半步 使得她整日里 只能在寂寥空虚的棺底中消磨时间 人一旦过于空虚寂寞 免不了就会胡思乱想 一胡思乱想 就容易产生偏执的想法 尤其格维在这时候 最是无助 定然也想身边出现一个掌教大能 助她一臂之力了 而叶仓 就是绝佳的幻想对象 对方荡日施展的强大手段 和无敌风姿 早已深深刻印在格维的脑海里 谈吐得体 温文尔雅 即使是在面对底层的修饰时候 也能展现其一视同仁的高尚风度 如此极具鲜明出众的个人风格 令人无可挑剔 因此 当中那个偏执的想法开始作祟 误以为叶仓是为她而来 心里很是高兴不已 格维的母亲 曾被誉为天燕皇朝千年来最美的女子 身为她的女儿 格维又能差到哪里去 秀美的五官 玲珑的身段 宫装在华丽唯美 也难以掩盖她的盛世容颜 比起萧鱼而言 她更像一位温柔的姐姐 格维继续说道 想当初我们途经黑水城的时候 那时候的萧鱼儿还没满十八岁 修为也只有练气气而已 我一只手就能将其镇压 面对地痞流氓的虎脚蛮缠 也是我助她解脱 但今晚你也看到了 她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独自面对数十个黑甲卫 也毫不畏惧 甚至还将他们一一打倒 格维顿了一下 说道 距离我们分道扬镳 这才过去多长时间 她就已经 她悠悠叹口气 没有继续说下去 陆明远能感同身受 深知这种落差带来的感受 是有多么无奈 两年前 萧鱼儿只是练气气 连地痞流氓也打不过 如今两年过去 她已经成为了 结单修士 战力强横 甚至越境杀敌 亦大有可能 实在令人震惊 而 能让萧鱼儿 变化如此之大的人 只有叶苍 单从这一点 就能看得出来 她有多么恐怖了 以非凡人可比 这丫头 到底是多么幸远 才能得到一位大能神仙青睐 莫说格威了 就连她也是无比嫉妒 但言归正传 陆明远道 三公主 我知 你对叶苍前辈有意 碍于她与萧鱼儿的亲密关系 令你不知该如何抉择 但 嗯 格威一正 抬起信念美眸 静静看着陆明远 但 是在人为吗 万一他们之间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又万一叶前辈 对你有所眷恋呢 在如今这方天地 男人三妻四妾 再正常不过了 就算相互结成道理 也没有哪条律法规定 只能拥有一个不是 所以啊 三公主 与其留在这里胡思乱想 倒不如先想方设法 让自己活下来 再对叶前辈 慢慢敞开心扉 万一 成了呢 啊 格威听到最后三个字 不由得翘脸一红 旋即羞涩一笑 点了点情手道 老陆你说得对 不自己去亲自尝试 又怎么知道 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不管最终的结果成不成 我不后悔就足够了 老陆 带我去寻叶前辈和萧鱼儿 我要亲自向他们道歉 陆明远开怀一笑道 是 老奴遵命 另一边 玲珑宫 这里是二公主格威居住的府邸 在一处宽敞幽静的阁楼里 周围珍宝粉室 珠光宝器 最中央布置着一张奢华大床 华丽堂皇 五彩缤纷的沙漫 自房顶之上洒落 好似银河落九天 将大床上的移拟风情 与外界隔绝开来 格威自容妖艳 风情万种 一丝不挂 趴在大软床上 周围有数个宫女服饰 三三两两分做几团 有的轻摇菩膳 宫女目光灼灼 忍不住赞叹道 二公主的肌肤真好 又白又滑又嫩 远胜美玉归宝十倍 若是被那些臭男人看到了 非得当场发疯 要为二公主卖命不可 另一个涂抹精油的宫女接话道 小缠 你这话可就错了 以二公主的美貌 无需斩露半寸肌肤 只要筋口一开 就能让那些自以为是的男人 像条哈巴狗一样 踏在地上摇尾起怜呢 呵呵 宫女们一阵哄笑不已 阁妹很享受他们这般奉承 没有过多责怪 反而轻轻笑了笑道 有着说闲话的功夫 倒不如再十点进 本公主受得住 是 公主 这时 阁楼外进来一位宫女 启禀公主殿下 蒙大统领来了 嗯 她怎么来了 阁妹不悦的轻微醋没道 知道了 让蒙大统领耐心稍等片刻 本宫稍后就到 然而 阁妹慵懒的声音刚刚落下 哈哈 三公主不用等了 我们看已经来了 一个身穿金色甲皱的魁梧壮汉 不留心 禁止闯入阁楼 粗广的嗓音随之而来 来者止步 公主有令 擅闯者杀无赦 门口的侍女 纷纷抽出窍中配件 气势汹汹 阻拦在闯入大汉面前 蒙刊不屑 横扫在场侍女笑道 哼 就凭你们 也敢对我蒙刊亮剑 找死 壮汉脸色一变 强大的修为气势 自体内爆发而出 瞬间将围绕在她身边的一众侍女 竟数击飞出去 各个脸色惨白 咽喉一甜 溢出一缕血红甜浆 看在二公主的面上 饶你们一命 都给我滚圆点 门刊居高临下冷声怒骂 随后心急如焚 快步冲入阁楼之内 美妙到极致的熏香 瞬间扑鼻而来 令她一阵星园一马 二公主阁魅如妖似金 为天雁皇朝一带绝顶游物 想要得到她的男人数不胜数 门刊就是其中一个 也是最有实力的几位之一 一想到阁魅那无双玉体 就在沙漫之后 门刊顿感热血沸腾 无视周边众多珍宝 快步上前走到大床边缘 却扑了个空 门刊不信邪 将大手往大床上一摸 尚有余温 切 刚走 门刊心中不满地哼了一句 就在这时 一道魅惑至极的笑声 从阁楼一侧传来 哥哥哥 这是吹了什么风 把蒙大统领给吹到这边来了 门刊寻声望去 露出一丝着迷的憨笑 不由得赞叹道 美 二公主你实在太美了 阁魅不愧于有物之称 一张典型的美人脸 好似狐狸精一般妖艳 白齿红唇 两腮通透 尤其一双魅眼在外 甚是能蛊惑人心 她斜着身子 赤足以靠在楼道一侧 全身上下只有一件薄纱遮掩胶躯 曼妙玉体若隐若现 令人瑕疵 赶紧说正事吧 来此作甚 阁魅的后背上 全是尚未来得及清理的金牛 早已浸透了薄纱 无比真实地显露出 其内的每一寸雪白肌肤 足以让男人疯狂地白皙 她不敢轻举妄动 免得被门槛看了去 嘿嘿 门槛丝毫不掩饰眼里的灼热欲望 猥琐笑两声 随后才开口说道 就在今晚 三公主所在的临安宫 发生了一次激烈斗法 有两人擅自闯入其中 并打伤了众多黑甲位 哦 我那三妹 还有隐藏后手不成 即使侥幸回到天燕皇朝 也立刻被大公主软禁起来 对她完全够不起威胁 本次人皇大典之争 看似从三位公主之中 挑选合适的继承人 实则仅剩她与大公主相互争夺罢了 阁妹饶有兴趣 继续道 黑甲位是天燕皇朝的脸面 三妹的人居然这么猖狂 就不怕惹恼了人皇吗 门槛哈哈大笑 摇头道 我手下已经向我禀告了事情经过 那人简直目中无人 连人皇也未放在眼里 依我看 不过是心高气傲之徒 须有七表罢了 阁妹闻言 秀眉微醋 似有些不放心 她生平谨慎 从不大意行事 如此才能与大公主相互较量 不行 蒙大统领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就把她的入城信息查一查 要尽快 门槛哈哈一笑道 早知道你会这样做 放心 你我心意相通 我已经提前替你取来了 说完 她将一张白纸黑字往空中一扔 自动飘到阁妹手中 阁妹凝神一看 面露几分诧异 探有 叶仓 只有区区原音初七 就敢如此嚣张 必不可能 我猜她定是隐藏了真实修为 是否还有其他发现 门槛点头道 当然 凡是入了黄兜的原音修为以上的修士 都有我的密探暗中跟踪 他们进了黄兜后 先是去了酒楼 然后便去了临安宫 期间并未再见任何人 明白了 酒楼的老板呢 已经替你准备好了 现在就可以去询问 门槛眼中满是得意之色 二公主的所思所想与她完全一致 笑道 二公主如何 老蒙深得妮否 阁妹宛若一笑 风情万种 蒙大统领的做法深得我意 那两人你打算怎么处置 蒙槛黑黑一笑 表面看似操汉子一个 实则粗中有戏 毫不隐瞒到 已经通知大公主那边了 她最在乎天雁皇朝的脸面 最在乎人皇的脸面 必不可能轻易饶了对方 如此一来 我们坐山观虎斗 一来可以是探出三公主的朋友 是否真有隐藏实力 二来就算是真的 那也不是我们得罪对方 自有大公主 替我们抗下一切 呵呵 蒙大统领 你真是太坏了 我想 成为你的女人 应该会蛮有趣的 阁妹笑了笑 对蒙刊画了张大饼 随后引入暗中 没过一会 她重新更换了一套新衣裳 与蒙刊一起离开楼阁 审问酒楼老板去了 与此同时 叶仓和萧鱼儿 漫无目的行走在幽静街道 突然 萧鱼儿似有所感 抬起头打两眼四周 新衣一提醒道 叶哥 周围有古怪 我们是不是被跟踪了 见他有如此警惕 叶仓跟着笑了笑 说道 嗯 那是一群穿着金色甲皱的士兵 修为比你之前 对付的黑甲位 高出整整一镜 萧鱼儿大惊 什么 那他们岂不是一群金丹高手 那群黑甲位全是结丹七 已经够吓人的了 没想到 黄兜里面 居然还有更高深的强大士兵 不愧是天燕黄巢 底蕴太可怕了 这时 他他他他 两人前方的上空惊现一匹仙鞠 脚底生火 竟能踏空而行 堪称恐怖 神鞠高大 俊逸非凡 脚踩赤色火焰 两眼有神 冒出灿烂星火 在黑夜中尤为闪亮 萧鱼儿从小在黑水城长大 不曾见过什么大世面 神鞠现身的一刹那 顿时两眼都看直了 叶哥 那是什么妖兽 有点 霸浅 赤焰神鞠 叶仓解释道 此妖兽诞生于南荒妖族的赤焰谷 更桀骜的人才能将其驯服 啊 那我岂不是没戏了 萧鱼儿眨了眨眼睛 顿时有些垂头丧气 叶仓文言点了点头 以萧鱼儿的性格来看 确实驾驭不住这等 狂野凶悍的妖兽坐骑 温讯可爱型比较适合他 试验神剧背上 坐着一位金甲武士 手持长枪 屁靡天下 有股气吞天下的气势 贵不可言 只可惜 对方脸上戴着一张金甲面具 叶仓看不清他的样子 知道就是你在灵安宫闹事 还打伤了黑甲卫 对方的嗓音极为轻量好听 竟有几分悦耳 令叶仓顿时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又说不出是哪里 他往前一步 语气淡然道 是我 文言金甲武士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叶仓回答得这么干脆 黑甲卫是天燕皇朝的亲卫 你打伤了他们 即是挑衅了天燕皇朝的脸面 你可知道 金甲武士再次质问道 知道 简洁明了的问答环节 让金甲武士很是意外 连带着质问的嗓音 亦有所变化 变得更轻柔了些 你不怕死 怕 叶仓老实承认 不怕死 谁修监啊 既然你什么都知道 那就是存心挑衅 我们天燕皇朝的威严 金甲卫何在 速速结阵 将他们拿下 叶仓显露出来的修为 只有原因初期 有金甲卫对付足矣 还轮不到他动手 随着金甲武士一声令下 埋伏在周边的金甲卫士 瞬间从黑暗中冲出来 手中长枪挥舞 凝结成一个气势冲天的 浩大枪阵 五百个金甲修士 凝聚而成的枪阵 其爆发出来的威力程度 丝毫不弱于 一位原因中期修士 这便是金甲武士的判断 杀 杀 杀 五百个金甲卫排成方阵 手中挥舞长枪 整齐划一 朝前方刺杀而去 与此同时 他们所凝聚而成的阵法 也出现一个 手持长枪的巨大虚影 挥动长枪 笔直刺向叶仓 威力不俗 叶仓面无巨色 抬起一手 对着那虚影横向一甩 煞时间 虚空之中 便出现一只巨手 反手一巴掌 狠狠甩在虚影巨人的脸上 一触击溃 立即消散 金甲卫一如遭击打 所有人跟着一起甩飞出去 脸颊肿胀 嘴角有鲜血一出 叫苦连天 什么 金甲武士惊呼一声 有些难以置信 睁大眼眸 正正看着叶仓 下意识捏紧手中长枪 开口质问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能不使用神体意象 金甲武士实在太意外了 九州上将体质分成五等 其中繁体与杂体最次 成就有限 另外最常见的便是 灵体与神体 拥有此等体质的修饰 若是能够正常成长起来 注定会成为修仙界的中流砥柱 每一个都不容小觑 至于凤毛灵脚般的圣体 数量少到 可以直接忽略不计 金甲武士从未见过 也就无法判断出 叶仓显化的意象 到底是圣体还是神体了 凡是看不出来的 一律当成神体看待 叶仓笑了笑 没有解释 而是开口问道 他们拿不下我 是不是该轮到你出手了 哼 别以为你天生神体 就可以骄傲自满 须知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今日我就让你知道 并非只有你才是天生神体 突然 金甲武士身后 长发飘舞 一串火苗从他胸口处窜出来 随后生成熊熊烈火 将他和赤焰神区完全包围起来 那火焰的威力极其恐怖 在空气中发出阵阵暴鸣 嗖 赤焰神区变得兴奋无比 贪婪地吞咽着金甲武士身上的火焰 两眼愈发凶悍争鸣 狂野无匹 金甲武士温柔地摸了摸神区的脖子 然后目光凌厉 猛地看向夜仓喊道 随我一起诛杀此人 嗖 又是一声撕破天际的吼鸣 震耳欲聋 萧鱼儿顿感双耳发疼 迅速驱动灵力 保护好自己的耳翘 免得被神区震龙双耳 啪啪啪 神区奔驰 速度宛若雷霆电光 仅仅只是一个瞬间 便冲到夜仓面前 金甲武士横枪一次 携带着恐怖火焰的长枪尖端 直指夜仓咽喉 气势惊天 夜仓窥然不动 抬手往前一挡 一个显化而来的手掌 立即挡在火箭枪之前 与支轰然撞在一起 爆发出璀璨光芒 把夜空映照得如同白日 金甲武士心中很是惊讶 对方轻描淡写 就把他的攻击挡下来了 在这天雁皇朝之中 与他同辈的天才之中 从未有过一人 能够接下他当前状态的一招 这一次 他算是遇到对手了 金甲武士没有泄气 以灵力操控长枪疯狂转动 爆发出更惊人的气势 然后猛地交和道 爆 他身上一出来的火焰 本就带有极强的爆炸威能 如今在他灵力的加持下 瞬间爆发而来的威力 堪称恐怖 他当前虽有原因巅峰修为 但这一招的威力 绝对能够助他击杀通玄器的强者 而且还是一击必杀 没有任何生还的机会 轰隆隆 火焰爆发出剧烈爆鸣 在剧长上轰然爆炸开来 火光冲天 恐怖的威力 将当前的地面全部摧毁 碎成击粉 金甲武士亦不敢陷入爆炸当中 急速后盾 免得伤到自己 烟尘滚滚 持续了片刻 便逐渐消散 可突然 金甲武士两眼瞪圆 仿佛见鬼了一样 这 怎么可能 为什么他一点事也没有 叶苍显化的异象之手 仍然还在 没有一点损伤 这 金甲武士心惊不已 中了他最强一击 还能安然无恙 实在匪夷所思 要知道 他可是被誉为天燕皇朝之中 最有潜力的天才 打遍同辈无敌手 无人能出其左右 而今天 他首次遇上如此强敌 简直闻所未闻 剧长后方 叶苍淡淡开口说道 今日 我也告诉你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你还差得远呢 剧长再次动摇 携带万军之力 急速膨胀变大 最后竟是化成山川海月一般 夸张无比 不可能 这不可能出自原音修士之手 金甲武士呆呆看着前方 好像山月一般压他过来 令他顿时心如死灰 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力量 他生在天燕皇朝 也在这里茁壮成长 从小天赋一禀 加之有神体觉醒 一路横扫同辈胜出 有君临天下的强悍气度 手中更是沾染了众多人命 其中不乏原音强者 在别人面前高高在上 无所不能的原音强者 在他面前 脆弱的跟一张白纸一模一样 手中长枪一捅 瞬间便能要了他们的命 而今天在面对叶仓的时候 他的心中也生出一种奇异感觉 就像当初死在他手中的原音修士一样 毫无还手之力 那演化而来的剧长 实在大的惊人 就算他现在驾驭神居火速潜逃 也已经来不及了 等待他的 只有死路一条 金甲武士心有不甘 手中长枪捏的嘎嘣作响 怎会如此 明明天焰还未安定 我岂能就此倒下 他猛然抬起头 透过那张黄金面具 可以看见一双水润眼眸 极为闪耀清澈 心中所想愈发坚定 哄 萦绕在他身上的烈焰 再度暴涨 冲天起 他没有选择逃跑 直面压榻而来的日月星辰 对抗之星愈发迷奸 随后听见蓬的轻微闷响 从他身上激荡而来 在这绝境时刻 停滞了十年之久的原因 巅峰修为 居然在这一刻突破了 金甲武士正式踏入通悬初期 金人的凌压气息 比之前强横十倍不止 他此刻犹如无人之境 眼前只剩下轻压而来的日月山川 他要倾尽全力 挡下夜仓强绝一击 给我 破 手中长枪犹如蛟龙入海 一往无前 萦绕在长枪上的火焰威力 比之前更为恐怖 所过之处 空间扭曲 并发出刺耳的音爆之声 极度骇人 轰隆隆隆 金甲武士的火箭枪 与剧长显化的山川相撞 震战出惊人动静 巨大的力量将他的长枪压弯了 坐下的神鞠意在苦苦支撑 发出嘶吼悲鸣 四肢几乎要碎裂开来 然而就算如此 金甲武士也没有放弃 嘴角一出一缕烟红鲜血 咬牙坚持着 此刻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念想 就是不能倒下 他随时可以死 但绝不是现在 啊 金甲武士再度发出怒吼 奋起反击 但最终还是没能撑住 连人带着神鞠被打压进地下 剧长落下 抚平地面一切痕迹 唯有一个深坑得以留存 啊 啊 啊 深坑里 金甲武士一头长发舞动 剧烈喘气 嘴角烟红 一身金甲碎裂净半 露出一寸寸光洁如玉的肌肤 手中长枪折断 略显狼狈 坐下 神鞠意浑身是血 伤得不轻 但很幸运 他们最终都活下来了 咔嚓一声 金甲武士脸上的面具出现裂痕 随后竟落下一半 露出半张玉脸 比之冰雪还要白一分 凤眼灵动有神 长眉如剑 英姿甚美 两片金银饱满的唇瓣 即使不染点滴珠红 也依旧鲜艳动人 一开一盒间 别有一番风味 这个威风凛凛的金甲武士 竟是一个女儿身 夜仓缓慢走来 看见了她如今模样 没有半分意外 好好一个女孩子家 留在家里学点琴棋说话不好吗 为何喜欢冲锋陷阵 不用你管 女子说话间 咽喉一甜 又一出一口鲜血 来到唇齿间 竟被她活活咽了回去 喘息说道 今日是我输了 你要杀便杀 杀你 我什么时候说过 要杀你了 夜仓笑笑 对女子的话毫不在意 你在胡说什么 女子听得云里雾里 不明所以 刚才夜仓施展的神通 微能莫测 明明要置她于死地 要不是在最后的关头 她激发了自身的潜能 一举突破 进入通玄之境 施展出权力 才勉强挡下夜仓的攻击 否则 她今晚必死无疑了 就在这时 皇儿别闹 还不快谢过前辈 现场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 她先是对那女子开口 随后才对夜仓拱了拱手道 多谢前辈对小女手下留情 敢问前辈尊姓大名 什么 前辈 阁皇有些晕乎乎的 不知道是不是伤得太重的原因 她没有理会夜仓 而是翻身下马 对那名老者单膝跪地 恭敬道 皇儿办事不力 惊扰了父皇 还请父皇责罚 眼前这名白发苍苍 一副随时都会死去的老者 便是如今天雁皇朝的人皇 格其胜 至于金甲武士 名叫格皇 是当今天雁皇朝的大公主 皇朝之内 所有金甲卫都归她调遣 负责保卫人皇的安全 夜仓回过头来 正是格其胜笑了笑 老人皇称我夜仓便可 这样显得我更年轻 格其胜文言 同样是乐呵的不行 缓缓摇头笑道 不敢不敢 修仙界就是如此 你修为比我高深 我喊你一声 前辈是应该的 夜前辈是老夫愚昧 反应迟钝 比不了从前 没有第一时间知晓前辈到来 还请恕罪 你都喊我前辈了 我不让你知道 你岂能发现 呵呵 夜前辈说的是 是我老糊涂了 听着两人对话 格皇顿感体内翻江倒海 气血翻涌 他直愣愣看着夜仓 已经彻底惊呆了 随后更是两眼一番 彻底晕过去 格其胜眸光闪烁 担忧格皇身上的伤势 旋即向夜仓请辞道 前辈实在对不住了 我要暂且离开一阵 小女原本就有伤在身 如今勉强接下 前辈送来的一场造化 身心疲惫 已然体能耗尽 云我将其带回去 趁早治疗 今日小女多有得罪 还请前辈见谅 他日我定当亲自上门赔罪 夜仓闻言 朝格其胜摆了摆手 去吧 我就在黄洞内随便走走 不会乱来的 格其胜心怀感激 随后换来身边总管 对夜仓说道 前辈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你有任何需求 都可以向他提出来 不用客气 天燕皇朝虽不负曾经之盛事 但底蕴犹在 定会有令前辈感兴趣的东西 告辞 格其胜说完 面露忧心 不再多言 将格皇与赤焰神居一并带走 至于老人皇交代的总管 则紧跟随在夜仓身边 随时听后调解 这时 夜仓身后冒出一颗小脑瓜 砸着一头双马尾 萧鱼儿张了张嘴 倍感惊讶到 夜哥 我真没想到 刚刚那个威风八面的金甲武士 居然是一个女孩子 而且她还好厉害 不仅拥有强大体质 在紧急关头临阵突破 简直帅呆了 萧鱼儿心思纯净 毫不吝啬地赞美格皇 突然 她愣了一下 抬头 看天 天上雷霆滚滚 银蛇腾飞 但就是没有落下来的意思 夜哥 你之前不是说过 身怀特殊体质的修饰 突破大境界的时候 会引来天结 为什么这次没有 夜仓文言 一脸无奈 当即利用食指关节 轻轻敲在她额头上 小笨蛋 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 现在又不懂了吧 出来乍到之时 我不就跟你说了吗 如今整个黄兜都被黄巢气蕴覆盖 能够屏蔽天机 天结自然也寻找 不到目标了 对哦 你说怪 萧鱼儿揉了揉额头 扭过头去 调皮地吐了吐舌头 小声吐槽 人家才不是笨蛋 一时忘记而已 大坏蛋 夜仓假装没听见 暗暗记下 总会有收拾她的时候 没过一会 又有两道长虹急速赶来 分别是格维与陆明远 他们在听到这里发出的动静后 也是立即赶了过来 见到两人平安无事后 顿时松了一口气 格维毫不迟一上前 满怀歉一道 萧鱼儿 叶大哥 对不起 我之前脑子犯糊涂了 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是有多么糟糕 实在很对不起 你们能原谅我吗 还有呢 叶仓语气淡然 听不出喜怒哀乐 小桂子文言 抿了抿唇 勤手更是低了三分 还有 还有我不应该 利用萧鱼儿对我的信任 诱导她主动留下来 为我提供帮助 我知错了 小桂子 萧鱼儿咬牙切齿 摆出一脸凶相 格维毫顿感心里难受 她不想失去这位好朋友 鱼儿 对不起 是我当时脑子抽筋了 你别生我气 不料 下一刻 萧鱼儿开怀大笑 大大方方拍打着 小桂子的肩膀笑道 有个成语怎么说来着 叫做知错能改 爽过抽大烟 小桂子 你能悔改 这是好事 我萧鱼儿决定 再给你一次机会 希望我们以后 能好好相处 嘻嘻 格维嘴角抽了抽 勉强挤出一丝笑意 心中富匪不已 爽过抽大烟 是什么鬼啊 真的有这个成语吗 是她见识短浅 没有听闻过此话 不过能够重新 收获到萧鱼儿的原谅 格维就不需此行了 最后 她还是有些放不下叶仓 悄悄偷看打量 不偏不倚 恰好与她的视线对撞上 吓得她立刻缩了回去 叶仓叹道 鱼儿决定足矣 多谢叶大哥见谅 格维定好好改正 随后 一行人再次回到临安宫 叶仓与萧鱼儿 也暂且在宫内住了下来 静后人黄出现 为了避免引起小桂子的猜疑 萧鱼儿主动对叶仓 提出分房税 免得让小桂子发现 他们之间的关系 遭他笑话 反正临安宫内 空闲的房屋众多 叶仓便没有拒绝 不料 三天后的某一个深夜 叶仓正躺在床上苦思冥想 该如何找到玉玲龙的时候 他锁在房间的窗户 竟被人悄悄推开 随后跳进来一个身姿 矫健杀手 落地轻盈 没有发出任何一次声音 建屋内主人没有发现后 又小心翼翼将窗户虚掩上 悄悄摸黑前行 来到叶仓的床边 随后紧紧盯着他那张 俊逸十足的脸庞 发呆 杀手就这样静静看着叶仓 也不动手 瞳孔水润空灵 嘴角弯弯 明明只有十五 六岁的青涩样貌 却笑得跟个老姨母似的 这个杀手自然不是别人 而是萧鱼儿 见他闭目凝神 没有睁眼的意思 萧鱼儿当即伸出鲜鲜玉脂 小心翼翼地在叶仓脸颊上戳了一下 低声道 叶哥 你睡了吗 没有回应 萧鱼儿不信邪 再次使劲戳了一下 道 还装睡 再不睁眼 你继续装吧 我走了 萧鱼儿决定不再理会叶仓 转身就走 与此同时 叶仓突然睁眼 黑黑一笑 探出圆壁 一把拦住他的柔韧仙妖 将他整个人搂进被窝 大被一盖 耳边立刻响起 萧鱼儿温声细语的求饶声 叶哥 你这个大坏蛋 果然在装睡骗我 啊 讨厌 你的手别乱摸 哎呀 你猴急什么 我衣裳都还没脱呢 叶仓文言当即停下动作 将身上被子掀开一角 露出两人的头 一上一下 正正对着 借着微亮月色 叶仓仔细打量着 身下人的俏脸 修红遍布 嘴角挂着笑意 美丽动人 叶仓忍君不惊道 还好意思说我猴急 你自己半夜三更找男人 明显比我猴急多了 不对 已经不能用猴急来形容了 你呀 才是那个好色的魔人小妖精 魔人的小妖精 叶仓用手指点了点他的鼻子 他们不过才分开三天而已 这萧鱼儿就忍不住了 居然摸黑来到他的住所 想要与叶仓做点什么有趣的事情 萧鱼儿很想反驳 但找不到更好的反驳理由 只好实话实说了 迟一道 嗯 这几天没有修炼 就有点想你吗 叶仓不信 依旧将他压制在身下 不让他有丝毫反悔的机会 忍着一脸得意 笑道 是真的想我了 还是想爱爱了 呃 萧鱼儿一时语色 不知道该如何作答 但叶仓看得真真切切 他那光滑脆嫩的脸蛋 变得更加烟红了 很多解释他已经心知肚明 旋即低下头 靠在他耳畔 轻轻吐气道 小妖精 你今晚真的好大胆 也罢 我就勉为其难成全你 不让你白来一趟 萧鱼儿听得心里暖暖的 在他怀里勉力缩了缩身子 使自己的香唇 尽量靠近叶仓的耳朵边缘 有模有样吐气如蓝道 我是真的想你了 还有 只想和你一起爱爱 轰隆 萧鱼儿话音刚落 叶仓顿时虎去一阵 有种难以言喻的美妙感 他正正看着萧鱼儿 后者也是如此 两人下意识抿了抿唇半 身体逐渐变得燥热 随后缓慢靠近 最终紧紧贴在一块 探索彼此的芬芳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停止 两人的呼吸 一起起停止 两久 萧鱼儿率先败下阵来 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苏兄也跟着呼吸起起伏伏 撩人心弦 叶仓望着他微微一笑 慢慢将掀开的背脚 重新盖上 嗯啊 叶哥哥 叶哥哥 我在 我在 一刻钟后 萧鱼儿重新穿戴好一群 又恢复了之前活泼开朗的少女姿态 轻腻地在叶仓脸上亲吻一口道 这一次 我有没有进步 有 非常有 肉眼可见听了他的问题 叶仓乐得不行 急忙点头笑道 不过 你也别太得意 房中十八术 你才学去四诗而已 还有足足十四诗没学呢 不怕 萧鱼儿很干脆地回答道 有叶哥教我 我最后肯定都能够学会 呵呵 好好 这等高深术法 我肯定全部教会你 叶仓感觉自己实在太幸福了 居然能捡到如此宝贝道律 萧鱼儿笑得很甜 用手指在他脸上戳了两下道 我走了 下次再来找你 支呀 随着窗户一开一闭 叶仓所在的房屋 顿时又恢复了宁静 想起萧鱼儿那张精致的脸庞 叶仓嘴角的笑意 无论如何都压不下去 笑道 瑟瑟丫头 时间一晃 半个月后 人黄格七盛终于现身了 现身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邀请叶仓前往皇宫做客 叶仓没有推托 答应前往 因为他确实有事要询问格七盛 皇宫之中 大赦宴席 除了人黄外 皇朝内所有大臣也一并出席 场面盛大浩荡 天宴皇朝 已经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格七盛隆重出席 即便一头白发苍苍 垂垂老矣 但随着黄袍加身 依旧霸气逼人 尽显皇者风范 叶仓时刻 坐在格七盛下方一侧 给足了他面子 萧鱼儿沾了叶仓的光 同样受到邀请 与他同席而坐 底下群臣纷纷侧目 好奇叶仓的身份 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够得到人黄如此器重 引起一片哗然 咦 那位公子看着面身啊 是什么来路 不清楚 我只知道 人黄为了他 特意举办了今天这场宴席 他的身份定然尊贵无比 我担心会直接影响 即将到来的人黄大典 话到此处 群臣震惊 立即打起十二分精神来 人黄大典事关重大 是挑选下一位人黄的仪式 他们这些群臣 早已站好了队 能否得到升天 就等那一天的了 三位候选者 分别是大公主格皇 二公主格妹 三公主格威 其中势头正盛的 无疑是大公主 身为金甲卫总统领 深得人黄信任 行事果决 从不拖泥带水 是一位勇于冲锋的铁娘子 其中二公主一不皇多让 得到群臣支持者甚多 加上她背后 还是某元古宗门的核心弟子 也有一定胜算 唯独三公主格威 年纪最小 既不善领军作战 又不善笼络人心 自然是一个支持者都没有 能够侥幸回到天雁皇朝 也是因为仁皇恩宠 不忍她流落异国他乡 颠沛流离 众人依次落座完毕 只等三位主角出场 大公主道 这时 总管高呼 夹杂着一定灵力 保证声音能够清晰 落入每个人的耳朵里 闻声 站队大公主的群臣们 立即摆正身姿 静候主子到来 至于偏向二公主的群臣们 则饶有兴趣的 窃窃私语 听说 仁皇为了这次宴席 特意叮嘱大公主 必须盛装出席 不知道穿上女装后的大公主 能否与二公主相媲美 我觉得不愤伯伯仲 大公主从十岁开始 便容装在身 威风凛凛 但她从小就是一个美人胚子 即使长大了 也差不到哪里去 晋升 来了 来了 众人兴致勃勃看向门口 期待重新穿上女装的大公主 会有何等的经验 然而下一刻 她们齐齐失望了 心中幻想破灭 大公主依旧一身金甲绒装 比起之前唯一的不同 就是她这一次 是以她真容出席 脸上不失粉带 一对凤眼神采意义 英姿勃发 即使观赏不了 格皇身穿女装的样子 但她出彩的容颜 照样引得群臣纷纷惊为天人 倒吸凉气 格皇看向上座 扫过夜仓的脸庞 脸色有些复杂 随后单膝跪地道 皇儿抓贼来迟 来不及更换妆容 还请父皇恕罪 老人皇格齐盛文言 无奈摇了摇头 皇都之内 哪来那么多盗贼 无非是不想穿上盛装的借口罢了 起来吧 赐座 谢父皇 格皇起身 到一旁落座 她的形势风格很明显 雷厉风行 干脆利索 接下来是二公主格妹 盛装出席 惊艳全场 华丽长裙脱叶 骑上金丝环绕 会成蓝鸟 令她看上去 好像一只会开瓶的孔雀 低胸宫装引人瑕丝 露出一大片雪白 尤其苏兄饱满 留下一抹显眼的沟壑 二公主格妹 就和她的名字一样 带了一个妹子 一平一蹴间 妩媚动人 风情万种 隐得底下群臣 无不脸色红骚 纷纷运转心法 维持心思清静 格妹心中窃喜 笑了笑 对此甚是得意 听闻这次有大人物出席宴席 她特意穿上 自己最喜欢的蓝鸟睁雁群 来见一见那位大人物 格妹先是向人皇 隔其圣行礼 随后才将目光下移 落到叶仓身上 瞳孔微缩 面露惊讶 好俊的男子 她就是三妹的帮手 那个隐藏修为的原因修士 那一晚 叶仓来到黄兜后的一举一动 她已经完全知晓 而那酒楼的掌柜 在她的逼问下 也是全盘拖出叶仓问话的经过 格妹还留意到了 一个很关键的信息 那就是叶仓来黄兜 也是立刻派人去查询 今天就该出结果了 格妹对叶仓笑了笑 眼波流转 魅属暗含其中 父皇 这位公子是何家人物 长得真俊 不知可有婚配 格其圣文言愣了下 玄机皱眉赤道 妹儿不得无礼 这位是叶仓前辈 修为通天彻地 他能来天燕皇朝做客 是我们的荣幸 你们莫要扫了叶前辈的雅兴 什么 听到人皇亲口喊叶仓为前辈 在座众人脸色骤变 人皇何许人也 第一人 纵然如今年迈 那也是皇位犹在 少有人敢主动招惹 如今 他居然亲口尊称 那个年轻人为前辈 那就说明 他的实力 在人皇之上 可怕 太可怕了 难怪人皇要大赦宴席 隆重招待叶仓 感情他们天燕皇朝 来了一位不得了的大人物 二公主格妹 与底下群臣心神一阵 即刻行礼道 参见上仙 叶仓汉手笑道 行了 不必多礼 我叶仓只是一介 无门无派的散人 没有那么多规矩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众人再次脸色一变 能修炼到如此静洁的散人 才是最可怕的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能招惹到对方 格妹两眼闪烁 后退到格黄一侧 格黄扫了一眼妹妹 便知道她心里面在想什么 当即出言提醒 你最好不要打她的主意 出了问题 你和皇朝都承担不起那个后果 格妹闻言笑了笑 饶有兴趣地抬起妹眼 打量格黄 道 姐 你今天是怎么了 好像有点关心那个男人 难道 你那颗沉寂已久的芳心 开始激动了 你平日不是都戴着黄金面具的吗 怎么这一次 终于舍得摘下来了 那么完美好看的面容 实在令妹妹感到极度呀 坏了 格黄淡淡说道 从小到大 人们在她身上谈论最多的 一是美貌 二才是天赋资质 每个同龄人看她的眼神 都很是怪异 格黄不喜欢这种关注 一心修道变强 延续天艳皇朝的风光 所以 从那时开始 格黄便穿上了戎装 戴上了面具 只以强横手段告诉众人 她格黄除了美貌之外 她的天赋资质同样出众 坏的时机刚刚好吗 格妹笑得很狡黠 两眼灵动 继续说道 恭喜你呀大姐 突破到通玄境 又领先妹妹一步了呢 让我猜猜 大姐当时是怎么突破的 难道是夜前辈出手 帮助了姐姐 让姐姐很感动 才会令你如此在意她 是不是啊 格黄促眉 道 少在这里阴阳怪气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你要是戏弄了她 后果自己承担 自己承担 便自己承担了 格妹嘴角弯弯笑道 姐 不瞒你说 我已经找到了拉拢她的关键 人皇之位是我的 你输定了 格黄没有回应 面无表情 三公主 道 随着总管高呼 小贵子同样隆重出席 只不过群臣们脸上没什么变化 三公主同样很美 但她孤身一人 无人相助 继承人皇之位极其渺茫 遭到群臣冷落 格威早有心理准备 但她根本不在乎 只要有一人替她加油打气足矣 那就是萧云了 从小贵子入场至今 也只有她在小声鼓掌 如今三位公主面胜完毕 叶仓还不知道 老人皇在打什么算盘 像他们这种级别的老怪物 每一个行动 都必然有其中的意义 好比今天这次皇宫盛宴 叶仓总感觉 老人皇别有深意 三位公主都很美 各有姿色 依次亮相 仿佛在走秀一样 而叶仓作为本次参与者 就是不知道是男嘉宾 还是评委 老人皇开怀大笑 宣告宴席开始 萧云儿早就迫不及待了 开始大快朵仪 开怀畅饮 这时 阁妹主动站出来 要为老人皇 隔其胜献舞 以助酒性 小贵子也不甘落后 感恩老人皇 要问她歌唱一曲 唯独大公主阁皇不善才艺 只能闷闷看着 好好 你们有心了 老人皇知道自己时日无多 也不去想那些未来之事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 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不失为一种大乐趣 她眼眸有些湿润 感慨良多 过了好一会 她才对叶仓悄悄传音 叶前辈 你看我这三个女儿如何 叶仓闻言 愣了一下 她就知道 老人皇没安好心 肯定在打什么主意 暂且听听她想说什么吧 叶仓跟着传音道 老人皇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呵呵 还请叶前辈见谅 是我唐突冒昧了 老人皇顿了一下 继续叹道 我命不久矣 想为天雁寻一位靠山 叶仓默默听着 没有说话 而老人皇见她没有立即拒绝 猜测或许有转机 继续传音 叶前辈 想必你也看得出来 我剩余的寿命不多了 不足以 令我继续维持天雁皇朝往后的命数 而我那三个女儿还小 实力也弱 担不起整个皇朝的命脉 我一死 注定要天下大乱 到时候 内忧外患 必定接踵而来 天雁皇朝最后必然要毁于一旦 所以我才斗胆请示前辈的意见 是否 愿意替天雁皇朝遮风挡雨 直到下一任仁皇 能够挑起大梁 说到这里 老仁皇心怀惭愧 知道自己是在强人所难 但他还是不想放弃 停顿一会 继续探导 叶前辈 我知道 这样会令你很为难 但我实在想不到其他的办法了 你在此时此刻来到皇都 或许就是上天的安排 要你拯救天雁皇朝的未来 一个皇朝没有强者庇护 他的命运是注定的 不管我那三个女儿 谁继承了仁皇之位 他的将来必定会很凄惨 与其让他们落入他人魔爪 受尽凌辱 我宁愿让他们在前辈身边当个侍女 所以前辈 如果你看中他们其中一个 一或者三个都要 那也没关系 只求你能当他们的靠山 当天雁的靠山 在危机时刻出手相助即可 我隔其胜死而无憾了 当然 我也会尽力补偿前辈 从此之后 我会让下一任仁皇以你为首 遵你好令 替你搜集天下奇物 即便你是一介散仙 得到整个皇朝的支持后 定然能更进一步 反正你一时半会 也不会离开东狱 何乐而不为呢 听到这里 叶仓笑了笑 老人皇格其胜 还是太小看他了 以为他只是一介普通的散仙 纵使修为高深 但亦有限制 比不得那些名门大派 有些在底下跑腿 胜过自己亲力亲为 不过 令叶仓更在意的 还是他最后面那句话 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得出的结论 叶仓传音道 你怎么知道 我一时半会 不会离开这里 见叶仓回话 老人皇甚是高兴 叶前辈 我的修为虽不如你 但我也知道 仙界出了大变故 无人能够飞升仙剑 像你这样的修士 才会跑遍九州各个角落 寻找飞升之法 亦或者甘愿如此 开宗立派 享受世间一切美好 你见过这样的人 没错 天雁皇朝在东狱 算是顶尖势力了 但距离最高峰 还有一段差距 尤其是那几个圣地宗门 根本无法逾越 叶仓发现自己之前想错了 他本以为东狱平级 不可能有大成七修士来此 但听完格其胜的陈述后 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也有无法飞升的大成七修士 专门挑选偏僻之地 落地生根 当个土皇帝 不必看中州皇庭仙族们的脸色 倒也逍遥自在 格其胜见叶仓来了兴趣 玄机向叶仓主动推荐 叶前辈 我大女儿阁皇 天生神体 对皇朝忠心耿耿 二女儿阁妹 天生魅谷 善修魅术 三女儿阁威 年纪最小 修炼时间最短 为人善良 叶前辈 你看如何 叶仓举起手中酒杯 一一扫过三位公主的玉脸 格皇杀伐果断 不惜派人追杀自己妹妹 有皇者气魄 格妹舞姿翩翩 天生游雾 是个男人都会喜欢的类型 格位与两位姐姐相比较 也就剩在歌喉音律这方面了 嗓音动听 唱功了得 三位公主都很好 实在令人难以抉择 可突然 叶仓放下酒杯 忍不住叹口气 她是来黄兜找玉玲龙的 不是来找三位公主的 玉玲龙是系统指定的道理 对非生仙界 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这也是她前来皇宫的理由 见状 老人黄生怕 惹恼了叶仓 小声问道 叶前辈 难道是我三位女儿过于庸俗 难如你乏眼 说实话 格七圣对自己三位女儿的滋容 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要不然 他也不会特意安排他们 依次走秀 盛装出席 与叶仓进行会面了 叶仓道 非也 三位公主各有各的艳丽 美若天仙 只是在回答你问题之前 我想向你了解一件事 前辈请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格七圣心思一动 严肃对待 在这黄兜之中 你可知道 是否有叫玉玲龙的女子 叶仓想了想 还是问老人黄直接一些 玉玲龙 老人黄仔细回忆 随后缓缓摇头道 没听说过 如果那女子颇具名气 应该能轻易找出来 嗯 格七圣迟疑了一阵 说道 要不这样前辈 你暂且留在宫内 我专门派人替你 去寻找那女子 一有她的消息 我立刻通知你 叶仓点头 事到如今 也只能如此 系统只给了叶仓一个名字 还有具体地址 但对方到底长什么样子 是什么身份 却是一概不知 令她有些头疼 不过这样也好 有老人黄亲自派人去找 她也可以省去不少烦恼 老人黄 据说还有一个月 就是人黄大典对吧 对了前辈 我那三位女儿的事 你一定要考虑考虑 不管你是想让她们成为道女 亦或是洗脚的侍女都行 直到她们能独当一面为止 我相信 耽搁不了你太长时间 这是老人黄的无奈 周围敌人便虎视眈眈 三个女儿又太小 实力不足 难当大任 即便她们成为天雁的新人黄 也无可奈何 改变不了如今的局面 叶仓传音道 我知道了 人黄大典当日 我自会给你答案 不过 在那之前 也就是这一个月里 我希望你尽快查明玉玲龙在哪 是 前辈 我一定尽力而为 格棋生笑了笑 对叶仓抱以感激 之后的宴席进行得很顺利 叶仓没有留在皇宫内 而是回到临安宫 耐心等待人黄消息 与此同时 老人黄也是 立即喊来格皇 要他亲自去调查玉玲龙的下落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得出结果 然而三天后 二公主格妹 暗中派人给叶仓带了一封信 信上只有一行字 我知道你要找的人在哪 玲龙宫 位于黄兜中心区域 是二公主格妹的行宫 受黑甲位直接保护 尤其现在 正值人黄大典关键时刻 防守更加严密 滴水不漏 不管是谁前来 都要盘查一番 不过 来到玲龙宫后 直接走了进去 黑甲位不仅没有向他盘问阻拦 还一脸恭敬 目送他进到行宫之内 因为老人黄特意下了调令 叶仓可在黄兜之内随意行走 不受黑甲位和金甲位监控 毕竟以叶仓的修为 莫说是这些兵卫们 就算是老人黄亲自前来 也阻挡不了叶仓的脚步 他想去呢 就去呢 与其堂毕当车 倒不如彻底放开 还能收获到叶仓的好感 玲龙宫内的布置 与三公主的玲安宫 天差地别 分别用两个词语来概括 那就是奢华和质朴 玉石铺路 贵气豪华 纸路的明灯 全部换成夜明珠 每到夜晚星光璀璨 美不胜收 不过 这些东西再奢华 也不过区区凡间之物 叶仓看不上 刚一靠近阁楼 便有两位美貌侍女前来相迎 上仙万寿 二公主早已等候多时 请 他们推开门 露出阁楼内部光景 令夜仓不由地缩了缩瞳孔 里面的布置 简直比外面还要复理十倍 架子上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珍稀之物 每一件都价值连成 夜仓仅仅扫了一眼 便没在关注 而是看向中央站着的一位家人 二公主阁妹 对她吟吟一笑 千娇百妹 上仙 您来了 快请进 人呢 在哪 夜仓走进阁楼 侍女则将木门关上 退了出去 阁妹闻言 媚眼流转 没有立即作答 而是上前搀扶夜仓手臂 领她坐到茶桌凳子上 夜前被莫及 我很好奇 这个玉玲珑 对你真的那么重要吗 夜仓皱了皱眉 顺着她一坐下 随后点头道 对 得到夜仓正面回答 阁妹心中很是惊讶 早在审讯酒楼掌柜的时候 她就知道 夜仓一直在寻找玉玲珑 她也搞不清楚 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女人 到底该美成什么样子 才能让夜仓如此在意 阁妹也暗中派人前去调查 翻遍整个黄兜 这恰恰让阁妹发现一个盲点 能成功拉拢到夜仓 阁妹今日的衣着 不比当日引人瞩目 一袭减短素裙 显露郊区大片雪白肌肤 苏胸半露 满腰净险 还有两条白花花的长腿 细腻滑嫩 令人赏心悦目 阁妹给夜仓倒一杯清酒 特意靠得很近 寻香扑鼻 夜前辈 如果喝了这杯酒 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不喝 那我也会告诉你的 阁妹很聪明 既想笼络夜仓 又不想太过放肆 弄得她不愉快 夜仓扭头看了她一眼 阁妹也不躲闪 笑眯眯与之对视 根本不怕火辣辣的郊区 被她看了去 相反 她还巴不得夜仓多看几眼 能令她心里高兴 阁妹想来也奇怪 明明她修炼的是魅属 最擅长勾引男人 但她又很反感 被那些男人看到便宜 对夜仓就没有那种感觉 就很奇怪 不知道 这算不算双标 夜仓缓缓收回视线 对阁妹的性格 有了大致判断 她对女人非常了解 也很懂得男人的心思 知道不同风格的女人 能够吸引到不同男人的关注 就 夜仓拿起酒杯 一饮而尽 豪放的动作 引得阁妹眼中一彩连连 好了 该说正是了 夜仓放下酒杯说道 阁妹笑了笑 结果夜仓手中的杯子 自己倒了一杯 而且 她还当着夜仓的面 故意转动半圈杯子 与她喝过的位置重叠 一饮而尽 如此暧昧的举动 让夜仓一有些愣住了 然而下一刻 阁妹已经起身 绕到夜仓身后 伸出两根玉藕般的仙臂 胶叠缠在她脖子上 身前的两团柔软 也毫不避讳 印在她后背上 方向一片 傅儿吐气道 我就是 你要找的玉玲珑 什么 你就是玉玲珑 夜仓一头雾水 有些不敢置信 阁妹嗓音清脆 如黄黎鸣叫 玉手逐渐下移 放到夜仓的心房上 感受心脏激烈跳动 呵呵 跳得比之前快了呢 知道我是玉玲珑之后 是不是让你很兴奋了 夜仓前辈 你千里迢迢来到黄斗找到我 是想做什么 嗯 可突然 阁妹轻易一声 她从夜仓身上 感受到一丝不同寻常的契机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从她体内苏醒 下一刻 一缕恐怖的杀鸡 瞬间侵入她的体内 阁妹如遭雷击 整个人彻底僵住了 仅仅是面对一缕一出的杀鸡 就让她顿感无能为力 就好像在面对一头远古洪荒猛兽 只要夜仓愿意 就可以瞬间将她摧毁 上仙 饶命 阁妹大惊 翘脸变得惨白 一股厚重的压迫 倾泻到她身上 将其重重压跪在地上 这嫩白皙的膝盖刻在地面 破皮流血 痛苦异常 令她面容扭曲 夜仓冷声哼道 骗我 你可知道付出什么代价 如果阁妹是玉玲珑的话 系统早就结算任务了 而今系统依旧没有反应 那就代表真正的玉玲珑还未出现 夜仓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或许那玉玲珑跟萧羽儿一样 还没长大 亦或者还没出生 都极有可能 她还有一百年的时间 等得起 阁妹此刻是真的怕了 回不听当初姐姐的教训 旋即开口解释道 夜前辈 我不是有意欺骗你的 你所要寻找的玉玲珑 我找遍了整个黄兜 发现根本就没有这好人 不得已 我才想要假冒于他 为什么 因为 我想让你 助我成为新人皇 事成之后 我绝不会亏待了前辈 我愿意与你平分天下 见夜仓没有反应 阁妹急了 当即改变主意 不对不对 整个天眼皇朝都是前辈的 包括我也是 阁妹为了得到人皇之位 可谓是费尽心机 拉拢群臣 吊着大统领门槛 以及其他王公贵族的公子哥 如果还是无法确保他 一定会成为新人皇 阁妹或许还会搬出背后的大宗门 来震慑一切 毕竟他核心弟子的身份在那里摆着 师父也很宠他 有求必应 能拉拢夜仓最好 无道逼不得已 他不想劳烦师父现身 夜仓看了下跪的阁妹一眼 散去威压 你们谁当人皇 我无意干涉 一切但凭天意 没其他事 就别来烦我 浪费时间 夜仓说完 头也不回 转身出门离去 留下阁妹满脸忧怨 赶紧从地上站起来 看着擦破皮的膝盖 又红又肿 心痛不已 坏男人 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玉 人家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受伤 太过分了 要赶紧处理才行 抹上特制灵药 使伤口恢复如初 接下来的时间里 阁妹依旧没有打算 放弃人皇之位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她考虑是否要 搬出背后的师父了 时间一晃 一个月过去了 天宴皇朝 最为隆重的人皇大典 就在明日举行 当晚 大公主阁皇 匆匆进宫 面见老人皇 自从她穿上金甲戎装以来 还是第一次出现交集的神色 父皇 皇而半事不利 找遍整个皇都 也未能找到名为玉玲龙的女子 话音刚落 老人皇也是神色一变 无奈摇头叹气 在这一瞬间 她仿佛又苍老了几岁 呈现一脸衰败之想 完了 天不佑我天涯 未能找到那名女子 恐怕叶前辈 也不会同意我提出的条件了 阁皇同样面亲凝重 与老人皇不同的是 她不知道 阁七圣对叶苍提了什么条件 她只是觉得 没能为叶苍帮上忙 无法偿还她 相助自己 突破通玄境的恩情 感到惭愧 两人都默不作声 彼此沉默了好一会 两久 阁七圣对阁皇说道 皇儿 时间不早了 待回去准备明天的人皇大典 父皇希望你能胜出 阁皇跟随阁七圣最久 也是对皇朝最忠心耿耿的一个 不过他的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太独断独行 一旦镇不住底下的群臣 就会天下大乱 二公主阁妹 善于拉拢人心 做事不够果决 优柔寡断 根本撑不住人皇之位 三公主阁威 就更不用说了 心地善良 为人仗义 能与底层人和睦相处 也是与仁皇之位格格不入 思来想去 还是阁皇最为合适 把天燕交到他手中 才是忧中忧的选择 是 父皇 皇儿一定尽力而为 阁皇拱手达道 告别仁皇 返回自己行宫 第二天 仁皇大典正式举行 老仁皇阁其圣 身穿龙袍 来到祖地祈福 跪求老祖宗们 庇佑天燕皇朝 千秋万代 国泰民安 祈福的过程 相当繁琐复杂 一连持续整整三天 然而带来的影响 也是十分巨大的 天燕皇朝数万年的气韵 在这一刻尽数显现出来 哦 一条约莫五米长的金色小龙 在皇都上空盘旋 吸引大量天地灵气 而后散落到皇都各个角落 可供修士们修炼 效果极佳 修炼速度比平时提高三倍有余 并且还将持续整整一个月 这条小龙 便是天燕皇朝数万年气韵的显现 大洲的千年龙珠 在他面前不值一提 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叶仓没有想要将他 据为己有的打算 因为整个皇朝的气韵实在太大了 一旦反噬 带来的因果报应极为严重 得不偿失 嗨嗨 伴随着一阵剧烈咳嗽 老人皇祈福完毕 从祖地中归来 身上的气血又是衰败几分 脸色苍白 气息极为微弱 祈福的过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人皇要集中精神 意念坚定 与逝去的老祖宗们沟通感应 得到老祖宗的回应之后 方能继续进行人皇大典 挑选下一位新人皇 叶仓有所感应 遥遥看了老人皇一眼 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再过三十到五十年 就是他的终点了 数十年的光景 看似很长 但对于修士来说 不过是转眼即逝的光阴 尤其是对他们这种强者来说 那更是眨眼之间的短暂 老人皇阁其盛来到黄都上空 宣声道 祈福完毕 老祖宗同意进行人皇大典 挑选下一位继承人 三位候选者 去到你该去的地方 尽力尽心感应我天艳皇朝之气韵 谁能得到气韵之青睐 谁便是下一任人皇 老人皇话音刚落 三位人皇候选者一同现身 分座于黄都上空三个位置 盘膝而坐 运转金法 激活体内皇室血脉之力 沟通感应天上的金色小龙 谁能得到小龙垂青 谁就是下一任人皇 叶仓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形 感觉还蛮有意思的 这种挑选方法很公平 但却相当的玄 这个玄字 与很多东西相关 譬如候选者的修为 个人的气韵 他们的潜力 未来的亲朋好友 或者道旅等等 总之就很玄妙 谁也无法预估 他们之中 谁将夺得人皇之位 随着三人开始沟通感应 金色小龙立即开始动了 他先是来到阁皇的头顶 盘旋徘徊 引得底下众臣一片惊呼 你们看 那小龙动了 他选择的是大公主 是大公主 我早就看出来了 大公主是身具大气韵 之人 成为人皇当之无愧 等等 他怎么走了 那大臣尚未高兴完 代表天宴皇朝气韵的金色小龙 居然离开阁皇头顶 去到了二公主阁妹的头上 开始盘旋飞腾 底下群臣再度沸腾起来了 是二公主 是二公主 老夫果然没有选错人 萌刊带着一众亲卫 也来到现场守护 同样目光灼热 望着阁妹舔了舔嘴唇道 阁妹啊阁妹 你可要争气啊 你要是输了 我可就人头不保了 这 怎么回事 可突然 门槛瞳孔放大 他看见那小龙又动了 金色小龙 是天雁皇朝数万年 气韵显化 只见他在二公主阁妹的头顶上 徘徊停留了一会 又立即动了起来 看他行走的方向 居然是奔着三公主阁威那边去的 如此一幕 自然下的底下群臣 各个脸色发青 背脊发凉 两手攥紧 双拳紧握 顿杆向上头颅不保 脖子闪过一丝冰冷 如果三公主真的继承了人皇之位 他们站错队伍的代价 可想而知 即便侥幸捡回一命 发落边疆 远离黄兜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哎呀 这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不不 千万不别是三公主啊 老夫年迈已高 受不得惊吓 天雁历待人皇 在上 保佑大公主得选 历待人皇在上 让二公主当选吧 群臣们心中惶恐 冷汗直流 有的甚至跪在地上 前程祈祷 都不希望三公主继承人皇之位 这些大臣不看好隔威 是卫公还是卫司 他们都不看好隔威担当人皇之位 一来他太过于善良 不适应皇宫内的生活 二来他可使用的手段匮乏 比不上两位姐姐 因此 也就无人为他站队 不过 萧鱼儿肯定是站在他这边的 看见金色小龙一动 他的双眼立即睁大 瞬间来了精神 哎 叶哥叶哥你快看 他去小柜子那边了 小柜子加油 一定要成为人皇 把那些欺负过你的人 狠狠报复回去 他喊得很大声 让大臣们都听得一清二楚 吓得他们赶紧吞咽一口唾沫 继续抬头望天 或继续祈祷 然而下一刻 情况再次发生变化 又有人发出惊呼 是人皇身边的一位老总管 陛下 您快看 那金色小龙 又跑到阁皇公主那边去了 什么 老人皇也是惊诧无比 眯着双眼望去 果真如此 这是怎么回事 以前可从未出现过如此怪事 饶是老人皇见多识广 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诡异的怪事 三位候选者都具有人皇之姿 这在天雁皇朝历代以来 从未出现过 格齐圣静静观望片刻 那小龙继续一动 又到了阁眉头上 稍作停留一会 又去到阁眉头上 如此诡异的一幕 饮得底下群臣心脏乱跳 一会高兴到颤抖 一会恐惧到大汗淋漓 直到有些麻木 金色小龙在他们头顶上 饶了好几圈 但就是没有选中他们任何一人 好像陷入了犹豫之中 难以抉择 此事 闻所未闻 令人惊奇不已 死 另一边 老总管道西一口凉气 搞不清楚状况 连忙问道 陛下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三位公主都具有人皇之姿 对我们天意而言 是喜是忧 格齐圣摇头道 我也不知 未来之事 岂是那么容易知道的 不过 我能确定的是 他们未来之气韵都不弱 每一个都能肩负起 天雁皇朝的未来 这我就放心了 老人皇看得颇为深远 纵使天雁皇朝 今日被消灭 也无所谓 只要三位公主 能够继续成长下去 终有一天 定会卷土重来 重振天雁皇朝的威名 如此一来 他便无愧于天雁的老祖宗了 老总管闻言 脸上也是笑意不断 恭喜陛下 得此三位公主 实属我天雁之大幸啊 老人皇听罢 只是笑了笑 继续观望天空 另一边 萧鱼儿也是被那金色小龙整妈了 心脏跟着一起一扶 翘脸哭笑不得 频频为小贵子担忧 野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快给我说说 我感觉我快要绷不住了 心跳得好快 叶仓一脸好笑 扭头看着他 然后在他白嫩的脸颊上轻蔑一下 瞎担心什么 不管他们谁当人黄都无所谓 你不想小贵子有事 他便不会有事 我说的 面对叶仓的豪放宣言 萧鱼儿顿感心里美滋滋的 红霞染过双颊 娇艳又青涩 实属罕见 他高兴道 嗯嗯 多谢野哥 叶仓跟着皱眉笑道 只有感谢 没有其他表示了吗 萧鱼儿闻言白了他一眼 就知道他一有所指 不过 这个月以来 他一直都在勤苦修炼 确实好久 没那个了 想到这脸 萧鱼儿脸上的红润更甚了 堵着小嘴 下意识夹紧双腿 生怕被叶仓发现 他此时此刻的状态 有些不佳 随后缓缓闭上一双眉眸 暗骂自己一句 妖精 可就在这时 上空之中惊陷一变 哦 小金龙发出惊人咆哮 惊醒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发生什么事了 萧鱼儿迷迷呼呼睁睁开双眼 立即看向天上 只见金色小龙像是发狂了一样 飞翔腾膜速度极快 一会直冲苍穹 一会俯冲幽冥 最后 他盘旋在大公主阁黄的头顶上 不再离去 与此同时 他猛然张开血盆大口 龙身球起 像是一张张强弓似的 不断蠕动身躯 好像要把嘴里的某样东西吐出来 如此怪异的一幕 自然牵动了所有人的神经 老人黄格其胜 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老脸满是疑惑 这是老祖宗显灵了 他要干什么 金色小龙是天燕皇朝历代以来积攒的国运 也即是历代人皇的象征 他的意志便是历代人皇的意志 如今 他的表现如此奇特 到底是为了什么 众人凭住呼吸 集中精神 注视着金色小龙的一举一动 约莫过了一刻钟 金色小龙的嘴里 终于出现了某样物品的一角 晶莹剔透 好似美誉 又过了一个时辰 金色小龙终于将嘴里的物品 整个吐了出来 竟是一块四四方方的金银美誉 透亮无瑕 美不胜收 在那美誉之上 刻印着龙飞奋舞三个字 什么 居然是 他 叶苍双眼微眯 心中惊骇万分 另一边的老人皇意识如此 只不过两者的惊讶稍有不同 他是激动到难以言表的震惊 老祖宗赐名 玉玲珑 呃 叶苍张开嘴巴 嘴角抽了抽 他根本没有想到 那个神秘的玉玲珑 竟然会以这样的形式 出现在他面前 实在出乎他的预料 难怪隔妹翻遍整个黄兜 都找不到玉玲珑 逼得自己浑水摸鱼 想要借此骗过叶苍 得到他的帮助 却没想到 真正的玉玲珑 其实是他的大姐格黄 叮 恭喜宿主与玉玲珑会面成功 任务一完成 奖励 原点加1000 任务二 协助玉玲珑稳住人皇之位 开启玉玲珑好感度 祝 阴阳补天路 需要道理好感度达到90 100满 即以上 双方才能进入完美修炼境界 好感度越高 修炼提升越快 强行修炼会损坏自身根基 请宿主慎重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 加2000 八点兵卖单 任务失败 我走了 随着系统任务一完成 叶苍也不得不相信 格黄就是玉玲珑了 他无奈暗自摇头探道 不就改个名字 这都行吗 随着新人皇选定 金色小龙不再继续盘旋在几人头上 而是化作更精纯的天地灵气 散落在黄都各个角落 宫黄都内的修饰修炼 效果极佳 与此同时 三位公主默然睁开双眼 胜负一分 格维与格妹脸上稍显落寞 但还是齐声对格黄献上祝贺 恭喜姐姐获得人皇之位 格妹抬头看了一眼格黄头上的玉石 无奈苦涩一笑道 原来如此 原来姐姐才是玉玲珑 我总算知道 老祖宗为何要选你当下一任人皇了 格维也看到了 扭头看向叶苍与萧元所在 脸上表情更加黯然神伤 他虽然一直待在临安宫内 足不出户 但也知道 叶苍一直在找一个名叫玉玲珑的女子 这是陆明远告诉他的 有那么一刻起 他多想自己的名字就叫玉玲珑 那样的话 叶苍要找的人就是自己了 格黄听到格妹的话后 皱了皱眉头 不明所以 直到他抬头看向上方 一块精美起立的玉石 缓缓落入他手中 待看清楚玉石上的三个字后 他猛然娇躯一颤 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神情 玉 是我 像是想到了什么 格黄也立刻看向叶苍所在的位置 恰好与他的视线对上 他愣了一下 随后一脸惊慌失措扭过头 不敢继续与他对视 这谁能想到 他之前还尽心尽力 替叶苍寻找的陌生女子 转眼间 那个陌生女子就变成自己了 这也太匪所思了吧 正当他低头沉思 想着该如何与叶苍解释的时候 突然一道惊天杀气 从他背后直冲而来 想要将其一刀斩杀 格维恰好看见这一幕 瞬间脸色骤变 朝格黄焦急大喊道 大姐 小心 格妹也发现了 看向出手偷袭之人 同样脸色大变 当即怒吼道 门刊 你疯了 谁让你动手的 但下一刻 格妹就猛然愣住了 焦躯乱颤 唇角颤抖道 师 师父 在他前方 不知何时出现一个工装美妇 戴着面纱 身姿风韵优雅 前吐后翘 令人血脉喷张 一双大眼睛水润多彩 蕴含一丝怒气 他们两人的提醒 明显赶不上门刊的出手速度 这家伙明显早有预谋 在确定格黄就是新人黄的第一时间 他便指引轻卫们动手了 出手果断狠辣 务必一击毙命 老人黄健壮 牙自欲裂 门刊 你该死 隔着虚空 一掌拍向门刊 但下一刻 前方虚空扭曲浮动 钻出一名相貌英俊的儒雅男子 对方脸上带着一抹戏血 英侧侧笑道 久闻老人黄格旗盛大名 今日我风月道君特来领教 面对老人黄的惊天掌印 自称风月道君的儒雅男子 吟吟一笑 将手中折扇随意一挥 便将老人黄的攻势化解 哎呀 老人黄你果真老了 如此无能软弱的神通 可就不了你的接班人 嗯 突然 风月道君轻易一声 感知到一股很不一样的气息 令他心头一颤 回头看去 正好见到门刊前方出现一人 忍不住惊讶道 好快的速度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在那里的 宫庄美妇也发现了 闪烁不停 暗自思量道 难道他就是门刊口中所说的 一个神秘的前辈高手 不是说 他不会插手天雁皇朝的人皇 继承大典吗 叶苍动用太虚圣体 穿越虚空而至 瞬间拦在门刊前面 面色微怒 随手一拍 荒谷圣体意向显化 恐怖剧长携带惊天威力 像是拍打苍蝇一样 将门刊生生拍成血舞 后者连脸上的表情 都是维持着猙獰的面孔 丝毫没想到 他会死得如此直接干脆 整个过程持续的时间很短 也就隔黄从感受到杀意 到他转身面对的短暂时间里 便看到叶苍毅力在后方 至于是谁想要突然袭杀自己 他完全没看到 要不是隔妹亲口喊出来 他还不知道 是门刊动的手 是他救了我 隔黄脸色颇为复杂 一对精美凤眼频频闪烁 但很快 他便反应过来 又恢复之前那个杀法果断的隔黄 眼中杀鸡浮现 目光锐利 众金甲卫听令 立即擒获门刊残于党羽 若有反抗者 杀无赦 杀 金甲卫齐声发出怒吼 显得异常振奋 阁黄原本就是金甲卫的统领 如今统领摇身移变成了人皇 这便是他们的荣耀 冲杀起来势不可挡 不到一会 就把门刊的党羽杀得丢盔弃甲 死得死 降得降 基本胜券在握 这时 叶苍也动了 回过身来 看着两位陌生来客 既来之 则安之 叶苍满脸不屑 说道 二位动手吧 再不出手 可就没机会了 风月道君双眼微眯 从叶苍身上感受到一丝危险 儒雅风趣的表象 悄然失去 变得一脸凝重 当即坐一拱手道 敢问这位道友 与天燕皇朝有什么关系 想知道 叶苍看向男子 温和一笑道 你还不配 你 风月道君 额头青筋跳起 显然被激怒了 他风月道君 何许人言 乃是东玉超级大宗门 无极宗 第三十五封封主 一身修为恐怖无比 是一位真正的炼须境强者 好好 就让我来试一试 你到底有几斤脊俩 风月道君双目微臣 面对叶苍 不敢有丝毫大意 手中的折扇 亦被他收好 重新换上一把略显破旧的金丝玄玉扇 其上微能显赫 道玉弥漫 震慑的周围众人神情恍惚 这金丝玄玉扇 竟是一件真正的道气 威力不俗 老人皇见对方拿出一件完整道气 老脸变了变颜色 心生忌惮 如果风月道君不使用道气 格其胜自信能拖延他一回 但现在 对方手持完整道气 格其胜只能暗自叹气 如果我天燕的祖气还在就好了 乃能让他如此放肆 同时 他也为叶苍担忧起来 他一直看不透叶苍的真正修为 只知道他在自己之上 想了想 只能全力交给叶苍了 当即施展一门残缺倒数 将金丝玄玉扇带来的威压彻底散去 底下的群臣和金甲卫们 才得以喘息 至于萧羽儿与格皇 格威两位公主 靠近叶苍同侧 有她顶住威压 丝毫没有感受到异样 格皇看着叶苍的背影 表情复杂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格威同样一脸担忧 这次的敌人不同以往 强太多了 与玄冠三老道相比 完完全全高出好几个级别 啪 风月道君全力施法 打开金丝玄玉扇 一股更为强大的道运威能 席卷全场 吹得整个黄兜开始摇晃 旋风四起 凝聚飓风 风月道君煽动玄玉扇 一道恐怖飓风 在飞行的途中 瞬间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并且不断凝聚壮大 毁灭半个黄兜 完全不在话下 到了这时 风月道君已然脸色苍白 全力施展玄玉扇 对她而言 压力极大 但她依旧没有掉以轻心 知道这还远远不够 因为她从叶仓身上 感受到的压力 跟老宗主一样 必须 必须 拼命了 风月道君双眼一凝 从口中吐出树道精血 落入玄玉扇之上 下一刻 玄玉扇的威能再度暴涨 将煽动出去的飓风再度分化 变成十六道 威力之大 能够在瞬间移平整个黄兜 什么 老人黄神色大害 跟着全力出手 尽快驱散下方的大臣们 宫庄美妇 同样一脸慎重 道 能逼得风月道君拼尽全力 对方到底是什么人 她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就不来了 这一切 只能怪自己徒弟不够争气 如果继承仁皇之位的是她 她就不用匆匆现身 也不会沾上叶仓的因果 宫庄美妇看了阁妹一眼 本想着不管她 让她死于风月道君的飓风之下 自己趁机逃之夭夭 但到了最后一刻 她还是忍住了 毕竟师徒一场 罢了罢了 宫庄美妇悄然施展玄妙道术 趁机将阁妹与自己一并送走 远离黄都中心 确认阁妹安全之后 立即远钝 连一句多余的交代都没有 即便阁妹如何喊她 皆没有回应 十六道惊天飓风 碾压叶仓而去 后者只是心为地点点头 点评道 不错不错 是个人才 可惜啊 你今日注定要死了 叶仓身上气息突然一变 一具顶天立地的虚化巨人 浑身沐浴着金色圣光 令人莫名产生一股想要膜拜的冲动 圣体显化的异象本体通天彻地 对着十六道席卷而来的飓风 连拍十六掌 碰 碰 碰 看似威力惊人的飓风 瞬间烟消云散 剩余的进风微压 吹到地面上 化作轻风拂过 带来阵阵凉意 风月道君嘴角叠雪 看着空空荡荡的黄兜 瞬间傻眼了 他召化而来的十六道毁天灭地的飓风 竟然一道也不胜了 只有一个闪耀圣光的巨人 令他不敢抬头直视 风月道君拍下一掌 威力十足 当其当场拍死 他散去巨人 抬手一招 金丝玄玉扇落入夜仓之手 未能落下 强制抹去玄玉扇上面的所有痕迹 喜得一见到气 收获还行吧 夜仓 低声说完 扭头看了一眼 宫庄美副逃跑的方向 轻声道 都说既来之 则安之 你为何就是不听呢 他一步踏出 身影瞬间消失 就像穿越虚空而去了一般 与此同时 不好 风月道君真被杀了 感应到风月道君的气息消失之后 宫庄美副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丝恐惧 逃顿的速度 已经被他提升到极致 但还是感觉到周身不自在 仿佛那个男子 随时随地都会追上来一样 哈哈哈哈 宫庄美副弹口张开 气喘吁吁 每逃顿一段距离 就要扭头往后看去 他此刻真的很怕 没有感应到陌生的气息后 他才安慰自己道 幸好 幸好 他没有追上来 要不然 我就要完蛋了 宫庄妇人话音刚落 便听到空气的环境 响起一道陌生的声音 带着浓浓细血的玩味 我已经等你好一会了 你怎么现在才到 真慢 宫庄美副一听 瞬间翘脸煞白 娇躯一颤 整个人如遭雷击一般 直愣愣停在空中 他急切地望向四周 却没有看见叶仓的身影 不知他身在何处 一连巡视几遍 皆是没有看见 正当他想松口气 以为叶仓是在炸他的时候 一扭头 刚好撞上一个陌生男子的胸膛 叶仓对他微微一笑 道 跑啊 怎么不继续跑了 妇人简直快要被吓哭了 一时气急 竟将脸上的青纱吹落不见 露出一张惊艳滋容 令叶仓不由的双眼微眯 呵呵呵 美副的年纪 原某二十七八 并没有叶仓想象中的那么衰老 因为过于紧张 他那张鲜艳性感的红唇 微微张开 从里面吐出温热之气 吹拂在叶仓的脖子上 有些痒痒的 他直愣愣 抬头看着叶仓 水润明亮的大眼睛里 满是惊慌之色 穷鼻高挺 玉脸有些苍白 但掩盖不了他那身风韵之美 朱元玉润 面如桃花 大概就是形容他这种女人的吧 华丽紫色宫装长裙 被胸前两团浑圆 撑起一个高高的弧度 那一抹白皙深不可测 好比深渊在凝视着叶仓 双腿圆润修长 翘臀风鱼 柳腰堪堪一握 如此曲线玲珑 能让人看了便移不开眼睛 当然了 叶仓就没打算要移开眼睛 盯着美孚眨了眨眼道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为什么不继续跑了 沈青秋眸中待悟 感觉叶仓是在欺负他一样 为什么不继续跑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他根本跑不过叶仓啊 我跑不过你 沈青秋说话的语气 有些软软腻腻的 落入耳朵里很舒服 见他回答还算诚恳 叶仓面无表情继续发问 说吧 叫什么名字 来自河门河派河风河洞 来这里所为何事 但凡有一句虚假 我就立即扭断你的脖子 叶仓说完 伸出右掌摸上沈青秋的脖子 来回挪移 反馈回来的感受 令他颇为享受 很光滑 很细腻 沈青秋从未被一个男子如此对待过 心中有委屈 但又不敢发作 只能避开叶仓的视线 弹口开启 一一告诉叶仓 想要知道的任何信息 叶仓默默听着 灵力透过手心 早已侵入沈青秋的体内 能感知到他体内的任何细微变化 但凡有一点怪异的变化出现 他就要落手催花 当场杀了他 沈青秋说了好一段时间 随后才抬起头与之对视 你想知道的 我已经全部告诉你了 叶仓文言点了点头 但依旧没有松开他的坟井 吴吉宗 沈青秋 第二十四封封主 来黄都市 想要徒弟阁妹坐上人皇之位 好借此把控天宴皇朝 这时 叶仓皱了皱眉道 你刚才说 不是阁妹通知你来的 他为什么不让你来 你们不是师徒关系吗 难道感情不和 不对 沈青秋否认道 我与美尔之间自然和睦 没有矛盾 按照我们之前的计划 他将全力以赴 争夺人皇之位 如果最终没能继承成功 则由我和风月道君前来镇压 让他顺利当上人皇 但不知道为什么 阁妹最后没有按计划行事 一点消息也没透露给我们 是风月道君利用了门槛的野心 让他暗中透露情况 我们才能继续掌控一切 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你的实力 哎 叶苍仰天长叹 令沈青秋大惊失色 一张风韵十足的玉脸 变了变颜色 心中开始紧张起来 他接下来 是死是活 就看叶苍如何抉择了 果不其然 叶苍开口了 哎哟 你这么听话 又那么顺从 还长着一张惊心动魄的俏脸 我该怎么处理你才好 但凡你刚才的态度稍微恶劣一点 我都不用那么烦恼 把你杀了一了百了 沈青秋听了 顿时欲哭无泪 心中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做出傻事 要不然 他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了 行吧行吧 只能从事老本行了 叶苍想了想 随后一脸认真微笑道 打劫 啊 沈青秋身躯一将 下意识将玉手放在高挺的苏兄处 一脸羞红戒备道 劫财 还是劫色 叶苍苦思明想道 嗯 先劫财吧 沈青秋 什么鬼 先劫财 那待会不就还啊 劫色 想到这里 他的玉体顿时滚烫发热 心脏砰砰乱跳个不停 轻咬红唇 一脸难过 想不到他沈青秋一视清白 如今就要毁在此人手里 但他没得选 想要活命 只能顺从 沈青秋开始一点一滴 往外拿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 甚至连他最私密的贴身衣物都未能幸免 全部被叶苍一股脑收了过去 这是叶苍的职业特色 从不在现场清点战利品 全部抢走之后 有空再逐一检查 还有没有 叶苍盯着沈青秋问道 后者一副楚楚可怜 几乎要哭出来的感觉 缓缓摇头道 没了 什么都没了 我不信 我要搜身 叶苍斩钉截铁道 沈青秋抹了 高举双手 毕竟美眸 一脸苦笑 强忍住身体反馈回来的不适感 任由叶苍搜遍他身体各个部位 各个角落 最终羞得没脸见人 带着泪光 急速远顿而去 叶苍望着他离去的曼妙背影 高呼道 我叫叶苍 欢迎回来找我报仇 下次记得多带一点宝贝 哎 果然是个听话又顺从的女人 没有骗我 身上真的没有藏一点东西 不过 叶苍没有继续说下去 饶有兴趣地看着右手食指 撵了撵 有些年年的 滑逆湿润 真是有趣的女人 叶苍开怀一笑 随后一步踏出 返回黄东 另一边 沈青秋恨死他了 回到无极踪 返回自己山峰后 立刻跳进千尺寒潭 利用寒潭里的彻骨冰水 不断洗刷自己身上的雪白胶躯 每一寸 每一处 都要洗得干干净净的 沈青秋一边清洗 一边美眸 长寒温润泪光 他真的感到很委屈 死人 坏人 身上全是他的痕迹 全是他的味道 可恶的死人 坏人 恨死他了 沈青秋咬牙切齿 怒骂了好长一段时间 不过他骂人的功夫实在不咋地 骂来骂去 来来回回都是那几句 一点心意也没有 一天一夜过后 一再留下夜仓的痕迹 一脸不爽的叹口气 正准备起身时 忽然愣住了 这时才突然想起 他的所有贴身衣物 都被夜仓抢了去 如今无衣物更换 一想起他那张脸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继续被地理木马 臭坏人 死人 PS 好难受 胆冒还发烧了 马子好慢 脑袋都不灵光了 不过 我是不会请假的 除非顶不住 沈青秋回到无极宗 已经是一个月之后了 在寒潭里泡了一天一夜 被他擦洗得红润通透 好比一朵在雪地上盛开梅花 娇艳欲滴 他的红唇一刻都没停过 骂了夜仓 整整一天一夜 口水都骂干了 才不得不停下来 正欲起身时 才想起身边无心衣裙可换 小嘴嘟囔 又骂了某人几句 只能穿回原先湿漉漉的宫装 用灵力驱散宫装上的水分 整个人再度焕然一新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沈青秋玉脸带着轻微怒意 被齿轻咬 恨恨的一跺脚 化作长虹 回到自己的洞府 其内灵气充足 是修炼的绝佳场所 他盘膝而坐 没有立即进入修炼状态 而是小心翼翼从体内 取出一把盗运十足的宝剑 宝剑一现身 洞府之内的壁垒上 立即染上一层薄冰 寒气逼人 冰冷彻骨 沈青秋轻输一口气道 哎 还算万幸 碧落凝双剑 没有被那坏死人抢了去 不过 其他全部都没有了 坏人 死人 沈青秋的心 仿佛在滴血 自己拼死拼活拼来的机缘 竟然全部便宜了夜仓 早知道 他就不去躺这一趟浑水了 控制天燕皇朝的想法 是封月道君 蛊惑沈青秋这么做的 一来 革妹是他的徒弟 有机会胜出 二来 他与封月道君实力相当 对付老人皇绰绰有余 也不用担心 封月道君会在背后暗算于他 有了这两方面的保障 沈青秋才决定 出手干涉人皇大典 一旦成功 他与封月道君便能掌控天燕皇朝 平分皇朝绝大部分资源 这对于他来说 是一笔值得谋划的大机缘 只可惜 他们还是低估了夜仓的恐怖实力 没想到夜仓的修为 居然还在练虚境之上 这就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 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已经太晚了 沈青秋也不是傻子 大男临头个自飞 封月道君是死是活 跟他毫无关系 不过 宗主待会肯定会来找我 过问封月道君的事情 要不要如实相告呢 一想起夜仓那张俊逸非凡的面孔 沈青秋就感觉浑身有蚂蚁在爬 令他很不自在 好像自己变脏了一样 想了想 道 算了 还是不说了 免得又沾上那坏死人的因果 报仇也不要痴心妄想了 沈青秋你根本打不过他 去了也是白送 不得不说 沈青秋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这也是他能顺顺利利 修炼到炼虚境的重要秘诀 没过一会 沈青秋柳眉颤动 他收到了无极宗宗主的传音 当即没有迟疑 收好碧落宁双剑 离开第二十四峰 随口编制一个谎言 瞒去封月道君死亡的真正原因 修仙本就是逆天行 甭管你修为是高是低 死在路上也是再正常不过了 沈青秋的谎言 没有遭到高层质疑 很快便结果了 哎 又要开始积攒冲击炼虚后期的资源了 可恶啊 回到第二十四峰后 沈青秋无奈叹气 又要开始四处奔波了 化作长虹 选择离开无极宗 另一边 从仁皇大典结束后 也是过了一个月 深夜 黄都深处 新仁皇居住的行宫 正式改名为玲珑宫 与二公主革媚的行宫重名 后者因涉嫌造反 被打入大牢 行宫也直接被废除 随着新仁皇选定 老仁皇格其胜 也坦然搬离皇宫 到祖地必死关去了 他所剩的寿命不多 只能放手一搏 新仁皇格皇即位 依旧一身金甲戎装穿戴在身 英姿勃发 气度非凡 不过 他此刻却显得有些窘迫 很不自在地站在某个人身边 敢让新仁皇站着 自己坐着的人 自然只有夜仓了 他抬起头看向格皇 显露出他的具体信息 姓名 玉玲珑 年龄 224岁 体质 红莲神体 经脉受损 修为 通玄初期 颜值 96 满分100 格皇真的是玉玲珑 身怀特异神体 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 224岁 修炼到通玄初期 算是天才中的天才 在觉醒红莲神体的时候 没能彻底掌控红莲怒火 导致体内经脉受损 每隔半年就会发作一次 严重影响修炼 不过 让夜仓感到更为意外的 还是他的颜值 系统居然给他打出了96的高分 与萧鱼儿完全一致 说实话 这一点夜仓完全看不出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他穿上金甲戎装的缘故 掩盖了他本身的魅力 随后夜仓看了一眼 系统的当前任务 更加沉默了 叮 玉玲龙成为天雁皇朝人皇 任务二完成 奖励 原点加2000 八练兵卖单加一 玉玲龙好感度开启 目前零 任务三 将玉玲龙的好感度提升到三十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加3000 紫电狂师加一 任务失败 我真走了 整整一个月过去 阁皇忙碌着处理皇宫内所有所事 先是将门刊一众亲卫统统斩首 二是将其余党羽的大臣 将士连根拔除 就连二公主阁妹亦被她打入幽冥牢狱之中 没有调查清楚情况之前 绝不让阁妹出来 叶苍很感叹阁皇的手段 形势果决 杀法果断 一点情面也不讲 难怪她能做出追杀小贵子的行为 她不希望天雁皇朝落入妹妹手中的真正原因 居然只是因为她不放心 当叶苍听到这个解释的时候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然而 以上这些都无所谓 叶苍不关心 她想不明白的是 为何整整一个月过去了 她愣是一点好感度都不长 难道 她真就那么现实与冷血吗 叶苍感觉不像 定有其他原因 所以她这次深夜造访 想要看看这个玉玲龙 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人皇都跟你说了吧 要我当你们天雁皇朝靠山的事情 阁皇闻言 点头回答 言简一概 是 叶苍挑眉道 那你是想做我道理 还是侍女 阁皇依旧面容冷静 完全没有女人该有的羞涩模样 很冷静道 叶前辈自行决定即可 我都行 这 叶苍有被气到 他看得出来 这个阁皇绝对有问题 他低头沉思一会 随后抬手 将系统赠予的八练兵 卖单取了出来 放在掌心 呈现给阁皇看 单相四溢 闪耀着动人光泽 但是阁皇的脸色 依旧毫无变化 不为所动 我听说你之前 在觉醒红莲怒火的时候 不小心把经脉烧伤了 可有此事 是 却如前辈所说 阁皇至今仍然饱受困扰 他的回答很工整 面容沉静 与他平时处理事情一致 也正是这一点 反而令叶苍感到相当不自在 就好像不能将其当作女人看待 而是铁骨铮铮的战士 叶苍心中 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不知道能不能扭转过来 这枚八练兵卖单 乃是八品丹药 采用八种强大的兵系 妖兽血脉凝裂而成 能够彻底治愈你体内的旧伤 拿去 此刻 阁皇的脸色 终于有所动容 单膝下跪摇头道 如此贵重之物 还请前辈收回 阁皇承受不起 叶苍没有理会 谈吐清晰道 我说 拿去 阁皇闻言一正 呆呆抬头看着叶苍 面露惭愧愧疚 多谢前辈赠丹 阁皇一定铭记于心 定会偿还前辈的恩情 叶苍双眼微眯 盯着他的脸庞一动不动 令后者感觉很不舒服 立即低下头去 不敢支持叶苍 他收了担药 对叶苍的好感度 依旧没有变化 对 就是这样 叶苍已经意识到 阁皇的问题出在哪了 或许是穿惯了 金甲戎装的缘故 他没把自己 当成女人看待 只知道自己是女儿身 可谓道理 可谓侍女 但偏偏没有动真感情 面对叶苍的 大方赠语和帮助 也只会产生 愧疚的情绪 叶苍基本可以 大胆肯定 八九不离十了 呼 他缓缓吐出一口气 决定再行尝试检验 叶苍看向阁皇 用命令的语气说道 起来 把身上的盔甲脱掉 啊 阁皇面露惊诧 凤眼清澈闪亮 轻轻转动几下 随后轻点擒手 起身解脱身上重甲 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碰 金色重甲落地 显露出阁皇完美匀称的身材 他的胶躯比肖鱼儿还要高大一些 属于御解形的风格 风姿错约 偏弱惊红 令叶苍挑不出一丝毛病 然而 就是这么完美的一句胶躯 却偏偏感受不到一丝女人味 脱下盔甲后 阁皇身上 便只剩一件宽松的白色请衣 他毫不避讳地站在叶苍面前 翘脸上连一丝羞意也没有 过来 左腿上 叶苍继续命令道 阁皇闻言 面露几分难色 但没有拒绝 步履轻盈沉稳 静止走到叶苍身边 小心翼翼坐到他大腿最前端 不自在地感觉越来越强烈 叶苍伸出大手 揽过他的先腰 令阁皇娇躯一紧 不喜欢我这样做 叶苍反问道 阁皇摇摇头 强装镇定道 没有 叶苍顺势用力将他拉近 使其上半身完全靠在自己身上 啊 阁皇惊呼一声 随后死死咬住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生怕惹到叶苍不喜悦 身体绷得很紧 像块木头一样 叶苍健壮 无奈叹气 他的娇躯其实很柔软 也有一阵很迷人的富裕芳香 闻起来很好闻 就跟萧苑儿身上的香味一样 属于天生便有 只不过两者的香味全然不同 萧苑儿的身体闻起来 是甜美的味道 而阁皇却是那种带刺 巨人千里的冷艳 或者说 他还不知道 如何掌控自己的魅力 阁皇的秀发乌黑柔顺 脑袋静靠在叶苍胸膛上 叶苍不动 他也不动 全身紧绷 只有两只迷人的单凤眼 在滴溜溜地转 不知道在遐想着什么 哎 叶苍再度无奈叹口气 他之前还想着 玉玲龙这个名字这么好听 这么魅惑 一听便知道 他会是个擅长勾人心魄的狐狸精 懂得如何讨好男人 却没想到 玉玲龙人如其名啊 果真像块玲龙玉石一样 映得令人发指 阁皇是一个完全不懂感情 完全不懂爱情的情感白痴 想要让他主动增长好感度 简直难如登天 听到叶苍的忧怨叹气后 阁皇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低声自责道 叶苍前辈 是我令你不开心吗 不是 是我自己让自己不开心了 哦 阁皇轻轻回应一声 没有感觉到异样 一个人 怎么会让自己变得不开心呢 叶苍无力跟他解释了 低头看向怀里的美娇人 他明明是那么美 单凤眼 柳叶眉 鼻梁高挺 双唇娇嫩 脸上翘白干干净净 从未染过胭脂红粉 稍稍打扮 绝对的倾国倾城 绝是佳人 叶苍静静忘了他一会 鼓起勇气 决定做出大胆尝试 他用手指 轻轻勾起阁皇的光节下巴 眉目传情 向其传达爱慕之意 静静看着他的脸庞不断靠近 眼里更多的是好奇 呵呵 叶苍心中苦笑 实在绷不住了 格黄虽美 但他此刻真的轻不下去 赶紧将他松开 深吸一口气 平复心情 搞得格黄一头雾水 叶前辈 是不是格黄又哪里做错了 搞得你不开心 没有 是我自己的问题 与你无关 哦 没事的话 那我就下去了 慢着 叶苍开口喊住 郑玉继续穿上金甲绒装的格黄 面带怒气说道 明天晚上我还会再来 但是 我不想再看到你穿这身盔甲 把他给我有多远丢多远 我要你穿这漂亮的裙子 来与我相见 啊 这 格黄有些急了 一脸困惑 不知该如何是好 但是 对上叶苍那凶巴巴的眼神 立刻泄了气 一脸委屈道 那 那我其他时候穿 可以吗 哎呀 叶苍仰天长叹 知道一时半会急不来 无奈答道 行行行 但不能让我看见 明白吗 是前辈 格黄记住了 格黄朝叶苍拱拱手 微微笑一道 然后便又遭到叶苍指责教训 以后 不准你善惜下跪 不准你对其他人拱手 不准你 格黄眨了眨眼睛 很事无辜道 还不准什么 下次想到了再说 记住我今晚说过的话 听到没有 记住了 格黄下意识拱手 又立马放下去 第二晚 黄都深处 玲珑宫内 叶苍坐在人黄椅上 一脸生无可恋地看着格黄 他确实听进去了叶苍的教训 不再担心下跪行礼 也没再对其豪气拱手 身上的金甲绒装 也换成了普通的宫装长裙 唯独令叶苍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在长裙里面 又套了一套白色请衣 似乎把外穿的宫装长裙 也当成了盔甲 随意一拖 就能上床休息 或者方便他 快速换上金甲绒装 叶前辈 你不喜欢我这身裙子吗 格黄低头看了看 自己身上的衣裙 旋即小心翼翼地是问道 他看得出来 叶苍很失望 但他意识不到 这并非是裙子的问题 不关裙子的事 是你的问题 谁让你这样穿搭的 皇宫内的宫女呢 她们是眼瞎了吗 不是 格黄认真回答道 我不用宫女伺候 习惯了 叶苍 所以 这身裙子 是你自己穿的 嗯 花了我好长时间 但你好像很不满意 我满意才有鬼呢 哪有人像你这样穿裙子的 裙子里面套睡衫 你真是个小天才 叶苍心里吐槽道 不过 格黄明显比昨晚有进步了 应该给予奖励 当即对她喊道 过来 坐 嗯 格黄应了一声 走路姿势甚是古怪 这是由于她太长 时间没有穿裙子的原因 所以走路的方式极为别扭 差点把叶苍气出一口老血 但好在 她还是成功坐到叶苍腿上 并主动往里面靠 叶苍健壮 顿感心理安慰 有了那么一丝丝希望 她将手搭在她仙腰外侧 用力收紧 格黄还是很紧张 但表现比昨晚要好上不少 叶苍笑道 下次穿裙子的时候 不要在里面套请衣 那样很不好看 体现不出你的完美 格黄文言恍然大悟道 原来是这样 那应该套什么 叶苍直接被她问沉默了 她也不是很懂这些东西 现在的话 最好给她找个好老师 教她如何做回一个女人 如何做一个令人心动的女人 凭她出色的外在条件 叶苍相信 格黄一定能够做到 对了 格妹的是调查得怎么样了 叶苍故意如此发问 她知道 格黄早就调查清楚了 门堪叛乱之事与她有关 但并非完全有关 最不至于此 格黄只是不想那么快放她出来 或者想要除掉她 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面对其他事情的时候 格黄的应对手段 是多么的快准狠 唯独面对情感问题的时候 就会大脑过在 不懂得该如何处置 叶苍前辈 你是想要我放了她 没错 我不仅要你放了她 还要把她接到玲珑宫 做你的宫女 为什么 格黄不解 她不需要宫女服饰 更不需要一个危险的宫女服饰 叶苍伸手俯过她的飘然长发 由于格黄不注重打理 有些凌乱 她是一个懂女人 也懂男人的好老师 我会让她教你 如何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 格黄两眼低垂 闪过几分黯然 叶前辈不喜欢这样的格黄吗 喜欢 当然喜欢 只要是你 我都会喜欢的 只是 格黄抬起凤眼看着叶苍 打断道 我知道了 你不用再说了 现在的格黄上有瑕疵 不能让前辈完全喜欢 我向你保证 一定会努力 做一个完美的女人 当然 我也只会在你面前 做一个女人 这是格黄最大的让步了 在外人面前 王朝的新人皇 一身戎装的格黄 在叶苍面前 则是完美无缺的女人 穿上漂亮衣裙的玉玲珑 叶苍会心一笑 再一次勾起她的下巴 对着她那双天然胶唇吻的上去 后者微微醋眉 玉手攥紧 全身僵硬 似乎有些难以适应 不过 当她睁眼看到叶苍的脸庞时 格黄那颗想要挣扎反抗的心 瞬间就熄火了 强迫自己 尽量以完美女人的身份 去适应这种变化 随着格黄主动放弃抵抗 叶苍则一路高歌猛进 撬开她的背驰 与之相舌偏先起舞 在这一刻 格黄那颗沉寂已久的芳心 突然颤动了一下 那种感觉很玄妙 稍纵即逝 难以持久 但格黄还是努力 记住了那种激动 叶 玉玲珑对你的好感度加时 目前时 嗯 叶苍呼的愣住了 不敢置信地 看着面带一丝飞红的格黄 见叶苍停下动作 她也立即睁开双眼与之对视 翘脸浮现起一丝羞红的情绪 实在难能可见 她终于有了 把自己当成女人的觉悟 刚才的感觉怎么样 格黄抿了抿双唇 上面还残留着叶苍的味道 很奇怪 我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 好像被雷电劈中一样 酥酥麻麻的 格黄身怀神体 突破大境界的时候 必然会遭遇雷洁 也就是那时 让她体会到了 被雷电劈中的滋味 叶苍笑了笑 道 今晚先到这里 我去替你说服格妹 让她心甘情愿当你的宫女 教你如何取悦男人 不对 你说错了 不是取悦男人 格黄很认真的对她说道 你和其他男人不同 只会取悦你 呵呵 我很期待 叶苍总算见到了希望 搂着格黄安静坐了一会 才动身离开 幽名牢狱 位于黄兜地下深处 有阵法隔绝外界灵器 里面关押的 都是罪大恶极的魔头 绝不能让他们重见天日 叶苍无视一切阻碍 静止来到格妹的牢狱所在 还没等她惊讶开口 便直接将一本完整道经 扔到格妹面前 这是中州妙音门的正宗道经 全名极乐妙音道经 与你天生魅骨绝配 修炼到最后 足够你轻易迈入练虚境 格妹傻眼了 呆呆看了叶苍好一会 随手一拿 就是一门完整道经 还与她如此相契合 定是有备而来 格妹不是傻子 完整道经有多么珍贵 她心知肚明 请前辈吩咐 格妹一定竭尽全力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叶苍汉手道 如此甚好 去给你大姐当宫女 教她做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 格妹仿佛听到了 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 嘴巴张得很开 发出一个大大的疑惑 啊 怎么 你不愿意 叶苍微微皱眉 有些生气地看着格妹 一本完整道经 换她做一辈子宫女 都绰绰有余了 这还不满意 格妹感受到叶苍身上 散发而来的寒意 立刻意识到她 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当即开口解释 面容古怪 叶前辈 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本 极乐妙音道经 对我而言是无价之物 远胜我在无极中学到的一切 莫说 是给大姐当宫女了 就是让我现在跳进粪坑 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 只是 我只是感到很惊讶 大姐她愿意做女人吗 格黄身上的问题 格妹比谁都清楚了解 她懂男人 更懂女人 自然也懂 格黄是一个怎样的人 格黄在十岁的年纪 就开始金甲绒装穿在身 好比一个善于战斗的将士 随着年龄增长 她也逐渐忘却自己的本性 虽是一介女儿身 但形式风格 却发生了巨大转变 所以 格妹以前经常笑话她 空有一世之圣言 却喜欢藏进甲宙里 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 格黄明明可以 靠脸明镇天下 但她偏偏要将美貌藏起来 靠自己的才华震惊天下 虽然两者的颇有殊途同归之道 但所表现出来的意义 截然不同 如今 格黄已是天雁皇朝的新人皇 名动天下 尊贵无比 真的愿意重新做回女人吗 或者说 她真的希望自己展现出 女人娇媚的一面 叶苍成音片刻道 这一点不需你操心 你只需要回答我 我愿意 格妹毫不迟一道 心里乐开了花 傻子才会不同意呢 这鸟不拉屎的幽名牢狱 谁愿意带谁待 反正她是待不下去了 更别说叶苍出手极为大方 见面就是一卷完整道经 这个诱惑 谁能把持得住啊 格妹收好道经 与叶苍一起神秘消失 玲珑宫 格妹再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姐 就是格黄把自己打入幽名牢狱 不得重见天日 她原本应该感到很生气才对 但不知为何 见到了如此模样的格黄后 她愣是一点气也生不起来 一张媚脸憋得通红 格黄冷冷瞥了她一眼 道 想笑就笑 别把自己憋死了 哥哥哥 一连串的银铃笑声响起 格妹实在绷不住了 捂着肚子狂笑 我说姐姐 是谁教你这样 穿裙子的 群里套请衣 亏你想得出来 不行不行 实在太好笑了 格黄文言面无表情 低着头不愿说话 一对粉拳钻得很紧 显然有些生气了 随后更是直接坐回到叶苍的腿上 叶苍瞥了一眼格妹 道 注意你的身份 别忘了 你现在只是一个宫女 啊 格妹一惊 立刻收声 她差点忘了答应叶苍的条件 她现在只是格黄的宫女 万一惹怒了主人 可是有杀头之祸的 格妹迅速站直 神情恭敬 不敢再笑 尤其看见他们如此亲密地坐在一起时 便什么都明白了 难怪格黄不排斥做回一个女人了 换作自己 恨不得每天贴在叶苍身上 紧紧抱住她的大腿 只恨自己 没有得到老祖宗垂青 不叫玉玲珑 叶苍搂着格黄掀腰 对她安慰道 别生气 在我看来 你远胜她千倍百倍 是最独一无二的 格妹默默听着 嘴角抽了几下 心里面越发难受 听到叶苍的安慰 格黄的脸上又一次显露出淡淡修意 一直以来 她都知晓 格妹有多么惊世美艳 如今听到叶苍如此夸赞 顿时令她满心喜悦 她好像能逐渐体验到 做女人的感觉了 格黄心里很开心 面露微笑 将头轻轻靠在她肩膀一侧 呃 格妹下意识捂住嘴 简直快要看傻了 曾几何时 那个威风凛凛 不可一世的大姐格黄 居然也会流露出 如此小女人的一面 她娇媚的模样 很是青涩 不自然 但是配上她那张盛世美颜 无论动作再怎么生疏怪异 都能瞬间激起男人对她的钟爱 这是格妹的独到见解 她太了解男人了 叶苍看向发呆的格妹 说道 此后 她的一切衣食住行 由你来安排 礼仪姿态 由你来教导 一个月后 我会回来检验成果 如果到时 你不能让她做出有效改变 那我会取走你的信念 格妹郊区一江 顿感压力山大 是 叶前辈 我一定会让大姐 变得更完美 嗯 叶苍随口回应 旋即看向格黄道 那我先走了 一个月后 我再来见你 格黄笑了笑 有些僵硬 道 好 到时候 我一定让你见识到不一样的格黄 叶苍没有逗留太久 很快便离开皇宫 格妹见她离去 这才重重松口气 看向格黄笑道 嘖嘖嘖 大姐 三十天不见 都开始学会穿裙子了 你真的 令我刮目相看啊 叶苍一走 格黄便还是那个格黄 她的温柔妩媚 只会在与叶苍一起时绽放 注意你说话的语气 你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宫女 如今没有父皇监管 我要杀你 随时都可以 格黄话语冷冽 令格妹再熟悉不过了 当然 格妹通小人心 最能看穿别人的弱点 她以前拿捏不了格黄 还会忌惮几分 但是现在不同了 她已经发现格黄身上的弱点了 姐姐 何必这样咄咄逼人呢 你现在极为人黄 又有叶前辈撑腰 我还如何与你争夺 你安心啊 我不会再跟你做对了 格黄柳眉亲祖 似是不太相信 格妹也没有继续解释 而是扭头打量起寝宫内的布置 缓缓摇头道 不行不行 姐姐你的品位实在太差了 这样是无法打动叶前辈欢心的 一提到叶苍 格黄瞬间又变得无辜单纯了 那要怎么办 你快告诉我 格妹嘴角抽抽 一脸无语 这样的格黄太容易对付了 当然是全部换掉了 把你那些刀枪剑剂统统扔掉 大卵床 梳妆台 衣处这些全部换新的 还有这些衣裙 床入太普通了 我都不知道你是如何熬过来的 哎 算了算了 我明天再帮你重新置换所有布置 那 现在呢 格黄问道 我说姐姐 我刚从幽冥牢狱出来 你让我休息一晚行不行 当晚 格妹在玲珑宫内住下来 等到次日清早 格黄去处理政务后 她便换来宫女总管 将整个玲珑宫重新展开布置 一切陈旧 不美观的东西统统不要 她甚至还自掏腰包 替格黄置办所有高档家具 到黄兜内大肆采购 一些珍品摆设 则回到她之前居住的行宫 全部搬运过来 要论眼光布置 还得格妹亲自出马 整个玲珑宫焕然一新 与之前相比 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格黄晚间归来 见到眼前的玲珑宫 一度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 兜兜转转 最终才确定是自己的行宫 宫内除了格妹之外 没有其他宫女 因为格黄不希望别人看到 她的另外一面 只入明灯 全部换成了夜明珠 在黑夜里尤为闪亮 很是惊艳 脚下踩她的砖石 也全部换成更华丽高贵的玉石 散发奢靡气息 格黄柳眉青醋 缓缓走进自己寝宫 果不其然 里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富丽堂皇 令人眼花缭乱 格妹打扮耀眼 亲自出来迎接 又恢复以往妖精妩媚的特色 姐姐 你回来了 看一看还满意吗 格黄对这些并不感冒 俏脸疑惑到 叶前辈会喜欢这些金灿灿的东西吗 他当然不会喜欢 格妹一口咬定 道 他可是高高在上的仙人 哪会看得上凡间之物 不过 他也不会反对就是了 只要姐姐还在这里 他就不会说什么 随后 他瞥了一眼格黄 也是心生一股无力感 他穿着那身金色甲皱 确实很耀眼 英姿勃发 就算女人见了 也肯定会被他迷倒 此时此刻 格妹总算能体会到叶仓的心情了 格黄很美 很有魅力 但都被这一身甲皱掩盖住了 玄机一脸嫌弃道 别愣着了 赶紧到房间 把你身上的甲皱脱掉 以后你那些刀枪剑挤 只能带到这间房间来 不能让叶前辈看到 格妹一路领着格黄 进入一间房间 里面摆放着格黄的武器装备 嗯 他点点头 这点倒与叶仓说的一致 格黄脱掉甲皱后 又被格妹领到御房 御房内香薰扑鼻 水雾弥漫 宛若来到仙境 正中央有一个很大的圆形汤匙 冒出滚滚气物 水面上还飘洒着香味十足的鲜艳花瓣 随不逐流 水流竟是可以循环 里面被我布置了阵法 可以时时刻刻保证水源清净 不会出现污秽浑浊 你可以放心使用 他天生喜好美丽干净 也善于钻研便没知道 随后 他脚峡地转动一双魅眼 饶有兴趣地盯着格黄的郊躯 微微一笑道 姐姐 是时候让妹妹替你沐浴洗身了 格黄有些迟疑 这不太好吧 呵呵 格妹笑道 有何不好的 我现在是你的宫女 你是我的主人 伺候你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我可不想一个月后 被夜前被摘掉脑袋 说着 他绕到格黄身后 卸下腰带 又将寝衣一侧的扭扣 一一解开 下一刻 一具胜过杨之欲的银白胶躯 显露在格妹面前 仙妖锦视无坠肉 肚腹平坦 线条丝滑明显 极为健康美丽 这种美丽与格妹的妖艳妩媚 是两种全然不同的美 格妹暗暗咽下一口唾沫 将目光放在格黄胸前 那里有一圈圈缠绕紧视的白色带子 将她的浑渊雄伟藏得严严实实 姐姐 我帮你拆开 格黄轻微醋眉 但没有拒绝 因为夜仓之前说过 要她听从格妹的教导 她要拆 那便拆了 见格黄没有拒绝 格妹盈盈一笑 心里有些激动 找到白带口子 解开 绕着格黄转圈 将她袋子一点一点揭开 格黄又是醋眉 她感觉到身体有些异样 好像有什么东西 要从她体内释放出来 令她呼吸顺畅 自在轻松 过了片刻 格妹完整拆卸下白带 将其放置到一旁 微笑着站到格黄面前 瞳孔放大 面露惊讶 忍不住赞叹道 哇塞 姐姐 我以前真是小看你了呢 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 令妹妹好生极度啊 格黄不解 低头看了看说道 有什么好极度的 不是大家都一样吗 格妹脸上勉强挤出一丝笑意 懒得跟她解释 后退半步蹲下 顺带将其寝库吞下 煞时间 一双纤细笔直的修长眉腿 便呈现在她面前 光滑如玉 白如象牙 格妹小声嘖嘖两口 想不明白 为何她这个做妹妹的 居然没有发现到这一点 姐姐居然是如此的令人惊艳 玄机没有多说什么 让其坐进汤匙里 开始替她沐浴清洗 格黄大半个身体坐进汤匙里 一动不动 身体僵硬 两百多年来 她还是头一次这样被人伺候 感觉很是怪异 格妹正在替她清洗三千青丝 感受到她的异样后 不由地笑了笑道 姐姐放轻松 你要记住 女人是水座 就要有水的柔软 不要把身体绷那么紧 像块木头一样 好比你坐在夜前被怀里的时候 她希望你柔情似水 而不是像一块木头似的 一动不动 嗯 我记住了 格黄听进去了 点头回应 之后 格妹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教她沐浴洗身的细节 比如可以将花瓣洒落在汤匙里 增添芳香 或者加些熏香精油 让肌肤愈加光滑白嫩等等 格黄记忆力很好 一字不漏全记住了 沐浴完毕 格妹开始教她穿衣打扮 不同颜色的裙子 应该怎么搭配 才能令人眼前一亮 还有发际的款式 以及发饰等等 该怎么选择才不冲突 总之 格黄要学的东西很多 一时半会根本学不完 随后 格妹又替她修剪长发 增添魅力 修理长眉 增添神采 轻微抹上妆容 染红珠唇 梳理青丝 戴上发饰 一套流程下来 望着镜子中出现的崭新女子 格妹一时间 竟然也呆愣住了 下意识脱口出道 姐姐 你好美啊 这是 我吗 格黄看着镜子 也是有些不敢置信 轻微醋眉 镜子中的女子 也跟轻微醋眉 她故意眨眨眼睛 镜子中的美艳女子 也跟着眨眼睛 还真是我呀 格黄最终确定了镜子中的女子 略施粉带 一袭长裙飘然 肌肤如雪 尤其胸口处敞开的白皙 魅力四散而出 美得惊心动魄 她的身材本就很好 像个衣服架子 穿上合适的衣裙后 明显更加艳丽四射了 就连格妹见了 都免不了心生羡慕 姐姐 真想不到 你穿上女装后 居然是这个样子 真的好美啊 如果我是男人的话 我一定会立刻爱上你的 文言 格黄认真摇头道 不行 我这个样子 只能出现在前辈面前 想法很奇特 只有在夜仓面前 才能本色出演玉玲珑 其余时候 只能是身穿戎装 威风凛凛的格黄 可以说 格黄自私或者双标 但她始终认为 自己最美丽的一面 只能在夜仓面前展示出来 其他人不配 她也不稀罕引起别人瞩目 格妹很难理解她的想法 认为女人就该时时刻刻 保持最美丽 最优雅的一面 不过 既然格黄都这样说了 那她也不会多说什么 好 今天先到这里了 以后每天都要重复今天的步骤 直到姐姐能完全适应为止 格妹亲密地趴到她乡肩上 笑道 我想教你跳一段舞蹈 我感觉姐姐跳起来 一定会很美很美 另一边 林安宫 来 小白露 给你 萧鱼儿拿出铜塔 从里面取出数根百年零根 递给白露 后者伸出两根毛茸茸的爪子 眉开眼笑捧过零根 嘻嘻笑道 谢谢你 萧鱼儿 你真是的大好人 萧鱼儿也心情舒畅 嘻嘻笑道 我是大好人 那你让我抱一抱 肯定没问题吧 没问题 小白露神色坚定嘟囔一句 随后捧着铃根开吃 发出咔嚓 咔嚓的清脆响声 牙口句好 萧鱼儿闻言 开心得不得了 乐呵呵地将白露抱在胸前 三团极致柔软 相互挤在一块 亲密无缝 叶仓看了赏心悦目 由于吃了脱胎换骨丹的原因 萧鱼儿的容颜 基本停滞在十五六岁的模样 但她的身体发育程度 却是有所超前 和成年时相比 稍稍有所加强 身材比例堪称完美 察觉到叶仓满怀欣慰的视线后 萧鱼儿跟着立刻转移阵地 抱着白露坐进叶仓的怀里 一家三口 净显其乐融融 我真没想到 小贵子的大姐 居然就是 你要找的玉玲龙 你说 她是破局的关键 还真是如此 叶哥你果真神奇妙算 萧鱼儿揉着怀里的白露 嬉笑着说道 叶仓缓缓摇头 仍有些后怕 若是当时 格黄没能激活自身潜力 成功突破智通玄境 她现在 或许就是一具尸体了 幸好现在 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不知道一个月后 格黄会给她怎样一个惊喜 叶仓没有过多遐想 跟着揉了揉萧鱼儿的头顶 萧问道 这段时间有没有偷懒啊 修为长进了没有 萧鱼儿嬉嘻一笑 白嫩的翘脸上 展现几分神气 此刻 要不是白露腻歪在她怀里 她一定会用力拍着胸脯 神采飞扬道 那肯定的 本姑娘出马一个顶俩 我现在已经是结单后期了 虽然还是很慢 但是我能感觉到 自己在慢慢变强 呵呵 不错呀 叶仓夸赞 随后问道 太虚见点 凤凰篇章第二事 修炼至圆满了吗 说到这个 萧鱼儿脸上的神气 瞬间消散了 一脸苦兮兮 没呢 最近都忙着提升修为 导致这一边就落下了 嘿嘿 她朝叶仓尴尬一笑 俏皮的吐了吐舌头 那怎么办 我现在手很痒 要不让我打打屁饼 啊 萧鱼儿顿时叫苦连天 她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凭什么要打屁饼 然而 叶仓下一句话 立刻让她精神一阵 乖巧地趴在她膝盖上 打完之后 我就带你出去 专心修炼一个月 好不好 真大 不准反悔哦 嗯 叶仓认真点头道 有叶仓专心指导 萧鱼儿高兴都来不及呢 当即乖乖趴好 抬起翘脸叮嘱道 轻便哦 打坏了你要陪我 叶仓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扬了扬手 最后没舍得打下去 而是轻轻揉捏了七八下 瞬间把萧鱼儿搞猛了 满脸疑惑道 哎 叶哥 你不是说要打吗 怎么 叶仓若有声音笑了笑 道 不打 以后都不打了 万一打坏了 我可是会很伤心的 所以 我们以后改成揉一揉好不好 萧鱼儿心思纯净 直来直去的 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哪里使得破叶仓的阴谋诡计啊 他分明只是想趁机占便宜 最终目的 也只是想揉一揉而已 萧鱼儿就不懂了 还一副捡到便宜时的 生怕叶仓反悔 赶紧和他拉钩 保证契约立即生效 很好 从现在开始只能揉 不能打 叶仓奸计得逞 开心地点了点头 随后神识从黄都中心蔓延而去 寻找到一座人际罕见的山林 那山林里面有一头妖兽王者 实力极为不俗 再通玄境 也就是六阶妖兽 修为低微的修士 根本不敢靠近那片山林 叶仓开口笑道 鱼儿 上次蛟龙肉是不是吃腻了 嗯嗯 吃太多了 我以后都不想再吃了 好吧 那我们这一次 就尝尝其他野味 一头血脉不俗的妖雄 你觉得怎么样 萧鱼儿基本只负责吃 所以没什么好纠结的 我都行 叶哥吃什么 我就吃什么 但有一点 我绝不吃牛肉 叶仓文言嘴角抽了抽 无奈摇头 随后带他直奔山林儿去 黑熊岭 位于天雁黄都郊外的 一处偏僻之地 周围怪石灵巡 树木聪裕 暗中隐藏着阴森杀鸡 一个老和尚 遮掩自身气息 贸然闯入黑熊岭 他的嘴角 一出一道结痂血迹 神情惶恐 一不三回头 看向后方 仿佛有什么东西 在追着他 老和尚年迈 约有六七十的模样 脸上竟是老人纹 眉头紧锁 身上穿着一件 极为耀眼的金丝红袈裟 法力波动弥漫 是一件不俗的法器 手里仅仅攥着一颗圆珠 佛光闪耀 竟是佛门重宝 舍粒子 传闻只有参透高深佛法的 得到高僧 圆祭作画之后 才有概率留下一道多枚舍粒子 带着舍粒子修行能一日千里 老和尚林昆 自知十日无多 寿缘将近 于是心生贪念 盗取佛寺重宝 逃之夭夭 妄想借此突破原因后期 向苍天再借两百年寿缘 结果因为一时大意 误入黑熊岭 遭到一头修为极为恐怖的熊妖偷袭 身受重伤 林昆拼尽全力 才侥幸从熊妖手下逃脱 但那熊妖已经成精 有智慧 对其切而不舍追杀 可恶 难道他也想得到这枚舍粒子 林昆狠气 他明明只是路过黑熊岭而已 对那熊妖一点想法也没有 他为何就是不愿意放过自己呢 完全想不明白 殊不知 在他后方全力追赶的黑熊精 两眼熠熠生光 很是兴奋癫狂 好像看到了某样令他振奋的东西 林昆拼命施展神通 缩地成寸 企图拉开与黑熊的距离 然而 他对这片山林甚是陌生 无论如何都甩不开黑熊 后者凭借对黑熊岭的熟悉 已经逐渐逼近了 林昆顿时汗流加倍 不知该如何是后 就在他想尽办法 如何逃生的时候 那黑熊精突然抱起 熊爪往前一挥 瞬间刮起一阵大风 大风锁过之处 树木平齐折断 十分惊人 里面隐藏了黑熊的致命杀机 林昆神色大害 受到狂风影响 缩地成寸失效 导致他一阵亮呛 最终被狂风斩断一腿 净险狼狈 碰 老和尚重重摔在地上 头脑昏花 与此同时 黑熊腰眼中闪过一抹猙獰 十分人性化的咧嘴一笑 高高跃起 一脚踩在老和尚头上 扑的一声响起 好像踩爆西瓜似的 一股脑红白之物倾洒而出 老和尚林昆竟被一脚踩死 临死前 他手中紧紧攥着的舍粒子 也不得不松开来 滚落到一旁的地面上 呼吱 呼吱 然而黑熊腰两眼熠熠生光 竟是看都没看那舍粒子一眼 而是走到老和尚身边 将他身上的金丝红袈裟 小心翼翼剥落下来 满心欢喜地穿戴在自己身上 凉了杨袈裟 心满意足 脸上露出一脸人性化的大笑 正当他准备打到回府的时候 忽然感觉天色好像暗了下来 急忙抬头望去 顿时傻眼了 天上不知何时出现 一根很粗大的手指 笔直向他一指而来 呼吼 黑熊腰大怒 仰天咆哮 心道 可恶 你也是来跟我抢家杀的 俺绝不答应 黑熊腰不甘屈服 决定反抗到底 一熊掌拍出 威力不俗 然而 他还是太低估了那根 手指的威力 仙人之威 岂是小小熊腰所能阻挡的 一指落 大地颤抖 整个黑熊岭发出震天巨响 轰隆隆 黑熊腰一被一直撵进地底深处 死得不能再死 大地震战过来 叶仓和萧鱼儿的身影 才慢慢显露出来 两人一同来到地面 叶仓抬手 死去的黑熊腰从深坑里飞起来 庞大的身躯保持完好 死相不算难看 叶仓看都没有看他身上的袈裟一眼 以指为剑 斩下两只巨大熊掌 特意保存起来 维持新鲜程度 走吧鱼儿 食物已经准备好 足够我们吃一个月了 萧鱼儿乖巧点头 正欲前行 忽然脚底下一痛 好像踩到什么东西 捡起来一看 竟是一颗圆溜溜的怪东西 晶莹透亮 还有淡淡圣光一出 不像凡物 萧鱼儿立即警惕起来了 连忙问道 叶仓你看 这是什么 佛门重宝 舍利子 叶仓寻声望去 也是瞳孔微缩 没有立即回答 而是看了看 黑熊妖身上的袈裟 又看了看旁边那具 刚刚死去尸体 顿感一头雾水 当他探知到 黑熊灵所在方位后 便收回神时 没有继续关注 短短一盏茶的功夫 这里好像发生了 一件蛮复杂的事件 如果他没有看错的话 萧鱼儿手中的圆珠 就是佛门所指的舍利子 而那具尸体 因为没有头颅 叶仓一时无法判断出 他是什么人 如今结合 黑熊妖身上的袈裟来看 基本可以确定 他是一个佛修 但是 为何这黑熊妖 不抢舍利子 而要抢他身上的袈裟呢 这就很让人费解了 叶仓想破脑袋都想不通 这是怎么回事 当下也懒得多想 哦 鱼儿 你把他收好 带在身边 对你修炼很有帮助 会有意想不到的妙处 嗯 我知道了 萧鱼儿几乎没有犹豫 他对叶仓的话深信不疑 随后两人在这里展开修行 叶仓指导他 修炼凤凤凰篇章第二试 第二试与第一试不同 第一试讲究利用凝聚而成的建议 刻画出凤凰的形态 形态越完善 代表着威力越强 直到能够随意而动 便是修炼到圆满的证据 第二试 讲究的是操控 建议凝聚而成后 需要施法者持久操控 才能发挥出第一试的真正威力 能够同时操控两只完整凤凰 便是修炼圆满的关键 这对萧鱼儿来说 还是有点难度的 虽然他对太虚见点 有超乎寻常的悟性 但是他当前基础修为较低 想要彻底发挥出他的威力 还需要更加精心的修炼 一个月对修士而言 不过弹指之间 好在萧鱼儿没有令叶苍失望 已经能做到操控两只凤凰 虽然尚不完美 但进步明显 叶苍决定要奖励他 不过 他没有选择立刻告诉萧鱼儿 而是决定先去一趟皇宫 回来再给他惊喜 孜孜不倦 修炼了整整一个月 纵使萧鱼儿身怀灵体 仙人根骨 整个人空灵出尘 不染尘势污浊 长时间修炼术法神通 也难免感到一身黏黏的 萧鱼儿擦了擦额头上的细珠 转动脚下大眼睛 依靠在叶苍身旁 叶哥 我身上黏黏的 好想洗个澡 叶苍扭头看向他 翘脸红扑扑的 很是迷人好看 尤其那张脸 如同包壳的鲜鸡蛋 白皙粉嫩 令他总想好好揉捏一会 你都已经结单期了 身怀灵体 又是仙人根骨 整个身体都已经打磨到通透的境地 不含一丝杂质 即便流汗都是香的 用灵力蒸发掉汗珠不就好了 哪里还会黏糊糊的 萧鱼儿听罢 脸单更加红润精彩了 羞涩迷人 逆声道 人家 不是指汗珠了 啊 那你 哪里黏黏的 突然 夜仓虎去一阵 呆呆望着萧鱼儿 足足有三个呼吸 最后无奈一笑 在他粉色脸颊上 轻轻揉捏几下 小妖精 你什么时候 开始学这么坏的 哪有 我才没有学坏 我都是跟你学的 萧鱼儿拒不承认 自己学坏了 还把责任推到夜仓身上 令后者顿时哭笑不得 好好 等吃完最后这点熊掌肉 我就带你去 萧鱼儿旋即眉开眼笑 心情愉悦 一旁的白鹿 突然皱了皱眉头 停下进食的动作 好奇看着萧鱼儿问道 萧鱼儿 你又生病了吗 要不要我给你瞅瞅 萧鱼儿尴尬地看了一眼白鹿 害羞地低下头 不用了 我洗个澡就好了 夜仓闻言 脸上露出浓浓笑意 摇头补充道 单单洗冷水澡的话 我觉得还不够有效退烧 必要时刻 应该要打一针才好 打针 那是什么玩意 白鹿瞪大双眼 一脸认真问道 夜仓旋即没有过多解释 萧鱼儿好像听出了弦外之音 翘脸滚烫得愈发红润 都快要烧起来的感觉 随后 夜仓寻到一处干净湖泊 自己守在岸上 萧鱼儿则在湖中尽情畅游 由夜仓亲自把手 莫说是妖兽了 连一只苍蝇都靠近不了 让萧鱼儿体验到绝对的安全服务 他畅游了足足半个时辰才上岸 换上新衣上 出现在夜仓面前 整个人再度散发光彩 光芒万丈 令人赏心悦目 夜哥 我洗好了 萧鱼儿眉眼弯弯 心中隐隐期待 夜仓笑道 好 先回去 晚点我摸黑去找你 嗯 萧鱼儿倾手轻点 乖巧回应 深夜 黄兜中心 玲珑宫 夜仓再次来到格黄的寝宫里面 他坐在人黄椅上 脸上隐隐有些期待 如今一个月过去了 不知道格黄在妹妹格妹的调教下 将会变成怎样一个女子 说实话 夜仓此刻的心情 还是蛮忐忑的 如果格黄不能做出有效改变 不能适应女人应有的姿态 那么想要让她增长好感度 一定难如登天 最终也无法与她合体双修 只有让她懂得如何做一个女人 夜仓才能更进一步 没过一会 格妹率先过来 脸上洋溢着微笑 一身华丽衣裙 如花似锦 仿佛一朵盛开的鲜花 风情飘游 夜前辈 总算等到你来了 我姐姐早已经迫不及待 要给你展示她另外一面了 保证让你满意 闻言 夜仓挑了挑眉头 脸上有几分意外 哦 是吗 那我可要瞪大眼睛 好好瞧一瞧了 啪啪啪 格妹脸上自信满满 娇笑着拍打手掌 下一刻 寝宫内的明灯全部熄灭 唯有正中央一张巨大的红毯四周 有几枚夜明珠 散发出柔和的亮光 与此同时 一个赤族女子从天而降 身穿一袭红色衣裙 好像霓裳雨衣 肌肤雪白细腻 娇躯玲珑有致 令人看一眼便移不开目光 一头墨发如铺疾妖 凤眼灵动 额浅与秀梅 经过细心裁剪 更显空灵脱俗 叶苍一时间也呆住了 竟没能第一时间认出格黄 只倒是哪里来的仙女 美道令人窒息 格黄飘然落到红毯上 见叶苍呆呆的 心中暗暗窃喜 不由得像其头去一抹迷人微笑 很单纯 很普通的一个微笑 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微笑 却能让叶苍心跳加索 她在中州见过的天骄圣女有很多 但是能让她看一眼 便产生这种感觉 少之又少 萧苡儿算一个 格黄也算一个 尤其是后者 带给叶苍的转变 实在是太惊艳了 一个月前 她还只是什么都不懂的白纸女子 空有一身令他人羡慕的容颜娇躯 却没能发挥出她应有的角色魅力 如今一个月过去 她似乎真的变了一个人 那五妹身姿 那动人美貌 真的很难 让人将其与身穿金甲的格黄联想起来 反差实在太大了 如今的格黄 美得有些不真实 格黄此刻心情大好 竟忘记了 还要给叶苍展示一段舞蹈 幸亏有格妹在一旁提醒 她才迅速反应过来 一边点着脑袋寻找节奏 一边回忆着格妹教导她的动作 随后身姿舒展 竟是毫不犹豫 跳起了优美舞蹈 动作极为流畅 中间没有任何停顿 可想而知 她在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付出了多少努力 动作唯美 偏弱惊鸿 一平一笑 颠倒众生 与之前那个木讷的格黄相比 简直判若两人 她是不是给妖精夺赦了 这是叶苍的第一想法 否则她很难相信 这真的是格黄 一曲五霸 格黄步步生花 狱卒青彩虚空 来到叶苍腿上坐下 随后对她微微一笑 主动贴近她的胸膛一侧 缓缓靠了过去 落座的姿势 还是和之前一样 但是与一个月前相比 今晚的格黄 郊区好似水流 一般柔软 令叶苍有种说不出的舒适感 柔情似水 寒情默默 顾盼生辉 她小声道 你怎么不说话 是被我吓到了吗 叶苍勾起她那张玉脸 仔细观摩良久 随后对着那双胶咽欲滴的红唇 直接吻了下去 温暖 湿润 甘甜 还有一股独特清香 这就是格黄的味道 世间含有 令叶苍舍不得松开 一旁的格妹轻轻醋眉 心底生出一丝异痒 顿感口干舌燥 没有出声 低头走出寝宫 到外面默默守候 嗯啊 格黄凤眼迷离 竟是发出梦一般的泥南 玉脸娇艳如血 气息越发灼热 胶躯热浪滚滚 她的外形虽然有了很大变化 美艳不可方物 但她本人依旧是白纸一张 面对叶苍的强势进攻 毫无招架之力 不到一会 全身酥软如泥 大脑一片空白 红唇发出阵阵诱人泥南 令叶苍头脑一热 差点就要当场拿捏她 叮 玉玲珑对你的好感度加10 目前20 好在系统及时传来提示 格黄对她的好感度再度上升10点 她才瞬间惊醒 恋恋不舍将怀里的美娇人松开 望着俏脸上 晕着羞涩飞红的格黄 叶苍笑了笑道 一个月不见 你的变化好大 差点把我吓坏了 叶苍说的是心里话 格黄的转变实在太大了 饶使她提前有心理准备 依然被她惊艳得不轻 尤其最后那段舞蹈 视为画龙点睛之笔 飘飘欲仙之感 呼之欲出 满心一笑问道 我这身打扮好看吗 好看 当然好看 我从未想过 你会如此的好看 好看到我差点就要把你拿下了 格黄不解 醋没道 不好吗 叶苍神秘一笑道 暂时不好 等你何时真正爱上我之后 我再把你要了 到时候你会同意吗 嗯哼 格黄抬起玉壁 搂上叶苍的脖子 玩耳一笑 道 当然 前辈想要 格黄随时都可以给你 叶苍文言愣住了 好奇道 这些是谁教你的 格妹 格黄没有丝毫隐瞒 叶苍想知道什么 他便知无不言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格妹不仅教他各种姿态礼仪 如何取悦到叶苍的欢心 还有就是 有关男女方面的知识 因为格妹看得出来 叶苍对格黄 具有强烈的占有欲望 所以 提前让格黄了解到最重要的一点 剩余再慢慢教导补充 格妹天生魅骨 投入无极宗 也是想要休息到 适合自己的术法神通 因此对阴阳之道略有研究 只是沈青秋不走阴阳之道 能教他的东西 少之又少 绝大部分都是格妹自己钻研出来的 以天生魅骨走双修之道 确实能走得更为坦然轻松 然而 格妹现在有叶苍提供的 极乐妙音道经 便可以不需考虑阴阳之道 单凭自己的努力 就能踏入恋虚境 叶苍点点头 对格妹懂得这些知识 丝毫不感到意外 继续盯着格黄的翘脸道 你刚刚叫我什么 格黄一愣 吃一道 前辈 现在还叫前辈的话 不觉得很见外吗 也是 那我应该叫你什么 格黄歪了歪脑袋 凤眼灵动 既然你同意成为我的道旅 那便唤我夫君如何 格黄奄然一笑 玉脸娇美如花 玉族清点人皇以轻微戒力 使自己旋转半个身位 正脸面对叶苍 大胆主动跨坐在他身上 雪白玉腿缠腰 玉壁环抱 两片红唇清润如水 清唤一声道 夫君 这一声夫君 直接喊入叶苍心坎里了 温温腻腻 悠扬婉转 不是那种故意讨好的角柔造作 是格黄发自内心的呼喊 唯唯动听 叶苍顺势将双手抚在他先腰两侧 很纤细 却又不乏力量美感 加之格黄特意教导过 格黄有意令自己的神经没那么绷紧 整个娇躯 犹如涓涓系流般柔软 让他有些爱不释手 这也是格黄教你的 无论是他大胆的动作 还是让自己变得柔情似水 换作成以前的格黄 是肯定不会有意为之 唯一的可能 只有格黄言传身教 他才能进步如此之快 夫君猜对了 是格黄教得好 但是 嗯 但是什么 但是皇儿也很努力 学得很认真 叶苍呵呵一笑道 你是想我夸你是吧 格黄低着头 面露娇羞 其中的意味不言而喻了 哪个女子不想得到自己喜爱的人夸赞 这一点格黄倒没有教 是格黄自己想要听到叶苍夸赞 故意如此 玄机叶苍也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 各种妙言金句脱口而出 格黄脸皮薄 没听两句 就已经不好意思继续听下去了 请求叶苍不要再说了 但后者明显不听 就想要看他羞涩动人的模样 格黄无奈 只好献上自己的朱唇 堵住叶苍的悠悠之口 直到后者离开皇宫时 都是面带微笑 心情大好 临安宫 自从仁皇大典结束之后 叶苍与萧鱼儿 都是一直留在这里 毕竟以萧鱼儿的天性 是不会在乎 居住的环境是好是坏 只要能与他 喜欢的人或朋友天天见面 他就心满意足了 此时此刻 在宫内的某间客房里 萧鱼儿静静躺在软床上 没有立即休息 屋内粉暗 但以他结单期的修为 还是能在夜中看得一清二楚 他转动性眼瞄眼四周 发现没有异常 玄机嘟囔一句 叶哥到底在搞什么 真吗 话音刚落 他忽然焚耳一动 快速看向窗户 只听见吱鸦一声 窗户被人打开 一个小贼偷偷摸摸闯入闺房 然后小心翼翼将窗户关上 这个场景 和当时某个小偷 闯入夜仓房间时 简直一模一样 萧鱼儿心里暗骂一句 坏蛋 竟然偷偷学我 夜仓摸黑来到萧鱼儿的床边 刚想伸出手指 戳一戳他的白净脸颊 却没想到 萧鱼儿突然从被窝里伸出手 将他的手指一把抓住 得意笑道 采花贼 还不让我抓到你 夜仓丝毫不慌 跟着笑道 好女侠 那你是现在曝光未明除害 还是让我踩斜了你 再去报关呢 这个吗 萧鱼儿认真思索 大眼睛滴溜溜地转 最后他奄然一笑 故意威胁道 这个就看你表现了 你要是让我满意了 我就不报关抓你 万一你让我失望的话 我就饶你这一回 下回再给我努力点 夜仓心声好笑 旋即出言提醒 喂喂 你是不是说反了呀 哪一次不是你率先败下阵来 哭着喊着 不要 不要的 我 萧鱼儿翘脸一红 随后气急败坏道 我才懒得跟你争辩 总之 就是你听错了 我萧鱼儿才没有那么差劲呢 文言 夜仓一脸无奈 摇头笑了笑 哎呦 好你个小妖精 什么时候变得牙尖嘴利的 好好好 居然你这样夸下海口 那我不认真点的话 还真要被你瞧不起了 我决定了 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厉害 啊 这一回 轮到萧鱼儿汗流加倍了 他刚才只不过是气急败坏 说的都是信口雌黄的假话 岂能当真 如果夜仓真的要与他 真刀真枪划山论剑 他一定会输得很惨的 旋即一脸后怕 苦苦哀求道 夜哥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你别当真好不好 嘿嘿 现在求饶是不是晚了点 小妖精接招吧 夜仓露出一张大灰狼生吞 小白羊的邪恶坏脸 怪笑着往软床上的萧鱼儿扑去 当场下的后者 哇哇乱叫 将自己娇躯 藏进宽厚的被褥里 企图躲避大灰狼的侵袭 然而 他这行为这 无异于掩耳盗铃 区区一张被褥 哪能阻挡得了夜仓 他力气很大 萧鱼儿力气很小 或者说 压根就没想着要抗争到底 夜仓只是随意一掀 同样缩进被褥去了 不一会儿 就传出来萧鱼儿 古灵精怪般的哭诉声 既不像求饶 又不像抗议 悠扬婉转 好似阴体 过了两久 夜仓抱着萧鱼儿 来到窗边 此刻 他俏脸上飞色艳然 美眸水润 美如画卷 两股双马尾 自然向下垂落 乌黑柔顺 好像两处瀑布 他不解的促着绣眉 昂起白皙的脸蛋 看向夜仓问道 夜哥哥 我们来窗边 做什么 外面乌漆吗 黑的 谁说的 那一轮 昊月当空 你没看见吗 夜仓微笑道 萧鱼儿白了他一眼 心想 窗户都还没打开 你怎么就知道 月色很美 不过 他也没有多问就是了 夜仓说 有好看的大月亮 就一定会有的 夜仓笑道 今晚月色很好 月亮很圆 我们当然是来窗边赏月了 萧鱼儿闻言大惊失色 把夜仓的脖子搂得更紧了 方形乱颤 啊 现在吗 他话音刚落 夜仓便轻轻推开窗户 让天上明亮的月色照耀下来 瞬间照亮了漆黑的房间 萧鱼儿惊呼一声 赶紧缩起来 想尽力躲进夜仓的怀抱中 整个过程维持了十几个呼吸 见没有其他一样后 萧鱼儿才敢缓慢睁开双眼 偷偷瞄向窗外的光景 天上只有一轮明月 散发出柔和亮光 照亮了临安宫 窗外是一片竹林 翠绿色的墨竹与月色交相灰映 显得极为绚烂多彩 最重要的一点是 窗外很安静 没有一个人影 见此 萧鱼儿那颗砰砰乱跳的心 才得以缓和下来 他轻轻在夜仓胸口处 捶了一粉拳 娇嗔似的责怪道 夜哥哥 你太乱来了 万一被人看到 该怎么办 夜仓点了点头道 欣赏月色 鱼儿 你愿意吗 萧鱼儿还是有些不放心 探出窗外往四周看了看 确定一个人都没有 才真正放下心来 微笑点头道 愿意 夜仓会心一笑 将其放在窗台边缘 一起抬头仰望圆月 鱼儿 这叫抬头望月 二人成双 你学会了吗 萧鱼儿信言水波流转 称道 我选你个大头鬼 这也太难了 我才不要选 这可是高深术法啊 你当初可是哀求了我好久 让我教你的 怎么现在就想反悔了 那是因为 当时夜哥哥太坏了 欺负我什么都不懂 夜仓闻言呵呵一笑 又道 哎 鱼儿 躺下去 这样看月圆会更圆 更好看 萧鱼儿迟一片刻道 那你要抓紧我哦 我怕摔下去了 当然了 我怎么舍得让你摔下去呢 不会的 有了夜仓的口头保证 萧鱼儿缓慢舒展郊区身姿 张开双臂 横向躺在窗台之上 仰面看着夜空 月色流转 星辰闪烁 眼前一幕 实在是太和谐美观了 萧鱼儿顿时兴奋喊道 哇塞 夜色好美 昊月当空 星辰四海 这种感觉实在太妙了 你说对吗 嗯啊 夜哥哥 夜哥哥 夜仓点头微笑 与他心念合一 看向夜空 直到天蒙蒙亮 他们才回去休息 次日 夜仓从床上醒来 看着熟睡中的萧鱼儿 没舍得叫醒他 连续修炼了整整一个月 昨晚又被夜仓折腾到很晚 已经快要接近极限了 惹人心疼 夜仓一脸柔情相望 熟睡中 他的睫毛微微颤动 焦躯疲惫 但嘴角的笑意 却是有些甜美 即便睡着了 他的脸上 依然洋溢着幸福笑容 夜仓被他笑容感染 也跟着微笑着 随后轻轻捏了捏他的脸颊 小心翼翼起身 穿衣 走出房间 夜前辈 刚走出没两步 身后忽然响起一声轻寒 夜仓扭头看去 发现是三公主格威 正含笑望着他 脸上红润 三公主 你来找鱼儿是吗 抱歉 他 夜前辈 我是来找你的 夜仓愣了一下 周梅道 你在这等我 格威禽手轻点 脸上的飞色又浓了几分 看来他已经知道了 夜仓和萧鱼儿的关系 准是萧鱼儿没有防备之心 不知从什么时候 暴露了两者的关系 被格威发现了秘密 不过也无所谓 夜仓就没想着要隐瞒 知道了便知道了 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找我何事 夜仓问道 夜前辈请随我来 免得打扰到鱼儿休息 PS 爱看吗 有小礼物奖励吗 没有的话 后面就一笔带过了 临安宫 宫内一个小亭 位于池水中央 荷花盛开 清香四溢 池面碧波荡漾 清澈见底 夜仓跟随着格威 一路漫步而来 脸上倒也平静 没有波澜 格威的性格 与萧鱼儿有极大相似之处 最为明显的一点 他们两个都是 心怀正义正直之人 不会因为利益冲突 就选择背叛亲朋好友 他的身世倒也可怜 有父无母 与萧鱼儿的基本情况一致 正因为如此 他们两个的友好关系 才得以维系下来 彼此眼中如同姐妹 夜仓对于格威 也是将其看成一位朋友居多 两人走进小亭 格威立即停下脚步 转身看向夜仓 吹弹可破的白皙翘脸 此刻却染上淡淡红润 与夜仓单独见面 令他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格威很清楚 自己内心的想法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脑海 每刻都会想起他来 但现在不是表露 自己心意的时刻 扑通 格威禽手微锤 当着夜仓的面跪了下去 令后者瞳孔一缩 稍微有些惊讶 道三公主 你这是为何 见他有求于自己 夜仓也是愣了愣 夜前辈神通广大 修为通天 格威穷尽一辈子 日日夜夜修炼 也不可能达到 前辈如今的境界 格威自幼没有母后陪伴 是父皇一手将我拉扯长大 如今他寿原将近 穷途末路 我身为他的女儿 岂能无动于衷 文言 夜仓没有说话 默默听着 他了解格威的性情 能做出下跪求人的行为 绝不是为了他自己 果然 格威继续开口道 夜前辈 请您救我父皇一命 哪怕要为奴为婢 格威以心甘情愿 格威面容真挚 那双美丽的眼眸 滑下一行精盈 听完他那段肺腑之言后 夜仓基本猜到了 他想要求什么 虽然格威上有两个 同父一母的姐姐 但彼此感情 却是相当一般 格威就不用说了 一路成长 无人加以引导 导致性格变得极端 有缺陷 做事方法也是 只要结果不看过程 但好在 他听夜仓的话 不好的方面 正在逐渐改善 格威是相对比较自私的人 出发点一般都是 为了自己 唯有格威 重情重义 为了不让更多侍从遭到击杀 义无反顾回到皇朝之中 以囚禁的代价 换来其余侍从 得以平安回乡 捡回一命 如今 他会为了老人皇格骑胜 有求于自己 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他不这么做 夜仓反倒会觉得 他不正常 夜仓叹口气 瑕疵飘散 要想救老人皇格骑胜 办法肯定是有的 第一种 便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凭借自身的潜力 以练虚境的修为 突破到下一个小境界 就能延长寿命 不过 夜仓官他是不可能做到的了 格骑胜一身气血衰败 缺乏精气神 突破渺茫 第二种 便是寻来西式宝药 重活一世 让其逆天改命 然而 这等西式宝药少之又少 还有无数大能盯着 即便夜仓友谊相助 也已经来不及了 三 五十年的时间根本不够 欲都欲不上 除非 把白鹿交出去 这更加不可能了 为了一个练虚境 毁了自己重活一世的保障 夜仓 还没糊涂到这种地步 更何况 小白鹿那么可爱有趣 没了实在太可惜了 因此 最终结论只有一个 老人皇能否活下去 只能依靠他自己 夜仓看向格威 见他泪流满面 楚楚可怜 玄机心中微动 不忍心灭去他心头的希望 于是编了个谎言 开口说道 三公主 这件事我无法帮你 修行本就是逆天行 老人皇能走多远 只能靠他自己 若我夜某强行出手干涉 不仅会害了他 还会连累我自己 如果 你是真心想要相助老人皇的话 倒也有一丝机会 原本已经绝望的格威 听到最后 突然精神一震 苍白的脸色 瞬间又恢复一丝神采 美眸真情流露 满是感动 他往前挪移两步 一双玉手 攀上了夜仓的手臂 高兴追问 夜前辈 您请说 格威一定竭尽全力 夜仓随口道 你可听说过赤霄圣地 赤霄圣地 格威闻言 郊躯一颤 面露难色 他当然知道赤霄圣地 是东狱里边 最顶尖的强大势力了 一宗一鼓一圣地 其中的圣地 便是指的赤霄圣地 底蕴之深 存在之久 令人闻之色变 格威见夜仓主动提起赤霄圣地 顿感事情不妙 夜前辈 您提到赤霄圣地 是因为 没错 夜仓汉手道 赤霄圣地位于玄陵之海 极为隐蔽难寻 传闻该圣地之中有一圣兽 名为钩蛇 此蛇生性好斗狂暴 他不仅吃人 也吃妖兽 极为凶悍 但钩蛇体内有一宝胆 实质能延年一兽 只需要取来十分之一 就能令你父皇延续千年寿命 到时候 有了这一千年寿命 或许就能令他逆天改命 这 格威傻眼了 这个方法于他而言 无异于异想天开 赤霄圣地到底在哪里 极少人知道 就连老人皇也只是知道其存在 却从未有幸进入 更别说还要取那勾蛇的宝胆了 以他的修为 就算侥幸进入到赤霄圣地 也绝不可能从圣兽体内取来宝胆 一口下去 他恐怕再无生还的可能 格威秀眉紧促 红唇轻咬 似有不甘 这是他唯一的一次机会了 最终一咬牙道 叶前辈 您能告诉我赤霄圣地在哪吗 我愿意尽力尝试 若是格威不幸命丧于此 我提前祝福前辈 与鱼儿成就道理之喜 若是格威侥幸回来 一定亲自献上厚礼 叶仓听完 不由的嘴角抽了抽 这丫头 怎么这么倔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勾蛇的宝胆 虽有延年益寿的奇笑 但对现在的老人皇而言 已经无用了 他已经到了游禁灯窟的局面 除了不死保药 任何增加寿源之物 对他来说都是浪费 这该如何相劝啊 叶仓提到赤霄圣地的勾蛇 一方面 是不想让格威心生绝望 第二方面 则是想让他知难而退 赤霄圣地飘渺无踪 极难寻找 勾蛇也是凶悍残暴 凭他区区金丹镜的修为 去了也是白白浪费生命 即便如此 还是没能杜绝他 想要尽孝的想法 叶仓还能说什么 他继而叹息一声 摇头道 三公主 你不用急着回答 以免乱了道心 我给你三天的时间 回去好好想清楚 到时如果你还执意如此 我再决定是否要告诉你 我先跟你说明了 前往赤霄圣地 路途遥远 危机四伏 以你的修为 恐怕到不了玄陵之海 就该深宵玉 更别说还要进入圣地之中 取得勾蛇的宝胆了 三公主 你城市之机 仅有万分之一而已 你可要想清楚了 叶仓好言相劝一句 随后便原地遁去 显然他听进去了叶仓的话 恢复一丝清醒 三天后 深夜 叶仓一如既往 来到皇宫深处 与阁皇培养感情 他端坐在仁皇椅上 眼眸微垂 瑕似飘散 如今整整三天过去了 阁皇还是一次没来找过他 也没有表露自己想法 想必是已经放弃了吧 正当他如此想着的时候 一阵忧香扑来 令人陶醉 阁皇身穿玲珑花彩纱裙 凌空漫步而来 落入叶仓的怀里 温香暖浴 携带漫天芳香 沁人心脾 他光着狱卒 露出一双修长眉腿 浑身上下 散发着一股热腾腾的香气 手中捧着一叠灵果盘 柳眉如画 红唇惊艳 盈盈一笑道 夫君 你在想什么呢 想得如此出神 阁皇弹口张开 散发而来的女人魅力 越发迷人 他的变化 叶仓是看在眼里的 不管是外在形象 还是内心性格 都有了极大的转变 叶仓没有隐瞒 说道 在想你妹妹的事 阁魅文言醋眉 朱唇清明 似有一丝忧怨 道 夫君 你怎能如此贪得无厌 有了皇儿尚不满足 还惦记着我的妹妹 呵呵 叶仓笑道 知道阁皇想歪了 正准备解释的时候 便听到阁皇一脸 小坏小坏地笑起来了 甚是美艳 夫君 男人三七四七 再正常不过了 那你想要阁魅 还是阁魅 一货这两个都要 你快快做出决定 我明天就下令 让他们嫁与你为妾 不过 皇儿必须是大的那个 经他这么一说 叶仓倒有些无语了 没想到 阁皇居然这么为他着想 三姐妹同是一夫 这也太刺激了些 叶仓遐想出三两个画面 就已经遭不住了 赶紧将阁魅的想法说出来 向阁皇解释清楚 后者听完瞬间呆住了 敲脸上满是警察 三妹 真是这么想的 是 你们三姐妹当中 就数他性格最好 重情也 你之前还派人去追杀他 实在是太过分了 要不是我当时在场 他恐怕就回不来了 阁皇闻言 禽手低下 脸上闪过一丝惭愧 轻声道 皇儿知错了 以后不会再犯了 他的态度转变如此之快 是叶仓这段时间教导的结果 一家人 即便做不到相亲相爱 也不能反目为仇 阁魅和阁魅 已经对他没有威胁了 无需再除掉他们 叶仓道 只知道错误还不够 还要施以惩处 方能引以为戒 啊 夫君想要如何处之皇 阁皇小心翼翼问道 犯错就要受到处罚 这是阁皇又明白的一个道理 只是不知道 这个处罚严不严重 令他有些心忧 你好香啊 是刚沐浴而来吗 叶仓在阁皇郊区上嗅了嗅 闻到了淡淡的花香 与他神体相结合 愈发好闻 同时 他那白嫩的肌肤上 还染着一层热株 极为美妙 嗯 我还洗了灵果 要不还喂你 阁皇汉手 应声答道 叶仓想了想 扫了一眼果盘道 好呀 我想要吃葡萄 阁皇闻言一愣 扫了一眼果盘 顿时心生意样 凤眼灵动 抿了抿红唇道 我知道了 夫君 我现在就喂你 话音刚落 他红着翘脸 飞红动人 将一颗清洗干净的鲜嫩葡萄子 移送到叶仓嘴边 叶仓见状 顿感口干舌燥 大口一张 将其含尽嘴里咀嚼 鲜香粉嫩 饱满多汁 令人忍不住心底欢愉 嗯哼 阁皇突然轻哼一声 紧咬红唇 郊区下意识剧烈抖动一下 叶仓挑眉道 嗯 怎么了 我咬到你了吗 阁皇一阵机灵 急忙说道 没 没有 夫君刚才太心急了 差点咬到我的手指 我有点害怕 现在收回来 就好很多了 叶仓笑笑 旋即没有说话 吃完一颗后 便又让阁皇献来下一颗 这种灵果世间含有 生长于长白雪山之上 每年每月都要遭到 严寒风雪暴虐清洗 经过风霜洗礼之后 方能成就甘甜滋味 吃至能增加修为 有延年益寿之妙 世间之上 只有叶仓方有资格享用 突然 正当叶仓沉迷之际 耳畔突然飞来一道急速传音 是萧羽而传来的 叶仓一惊 急忙复耳倾听 随后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叶哥 对不起 小贵子要去那什么圣殿 我不放心 所以我也跟着一块去 在你的羽翼比喻下 我很难获得真正的成长 所以我想多出去历练历练 叶哥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哎呦 叶仓顿感头疼 无奈哀嚎一声 格皇撬脸 依旧烟红如血 收回果盘 停止投胃 连忙问道 夫君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叶仓叹息一句 随后没有隐瞒 将萧羽而与格威的事情 一五一十告知格皇 后者听完 同样一脸震惊 没想到格威的决心如此之大 为了父皇 真的连性命都不要了 夫君 要不我去把他们抓回来 叶仓摇头道 不用了 他们去意已决 抓回来也无用 我现在去找他们 嗯 夫君快去 我在此等你回来 皇都之外 格威与老班主陆明远 趁着黑夜急速飞顿 两人脸上竞险交集 时不时回过头 往后方看去 陆明远鬼叫一般道 三公主 这丫头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她分明只有结单期 遇见飞行的速度 却不在你之下 这也太诡异了吧 两人摸黑逃离皇都 自然是不想让萧羽而与叶仓知晓 但很无奈的是 萧羽而不仅发现了他们的事迹 还一路追随而至 格威面露担忧 更有几分自责道 都怪我 不应该在羽儿面前 提起赤萧胜弟的事 要不然 也不会被她 觉察到我们的计划 陆明远跟着探道 三公主 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 我们还是尽快甩掉她 免得她跟上来 格威汉手 嗯 我们分头走 到老地方会合 两人意见一致 快速分开 向两个不同的方向顿去 紧追不舍的萧羽而见状 突然愣住了 分开 了 这是想甩掉我吗 萧羽儿比以前聪明了不少 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 当即挑选格威的方向 继续跟了上去 她修为只有金丹七 比之路明远要更弱一些 自然更难拉开差距 格威见此 顿时傻眼了 苦苦思考着 该如何甩掉萧羽儿时 就在这时 有大能强者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一步踏来 携带惊人威势 直冲天际 啊 夜 夜前辈 格威见到那人 瞬间脸色苍白 目瞪口呆 随后一脸慌乱停下飞行 两手纠缠在一块 低着头 咬着下唇 像得犯错的孩子 被长辈抓到把柄一样 夜仓见她不动 视线一动 看向后方的萧羽儿 后者同样嘴巴张得老大 两眼瞪圆 心中惶惶 低着头悄然转身道 那个 我睡不着 只是出来练习飞行剑术的 我现在就回去 被夜仓当场逮捕 萧羽儿内心后悔不已 随意解释两句 就要遇见返航 站住 过来 夜仓面无表情命令道 萧羽儿旋即一脸苦唧唧 翘脸扭成一团 简直快要哭出来了 但她不敢忤逆 也夜仓的命令 小心翼翼靠上她面前去 低声尼难道 夜哥 对不起 话未说完 夜仓继而怒气上扬说道 转过身去 把屁屁撅起来 啊 不要 萧羽儿一脸委屈 用两手紧紧捂着身后的挺翘屁屁 夜仓想要做什么 她心知肚明 一定是在惩罚她做错事 所以才要打屁股 她哭丧着脸 皱眉眨眼道 夜哥 你上次才说过 以后都不打的 要用柔的 话音一落 一旁的格威 顿时脸色古怪 抬起美眸 悄悄打亮了夜仓一眼 想不到 她是这样的夜前辈 与萧羽儿相比 格威倒希望 夜仓也能对她那样 然而这个念头 刚刚从她脑海里升起 便立刻被她压了回去 脸颊滚烫的发红发热 机遇眉眼见人 夜仓没有注意到格威的变化 而是被萧羽儿气得嘴角上扬 那句话确实是她说的没错 而且就在几天之前 她用力地抬起巴掌 随后又无力垂落下去 旋即对萧羽儿发出警告 道 等你回来 我再狠狠收拾你 夜哥你不要生气 我现在就回去 嗯 等等 萧羽儿一脸苦涩 随后轻易一声 呆愣问道 夜哥 你刚才说什么 夜仓叹道 我说 等你们回来 我再收拾你 啊 你同意我们去了 萧羽儿开怀一笑道 一旁的格威也是神情一变 脸上露出一丝真切笑意 若是夜仓愿意陪同他们一块去 那么 此事必成 萧羽儿似乎也是同样想法 双手当即放弃捂住翘臀 转而牵上夜仓的手臂撒娇道 夜哥 你是不是要和我们一块去 有你在 我才能真正放心下来 呵呵 夜仓假笑两声 随后脸色一变 一个脑瓜崩弹在她娇嫩额头上 疼得她差点眼泪都掉出来了 哎呦 惨叫一声 捂着额头气嘟嘟的 还想我跟你们一块去 夜仓挑眉道 你不是想多出去历练历练吗 我现在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萧羽儿一脸苦涩 没有夜仓在 她确实没啥安全感 这时 格威开口道 夜前辈 您把鱼儿带回去吧 此行艰难重重 我们不一定照顾得上鱼儿 万一让她遭罪了 我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萧羽儿不愤地豪气道 小贵子 你说谁呢 我才不需要你照顾 别小看我好不好 我可是很强的 格威没有回答 萧羽儿失诚夜仓 实力有多厉害 她自然知晓 但任何事情都有意外 万一萧羽儿出了什么事 她该如何面对夜仓 行了 夜仓道 既然你们趋意已决 我也不拦着 不过路上遇见危险 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鱼儿 你第一次离开我身边 到陌生的地方历练 对你而言 是一次很好的成长机会 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切记鲁莽行事 是 夜哥 我记住了 夜仓点头 随后从身上取出三张符露 交到萧羽儿手中 是三张黑色符露 符露上刻印着十分古怪 吓人的血迹 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波动 这是三张请神符露 如果你遇到无法对抗 解决的强者时 便用灵力催动符露 将其点燃激活 若是体内灵力 受到强者出手禁锢 不得动用或者行动 只要心中默念我的名字 也能一样将其催动 萧羽儿收好三张请神符露 面露古怪道 夜哥 请神符露 请的是什么神仙 夜仓用眼角余光 淡淡瞥了他一眼 神气道 我 好爷 萧羽儿笑得更开心 一脸狂喜 夜仓随后打击道 别高兴得太走 这三张请神符露一旦用完 我就立刻去接你们回来 你们的行动也就宣告失败 有没有问题 没有 两女对视一眼 齐齐摇头 夜仓是在替他们安全着想 如果还执迷不悟 就一定会受到处罚 赤萧圣帝确实存在 位于玄陵之海上 但以他们如此低微的实力 想要找出圣地所在 实在难如登天 没有四 五十年 估计都入不到其中的门槛 夜仓要与格黄刷好感度 离不开黄都 也有意 让萧羽儿多多出去历练 增长见识 获得更好的成长 宜妹留在自己身边 令她感受不到一点危险 反而会使她的天赋 白白浪费掉 所以 夜仓也就没有阻止萧羽儿了 随后夜仓取出一节短箱 将其抛送至格威手中 这节短箱 名为心意 是一个来自西末的老兔驴送给我的 心意之香无需点燃使用 只要你心中念想赤销圣地 心意之香便会自己燃烧 为你指引方向 当你们迷路之时 可以拿出来定位使用 格威俏脸白皙 望着手中名为心意的香火 惊恶不已 这节短箱 不过区区三寸 通体深红 握在手中 竟能让它六根清净 心思纯净 不含一丝杂念 它心意微动 脸上虔诚 心中渴望赤销圣地所在 下一刻 深红的心意 果真自动燃烧起来 飘荡出一缕红烟 一直往正北方向飘逸而去 小桂子 它烧起来了 还冒烟 萧鱼儿瞳孔放大 有了这半截心意之香 它们就一定能寻到赤销圣地所在 时间上也会大大缩短 它旋即蹦跳起来 在叶仓脸颊上大轻一口 一脸傻笑 叶仓则趁机环抱住 它的鲜鲜细腰 随后逐渐下一道 两半柔软臀半上 将其拖住 一脸严肃叮嘱道 此行危险重重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 一旦发现事情不对 立即使用寝神俘虏 知道吗 知道了 本姑娘会照顾好自己的 萧鱼儿倾手轻点 预脸上展露出一脸娇俏乖巧的笑容 呵呵 叶仓微微一笑 随后两手逐渐用力 机遇掐进她的软肉里 疼得萧鱼儿呱呱直叫 两条哗哗白腿直晃 美眸之中 运着一片朦胧水雾 满怀幽怨地望着叶仓 似乎在告诉她 捏太用力 太疼了 不过 一想到两人会分离很长一段时间 萧鱼儿便不再作声 默默承受着 将擒手靠在她肩膀上 温声细语道 叶哥 等我回来后 我一定要天天和你双修 叶仓点点头 魔爪没在使劲 与她静静相拥一回 过了片刻 格威倾壳一声 事宜路明远折返回来寻他们了 叶仓这才不情不愿放开萧鱼儿道 叶仓静静地看着他们 离去好一会 随后才返回到皇宫之中 格威早已等候多时了 见叶仓回来 立即起身欢迎道 傅君 你终于回来了 他的衣着打扮越来越美艳 凤眼寒春 玉脸精致 尤其穿着一袭红纱绝艳长裙 清凉透明 曼妙肌肤若隐若现 苏兄回渊挺立 展露出一抹深邃血白的滑腻 两根大白长腿也是风光无限 叶仓对其微微一笑 随后自行坐在仁皇椅上 仁皇椅很宽敞 由绝佳仙木打造而成 足够容纳三到四人齐坐 叶仓坐下后 格威也顺势坐在他旁边一侧 一脸关心道 怎么了 傅君 他们还是执意要去 没关系 就让他们去吧 我给他们留了保命手段 一旦遇到危险 能帮助他们脱困 叶仓的想法 还是很简单的 一来可以让萧鱼儿 得到更多历练机会 多多变强 二来也可以缓和格威心中的绝望 让他继续追逐希望 傅君 你说他们能成功吗 格威认真问道 随手拿起果盘内的一块灵果 未进叶仓嘴里 叶仓愣了一下 一脸失望地扫了格威半路苏兄一眼 随后无奈将其未来的灵果吞入口中 味道有点差 比不了之前的滋味 玄机摇头道 不好说 不过 不管他们最终能否成功 反正我的目的都已经达到了 成功与否不重要 格威似懂非懂点头 随后 他又鼓起勇气问道 傅君 我听说你身边 看样子年纪也很小 他是你什么人啊 闻言 叶仓快速吞咽下灵果 一脸好奇望着格威 面露笑意 如此直愣愣地盯看 让格威倍感羞涩 俏脸烟红 夫君 你为何这样看我 叶仓笑了笑道 我在看你是不是吃醋了 吃醋 那是什么意思 说实话 格威后天性格缺陷 对于女人很多特定情绪上有缺口 现在正要逐渐寻找回来 不知小吃醋的含义 也是理所当然的 叶仓旋即换了另外一个说法 道那我问你 如果有一个比你漂亮 还比你年轻的女人 一直陪伴在我身边 与你一起争夺我 你会有什么感觉 换了另外一个说法后 格威撬脸上含义惊险 爸气道 不 我会很生气 然后想办法除掉他 那你对萧鱼儿 是不是也是这样想 格威闻言 沉默了 低着头 他的回答显而易见 若不是叶仓一直陪伴着萧鱼儿 格威说不定真就要暗中动手了 叶仓见状 无奈叹口气 果然 这个格威的性情还是有所缺陷 太过杀伐果断 对待敌人倒没什么 但是面对自己人的话 必须要好好改正才行 你想知道 萧鱼儿是我的什么人吗 叶仓问道 想 格威也是毫无隐瞒 他是我的第一个道理 比你还要提前 你说他对我重要吗 重要 格威眸暗淡 翘脸上闪过一抹失落 那你有没有犯错 有 我差点就要派人暗杀他 对于叶仓而言 格威是绝对信任的存在 未有任何隐瞒 见他如实招供 叶仓也不太想过于难喂他了 掏出两串冰糖葫芦问道 这里有两串糖葫芦 其中一串很甜 但比较细 另一串不甜 但比较粗大一些 你想吃那一串 不甜的 格威美如画 知道叶仓是在考验他 当即没有多想 选择了不甜的那一串 弹口张开 温润湿逆 吐气如蓝 将其含入口中 呼 叶仓身心愉悦 吐出一口热气 既然格威选择想用不甜的糖葫芦 那么甜的那一串 他便自行放入口中慢吃起来 摊坐在仁皇椅上 尽情享受回味 十二问道 环 好吃吗 嗯嗯 格威禽手轻点 喃喃回应 见他香舌吐露 慢舔带咬 叶仓笑了笑 忍不住伸手抚摸上他的头顶 一头柔顺长发如铺 自然垂落而下 伴随飘飘香气 冰糖葫芦 原本是萧原的最爱 但他此刻不在身边 叶仓也只好拿出来 奖励给格威了 共同修炼 阴阳补天鹿 需要格威对其的好感度 达到九十级以上 但是并不意味着 在这段培养感情的阶段里 叶仓不能对格威 做出一些符合道理之间的雅士 只要有助于增长彼此的好感度 叶仓都会进行尝试 毕竟格威对情感的反应相当迟钝 要寄予更多的美好刺激才行 叮 玉玲龙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三十 叮 玉玲龙对你的好感度提升到三十 任务三完成 奖励 四将玉玲龙的好感度提升到六十 任务成功 奖励圆点加四零零零零 小世界猪加一 任务失败 小叶子也太没用了 来了 来了 果然好感度再次上涨了 真不容易啊 叶仓顿感精神一阵 习惯性忽略系统的恶趣味打击 直接看向任务四的奖励 呼得瞳孔一缩 心里面忍不住狂喜 小世界猪 居然是小世界猪 这可太令叶仓意外了 据他所知 所谓的世界猪 便是一个个独立起来的小世界 里面天地法则完善 世界猪的主人 便是其中的主宰者 可以自由培养自己需要的东西 打个比方 如果叶仓想要饲养一些妖兽 便可以往里面投放妖兽 想要种植灵草灵树 也可向里面投入 叶仓作为世界猪的主人 可以操控内部一切法则 让其下雨 就一定下雨 让其打雷 就一定会打雷 就连时间也能随意操控 虽无强大的战斗能力 但是对于资源的培养 可谓得天独厚 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极品仙器 泛用性极广 叶仓实在太振奋了 一不小心 就让格黄翻了个白眼 嗨嗨 他掩着娇唇 一脸无辜咳嗽两声 随后抬起一双忧怨的凤眼 紧紧盯着叶仓 富隽 你刚才怎么了 为何情绪波动如此剧烈 叶仓闻言 笑而不语 将格黄轻轻揽入怀里 娇躯入怀 温香暖郁 令人回味无穷 得益于格黄这位新道旅 叶仓即将又能收获到一件之宝 系统的奖励规则 叶仓基本上搞明白了 开启好感度和好感度达到30 这前两项系统提供的奖励 基本是为道旅准备的 萧鱼儿的祭品助击丹 和祭品零件便是如此 格黄八练兵卖丹和紫电狂师 也是如此 之后 系统提供的奖励 才是大头 每一件都是堪比仙器的强大宝贝 作用巨大 太虚见点 九天玄女卢 脱胎换骨仙丹 还有这一次的小世界珠 每一件放出去 都是能引起巨大轰动的存在 妙用非凡 想到这里 叶仓便更加疼惜自己的两位道旅了 他们姿色绝世 一世独立 每一个都是宫阙仙子 与他们互结道旅 不仅能修炼鸿蒙仙器 还能收获各种强大的极品仙器 美女与宝贝皆得 这种无与伦比的收获感 还有什么能够比拟 想到这里 叶仓顿感心情大好 蓝腰抱起格黄往大凤床踏步而去 格黄满脸娇羞 心中带着浓浓窃喜 道 夫君 你决定要采鞋黄了吗 如果是你 我无怨无悔 格黄当前的好感度仅有三十 还没到九十 叶仓自然不会现在采鞋他 那样会令他损失很多好宝贝 皇儿想什么呢 今晚我不用回临安宫 自然要与你同床共枕 大悲同年了 格黄一正 凤眼一宁 这才想起格维与萧云的去向 已经远离黄兜 叶仓也就不需返回临安宫了 可以在这玲珑宫内 与他相宿相欺 共度二人世界 得知无人干扰 格黄旋即眉开眼笑 心里乐得不行 华丽出彩的容颜 在笑容的映衬下 增添了许多风情 如此甚好 有夫君在 我明日都不想上朝了 不上朝 你想干嘛 叶仓将怀里的玲珑胶躯 很不客气地扔到大缝床上 极度柔软 弹性极佳 令格黄胸前的魂元 也跟着剧烈起伏 吸人眼球 格黄对此也毫不在意 玉体横沉 抬起擒手 勾起白皙玉卒 伸向叶仓面前 华丽的长裙 跟着向下倾斜 露出一条修长笔直的大眉腿 我想 与夫君如交似漆 日久生情 时时刻刻在一起 叶仓笑了笑 顺势捏住他的玉卒 入手处 极为华逆娇嫩 柔弱无骨 好似一块上等的美玉 格黄变化真的很大 已经学会如何勾引男人心魄了 不知是格魅教得好 还是他学得快 亦或者玉玲龙 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 眼前这个摄人心魄的妖魅女子 虽无天生魅骨 但是他的一颦一笑 无不流露出异于寻常 女子的别样魅态 这种极致的魅惑 即便在格魅身上 叶仓也感受不到一点 很自然 很撩人 不会令人产生一丝一毫的反感 若不是叶仓心智坚定 恐怕早已经将格黄压在身下 粗暴地撕碎他那身华丽的衣裙了 没没想到那个画面 叶仓就更加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了 他没有受到勾引 静止躺到大缝床上 将格黄轻轻搂在怀里 一切照旧 切不可贪图情欲 从而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明白吗 格黄抿了抿有些红肿的猪唇 恍若醍醐灌顶 夫君教训的是 皇儿明白了 见他之错 能改 叶仓旋即笑道 你之前的赤焰神居受伤颇重 已经不能再战了 派人将其好声安顿厚声 明日 我去给你寻一只更厉害的 谢夫君 皇儿好期待 次日 黄都交外 叶仓独自前来 落地瞬间 一只紫色小猫 立即从他衣袖里钻出来 难得周围没有出现陌生修饰 白鹿也好出来透透气 白鹿跳到叶仓肩膀上 舒服地伸了个懒腰 随后 选个最舒服的姿势 懒洋洋趴下 漂亮的大眼睛 有意无意扫过四周 心眼极为警惕 他的小性格一直如此 不管敌人是强势弱 魂不在乎 主人 我们来这里干嘛 叶仓漫无目的四处张望 随后在一处大空地上停下来 道 召唤你的同类 一只很凶的大妖兽 咦 这倒是新奇 白鹿顿时来的兴致 两眼睁大 满怀期待 随后他便听到叶仓自言自语 道 系统 召唤到这里来吧 小白鹿一正 脸上露出一副很不可思议的表情 心头疑惑道 系统 那是什么玩意 他的好奇心被完全吊起来了 刚想张口就问 可突然 他超觉的预感危机能力 悄然发动 瞬间皮毛乍起 露出一副更为惊恐的表情 瑟瑟发抖 瞠目结舌 随后 他抬头仰望天空 只见阳光明媚的太阳 被什么巨雾遮挡 一只庞然大雾 从天而降 轰隆一声 重重砸进地面 掀起漫天灰尘 以及一个巨大的深坑 啊 小白鹿看傻眼了 目瞪口呆 心道 系统到底是什么玩意 怎么那么厉害 主人只是轻飘飘喊了一句 天下就掉下大怪物来了 要是我来喊的话 能成功吗 这是小白鹿内心的真实想法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他这一次变得大胆了许多 没想着逃跑 而是留下来 正正看着夜仓召唤出来的大怪物 他很好奇 如果自己也喊一声系统的话 能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天下会不会也掉下很多 他喜欢吃的灵根 如此一来 他就不会挨饿了 每时每刻 都有吃不完的灵根 美滋滋 小白鹿打起精神 静乖乖趴着不动 以免引起大怪物的注意 夜仓倾醋眉头 抬手一挥 扫去大片烟尘 下一刻 庞大怪物的身躯 便显露了出来 他体型巨大 足有三层楼那么高 一身紫色皮毛极为耀眼 其上电光闪烁 炸得周围空气轰隆作响 威势惊人 无愧紫电狂狮之名 扑 扑 扑 紫电狂狮张开大嘴 吐出口中沙尘 随后晕晕沉沉站起身 一脸茫然地看着四周 口吐人言道 这是什么地方 伦家怎么突然间就来到这里了 父皇 母后 兄长 你们在哪 伦家好怕怕 紫电狂狮 突然浑身颤抖 瓢泼般 夸张眼泪狂涌而出 竟是无缘无故哭诉起来了 看他那模样 就像是迷路走丢的三岁小孩 在哭着找爸爸妈妈呢 呃 主人 他哭了 白鹿又一次傻眼了 头一次发现 大妖兽也会哭得那么伤心 夜仓的关注点倒不是这个 而是他口中的伦家 听起来稍微有些怪异 他该不会 又是一头此妖吧 难道自己 真就要走一辈子桃花运了 听到身后传来异样声音 紫电狂狮 全身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一下子收住眼泪 小心翼翼扭头张望 正好与夜仓 白鹿对上眼 六只眼睛大眼瞪小眼 谁都没率先轻举妄动 好 突然 紫电狂狮 瞬间绷不住了 张开血盆大口狂吼一声 伴随一阵雷电之光 狂轰夜仓而去 随后 眼泪继续狂涌而出 掉头就跑 他实在被吓坏了 鬼啊 身后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一个怪人 看起来还有些变态 夜仓脸颊抽搐 单臂挥出 挡掉紫电狂狮的攻击 随后修为压制清洗而下 将其定在原地 这才夺不向前 站到紫电狂狮面前 紫电狂狮拼命挣扎不得 心生恐惧 又朝夜仓嘶吼咆哮 口中想要喷涌电光 但夜仓伸出手指一指 后者立刻乖乖闭上嘴巴 因为他看见夜仓身后 有一个比他还要巨大 比他的父皇还要巨大的圣光巨人 正在拿手指指着他 万一那根指头压下来 他从此就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见他安静下来 夜仓缓缓缓说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从哪里来 紫电狂狮憋着巨嘴 眼泪直流 一脸委屈可怜 抽气两声后 开口道 伦家叫紫童 来自南荒 紫电一族 夜仓听到后 嘴角轻轻抽搐两下 暗叹一声不妙 这紫电一族 在南荒妖族之中 是数一数二的恐怖存在 他们内部极其团结 从诞生至今 从未爆发过一场 来自内部的动乱 从侧面就可以看出 紫电一族的内部 有金石之间 无懈可击 他们也极为在乎族人的性命 一旦发现这头紫电狂事流落在外 必定举足震惊 整个南荒妖狱 都要陷入恐慌之中 夜仓无奈摇头 系统这家伙 竟不干好事 召化而来的宠物 竟然是来自现实南荒的妖族巨头 而且 夜仓关他头顶的那一对真戎头角 就知道 他的身份定然吓人 因为能让紫电狂狮 长出脚的决定性因素 便是其体内含有真龙之血脉 尊贵非凡 不过 事已至此 夜仓也就别无选择了 尊我为主 我保你不受别人欺负 见他性格软弱又胆小 夜仓决定当场拿下 免得夜长梦多 果不其然 身份尊贵的子童 哪里懂得尊人为主 意味着什么 一听到夜仓能保护他 当即止住眼泪 一脸欣喜 真大 你不能骗伦家哦 夜仓狂点头 惹来白鹿一记白眼 这小狮子 也太好骗了吧 真好呼噁 随后 夜仓又一次施展出 自己掌握的残缺仙术 将一个古怪符印 刻印到子童头上 瞬间引入其中 子童突然一愣 浑身一颤 也不抖了 看着夜仓 逐渐涌现一股亲切的感觉 好像很熟悉 很友好 有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他下意识脱口而出道 主 主人 夜仓微微一笑 伸出手掌 抚摸上子童额头 后者跟当初的白鹿一样 轻腻地在他掌心蹭了两下 满脸 洋溢着幸福的意味 甚是可爱 子童 跟我走 主人带你吃各种 好吃好喝的 子殿狂尸 一下一下点着硕大脑袋 道 嗯 轮家要跟主人走 夜仓笑笑 坐到子童身上 让他腾空而起 飞入皇宫之中 深夜 玲珑宫内一片宁静 这里是阁黄的行宫 仅有阁妹一个宫女 略显冷清 不过 随着子童现身后 这里便开始逐渐热闹起来了 就连白鹿也变得大胆了许多 趴在夜仓肩膀不动 静静盯着眼前这些人 阁黄和阁妹接在 他们都被眼前这只大家伙 吸引住了 子童乃是子殿一族中 血脉最尊崇的存在 头上两脚蒸容 虽然仅展现出 冰山一脚般的痕迹 但任谁看了 都知道他有多么不凡 一身紫色皮毛 亮眼闪耀 电光流淌 威势显赫 身姿矫健强壮 洋溢着强大且健康的色泽 与阁黄身上传出来的感觉 极为类似 阁黄第一眼见到子童 便被他深深迷住了 好美殿 狮子 发色柔亮整齐 剑子肉雄壮威武 充满了强大的爆发力 浑身电光闪耀 魅力十足 正是他所喜爱的类型 做梦都想要拥有一头这样的宠兽 夫君 我能摸摸他吗 阁黄郊区有些颤抖 手心钻得很紧 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子童 叶苍文言 点了点头 表示英语 子童的性格相对听话 容易驯服 胆子与白鹿不相上下 但盛在他不怕生 敢于露出 獠牙反抗 若真把他逼急了 是会吃人的 阁黄缓缓靠前 与子童的双眼相对而望 一刻也没有避让 后者也是莫名产生一种古怪的感觉 同龄般的巨大眼眸 一直盯着格黄 眨也没眨一下 好像与他有种心有灵犀之感 让我摸摸你的头 格黄开口笑道 这既不是询问 也不是命令 而是一种友好的交流 子童呆了呆 竟是没有拒绝 没有夜仓的命令 他居然主动听从了格黄的话 子童不仅低下高贵的头颅 还将雄伟的身姿趴下来 趴握在格黄面前 格黄笑得很开心 轻轻抹撒着子童头上的皮毛 随后轻声问道 子童对吧 你喜欢吃什么 雷电 还有呢 绝佳的烈火也吃 子童话音刚落 格黄便激活体内的红莲怒火于掌心上 飘荡摇曳 尝尝看 子童轻一一声 很是诧异地看着格黄 似乎在好奇 为什么一个人类竟然能够生出火焰来 不过 他没有迟疑多久 小青拿着鼻子 嗅了嗅火焰的滋味 随后呼地两眼精彩 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伸出大舌头一卷 把格黄掌心上的红莲怒火 全部吞咽而下 呼哈 兴奋地发出一声满意的声音 子童很满足 居然能尝到如此美味的烈火 看向格黄的眼神 逐渐变得越发奇异起来 心生喜爱 还有吗 我还想吃 格黄同样满怀欢喜 笑着点头应道 还有 还有 你想要多少都有 足够你吃上一辈子 随后又是数团怒火 一一进入子童嘴里 令他心情愉悦 发出一声声满足的欢叫 还想继续吃 想吃 不过 叶苍却是眉头一紧 看出了格黄身上 散发的气息有些怪异 当即喊停 将他带回身边 让其坐下 叶苍猝眉道 你身上的窗伤的人在 怎么回事 我之前给你的八练兵卖单 你没有吃 没呢 格黄摇头道 最近政务较多 一直没时间好好治愈就伤 到了深夜 还要陪伴夫君 就耽搁了 他真挚地笑了笑 并没有责怪叶苍的意味 格黄受到叶苍赠予的丹药 已经超过一个月以上 换作是别人 定然是自己优先 不管外事 一心治好自己的丸己 才是正事 但在格黄看来 维持天燕皇朝的和平安定 以及陪伴叶苍 才是最重要的两件事 自己的伤 反倒无关紧要了 叶苍文言正色道 这怎么可以 有伤必须优先医治 其他的事情与你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听我的 现在就去调整最佳状态 然后去闭关智商 那政务怎么办 格黄面露交集道 当前政务都是极为重大关键 事关名声 要是处理晚了 可就有更多人受苦受累了 听吧 叶苍也是眉头一紧 抹平一切 他倒是擅长 像这样点点滴滴处理政务 反倒有些难办 正当两人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 格妹跟着叹一口气道 姐姐 要不交给我来吧 虽然我的能力不如你 但是撑到你闭关出来 肯定是没问题的 你相信我吗 批阅政务 可是大事 怎能轻易交由他人审批 尤吉那人还是格妹 格黄面露难色 还是有些不太放心 但是叶苍 却觉得此计甚妙 一口答应下来了 好啊格妹 你深藏不落 既然如此 那就交给你了 夫君 这恐怕有些不妥 叶苍没有让格黄继续说下去 天燕皇朝也好 亦或是其他贵重之物也罢 与格黄相比起来 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在他眼里 只有自己的两位道理最重要 差点忘了 还有小白鹿 这可是真正的应急救命食品 吃了有大补 能重活一世 当然 这个秘密 小白鹿暂时还不知道 叶苍道 有何不妥 听夫君的 速速去闭关智商 待救急痊愈 再来处理政务不迟 格黄柳眉紧促 还想出言辩驳 立即遭到叶苍眼神警告 再不听话 就罚你吃不甜的冰糖葫芦 格黄文言一惊 嘟着嘴 不敢再发言 事情就此决定 由格妹暂待格黄处理政务 格黄则去闭关智商 尽快治愈好体内的经脉九级 叶苍则继续留在皇宫 监督格妹处理政务 时间一晃 又是半年岁月光景过去 短短半年的时间 对于修饰而言 不过是眨眼之间 皇宫内 叶苍百无聊赖 打着哈欠 身边没有消缘的日子 实在是有够乏味的 格黄又在闭关疗伤 叶苍的身边 只剩白鹿和子童而已 两个笨蛋平日里 除了吃还是吃 丝毫不能让叶苍解乏 小白鹿兴许是看出了叶苍无聊 主动找话题说道 主人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你一点都不担心萧苑吗 不去找他吗 万一他遇到危险怎么办 白鹿一连问出三个问题 也是有点想念萧苑了 叶苍笑了笑 将小白鹿一把抱在怀里 静静抚摸他的身躯 皮毛柔顺滑腻 摸起来很柔软 入手处极为舒适 既担心 又想他 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我们身边 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 还有就是 这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为什么 白鹿的思维相对简单 过于复杂的道理 一时想不明白 叶苍跟着解释 脸上笑意明显 主人没有收到他们反馈回来消息 就意味着 他们没有遇到危险 这不就是好消息吗 哦 白鹿恍然大悟 频频点头 一旁的子彤 体型缩小了许多 也是跟着一块默默点头 叶苍陪伴着这对火宝 也是既无奈又无语 子彤融入进来的速度极快 只是半年时间 就和白鹿搞好了关系 双方经常一块趴着聊天 谈论自己的所见所闻 很快便被彼此的见识所吸引 成为好朋友 无话不谈 眼看天色渐浓 又是一天光景过去 叶苍暗自叹息 摇头看向格黄闭关之地 周围灵力激荡 阴晕着恐怖的灼热气息 时而寒冰冻结 时而烈焰汹涌 这是 他在利用八练兵卖单 治愈自身烧伤的经脉迹象 还没出关 又要等一段时间了 叶苍轻语泥南 没过一会 格妹出现了 他穿着一身墨绿色针丝纱裙 还是和以前一样 热辣奔放 一双魅眼波光流转 蕴含万千风情 五官精致饱满 魅态净险 仙妖楚楚 曲线玲珑 前凸后翘 加上大片雪白肌肤展露 姿色更添几分 与他的姐姐格黄相比 无论是相貌意或是性感的身材 格妹只是略输一线而已 他手里提着一个高档石盒 对叶苍盈盈微笑 情逆绵绵 叶前辈 还有两个小家伙 让你们久等了 这是你们今天的晚餐 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 话音刚落 两只小笨蛋 已经开心叫起来了 一前一后 感到格妹面前 满脸期待 格妹不仅通小人心 聪明多会 这女董南 对两只毫无心机的小笨蛋 也是能够轻松拿捏 他知道 白鹿只吃零根 于是取来千年零根头位 子童既吃雷电 又长烈火 于是取来雷炎功他享用 以天宴皇朝数万年底蕴而言 取来这等贵重之物 不过是九牛一毛 谢谢姐姐 两个小家伙 齐声道谢一声 拿到格妹送来的晚餐后 躲到一旁享受去了 格妹舒心笑了笑 对这两生姐姐 感到相当受用和满意 随后隐去笑意 恢复端庄贤雅 从石河里取出上等佳肴 一一摆放在叶苍面前 与那两只小妖兽相比 叶苍才是格妹 真正想要讨好的对象 他们只是顺带而已 叶前辈 请用善 叶苍抬起双眸打量 格妹亦是与之对望 竟是没有退避的意思 俏脸微红 千娇百媚 尤其是她那双媚眼 好似能勾魂夺破 令人看一眼 便会被其深深吸引 堕入深渊 开始修炼了 格妹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当即真诚回复 是的 感谢叶前辈为我指引先徒 格妹才能得此造化 修炼极乐妙音之境 叶苍汉守 极乐妙音道经 与天生媚谷是绝配 一拼一促 一个动作 无法自拔 尤其对于南修而言 更是一记强大的杀招 甘愿为剑奴 为死事 根本不在话下 格妹的魅惑之能 只会寓意增强 叶苍可以遇见 又一个妖娆魅魔之心 正在冉冉升起 玄吉没有与她过多交流 专心品尝起眼前的美味佳肴 格妹没有立即离开 轻咬红唇 俏脸舞魅烟红 心思蠢蠢欲动 叶前辈 让我为你跳支舞 助兴如何 嗯 叶苍轻一声 她一脸忐忑窘迫 有些迟疑 又想到最近确实 有些无聊 于是便答应了 见叶苍开口同意 格妹脸上笑叶如花 那兴奋激动的神采 溢于眼表 让叶苍难免心生疑惑 至于这么开心吗 想不明白 而格妹早就迫不及待了 后退两步站定 开始舒展曼妙身姿 翩翩起舞 她的视线热情饱满 脸上笑意见浓 一直与叶苍眼神互动 令后者突然想到一个成语 叫眉目传情 叶苍一时间呆愣住了 她总算发现 格妹与格黄的差距了 两人都学了同样的舞蹈 但格妹的美眸中 却始终与观赏者暗颂秋波 眉来眼去 极为生动明显 令人仿佛置身其中 格黄就做不到这一点 不愧是能成为 华儿老师的女人 姚美天成 叶苍心中暗暗夸赞 突然想明白 当土皇帝的快乐了 山高皇帝远 谁也管不着 顿顿美为佳肴奉上 美女如云天天起舞 恨不得包光了 站在你面前 受你恩宠 若是欲望雄起 随便拉来一个美貌宫女 就是一顿发泄 确实妙不可言啊 这时 妙音渐起 竟是格妹主动施展妹功 让叶苍顿感身临其境 她舞动妖娇身姿 偏然而至 轻飘飘坐进叶苍怀里 道 叶前辈 姐姐不在许久 想必你定是寂寞难耐了 这段时间 就让梅儿来伺候你可好 格妹的嗓音极为悦耳 自带一股魔力 能深深印入男人的心里 魅惑天成 郊区似水 柔情蜜意 散发出独特的香气 一丝一缕 钻入叶苍的鼻子 令她身心愉悦 格妹很懂得如何讨好男人 从坐入叶苍怀里的那一刻起 娇臀便一刻都没有闲下来 轻轻来回挪移 寻找到她最舒服的位置 看得出来 叶苍对她并没有心生排斥之感 于是更加大胆 主动了许多 她依靠在叶苍肩膀上 昂起如妖似金的俏脸 风流淫泥 媚眼如丝 嘴角挂着微笑 却又有显露出几分落寞 叶前辈 我知道 姐姐是你选中的女子 妹儿一辈子都无法取代她 那又如何 格妹伸出鲜鲜玉手 轻轻抚上叶苍的脸庞 以及她的脖子 为她的帅气倾倒 为她的强大着迷 原来坐到前辈怀里的感觉 是这样的 我有好多次 看到姐姐都是这般姿态 坐在前辈怀里的 面对他人时 他凶悍的像头狮子 唯独在前辈面前 他却温顺的像只猫咪 所以我就在想 坐在你怀里 会是何种感受 现在我总算知道了 真的好令人书信啊 格妹放肆的舒展身躯 使自己的肌肤 尽情贴到叶苍身上 姐姐是姐姐 我是我 又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姐姐能喜欢你 我也能喜欢你 我根本就不需要取代她 呵呵 格妹娇笑一声 以娇臀为中心 妖娇地转动半边身子 隐隐浅笑地 看着叶苍脸上的表情 很是享受 后者不由地 暗暗倒吸一口凉气 皱了皱眉 这个妖精 真的太懂得 如何寻找男人身上的弱点了 突如其来的亲密旋转 叶苍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吃亏了 相反 她应该是占了格妹的便宜才对 毕竟她是男人 格妹是女人 前辈 格妹春风满面 娇滴滴地喊了叶苍一声 继续道 在我们天雁皇朝 有这么一个规定 妹儿身为姐姐的宫女 是有义务为她的夫君 解决生理上的需求 如今姐姐闭关未出 而我又是她唯一的宫女 让妹儿来侍奉前辈 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她一边巧舌如簧 一边时刻关注叶苍脸上 表情的细微变化 一旦后者没有展露出 明显的拒绝特征 格妹便会一直继续下去 这个时候 格妹表面轻松 内心却比任何时刻都要紧张 叶苍正正看着她 忽然开口问道 为什么这么执着 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你前辈已经提到过了 你是无法替代你姐姐的 我也不会像对待你姐姐那般对待你 即便如此 你还是心甘情愿吗 一连问出两个问题 叶苍也想知道 她是怎样想的 格妹摇摇头 面露茫然道 不知道 我只是随心所欲 随心动 是她告诉我 我要这么做的 她是喜欢强者不假 但叶苍对她而言更为特殊 格妹也说不出哪里不同 只知道 想要将自己的一切 尽数奉献给她而已 心里面是怎么想 她便怎么做 叶苍文言 挑了挑眉头 暗叹道 这就是极乐魅宫的妙用吗 随心所欲 即为本心 心中所想 便是目的 随后叶苍不再言语 默默闭上双眼 将双腿尽量舒展开来 格妹见状 方心大喜 心情激动 翘脸上笑叶如花 令人如痴如醉 她知道叶苍这个动作 代表着何种含义 她懂 她什么都懂 这一刻 格妹翘脸上 展现出羞涩之意 桃花点点 红润通透 配上她极美的容颜 甚是娇艳 弹口轻起 轻微喘着热气 附在叶苍耳盼 柔声道 前辈 妹儿知道该怎么做了 只是姐姐还是妹儿的主人 她上世完毕之身 身为她的宫女 妹儿不敢主刺不分 抢了姐姐的风头 所以 还请前辈见谅 等到哪天 姐姐与前辈合了道 妹儿再任由前辈处置 话音一落 她娇艳的红唇 带着瘟逆湿润 悄然点缀在叶苍脸上 脖子上 随后一路下移 划过结实的胸膛 满是肌肤的肚腹 最后 停下 叶苍双眸紧闭 脑海里满是患于滋味 有种说不出的舒适感 格妹给她的感觉 与格黄和肖鱼儿 全然不同 后两者的手段 叶苍见识过不少次 给她的感觉 就像蜻蜓点水 记忆普通 但格妹就不一样了 她真的 好厉害 能精准捕捉到 男人最喜欢 最心动的那一个瞬间 并给予最为极致的引诱 一点一点 将其引入地狱深渊 令叶苍欲罢不能 呼 叶苍舒服地伸展身躯 发出满意的欢调 格妹同样心情大好 眼角流露出欣慰的笑意 欲问她 为何不用樱桃小嘴 发出笑声 原因自然是她做不到了 夜色正浓 很快便来到深夜时分 格妹站起身 舔了舔颜色略淡的猪唇 又用丝巾擦了擦嘴角 分外妖娆迎笑 道 叶前辈 时候不早了 该休息了 今晚就让妈儿扮你同床 为你温暖被窝 可好 还没等夜仓有所回应 格妹已经伸出两根白皙玉壁 轻腻地抱在夜仓的胳膊上 拉拢她起身 搀扶她行走到大凤床之上 胳膊上传来两团温热柔软 令夜仓神色微动 没有拒绝 让格妹替她宽衣解带 享受帝皇般的服饰 待夜仓上了大凤床 格妹也跟着宽衣解带 随着墨绿色沙裙滑落 一具曼妙绝美的玉体 便展现在夜仓面前 大片雪白滑腻 令人叹为观止 格妹俏脸烟红如血 肌肤银白如玉 极为惊艳 她身上只剩一件浅绿色的嘟嘟 以及一条极短的蟹裤 她就这样静静立在那里 便是一道绝美的风景线 似乎是被夜仓盯着 有些不好意思 格妹竟是下意识将玉手挡在胸前 防止春光乍蟹 但立刻遭到夜仓劝阻 不要挡 就这样 到床上来 嗯嗯 格妹阴宁一声 擒手轻点 声弱闻音 捏手捏脚上了凤床 随后被夜仓抱在怀里 一同盖上大红螺青 两人同侧而躺 只露出两颗脑袋 夜仓并无睡意 双手分别穿过格妹夜下 将其抱得很紧 嗯哼 格妹轻铭一声 翘脸飞红渐农 似乎是被夜仓抱得太紧的缘故 她感觉自己的胸腔遭到大力挤压 有些透不过气来 只能张开小嘴 勉强喘息 郊区不知何时染上一层红霞 然后夜仓关切询问道 格妹文言缓缓摇头 道 不是 只是感觉有些紧张 难得与前辈这般亲密 妹儿很激动 也很舒服 那就好 我还以为你不习惯事情吗 不会的 格妹认真道 只要是前辈需要 妹儿任何时候 随叫随到 绝不让前辈多等待一个瞬间 不得不说 格妹还是那么会讨人欢心 妙语莲珠 总能说进夜仓的心坎里 十分受用 令夜仓心情大好 如此一来 她就更不愿意睡觉了 她一不愿意睡觉 格妹也就更不能睡觉了 这下子 便只能苦了她 不知从何时起 夜仓整个身体缩进大背里 只露出格妹那张 风情万种的欲脸 娇艳欲滴 桃红弥醉 她的牙齿整齐洁白 紧紧撕咬着玉手葱指 不让自己发出杂乱之音 妹眼明亮动人 此刻却紧紧闭着 眉头青醋 说不出的难受 又是过了好一片刻 夜仓才终于露头 钻出被窝后 她对格妹笑了笑 决定不再折腾于她 柔声笑道 睡吧 我也困了 嗯嗯 格妹点了下头 玄机大松一口气 蜷缩娇美身子 尽量缩进夜仓怀里 一觉到天亮 清早 格妹还是早早起床了 身为宫女 她一方面要伺候夜仓 与两只小家伙 另一方面 她又是格黄的代理 需要替她暂时处理一切政务 每天忙到不可开交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满心欢喜 每天都带好吃好喝的 来讨好他们 临近傍晚 格妹依旧准时出现 今天的她 比昨天还要娇媚百倍 一袭白色素裙偏仙 将她的完美身形 紧紧包裹起来 胸口处大大方方 敞露出一片雪地 雪山之间的幽谷深邃迷人 一望不见底 三千青丝 也是盘得极为美观 配上金簪玉室 华贵美艳 小家伙们 快来吃饭了 格妹拿出白鹿与子童 最喜爱吃的食物 将他们打发 随后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美食 整齐摆放在夜仓面前 以她的修为 早已做到了无需进食 汲取天地灵气 便能逍遥自在 但在这皇宫待久了 夜仓的性情 也出现了不小变化 白天有人伺候 晚上有人示警 如果她想要了 随时都能去走格妹的真结 这种日子 是她活了千年以来 从未体验过的美妙 好比古代皇帝那般生活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随心所欲 她想干什么 就可以干什么 谁也不敢多说她一句 这种变化 从她踏入皇宫的那一刻 便有了 已经有了两个道理 后面就会有第三个 第四个 如此一来 夜仓就变得越发 随心所欲起来 既然格妹有意伪身于她 侍奉于她 那便顺其自然了 夜仓吃着美食 欣赏舞姿 极大放空自己的欲望 不再受其他约束 好 跳得真好 有空记得多教教你姐姐 嘻嘻 格妹会心一笑 心情美好 一曲五霸 她又一次来到夜仓身边 后者没有抗拒 插开双腿 格妹很自然坐到夜仓腿上 玉手粘起新鲜菱 味道她的嘴里笑着看她吃下去 前辈 是姐姐为你的好吃 还是嫩为你的香 女人天生爱比较 纵使知道自己必输无疑 也想从喜欢的男人嘴里 听到自己想听的甜言蜜语 哪怕是谎言 亦无所谓 夜仓也没有令她失望 呼空肺里的浊气 随后把脸贴到她柔软的胸怀里 大吸一口空气 芳香肆意扑别来 你的香 如此行径 逗得格妹哥哥发笑 花枝乱颤 白泥泥的苏兄 跟着笑意起伏 一颤一颤的 极为谎言 两久 格妹笑意停滞 她又一次静止一般 看着夜仓脸庞一动不动 媚眼如丝 默默含情 好像有很多话要说 却不知从何说起 突然 她问道 前辈 我看过你和姐姐亲吻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能让我也尝试一下吗 格妹天生媚鼓 是善于诱惑人心的妖精 但在面对夜仓的时候 她的所有魅力 都将大打折扣 发挥不了作用 她的诱惑手段 也变成了随心所欲的直白 夜仓同意 她便可以尝试 夜仓不愿 她也无计可施 你没被男人碰过 除了前辈以外 任何男人都没有资格碰我 是这样吗 夜仓似乎不太相信 伸手摸上她的粉夹 随后撬开她的红唇 掰开她的下额 内里香舌娇嫩 唇红齿白 互不干扰 格妹下意识搅动舌头 缠绕夜仓手指而上 表情内惑 媚眼迷离 这个你怎么解释 夜仓笑问道 天生就会 格妹摇头娇笑道 还有就是 看了好多春宫图 鸳鸯谱 风月会 恶补了大量知识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没对其他男人施掌过 没有 格妹认真回答道 对付那些臭男人 一句话 一个眼色就够了 哪能像前辈这般 值得梅儿亲自下马 梅儿还担心难入前辈法眼 为此 自卑了好长一段时间 现在呢 现在的话 当然很开心啊 前辈随时都可以 将我压在身下 梅儿不但不反抗 还拍掌交好呢 咯咯咯 银铃般的笑音响起 配上他那一脸放荡迷醉 勾魂夺破 夜仓勾起他下巴肩 笑道 你想我把你压在身下 那我偏偏不如你意 今晚 给我跳一支燕舞 跳不好 没得上床睡觉 哼哼 PS 感谢大家的礼物 这本书 已经没啥收益了 最近书成给量 只有一百到两百人 太差了 这个月还是会认真更晚 起不来就书册 书册还起不来就GG了 后续再看情况吧 头烫 怎么样才算燕舞 梅儿不懂 请前辈赐教 隔妹一对魅眼 滴溜溜一转 满是脚侠灵动 唇角弧度勾勒明显 心中早已有了别样想法 夜仓没有上当 面带微笑 伸出在他的水润胶唇上 点了两下 你看了那么多春宫图 鸳鸯图 应该比我懂 我教不了你 而且我这人也不善于表演 更多还是观赏和把玩具躲 她的嘴唇很是柔软滑腻 触碰起来 好似在触摸凝枝 隔妹很享受这个时刻 表情迷恋 媚态尽显 好不诱人 夜仓一时间静也看呆了 默默无言 就是享受 过了好一会 才停止触摸她的双唇 隔妹翘脸红扑扑地 立马喘一口气 一脸忧怨地说道 前辈你好脚滑哦 这都不肯交骂 不过也无所谓 骂跳给你看便是 不过 又怎么了 夜仓笑问道 顺便抚摸上她的脸颊 圆润饱满 又水润亮泽 细皮嫩肉的 吹弹可破 令人爱不释手 隔妹道 如果美尔跳得厌舞 能让前辈感到满意的话 美尔不仅要与前辈同床共枕 还要与前辈亲吻 她说话的时候 很重视夜仓 双眼一刻也没有 从她的脸庞上移开过 专注传神 她吻变了夜仓全身 但唯独没有试过 与之亲吻的滋味 隔妹暗中偷看过 隔黄与夜仓亲吻时的 动作与神态 每次结束的时候 隔黄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整个人娇艳欲低 侧躺在夜仓怀里 轻轻张开弹口喘息 狭飞双甲 美帝不成样子 临隔妹心思大动 不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 竟能让一生要强的姐姐 变得如此娇媚动人 夜仓心中好笑 想了想 发现也没什么好吃亏的 当即阴雨 隔妹欣喜万分 翘脸嫣然一笑 玉璧环抱 拉扯着夜仓起身 让其躺到阁楼的大缝床上 以最舒适的姿态观赏厌恶 夜仓没有拒绝 赤着灵果 看着前方的大红皮毯 骑上龙凤成祥 隔妹赤足而立 身姿妖娆 更换了一套更为性感漂亮的纱裙 白皙肌肤若隐若现 脸上亦有一件青纱遮挡 更添风趣 细腕与脚腕上 分别用红绳串起一个小铃铛 铃铃铃 戏万处的铃铛摇曳 传出魅音 隔妹深情望着夜仓 浅浅一笑 随后踢腿 开腰 扭胯 伴随着铃铛妙音 隔妹开始渐入佳境 翩翩起舞 舞姿恶挪 好似凤舞鸾歌 令人赏心悦目 她翘脸上的笑容格外闪耀 名谋好吃 对自己的舞姿以及容颜 充满了自信 每一个高难度动作都信手拈来 结合铃铛妙音 更显风情无限 有点意思 夜仓满心喜悦 嘴角很自然流露出一抹微笑 她看得出来 隔妹已经在全力对她施展极致魅术了 极乐妙音配上天生魅骨 施展出来的魔力极为恐怖 毫不夸张地说 以隔妹如今的原因修为 即便对上通悬强者 也有三成胜算 立体的铃铛声 携带着极乐之妙 无时无刻不再侵入夜仓的耳窍 隔妹天生魅骨 本身就足够诱人 有了铃铛带来的极乐妙音加持 总算让她心生思思欲想 嗯 隔妹时时刻刻都在观察夜仓脸上的神色变化 这一次 她全力施展极乐妙音 配合上自身魅骨 竟然让夜仓有了一丝异样 这个发现 令她无比喜悦 心中惊喜 一直以来 夜仓看她的眼色 始终如一 不管是亲密举动 还是平时相见 她那对清澈见底的瞳孔 对她的魅力 好像会自动免疫一般 不起波澜 即便是事情那天晚上 她全身上下 仅有泄衣泄裤 夜仓的眼中始终看不到色欲浮现 被她卸完过后 亦是如此 导致隔妹又一次开始质疑本身的魅力 是否真的很普通 想不到 夜仓今天给了她惊喜 令她又可以恢复完全的自信了 原来凭借自己的魅力 真的能打动夜仓 隔妹高兴极了 一想到这里 隔妹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身姿更加妖娆 而后 行为更加大胆奔放了 呵呵 她轻笑一声 极致魅惑道 前辈 看好了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燕舞 隔妹哥哥娇笑着 狱卒点地 使自己的郊区旋转飞舞 随后一件白色青纱摘落 显露出她雪白滑腻的一双玉壁 冰激玉骨 白嫩一片 是个男人都想将其枕在脑后 夜仓的双眼 一下子瞪圆了 继续欣赏 隔妹的燕舞没有停歇 摘下外层的青纱后 使得她的上身 便只剩下一件紧致的红色抹胸 妖娆至极 极为袭精 随后一条紫色玉带齐飞 带出一道美艳彩霞 隔妹腰间一松 彩裙飘扬 于空中缓慢飞舞数圈 夜仓见状 暗暗倒吸一口凉气 下意识伸长了脖子 想要立即看见 隔妹失去彩裙后的美态 待彩裙落地 夜仓却愣住了 只见隔妹失去下身彩裙后 居然还有一条更薄 更短的彩裙遮掩 呵呵呵 一阵妙音叠起 隔妹笑得花枝乱颤 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夜仓只能轻哼一声 表示不满 隔妹又娇笑了片刻 随后媚眼一动 偏袭而至 拉起夜仓手掌 环上她的仙腰 将一段彩带放进她的手中 夜仓轻易一声 有些意外 这彩带的一端 竟是她身下彩裙的玉带 前辈 你懂该怎么做吗 隔妹笑问道 媚眼如丝 随后一小步一小步往后退去 夜仓岂会不懂她的意思 大笑一声 用力扯住玉带 煞时间 最后一件彩裙飘扬落地 隔妹俏脸战红 好似血欲一般红艳 她飘飞出去 顺势退去身前抹胸 回到之前的红毯上 狱卒一踢 踢起最开始摘落的透明青纱 将其自然披挂在郊区上 再度翩翩起舞 朦胧之间 好比天宫仙女 飘然若仙 前辈 面漂亮吗 舞 跳得好看吗 夜仓直接给出三字评价 好好好 好好好 这是夜仓的真心话 隔妹乃是天生有物 值得这个评价 不管是她的美貌 亦或是她经验的舞姿 实在难得 夜仓活到今天 见识过不少天骄圣女 论及优美舞姿与舞魅风情 能胜过她的女子 少之又少 至少在夜仓所知晓的女人之中 隔妹暂时排在第一位 就和她的名字一样 单一个妹字 足以诠释隔妹是一个怎样的女子 角色有物 媚态横生 天生就懂得如何勾引男人 她也知道自己是一个骚女人 所以在夜仓面前 从不故作矜持 无病身影 她想要就给 她想看就大大方方给她看 舞蹈结束 隔妹俏脸红润 轻微喘着粗气 那双绝美的媚眼 依旧时时刻刻关注着夜仓 好知晓 她是何种感受 夜仓静坐不动 盯看着她的曼妙动体 露出一道满意的微笑 隔妹动体银白如玉 好似月光倾洒而下 在她美丽的躯体上 染上一层亮白的荧光 美艳不可方物 觉察到夜仓的视线后 隔妹脸上一如既往的平静 也不害羞 维持孔雀开平的优美舞姿 竟待夜仓观赏 过来吧 你今晚的表演很精彩 我很满意 允许你事情 过了片刻 夜仓笑道 是 前辈 隔妹满心欢喜 盈盈一笑 玄机看了一眼 散落在地上彩裙 也没有弯腰去捡 狱足轻点 便来到夜仓面前 后者大手一挥 将其揽入怀里 坐于大腿上 出了不少细汗呢 病发都湿润了 夜仓拿起她身上 仅有的一件青纱 替她擦去病脚处的细珠 隔妹抿了抿红唇 轻轻一笑 有些受宠落惊 前辈好温柔 妹儿越来越喜欢了 闻言 夜仓倾笑 替她擦干净 玉体上的细珠后 便将青纱随意丢到地上 仔仔细细观赏起 怀里的美人 不放过她身上 任何一次细微的地方 隔妹被她这样盯着 有些易动 又有些好笑 最后实在绷不住了 发出一声娇笑 前辈 你就忍心让人家一丝不挂 万一生病了怎么办 也对 夜仓一拍脑门 道 此刻夜已深 正是容易着凉的时辰 你也该事情了 到了凤床上 盖上罗青 那样就不怕着凉了 隔妹笑了笑 玉体轻颤 魂缘起伏 前辈 跳舞好累啊 我已经无力再动了 你抱我过去好不好 小事一桩 别说抱你了 就是抱你一整天都行 不需要 只要前辈在妹儿 有需要的时候抱 那样就足够了 隔妹心有自知之明 她知道自己比起姐姐格黄 始终有一线差距 因为她不是夜仓选中的女子 所以只要夜仓心里 有她一席之地 便足够了 再多 就变贪心了 一贪心 就容易惹人讨厌 把控好与夜仓之间的关系 尤为重要 隔妹一双玉臂 轻腻地 还上夜仓的脖子 以公主抱的形式 和夜仓一起共赴凤床 突然 隔妹两眼一动 想起了夜仓答应她的某件事 当即主动提醒道 前辈 你是不是忘记了之前与梅儿的约定 什么约定 夜仓脑袋空空 没有什么印象 这里 惹得隔妹哀怨横生 欠指点了点自己的胶唇道 你答应过 要与我亲吻的 原来是这个 你还真是不忘初心啊 夜仓自然不会食言 将隔妹扔到凤床上后 便立即亲吻她的胶唇 直到她机遇窒息 面如桃花 才依依不舍地松开 隔妹心神震撼 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体验 那种好像坠落深渊的刺激 与未知体验 无时无刻不再侵蚀她的身体 令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不愿意遐想 只想与夜仓沉沦永久 隔妹大口喘着粗气 心神荡漾 面露娇红 静静看着夜仓 前辈 我还要 话音刚落 红唇轻起 她又迫不及带亲吻了上去 夜仓无奈 只好一一回应 这一晚 两人都睡得不踏实 一会儿 夜仓的头颅在外面 又一会儿 隔妹的头颅在外面 来来去去 一直折腾到天色微微亮 两人才不得不相拥浅睡一小会 时间一晃 又是一年光景过去 隔黄闭关之所 终于迎来了尾声 估计再有一到两个月 花儿就可以出关了 夜仓 泥南道 修士的修为越强 闭关的时间就会随之增长 动辄一年半载 多则十年八年都极有可能 隔黄的修为 已经踏入通悬期 加上损伤的 又是体内经脉 所需治愈时间较长 是可以理解的 萧月儿那边 依旧没有坏消息传来 是一件好事 在这段无聊的岁月里 夜仓只能与隔妹双期双速 形影不离 白天 她要花费大量时间 处理皇朝政务 到了深夜 便是他们两个放飞自我的时刻 隔妹对夜仓随心所欲 她想要什么 便满足什么 夜仓也逐渐放开心灵 不受世俗约束 花样越来越多 想法越来越新奇古怪 可以这么说 隔妹除了完毕之身还在之外 其余的 一概没有逃过夜仓的魔爪 有好几次 苦口婆心好言相劝了许久 才让她恢复冷静 收敛了回来 答应不再做恶冒犯 隔妹这才善罢甘休 原谅了她 这一日 夜仓依旧在玲珑身宫等候 却迟迟不见隔妹前来 顿时心生疑惑 低声道 妹儿今天怎么还没来 是出了什么事吗 去看看吧 想了想 扭头对白露和子彤说道 白露快进到袖子里来 主人要出去一趟 是去找妹儿姐姐吗 白露动作很快 边行动边询问 夜仓点了点头道 是的 她今天没有准时出现 定是遇到了麻烦 我们看看去 那 那伦家呢 子彤一脸焦急问道 你留在这里 看好皇儿闭关之所 别让人打扰到她 好吧 主人一定不能让妹儿姐姐出事 伦家会一直守在这里 夜仓笑了笑 其实他们没必要如此紧张 他只是去朝堂看一眼而已 不会离开太久 不过让他们稍微紧张刺激一下 也是蛮好的 好 我去了 师伯 师兄 师姐 你们远道而来 实在是稀刻 皇朝政变上 阁妹迎笑开口 眸光闪烁 对眼前三人的到来 感到相当意外 阁妹口中的师伯 师兄和师姐 与她一样 皆是来自无极宗 尤其师伯李若海 更是第二十二峰的丰主 与她师父沈青秋 乃是同门 还是她的师兄 修为略高 阁妹尊称其为师伯 另外一对俊男美女 则是李若海的两位徒弟 实力不相伯仲 李若海一身白衣 维持着青年人模样 风度翩翩 配上她那一头白色长发 却有几分先锋道骨之姿 一身恐怖秀为激荡 令周遭一众金甲位 胆颤心惊 她淡淡瞥了一眼阁妹 便低头喝茶 本管阁妹如今是何种身份 都没有资格与她直接对话 让老人皇出来 还差不多 当然 给不给面子 另算 乔见师父态度如此 丝毫没有将阁妹 乃至整个天燕皇朝放在眼里 女徒弟范宁兵神色一动 开口道 则则则 一段日子不见 你居然继承了仁皇之位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真替你们天燕的前途堪忧啊 范宁兵言语轻挑 同样没有把阁妹看在眼里 没有沈青秋再次替她撑腰 仁皇又如何 能与吴吉宗的核心弟子 相提并论吗 阁妹脸色微变 意识到对方来者不善 但也没有主动挑破 如今天燕皇朝示威 气数将近 不好再起纷争 何况吴吉宗底蕴之身 阁妹心中清楚 更加不能主动得罪 翘脸泛起一丝微笑 说道 师姐误会了 继承仁皇之位 是我姐姐 阁妹只是暂时替她处理繁琐政务 并非你想的那样 呵呵 阁师妹 你不是在说笑吧 师兄牛开山笑道 你好歹也是沈氏叔的亲徒弟 何必为了别人家的皇朝浪费时间 回吴吉宗安心修炼 不是更好吗 阁师妹天生魅骨 最适合修炼阴阳之道 师兄知道 你一个人肯定修炼不来 带你回到宗门后 若是遇到无法修炼的瓶颈 师兄以及众多同门弟子 都愿意为你倾囊相授 一同窥探阴阳之妙 嘿嘿 牛开山面向憨厚普通 看上去像个老实人 却没想到 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语 竟是如此的污秽不堪 牛开山 你什么意思 阁妹美眸瞪圆 怒气上扬 历声质问道 纵容徒弟轻灭同门弟子 李师伯 这就是你的教徒之道 李若海不为所动 范宁斌却已经怒声呵斥起来了 大胆阁妹 你什么身份 怎敢如此与我师父说话 我实话告诉你吧 你已经不再是我无极宗的弟子 就连你的师父沈青秋 也一并遭到驱逐 无极宗再无你们容身之地 范宁斌言之凿凿 信誓旦旦 不像是虚假之词 什么 怎么会这样 阁妹闻之大惊失色 胶躯忍不住剧烈颤抖起来 沈青秋好说歹说 也是炼须尽强者 怎么会说驱逐就驱逐呢 其中 一定另有隐情 阁妹眼帘低沉 脑海中回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 沈青秋待她不错 虽无法在修炼之上 给予她更多指点 但在相应的修炼资源上 却是对阁妹有求必应 是一个好师父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仁皇大典上 由于阁妹主动隐瞒 仁皇大典的相关进程 不想让外人主导 天燕皇朝的未来命运 导致沈青秋与风月道军 夺取皇朝计划失败 一人被夜仓击杀 另一人侥幸逃脱 从此 他们师徒之间便有了隔阂 但还达不到反目成仇的地步 那你们来找我 所为何事 激动过后 阁妹逐渐冷静下来 决定先探探对方口风 这时 一直闭口不言的李若海 终于开口了 他轻轻放下茶杯 一本正经说道 你师父犯了杀害同门的重罪 风月道军之死 与他多有关系 无论逃到天涯海角 终无他的容身之所 你随我回宗门接受查询 若风月道军之死与你无关 到时自然会还你清白 时候不早了 待启程了 李若海身体齐长 玉树临风 悠然起身 无人敢阻拦 牵扯到无极宗的内部之势 甭管阁妹是何种身份 都要走上一遭 自身是否清白 得由无极宗说了算 师妹 走吧 要不要师兄上去扶你啊 牛开山蠢蠢欲动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阁妹的风姿 无极宗所有人皆看在眼里 那股骚劲 实在令他们彻夜难眠 心中思念 范宁斌一脸傲气大吼道 阁妹 实相地就跟我们走 若是敢反抗 到时候 就是你们天宴皇朝的末日 快从上面滚下来 他早就看阁妹不爽了 长着一张迎剑浪荡的脸 总喜欢勾引师兄师弟们 之前若不是沈青秋护短 范宁斌心生忌惮 不敢轻易招惹阁妹 他老早就想找机会撕烂他的脸 看他还敢不敢随意勾引 范宁斌暗暗想着 心中愈发不快 又朝阁妹怒喊道 听到没有 你这个骚浪蹄子 快给我滚下来 他话音刚落 朝堂之上 便响起一声不合时宜的回击 你骂谁骚浪蹄子呢 臭婊子 听闻到突然传来的声音后 阁妹先一惊 抬头看向正殿前方 那里缓缓走来一个熟悉身影 令他无比安心 玄机暖心一笑 倾国倾城 你是在骂我徒弟 李若海刚好与叶仓撞上 眯眼一问 杀鸡浮沉 范宁斌怒气冲冲回过头去 正想看看 哪个不怕死的 敢骂他臭婊子 见师父再替自己出头 当即心生甜美 翘脸微红 惊喜不已 他早已暗目里 若海许久 做梦都想成为他道理 叶仓笑道 你没听错 我就是在骂他 连你也认同他是臭婊子 很有自知之明吗 李若海愣了一下 大怒直冲脑门 悍然出手 你找死 叶仓不惧 是你在找死 李若海大怒 一头白发纷飞 眸光锐利 似有电光闪过 令人惊骇的汹涌灵力 从他体内展露出来 雷霆跳跃 令空气躁动 竟是一个稀释罕见的雷属性修士 战力无双 同皆无敌 刺啦 刺啦 滚滚雷霆电光闪耀 不断在他身上跃动 将李若海衬托地宛若一个雷霆战神 从天而降的雷弓天神 李若海可是货真价实的炼须进强者 又是身怀特异的雷属性修士 就是老人皇在这里 也绝非是他的对手 好可怕 这就是炼须进强者的实力吗 不好 大家快守住心神 以免被雷霆侵蚀 损坏根基 一个金甲卫统领沉声呼喊 让他们迅速行动起来 但即便如此 一众金甲卫依旧两腿发软 抗不住李若海散发而出的强大灵压 脸色惨白 气血激荡 扑通扑通 竞数跪了下去 有的甚至不小心吸入一点雷霆气息 便全身气血翻涌 蹊跷流血 莫说站起来反抗了 就连自保都成问题 归根结底的原因就一个 那就是 李若海太强了 远不是他们能够对付的 掌心雷动 李若海杀意见农 掌心雷霆咆哮 阴冷的眼眸 淡淡看向叶仓 如同在看一具尸体 甭管他是什么人 得罪了自己 得罪了吴吉宗 他的下场就只有一个 那便是消亡 陨落 前辈 小心 阁妹急忙站起来喊道 他还是担心叶仓的 但是李若海的赫赫凶名 是他在吴吉宗听到最多的 印象深刻 难免会紧张激动 与阁妹相反 李若海的两位高徒 脸上表情可就轻松多了 似笑非笑 一脸得意 自带一股来自上位者的傲气 要知道 他们的师父在吴吉宗今天传闻 花上一天一夜都讲不完 斩杀同敬强者 不下十人 同皆妖兽 亦不下十只 一身雷霆之力 杀伐无双 所向无敌 堪称恐怖战神 他们还就不信 一个不知来路的陌生人 会是李若海的对手 掌心雷动 直奔叶仓脸颊而来 气势惊天 而他只是漫不经心 瞥了一眼四周 担心雷霆爆发出来的 惊人威力 会瞬间摧毁朝堂之上的建筑 整个黄兜也会毁去大半 休憩之日 恐怕会遥遥无期啊 要知道 阁皇是他的道理 阁妹一同他油染 在外人看来 天燕皇朝还是阁家的 但是叶仓明白 天燕皇朝的幕后 真正掌控者 摧毁的风险呢 圣体本我一向显化 一对金灿灿的大手 这虚空之中浮沉 携带着漫天威能 将两人的身影 彻底包围在中间 谁也看不见内部的情况 轰隆隆 雷霆炸裂的巨响 从巨手里面振扎而出 丝丝电光流转 在圣手之上闪耀片刻 很快又沉寂下去了 一切动静消失 周围再次恢复安宁 这 怎么回事 怎么 突然之间 没动静了 牛开山大眼珠子瞪眼 心中立即焦急起来 一旁的范宁兵 比牛开山还要忧心百倍 他心系李若海 是他毕生的道理追求 此刻不清楚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自然紧张担心起来 师 师父 他的嗓音细腻 对着前方轻喊两声 只可惜 他淡淡声音虽美 但此刻却犹如泥牛入海 犯不起一点动静 李若海并未应答 两人彼此对视一眼 皆看出了 对方心中的恐惧 枪 枪 剑光闪动 分别来自范宁兵和牛开山 一旦发现事情不妙 他们会立刻救下李若海 急速顿回无极宗 咔嚓 阴晕着圣光的巨手 突然传来动静 好像要打开了 在场众人瞬间打起精神来 死盯着那双巨手 很好奇 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谁胜谁负 答案即将揭晓 此之之 残存的雷电之力 并未完全消散 随着巨手开启 暴躁的雷霆灵能 力仿佛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迫不及待地流窜到空气中 重归于天地之间 带雷电消去 浓烟消散 里面显露出两个人的身影 其中一个白发飘飘 相貌俊逸 脸上却是浮现着恐惧的色彩 好像遇到了究极大恐怖事件 吓得三魂七魄全丢 最为令人感到惊骇的是 这个白发飘逸男子的下半身 已然归于虚无之中 只有一颗悲惨的头颅留下 被叶仓揪着头发 掉在半空中 区区练须静 真当自己天下无敌了 有点搞笑 叶仓面无表情 抓着李若海的头颅往前一扔 静止扔到范宁兵的怀里 后者一脸茫然 下意识将其顺手接在手中 而后全身僵硬 彻底呆住了 呃 师 师父 范宁兵有些不敢置信 轻声呼唤道 他的师父李若海 是那么的无敌 帅气 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一脸仓皇 恐惧 好像被吓不清 凄惨无比 与之前那个高冷 仙气飘飘的师父 一个瞬间无敌的师父便死了 死了 呜 啊 范宁兵脸色大变 一片惨白 哇的一声 大哭着将手中的人头抛了出去 全身恐惧到静攒 颤抖 呼吸急促 牛开山相对冷静 当即大吼一声 陆视着叶仓大骂道 啊 你竟敢杀我师父 我跟你拼了 牛开山表面憨厚老实 实则内心阴暗无比 他口中喊得冠冕堂皇 实际上却是趁范宁兵不备 一把抓住他的衣裳 将其丢向叶仓 自己则是施展神通 朝革媚逼去 只要范宁兵能牵扯住叶仓 哪怕一个呼吸也好 他都能借此劫持革媚 寻火一线生机 范宁兵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为何会突然飞向叶仓 后者面无表情 冷酷无情 令其芳心大害 来不及多想 便被叶仓一巴掌拍死 随后又对着牛开山一指落下 将其瞬间碾压致死 想什么呢 真是天真 牛开山心中所想 叶仓岂能不知晓 对付这样的小杂碎 他向来是直接碾压 绝不留守的 顺杀三人 叶仓脸上依旧波澜不惊 淡淡扫了一眼周围的一众金甲位 也没有去责怪他们 面对李若海这种强者 他们做不了什么 此刻 叶仓越来越能明白 老人黄格其胜的内心想法 天艳黄朝家大叶大 盯上这块肥肉的强者 绝不在少数 未免被外人夺了去 他是想方设法留下叶仓 让他成为黄朝的靠山 哪怕为此 要贡献出自己的三位宝贝公主 也是在所不惜 生于修仙世界 弱肉强食 存活下去才是根本 若是有朝一日 天艳黄朝垮台了 三位艳丽的公主 同样没有好下场 格其胜想得很通透 呼 叶仓叹口气 看向格妹说道 剩下的 交给你处理了 是 前辈 格妹娇声应道 对叶仓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他果然没有看错人 像叶仓这等级别的强者 态度温和 不摆架子 必须值得托付终身 就是有些时候 别玩那么过分就好了 回想起之前被他折腾的日子 格妹至今仍然有些畏惧 当然了 他也仅仅只是畏惧而已 并不是抗拒 更多时候 他也是乐在其中 难以自拔 叶仓一走 格妹也没有闲着 立刻吩咐金甲卫 清理朝堂 将尸体化成的血物驱散 地上的血迹 一遍又一遍地清洗干净 随后他亲自上前 将无集中三人的储物袋一一搜刮 又在李若海暴毙的位置上 寻找到一件不俗盗器 盗运弥漫 应该是叶仓在击杀李若海之后 忘记去走了 格妹也不贪心 心无杂念 带其以上东西 便去后宫寻找叶仓 另一边 叶仓率先回到玲珑宫 子殿狂尸小子童 立刻围上前来打听格妹消息 心有担忧 经过这一段时间相处下来 子童与白鹿早已被格妹连哄待骗 外加美食诱惑之下 互相成为好朋友 白鹿第一时间从叶仓袖子里蹦出来 领着子童到边上谈话去了 叶仓没有理会他们 找个位置坐下来 而后灵机一动 取出一个带着悠悠清香的储物袋 这是仁皇大典当日 叶仓拦下沈青秋后 从他身上搜挂而来的储物袋 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他也不知道 而且 他也听见了格妹与三人谈话的内容 知道无集中三人前来勤拿格妹 是为了调查沈青秋的事情 杀死风月道军的人 归咎到沈青秋身上呢 这让叶仓有些难以理解 沈青秋 叶仓微笑着呢喃一句 脑海里悄然浮现起沈青秋的绝美容颜 当日发生的一幕幕 仿佛发生在昨天一样 无比清晰 无比真实 那一天 叶仓不仅缩了沈青秋的身 还对他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沈青秋太能隐忍了 面对叶仓的清晰 愣是一点反抗的念头都没有 咬紧牙关 默默忍受着 叶仓见沈青秋如此温顺听话 也就没再继续刁难他 任他离去 想到这脸 他不由得笑了笑 随后目光看向右手食指 轻轻碾了碾 仿佛当日残存的余温与润滑 尚在两指之间 滑滑腻腻的触感 甚是美妙 你遭人驱逐追杀 定是因为我的缘故 也罢 先看看里面都有什么 叶仓笑了笑 强制抹去沈青秋 储物带上的神石印记 随后自己的神石逐一扫尸而过 却被里面的丰盛资源吓了一跳 这是在准备冲击炼虚境后期 小娘们这身气运倒是不错 如果不是提前遇上了我 估计他已经冲击成功了 叶仓作为过来人 自然知晓这笔资源的具体用处 而且 沈青秋准备的材料相当充分 比叶仓当时冲击炼虚境后期还要充分 成功的概率极高 定能一举突破 唉呦 这种时候往往是最难受的了 明明突破机会就在眼前 却突然遇上了大劫匪 想必 他一定恨死我了 叶仓微笑自语道 他还真没猜错 沈青秋实在恨死他了 回到无极宗之后 骂了他整整一天一夜 不过 他骂人的能力 与中州那些黄亭仙族的人比起来 实在差得远了 这一点 叶仓倒是不知道 在他看来 沈青秋不仅恨死他了 也一定在背后骂死他了 叶仓对此并不奇怪 也并未过多在意 被骂了便被骂了 他不在乎 神石继续扫室 突然在储物袋最上层 高贵的一个空闲地方 叶仓发现了一个 四四方方的小匣子 采用奇异香木制成 看起来有些特别 叶仓神思一动 鬼使神拆之下 便将那小匣子取了出来 请客间 一个长约一米 宽高约半米的四方匣子 被叶仓轻易摆放在面前的桌子上 散发着很好闻的清香 丝丝入鼻 这里面放的什么昂贵东西 居然要用香木存放 叶仓笑问一句 手上的动作不慢 掀开匣子 嗯 一件件五颜六色的衣裙 奢华高贵 十分惊艳 各种各样的款式 衣裙皆有 可以说五花八门了 叶仓随意拿起几件观摩了一下 便没了兴趣 接着目光一转 看向衣裙下方最底层的位置 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他两眼瞪圆 一脸怪笑的 将一块极为小巧的紫色布料 放在掌心之上 一番比较后 惊讶地发现 这块布料居然还没他手长大 好奇心驱使之下 叶仓缓慢将那件三角紫色小巧摊开 用力扯了扯 意外发现弹性惊人 叶仓挑眉 一脸难以置信 只是 这也太小巧了吧 上面的布料更是少到离谱 真能穿进去吗 叶仓搞不懂 继续往下翻 发现沈青秋的泻裤 全是小巧玲珑款式 随后他猛然惊醒 道 难怪当天 感觉他里面空荡荡的 原来他竟是喜欢这种调调 外表温顺纯凉 内在闷骚 有点意思 叶仓突然开怀大笑 原来发现他人的秘密 是如此的令人激动 他的两掌之中 分别把玩着两件小巧 一件紫色 一件红色 轻轻抹撒 感受其中散发而来的丝滑触感 极为柔腻 带着飘然香气 叶仓是真的没想到 沈青秋居然是如此的一个人 温顺的外表之下 却是隐藏着火辣辣的一面 这种新款式的小巧蟹裤 即使放在现代 都是能令女人见了脸红 男人见了热情高涨的修人之物 而沈青秋 却是收集了满满一匣子 五颜六色的 各不相同 此刻 叶仓的脑海中 已经自动幻想 沈青秋穿上这种小巧蟹裤 会是一副怎样 美丽动人的画卷了 这时 隔妹进来 刚好看见这一幕 一眼瞥中他手中的两件羞涩之物 当即翘脸微微泛红 前辈 你 你手中 拿的是什么啊 叶仓抬头看了他一眼 脸上平静 没有丝毫避讳的意思 在这一年时间里 他与隔妹之间 早已坦诚相待过了 两人同床共枕 叶叶声歌 捣缝颠缠 花样也多 比起他手中这几件小巧蟹裤而言 实在是小屋见大屋 不足为奇 叶仓没有隐瞒 笑道 这是你师父沈青秋穿的蟹裤 啊 话音刚落 隔妹整个人僵住了 发出一声惊疑 他满脸不敢置信地看着 叶仓手中的布料 随后上前翻开 匣子里的宫装长裙 仔细辨认一番后 确定是沈青秋 平常穿过的美丽衣裙 他有印象 顿时脸色古怪 哑口无言 与叶仓相互对视 过了两久 两人同时绷不住了 扑斥一声 齐齐笑出了声音 隔妹的性格 本就风情浪荡 尤其与叶仓熟络之后 更加肆无忌惮了 彻底释放自己的天性 无拘无束 一到深夜 皇宫深处便是他的主战场 而他的对手 也一直只有叶仓一人而已 战斗时而激烈 时而平缓 更多的时候 是两人共赴云霄 他扭动先腰 尾身坐进叶仓怀里 魅眼水润 憋着一脸笑意 接过叶仓手中的那件紫色小巧 将其平整摊开 随后笑了笑 前辈 我师父的宝贝 怎么会在你手上 隔妹有些疑惑 当日 正值人皇大典 沈青秋与风月道军突然杀到 意图掌控天雁失败 其中 风月道军被叶仓杀死 急速遁去 隔妹原本以为 沈青秋会平安无事 回到无极宗 现在看来 在她回去的途中 一定与叶仓发生了什么事 从她手中抢来的 叶仓也没有隐瞒 跟她详细说出当日的事情 就连沈青秋遭到她欺负后 留下的诸多细节 叶仓也没有隐瞒 一一告知 因为她了解隔妹 告诉她 这些也无妨 隔妹笑得花枝招展 前仰后合 前辈 你真的好过分 居然对我师父做出那种事情来 你不知道 我师父沈青秋 在无极宗室出了名的冰山仙子 想败倒在她石榴群下的南修数不胜数 却无一人能得到她的欢心 想不到 她就这么被你给玷污了 若是让那些卑微的南修知道了 定会伤心欲绝 来找你拼命 什么玷污不玷污的 她还是清白之身 叶仓无奈摇头道 我只是摸了她几下而已 谁知道她那么敏感 呵呵 隔妹又绷不住了 呵呵大笑 她也是第一次发现师父的秘密 原来沈青秋表里表外 居然是两副不一样的面孔 隔妹很懂女人 很快便给师父沈青秋 贴上一个闷骚的标签 与叶仓的意见想法 不谋而合 她眉眼灵动 鲜鲜欲指 撩拨着手中的紫色小巧 对着叶仓盈盈一笑道 前辈 喜欢这种小款款吗 嗯 这是你师父的 叶仓一愣 很快便明白 她心中所想 你嫌弃 隔妹古灵精怪 又笑问了一句 那倒没有 毕竟是身外之物 叶仓摇头笑道 如此便好 先让梅儿试穿两天 如果前辈真心喜欢的话 梅儿再去设计出更多新款式 保证让前辈 神魂颠倒 叶仓默默无言 这隔妹 远比她想象的还要奔放 尤其在两人独处的时候 她是一点也不装矜持 那色迷迷的模样 配上她灵动的魅眼 真的能将男人的魂魄勾走 对于这样的隔妹 叶仓向来只有一个好字回应 与她相处真的很愉快 她能时时刻刻关注到叶仓的情绪 照顾到她身上的每一个细节 让她身心愉悦一整天 叶仓笑了笑 将沈清秋的小匣子 交给她保管 她想怎么折腾 便由她去了 到时候 隔妹会给她带来 何种惊人的设计 她也很期待 隔妹开心收下师父 沈清秋的衣匣匣子 随后将李若海三人身上 得到的战利品 呈现在叶仓面前 前辈 你当时走得匆忙 我替你取来了 叶仓瞥了一眼三个储物袋 以及一剑道运弥漫的降魔储 降魔储是李若海的本命道器 威力不俗 叶仓将其拿在手里 约有两尺长度 大小适中 单手可握 但对叶仓而言 毫无吸引力 旋即眉头一挑 看向怀里的隔妹怪笑道 想要吗 啊 隔妹大惊 盯着叶仓手中的降魔储 两眼正正出神 脸色铁青 急忙吞咽一口唾沫 一脸楚楚可怜道 前辈 这玩意太长 太奸了了 我不行的 不是说好 不这样的吗 怎么你 又想来了 叶仓文言一正 下意识看向手中的降魔储 嘴角抽了抽 一脸尴尬咳嗽 知道隔妹想歪了 嗨嗨 你想哪里去了 我只是 问你想不想要而已 不要我就当垃圾收藏了 你要 就给你拿去傍身 叶仓轻轻在他头上拍了一下 急语训诫 哦 隔妹一脸恍然 随后嬉嬉笑道 前辈关心妹儿 妹儿肯定要啊 多谢前辈 今晚妹儿会在后庭赏花 前辈要一起来吗 感谢前辈 慷慨赠送宝气 后庭赏花吗 叶仓黑黑一笑 将怀里的隔妹 搂得更紧了些 她的胶躯很柔软 似水柔情 肌肤也很光滑 稚嫩白皙 手掌划上她的俏脸 轻轻柔捏 满满的胶原蛋白 宛若凝脂 通透嫩滑 每次把玩之后 都令叶仓不舍地主动松开 好啊 叶仓笑道 脸上笑意耐人寻味 哦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乐意奉陪到底 我等你来 隔妹妩媚一笑 在叶仓脸上亲吻一口 旋即主动起身离开 回到预防沐浴更衣 将身子洗得熏香附雨 深夜 昊月当空 月色倾洒而下 将皇宫内外染上一层银白 美不胜收 叶仓提前来到玲珑宫后庭等待 此处遍地鲜花盛开 散发着浓郁花香 景色一片诱人 美艳绝伦 叶仓在花香肆意的花丛中漫步 表情轻松自在 甚至还能看得见一丝丝期待 面露期望 没过一会 隔妹盛装而至 一身衣裙飘扬 美艳不可方物 狱卒偏先 起舞之间带起漫天花瓣 随身而动 一番沐浴之后 隔妹整个人神采焕发 犹如出水芙蓉般惊艳 长发飘然 发际秀美 眉眼含笑待放 红唇滚烫如同烈焰焚烧 前辈 隔妹轻唤一声 心情激动 旋转一圈 飘落至夜仓身前 后者伸手一拦 还上她的楚楚先腰 将其顺势带进怀里 大嗅一口气道 妹儿 你好香啊 隔妹眸光灼灼 心跳加速 心情美丽大方 她与夜仓来此优惠 已不是第一次了 当前 是第二次了 即便如此 她还是感到相当的紧张 芳心乱颤 一方面 这里与玲珑宫内不同 是真正的野外 随时都会被人撞破 他们之间的秘密 第二个方面 则是他们之间 又一次的深夜长谈 紧张刺激的期待感 令她的内心 好像被时不时挠动了一下 心仰难耐 却又难以自拔 隔妹娇笑一声 脸上泛起阵阵羞红 将一瓶青花瓷的小罐子 交到夜仓手中 自己则顺势趴在花丛之上 勾起两腿足尖妩媚一笑 道 前辈 T面儿涂抹花香精油 隔妹很喜欢 往身上涂抹特制的熏香精油 说是能让她的肌肤更漂亮 更光滑 夜仓也不是很懂 吃一枚脱胎换骨仙丹 便能永久解决这个难题 只可惜 她手上暂时没有多余的仙丹了 见隔妹趴在花丛中央 夜仓也没有闲着 她也不是第一次替她涂抹花香精油了 熟练地撩开她背后的衣裙 露出一片洁白的玉背 入眼处雪白细腻 令她暗暗倒吸一口凉气 忍不住赞美 可突然 夜仓瞥了一眼她身上的小巧 旋即笑道 你还真是不嫌弃 你师父的东西啊 隔妹娇笑一声 交替替着两根白细玉卒 明亮亮地极为黄眼 如妖似金般的魅火嬉笑道 嘻嘻 好看吗 前辈喜欢吗 好看 喜欢 夜仓真诚回答道 随后 揭开小罐子塞子 将里面的花香精油 倒在她玉背上 双手紧跟着按摩揉捏 从她的香肩开始 一路揉按置如雪玉卒 让她的肌肤 充分吸收花香精油的芬芳与营养 当然 做完这个过程 需要一点时间 夜仓刚一开始动 隔妹立即满心愉悦地发出欢呼 全身舒适无比 她很享受这种时刻 随后讲起她与师父沈青秋之间的故事 前辈 你问我会不会嫌弃我师父的东西 我现在就回答你 答案是不会 因为我了解我师父是怎样的一个人 从我见到她的第一眼前 我就知道 做她的徒弟 肯定不会吃亏 为什么 夜仓不解问道 同时柔暗玉背的双手 逐渐下移 隔妹痴痴地笑了两声 然后激动到全身轻微打颤 笑道 因为我见过她生气骂人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爱了 夜仓嘴角抽了抽 有些难以理解 愤怒生气骂人的男堪模样 怎么会用可爱来形容 她完全想象不到那个画面 索性没在插嘴 让隔妹继续说下去 她则继续下意揉捏按摩的双手 隔妹身心愉悦 一边滔滔不绝地诉说 一边享受夜仓带来的舒适 当夜仓揉暗道中断的时候 隔妹翘脸烟红如血 说话的声音也细微 轻柔了许多 媚眼如思 而她也恰好说到 与沈青秋第一次沐浴温泉的时刻 脸上带着羞涩 夜仓神思一动 柔暗姿势 力度多种变化 一脸认真笑问道 你还和你师父一起泡过温泉 嗯嗯 隔妹呢喃几声 面如桃花 有一次 我与师父外出寻找灵草 途进一个叫天荡山的地方 旁边恰好有一个天然温泉 我与师父赶了一个月路 风尘仆仆 又筋疲力尽 便在温泉里放松休息 你不知道 我师父 那动体真的好美 冰激玉骨 雪白细腻 连我看了 都忍不住想要与她亲热 嗯嗯啊 夜仓听着有些激动 双手柔暗的力度 一下子没控制好 但很快 她便反应过来 继续轻柔应对 让她全身每一处肌肉 尽量完全放松 那你与她亲热了没有 为了让她全身舒缓下来 夜仓继续与她交谈 放松精神 嗯嗯 隔妹笑了笑 点头硬道 不过 很可惜 我只弄了她几下 就被她一脸埋怨 将我赶到一边去了 后来呢 夜仓继续发问 双手已经揉按到 隔妹的一对狱卒上 一套完整的按摩流程结束 隔妹如凝脂的后背滑腻腻的 在月色的照耀下 更添一层极致魅力 后来就没机会了 师父完全不给我碰了 隔妹此刻全身舒坦 说话的声音 也是温温柔柔的 极为悦耳 夜仓嘴角笑意上扬 轻轻趴到隔妹背上 笑道 嗯嗯 隔妹口中清难 如同梦艺 她此刻全身舒服得很 没有一丝不适 心情同样大好 一双美眸紧闭 唇角弯弯 挂着一抹精彩笑意 彻底将自己心灵放空 尽情享受着 与夜仓畅谈的美好欢愉 后听之中 百花盛开 凉凉月色迷人 照耀在鲜花盛开的花丛中 五颜六色的花瓣起舞 围绕着最中央的两人 升起一层层花墙 花墙之内 只有夜仓与隔妹 两人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 如痴如醉 一片迷恋桃红 一件紫色小巧泄物 被随意丢在花丛一侧 被飞舞的花瓣掩盖了部分 只露出极小一点布料 甚是诱惑 前辈 前辈 妹儿好喜欢你 红唇似火 笑叶如花 绝美的五官 精致妩媚 俏脸红润通透 满是迷坠的色彩 穷比挺秀 呼出轻微灼热气息 弹口开合 宛若在梦中低语泥南 叶苍听见了他的告白 同样心中欢喜 却没有选择口头回应 所谓君子 动口不动手 只可惜 今晚的叶苍 注定与君子无缘 他趴在隔妹玉背上 轻易地笑了笑 伸手抚去他额脚上的细珠 轻轻撩拨 早已被汗水浸湿的两鬓秀法 使自己能更好地看清 此刻 他欲脸上的娇媚 察觉到叶苍的动作后 隔妹小心转动白皙预警 慢慢回过头 正好对上叶苍的脸 微微笑了笑 而后脸颊贴着脸颊 亲密地贴合在一起 两者默默无言 感受着彼此心里的火热 兴奋愉悦之情 溢于言表 过了许久 高耸的花墙溃散 从天落 成千上万的花瓣再度起舞 胜过世间百态 这一次 幻成隔妹轻浮在叶苍胸膛上 彼此呼吸平缓 叶苍安静欣赏撩人月色 看着花瓣纷飞 她的一只手 搭在隔妹的苏肩上 将其搂得很紧 前辈 隔妹仰起头 看着叶苍轻呼道 嗯 怎么了 隔妹笑了笑道 你知道我在你胸口 写了一个什么字吗 叶苍摇头轻笑 不知道 猜一下 隔妹嘟着嘴 有些撒娇的意味 叶苍苦思一会 道 爽字 爽快的爽 前辈 讨厌 隔妹瞬间脸色涨红 娇滴滴地撑了一句 继而摇头道 不对 再猜一个 嗯 那就是喜字 喜欢的喜 也不对 隔妹于脸上泛起一丝失望 旋即叹一口气 继续用手指重复写了一遍 道 前辈 我在你心上写下了一个妹字 麦的妹 叶苍一脸恍然 又有些疑惑 你的名字 隔妹奄然一笑 如百花盛开 对 我希望前辈心里 始终有我的名字 哪怕只有极小的一部分 但对于麦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叶苍文言 慧心一笑 双手环绅上 将其搂得更紧了些 好 我答应你 今生今世 我都会记住麦的 我相信前辈 隔妹两眼放光 神采异议 随后隔妹又问道 语气绵绵 好像心有忧虑 前辈 姐姐好像快要出关了 到时候有姐姐陪着你 麦就不用整天陪伴在你身边 也该出去走走了 叶苍一惊 脱口而出问道 什么意思 你要离开 见她神情紧张 一脸担忧的模样 令隔妹心中一片甜美 感受良好 前辈在担心我 麦心里好高兴 隔妹娇声笑道 前辈你不用紧张 其实是我停留在原音大圆满许久了 有所预感 要不了多长时间 麦就能一举突破到通悬期 所以 麦需要出去寻找突破的契机 隔妹说到这里 语气柔弱了许多 她自己心里也有些舍不得离开叶苍 哪怕只是一年半载 或者更久一点也好 都让她很是难受 她已经彻底陷入叶苍的温柔之中 好想陪伴她更长时间 同时 隔妹心里也很清楚 叶苍与自己不同 寿元远胜自己太多了 今日的离开 只是为了更长久的陪伴 她别无选择 嗯 叶苍轻叹一声 能够理解隔妹的想法 同样的 她也相当赞成她的做法 这是正确的 人不能因为一时的贪恋 而毁了自己一生的希望 我同意 麦可要好好加油 我相信 你一定能成功的 隔妹倾手轻点 翘脸上满是欢喜 能得到心爱的男人的祝福 令她顿时信心大增 她缓慢挪动娇躯 使自己更靠近叶苍的脸庞 抬起玉脸眯笑一会 对着她的双唇 大大方方印了下去 彼此纠缠 两久 隔妹率先松开 她心满意足地抿了抿红唇 笑道 前辈 麦离开的这段时间 你会一直想念着麦吗 会 当然会 那好 隔妹嘻嘻一笑 脸上展露出几分邪恶的笑意 说道 麦交给前辈一个任务 在麦回来之前 请你一定要 姐姐 话到最后 她的声音已经细弱闻吟 满脸娇羞 什么 姐姐 叶苍一惊 有些没太听清楚 隐隐约约听到一个骂人的字样 好像是操 她仔细琢磨了一会 瞬间脸色古怪 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这 叶苍完全愣住了 她有些想象不到 这句话竟会从隔妹的嘴里吐出来 不过 转念一想 却符合她的妖精一贯的作风 唯恐天下不乱 隔妹一脸得意微笑 好像勾人魂魄的妖精 道 看来前辈已经领悟到了 那麦就不再重复了 前辈 你可要好好努力啊 麦是姐姐的宫女 她不率先做好榜样的话 麦可不敢轻易将清白交付于你 抢姐姐的风头 可是有很大危险的哟 哪怕我叫阁妹也无济于事 前辈 麦看好你哟 要尽快把姐姐拿下 要不然 带我突破这通悬期回来 见你们还是一点进展没有 你与我就 只能到后厅赏花 休想进入我的门户闺房 我绝不让你进去参观 叶苍被她一顿说叫 脸色战红了不少 阁妹这妖精实在厉害 临走前还要拿捏她一顿 令她心仰难耐 暗暗发誓 等她突破回来 一定要她好看 好 一言为定 叶苍咬牙切齿 斩钉截铁道 一个月后 阁妹离开黄兜 到外面寻火突破通玄境的契机 她与叶苍相交甚好 叶苍对她这样一位妖精女子 也是深爱有加 自然也担心 她会不会遇到危险 所以 趁着这段时间里 交给她几件保命之物 第一件 便是筑齐炼化降魔杵 这是李若海的本命武器 是货真价实的盗器 威能强大莫测 阁妹修为低威 虽不能全力将其催动 但只需激活一丝威力 都足以伤害到通玄器的强者 能大大提高她的杀敌能力 第二件 则是一件防御法器 威力在灵器之上 当日 叶苍与萧鱼儿 赶至龙鹰骨的时候 击杀了盘踞在那里的一头蛟龙 取下了她身上的灵甲 以及一对蛟脚 灵甲可以练成防御法器 胶脚可以练成武器法器 趁着与阁妹相伴的最后一个月时间 叶苍将灵甲锤炼了部分 将其打造成一件极品防御法器 能免疫部分术法神通的威力 胶脚则打造成一对极品攻击法器 双骨剑 自带水系术法攻击和土系术法防御 用灵力催动便可以自由发挥 能有效改善阁妹近身作战薄弱的环节 一连收到两件极品法器 阁妹心头火热 对叶苍愈发爱慕 临别前 她小嘴嘟嘟 心有不舍 只留下一句话 前辈 等我回来 我要第一时间给你 叶苍含笑点头 看着她化成长虹离去 随后在原地站了一会 直到阁妹去向无踪 她才转身回到宫内 叶苍当前的观照重心 除了萧鱼儿外 依旧只有阁黄一个 在阁妹突破之前 必须将阁黄好感度刷满 要不然 就收拾不了那只大妖精了 她将变坏的萧鱼儿 称作小妖精 阁妹换作大妖精 如今两只妖精 都出去寻找各自的机缘了 她也不能落下太多 必须尽快变得更强 积累更多强大的宝贝 阁妹一走 玲珑宫内 更是冷清了许多 叶苍平日里 跟两只小笨蛋打得闹闹 一到深夜 看向那张空落落的大凤床 顿时便想起了大 小妖精 以及尚在闭关的阁黄 她的修为已经抵达尽头 除了修炼鸿蒙仙气以外 基本上已经止步不前了 萧鱼儿暂时不在 那她便只能依靠阁黄变强了 我的好花儿呀 你啥时候出关呢 叶苍无聊嘟囔一句 心里就开始盼星星盼月亮了 时间一晃 又是三个月过去 阁黄闭关之所 终于有动静传来 当晚 一阵凶悍烈火气息 烧得空气沸腾 遍布皇宫深处 瞬间惊醒了假妹的叶苍 后者望向阁黄闭关之所在 一脸欣喜无比 理想象中推迟了一个月 现在终于要来到尾声了吗 叶苍大喜 先驱 一动 悄然来到皇宫上空 感受着弥漫在四周的火热滚烫气息 轻挑眉头 高呼一声 雨来 她达成七之后 呼风唤雨便不再是梦想 叶苍话音刚落 天空之上 乌云遮月 开始熙熙索索 下起了稀里里小雨 降落到地面之上 减去燥热的红莲火焰气息 免去凡人以及低阶修饰 所能承受的炎热极限 这雨过后 皇宫内外的灼热气息 得以受到压制 恢复良意 又过了一会儿 阁皇闭关之所 传来轰隆隆的动静 叶苍已经能预感到 阁皇的修为波动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明显 紧接着 一团红莲之火冲天起 在上空爆炸 瞬间照耀整座皇宫 一个风姿绰约的红衣女子 从火焰之中踏步而来 一昧摇曳 散发出属于她通玄七修为的气息波动 一头乌黑长发及腰 如瀑布一般自然垂挂 仙腰楚楚 玲瓏有志 玉脸洋溢着浓浓的笑意 单凤眼默默含情 明亮动人 看见叶苍 如同看见多日未见的亲热恋人 夫君 阁皇轻唤一声 言语间满是激动 身姿移动 化作红光 立刻来到叶苍面前 对其展露温情笑意 叮 玉玲瓏对你的好感度加二十 目前五十 兴许是太久未见 阁皇出现的第一时间 对叶苍的好感度再度拔高 并且是 一下子提高了整整二十好感度 令叶苍瞠目结舌 久久未曾开口 阁皇轻笑道 夫君 你这是怎么了 为何不说话 许久未见 甚是想念 一时无言 叶苍笑道 华儿修为有所精进 实在可喜可贺 都是夫君的功劳 华儿现在彻底痊愈了 修为还大有长进 阁皇温情一笑 句句发自肺腑之言 那你准备如何报答夫君呢 往常阁皇闭关之前 皆是由他陪伴侍请 直到后来 才让阁妹有机可乘 偷偷爬上了叶苍的床 即便让阁皇知晓此事 他定然也不会抱怨什么 早先的时候 他就有此想法了 不管是阁妹还是阁威 如果叶苍喜欢 他只需一声令下便可 回想起之前的撩人深夜 阁皇瞬间红了双颊 心思荡漾起来 毕竟他也好久没有 与叶苍做亲密的互动了 当下信誓旦旦说道 夫君 华儿明白 保证让你开心 不 我只想和你多聊天 叶苍轻笑摇头 他还没到如此饥渴的地步 主要之前被阁妹喂得太饱了 还需要一段时间消化 而阁皇又刚刚出关 理应需要更多时间调理修养 他刚才不过是在试探试探阁皇 看他心思如何 是否又变回之前那种模样 情感反应迟钝 现在看来 完全是叶苍多虑了 阁皇似乎已经完全适应了女子姿态 一颦一笑 举手投足 皆是充满了女人该有的韵味 虽比不上阁妹的千万风情 但也有属于他个人的角色魅力 阁皇闻言 甚是惊讶 微微醋眉 他居然只是想聊天吗 不过转念一想 阁皇就想明白了 是 但凭夫君吩咐 皇对你唯命是从 叶苍脸上笑意动容 大手一挥 揽住阁皇的仙妖 将其带回寝宫中 阁皇回归 重新掌控玲珑后宫 天雁皇朝的一切政务 再次走上正轨 得知阁妹办事尽心尽力 还解决了不少重大政务问题 阁皇对于他的敌意 也就没有之前那么大了 最后知道 他出去另寻突破契机 也只是轻轻笑了笑 并未怪罪 虽然阁妹是阁皇名义上的宫女 但也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若是他最终突破成功 也是天雁皇朝的一大姓氏 某天深夜 玲珑深宫之中 阁皇体内创伤彻底痊愈之后 整个人变得越发荣光焕发 举手投足之间魅力无限 他本身极美 毫不夸张地说 即便是阁妹与之相比起来 单论外在形象这一块 阁皇始终胜他一线 这是先天因素所决定的 无法改变 只是 但是在讨好和勾引男人这一方面 阁皇的记忆 还是略显生疏 稚嫩 甚至有些僵硬 与阁妹那种风情万种的大妖精比起来 阁皇就远远不如了 不过 这也不是一件坏事 有时候 往往是这样的清纯女人 越能引起男人对其恋爱 很显然 阁皇就是这样的女人 她那种跃跃欲试 勾引夜仓的小女子姿态 行为笨拙有趣 使其看上去呆呆笨笨的 无论尝试多少次 总能撬动夜仓的心底 让她给予主动的回应 就好比现在 由于太长 时间没有练舞了 导致阁皇跳舞动作明显生疏了 没有之前流畅 甚至还时不时卡顿一下 若是阁妹老师在此的话 一定是没眼看下去了 下去要重罚 但是夜仓不同 她此刻就看得津津有味 比起阁妹跳火辣的燕舞 也不遑多让 令她食欲大动 一个灵果接一个灵果未进嘴里 偶尔还一脸咪笑着 发出欢呼鼓励 好好好 华儿跳得好 有了夜仓的鼓励之后 阁皇算是彻底放开了 也不管动作是否优雅唯美 只要她喜欢的人愿意看 哪怕要她出丑 也无所谓 一曲五霸 阁皇满脸羞红 女人韵味十足 夫君 让你见笑了 阁妹娇的舞蹈 我已经快忘光了 夜仓自然看得出来 并没有过多苛责于她 招手笑道 过来吧 好久没有吃你喂的葡萄子了 阁皇从不会拒绝夜仓的要求 落落大方坐进她的怀里 将雪山上踩着而来的 干净粉嫩葡萄铃果 小心翼翼未进夜仓嘴里 翘脸烟红 轻声慢道 夫君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是不是阁妹在给你事情 夜仓挑了挑眉头 轻轻咬动 旋转着雪山铃果 没有吞咽 你是怎么知道的 夜仓没有隐瞒 口齿不清达道 闻言 阁皇的翘脸更加娇艳欲低 仿佛能掐出血来 呼吸微喘 带着一丝薄怒 她没有正面回答夜仓的问题 而是急切问道 那你有没有与她 那个 那个 哪个 夜仓明知顾问道 阁皇心急 凤眼竟是有水雾弥漫 楚楚可怜 惹人怜爱 就是那个 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会做的那个 阁皇越说越急切 把那个说辞 重复了整整两遍 她即便适应了女儿身的姿态 但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 越是想要霸道的 占有这个想法 依旧没有改变 夜仓的第一次给她消约 已经让她很不甘心了 暗恨自己 没能在那之前遇见夜仓 如今连夜仓的第二个女人身份 她简直要气得吐血了 这就是她身为天燕皇朝 新人皇的霸道 她不在乎夜仓 需要多少个女人才能满足 她只需要成为她的第二个女人 这样就足够了 阁妹只是一介宫女 怎能如此抢夺她主人的风采 阁皇真的很生气 怒容满面 娇唇紧敏 夜仓嘴里吃咬着雪山灵果 一脸好笑的 抬头仰望着她的欲脸 那尊一脸焦急 醋意大发的模样 令她打心敌感到开心 由此可见 阁皇的心里 已经被夜仓填满了 她也越来越像 一个正常的女人 会吃其他女人的醋 若是换作以前的阁皇 估计只会冷冰冰地随意应付 甚至连问一句 都会感到多余 夜仓舍不得吞咽 这颗雪山灵果 将其缓慢吐了出来 盯着阁皇那张 气呼呼的欲脸看了一会 随后微微一笑 将其搂进怀里 柔声道 花儿 如果我告诉你 我没有与她那个 你会相信吗 嗯 阁皇轻易一声 柳叶眉轻蹴起 只是脸上的怒意 顿时削了大半 当然是真的 夫君何时欺骗过你 夜仓笑了笑 在她俏脸上轻抚摸几下 解释道 阁妹早就洞悉了你的心意 你的强势与霸道 所以 从她事情的那一天开始 就已经提前告诫过夫君 告诫夫君不能触碰她那里 听到这脸 阁皇整个人都僵住了 一脸愧疚 阁妹 她真的那样说了 夜仓点头肯定应道 是啊 她还说了 她不能抢了你的风头 她也不想再遭到姐姐的记恨 所以事情那会 哪怕她 有时会过于投入 情欲渐起 一旦发现 我有想要月线的迹象 她便如同金弓之鸟 迅速将自己保护起来 阁皇哑口无言 想不到 阁妹竟然如此为她着想 亏自己之前 还觉得她过分 瞬间怒意全消 甚至内心 还有些惭愧不已 夫君 那你岂不是人的好辛苦 阁皇也知道 阁妹就是妖精 任何人被她勾引过后 一定会欲罢不能 对啊 所以你更要快点爱上我 成为我的第二个道理 叶苍老实回答 没有一丝丝隐瞒 嗯 夫君 皇儿喜欢你 一定会好好努力的 阁皇请手轻点 笑意盎然 主动搂上叶苍的脖子 与她紧紧相拥 两人彼此贴得很紧 心心相应 能感受到对方火热的心跳 定 玉玲珑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六十 熟悉动听的电子音再度响起 极为悦耳 叶苍顿时虎去一阵 喜上眉梢 定 玉玲珑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六十 定 玉玲珑对你的好感度提升到六十 任务四完成 奖励 原点加四零零零零 小世界珠加一 任务五 将玉玲珑的好感度提升到九十 任务成功 奖励原点加五零零零零 悟到茶数加一 任务失败 你该不会真想放弃吧 卧槽 居然是悟到茶数 叶苍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任务五的奖励 下意识脱口而出 系统实在是大方到恐怖如斯 居然直接赏赐了一株悟到茶树下来 要知道 整个九州大陆 地域之广 无法丈量 而拥有悟到茶树的皇庭仙族 有史以来就只有天道宗一家 由此可知 悟到茶树是有多么稀有 重要了 笔直传说中的仙气 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说叶苍如今悟性早已圆满 悟到茶无法再给他提供有些帮助 但是他还有道理 还有未来的子嗣 可以一直传承使用下去 千秋万代无穷以 足以培养出众多物性逆天的妖孽天才 打造出一只恐怖的修仙家族 叶苍的反应过于激烈 把阁黄都惊动了 他茫然不解地昂起绝美脸庞 看着满脸喜色的叶苍 醋眉道 夫君 你刚才说的悟到茶树 那是什么 阁黄所在的地域 位于九州最贫乏的冬域 对于悟到茶树 听都没听说过 就更别说知道它是何物了 而且九州大陆上的悟到茶树 仅此天道宗一家 胆打他主意的修士 更是少之右手 传播范围实在有限 叶苍心思大动 悟到茶树可是能与天同寿的神术 只要不遭到人为破坏 他的寿命横久远 足以永流传 是传承千古的奠基神术 哈哈 他看向一无所知的阁黄 顿感心头大喜 如此忘腹的道理 叶苍真的巴不得 将其捧在掌心日夜疼爱 叶苍没有立即回答阁黄的疑惑 而是盯着他那双艳丽红唇 主动亲吻上去 直到他机遇窒息 双甲通红 才恋恋不舍地松开 阁黄实在不知 叶苍为何突然狂喜 吓得芳心乱颤 顾不上轻微红肿的朱唇 急忙关切问道 夫君 你为何突然报喜 是哪里不舒服吗 你不要下滑 叶苍听着心里踏实 对阁黄越发疼爱有加 阁黄不仅腹白貌美 天资过人 更是修仙界的角色之一 滑 悟到茶树 旋即滔滔不绝 向其讲述 悟到茶树的神秘 待他仔细讲解下来 阁黄也是惊骇不已 翘脸上满是震惊色彩 夫君 这片大陆之上 居然还有如此玄妙无比的神术 只是用他的叶子泡茶喝 就能增加修饰修炼的悟性 是的 天下之大 无其不有 叶苍笑道 华二 只可惜夫君身上携带的悟到茶用完了 要不然 定让你试一试他的滋味 保证让你悟性增长 全身通透 阁黄闻言大喜 没有因此感到气馁 而是凤眼灵动 狡黠地询问道 那夫君刚才突然提到悟到茶树 想必是有办法将其弄来了 他深知 叶苍神通广大 哪怕是世间罕有的悟到茶 他都能随身携带 如今再去寻获更多回来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叶苍闻言 轻密地揉捏着阁黄脸颊 正是因为他 叶苍才能收获到完整的悟到茶树 此等奖励 阁黄可谓是功不可没呀 当然 以后别说是给你泡茶喝了 就是给你泡一池子洗澡水 都不是问题 叶苍朗声笑道 阁黄一听 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叶苍刚才还说悟到茶 珍贵无比 十分的稀有 怎么一转眼 就要给他泡一池子洗澡水 这不是大大的浪费吗 夫君 你真给我泡成洗澡水 那不是平白浪费了吗 阁黄顺着叶苍的意思 忍不住认真问道 啊 叶苍一呆 竟是被阁黄难住了 一时无言 难得此刻心情大好 叶苍决定斗一斗阁黄 让他知晓人心的变态 他假装一脸狂热的舔了舔嘴唇 盯着阁黄漂亮的脸蛋吃笑道 嘿嘿 为了避免浪费 到时候 皇儿的洗澡水 为付保证 给你一滴不剩的全部喝光 啊 阁黄听罢 整张脸都扭曲起来 他活了两百多年 还是头一次听到如此惊人的发言 一时间 他看叶苍的眼神 顿时怪怪的 好像在看一个怪物一般 惹得叶苍皱眉 有些不开心了 皇儿 你这是什么眼神 阁黄凤眼一动 急忙移开视线 摇头道 没有 叶苍乃能这般轻易放过他 捏着他的下巴 让他重新面对自己的脸庞 阁黄本身就很美 此刻一副娇苏柔弱的表现 愈发牵动了叶苍的心 皇儿 你好美啊 阁黄神思微动 心里如同小鹿乱撞 能被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如此夸赞 绝对是女人最想听到的话语 他娇羞地想要低下禽手 依旧被叶苍牢牢抓住 不得挣脱 此时此刻 叶苍的视线不断扫过阁黄全身 他身着华丽红裙 衣袖偏仙 胸口处展露大片雪白美景 深邃迷人的沟壑显而易见 牢牢吸引住了叶苍的视线 皇儿 为了庆贺你出关 微夫早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两串冰糖葫芦 一串是不甜的 一串是加了糖浆的 你想吃哪一串 冰糖葫芦 一直都是萧鱼儿最喜欢吃的凡食 他身上满是羞涩之意 他与萧鱼儿不同的地方 就在于格黄不喜欢吃甜的 实际上 对于他而言 吃什么都无所谓 他只是知道叶苍喜欢吃甜的 那么他便吃不甜的那一串 格黄堂口清起 猪唇开合 双手抓着糖葫芦 香蛇轻甜慢咬 那一脸享受的表情 令叶苍沉醉 这里便是小世界珠内部吗 叶苍屹立在半空中 看着地上平积的土壤 忍不住挑了挑眉头 小世界珠的内部极为宽广 叶苍仔细计算了一下 此内部的空间 约有半个天雁 黄巢大小 算不上浩大 但也不小了 管理起来倒也方便 饲养妖兽 或者种植灵草 都是大有可为 当然了 小世界珠的内部空间 并不是固定的 只要叶苍能寻到 相应的空间法宝 也能将其融入世界珠内 继而不断扩张内部的空间面积 具体大小 没有定数 只不过 当前最需要改善的 不是内部的空间大小 而是灵气 小世界珠内土壤贫瘠 空气恶臭 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便是内部缺乏灵气供应 导致其一片死气沉沉 根本无法孕育生灵 这时候 别说是饲养妖兽了 就连种植生命力顽强的仙术也不行 没有充足的灵气供应 一切都是扯淡 不可能成长起来 事到如今 只能先找到 几条灵脉填入进去 再逐渐演化改善环境 为之后的悟道茶树 打造一个适合生存的 优良土壤 夜仓喃喃自语 心中早已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寻找灵脉 对于他来说 只是小事一桩 夜仓退出世界珠 重新回到皇宫中 给阁皇送去一道传音 告知去向 随后带上白鹿 直奔西北方向而去 那里就有一条完整的灵脉 同时也是距离黄都最近的一条灵脉 以夜仓的速度 不到半个时辰 便感到了灵脉所在位置 他屹立在空中 眼前是一座大山 而灵脉就隐藏在大山之下 万丈深坑之中 想要将整条灵脉挖出来 就必须掀一瓶大山 有点可惜 只是一条中等灵脉 好过没有吧 夜仓喃喃自语 正准备施法移山 突然 他眉头一条 在大山山脚下 发现了一家 住户 一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 带着儿子与孙子 正在一点一滴地挖掘着大山 几个女人将挖出来的泥土 往外面填埋 如此一幕 引得夜仓甚是好奇 难道他们也知道 大山之下有灵脉 所以日夜不停地挖掘 可是 他们看上去 分明是凡人 如何能得知 大山之下有灵脉 夜仓犹豫了一会 没有立即动手一山 担心滚落的石块 会砸死那几个凡人 身影一动 落到山脚底部 与此同时 老汉带着家人 依旧在努力挖掘大山 没有注意到 夜仓突然到访 夜仓也不急 坐到老汉家门前 摆放茶水的地方 神石像附近一扫而过 没有发现其他修饰 足以说明 他们挖掘大山的目的 属于个人意愿 没有修饰逼迫 如此一来 夜仓就感到更加奇怪了 他们为什么要如此 欺而不舍地挖掘大山 依他看来 这大山可不小 有万丈高 即便他们 在挖掘二十年 都不一定能挖去大山的 十分之一 恰在这时 一个差不多七岁大小的男孩子 从挖掘的洞穴里走出来 灰头土脸 满身大汗 但即便累得够呛 他的脸上仍然没有一丝倦意 两眼有神 好像知道自己 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 小男孩看到夜仓 先是轻易一声 突然愣住了 随后才小心翼翼开口问道 这位哥哥 你找谁啊 怎么会坐在我们家的凳子上 小男孩的眼睛很亮 灵气十足 夜仓笑了笑 道 不好意思 我在这附近迷路了 找不到出口 走得累了 便在你们家的凳子上休息一会 没有打扰到你们吧 小男孩半信半疑 随后摇了摇头 抬起一双乌黑的眼眸子 不停地眨眼打亮夜仓 他从未见过 如此帅气好看的哥哥 他的皮肤很白 也很帅 而且看起来极其干净 用不染仙尘来形容他都不为过 见夜仓面带清和微笑 没有一点敌意 小男孩的胆量 也逐渐大了起来 走上前 自己盛了一碗水喝 喝完之后 又小心看了看夜仓 关心问道 哥哥你渴吗 要不要我给你盛一碗 这是我们家的老井水 可甜了 夜仓没有拒绝 随后假装从身上 取出一个小葫芦 对小男孩笑道 好啊 我这里也有一点泉水 我跟你交换 小男孩一喜 将一碗清水 盛给夜仓 又取来一小碗 放到夜仓面前 眼睛里满是稀奇的目光 他们旅家三代同堂 一直住在大山山脚下的小茅屋里 从未尝过外边的任何东西 哪怕只是一碗泉水也好 小男孩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外边泉水 与自己家的老井水 到底有什么不同 夜仓给小男孩到了一碗林泉 尝尝 随后笑了笑 啊 喝完之后 告诉我 你们为什么要挖掘这座大山 小男孩没有迟疑 一饮而尽 然而下一刻 他便忽然愣住了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很古怪 浑身是尽 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大哥哥 你家的泉水真好喝 喝完之后 我好像变得不累了 浑身都是力气 夜仓笑了笑 伸手摸了摸他的三毛头 道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们为什么要挖掘这座大山 小男孩放下大碗 目光袭击道 因为这大山挡了我们家的路 所以爷爷要带领我们挖穿大山 挖出一条道路出来 这样话 往后我们旅家的子子孙孙都能因此受益 敢集市的时候 就不用特意避开大山绕远路了 能节省很多时间 夜仓恍然大悟 原来他们并不知晓地下的灵脉 挖掘大山的根本原因 只是这座大山挡去了他们家的路 小家伙 你大会记得把你爷爷他们喊出来 走远点 我来替你们一瓶大山 哎 小男孩一脸震惊 皱眉道 大哥哥 你是神仙吗 夜仓笑了笑 将剩余的灵拳送给小男孩 又给了他一本修炼之法 他一眼看得出来 这个小男孩身具慧根 是个可造之才 神秘兮兮道 别跟人说你见过我 好好修炼 修炼到瓶颈时 就喝一口灵拳 还有 千万记住 你修炼之事 切记跟家里人提起 任何人都不行 明白吗 小男孩闻言 一脸凝重 重重点头 回头看向夜仓时 眼前已经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夜仓的身影 大哥哥 大哥哥 小男孩一脸惊诧 急急忙忙喊了数声 皆没有听到夜仓应答 奇怪了 小男孩挠挠脸颊 满是疑惑道 大哥哥怎么突然间消失了 难道他真的是天上仙人 他看了看怀里的一本小册子 和一个小葫芦 更加坚定了心中的猜想 没错 大哥哥就是神仙 夏凡来了 小男孩脸上浮现起一丝激动 紧紧攥紧手中的葫芦和书本 忽然脸色一变 想起了夜仓临走前的嘱咐 坏了 待会大哥哥要移山 续赶紧喊爷爷他们出来 他不再迟疑 先找个地方 将夜仓所赠之物藏好 随后一路小跑进山洞之中 大声呼喊 让家中亲人赶紧出来 既然夜仓要移山 聪明的小男孩 索性以此为借口 朝里面大喊道 爷爷 奶奶不好了 地震了 你们快点出来 听到孙子急切呼唤 一家人也是满脸惊疑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一家人急忙跑出山洞 拼命往更远处逃逸 因为 在他们离开的山洞的一瞬间 夜仓便开始施法动手了 整座大山开始频频晃动 就跟地震一模一样 如此一来 小男孩 一家人 就更加不敢停留 全力逃命 圣体意向再度显化 一双无比巨大的金灿灿巨掌 直接抓向大山 将其连根拔起 地面出现一个巨大深坑 夜仓望为衍生坑 随后施法直接顿入地底深处 一路下潜 很快便找到埋藏在地底深处的那条灵脉 灵气充裕 荧光灿灿 令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不大不小 刚好凑合用吧 夜仓独自呢喃一句 随后只手一掌 将世界珠换了出来 另一手则直接抓向那条灵脉 将其全部搬运到世界珠之中 做完这一切后 夜仓又立即飞升离开 将先前的大山揉捏粉碎 重新填满深坑 以及内部的灵脉空缺 顺带造出一条实路 一路连接到小男孩的家门口 搞定 有缘再见了 夜仓摇摇看向小男孩一家 飘然转身离去 另一边 头也不回 跑出千米远的小男孩一家 总算停下来了 回身看去 看着眼前刚刚发生过的地震 一家人集体傻眼了 啊 这是什么鬼 为什么地震的地方 就只有那座大山 还有 那座大山 居然在地震中摧毁了 这也太奇怪了吧 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唯有小男孩 两眼熠熠升光 被夜仓的无敌手段 深深折服 激动无比道 大哥哥好强 比神仙还厉害 嗯 小冬斌 你在说什么 什么大哥哥 神仙啊 吕老汉看着消失不见的大山 皱了皱眉头 一脸不可思议地问道 没有 我只是在胡说八道而已 小男孩时刻牢记夜仓的教训 摇摇头笑道 爷爷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不用移山了 吕老汉总感觉哪里怪怪的 但就是说不出来 不用 以后可以安心过日子了 如今大山莫名其妙消失不见 再也无法阻挡他们家的去路 自然就不用继续移山了 小男孩点点头 道 爷爷 等我再长大一点 我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可不可以 呵呵 吕老汉大笑 老脸笑容和善 当然可以了 他挖穿大山 本意就是要让家里的孩子走出去 看看外面世界的繁华多彩 从而有更好的改变 随后 一家人重新回到茅草屋 安心过日子 小男孩瞒着家里人 开始偷偷修炼 一个月后 叶仓出现在黄都的西南地区 再次将一条灵脉 全部收入至小世界珠之中 算上这一条灵脉 世界珠内 已经一共有三条灵脉了 其中一条中型灵脉 两条小型灵脉 应该可以达到初步演化的条件了 初步演化 其实就是将世界珠内部的恶劣环境 先做出第一步优化 使其不再是空乏灵气 一片死气沉沉的环境 初步能让灵草植物 得以在内部生存 此为第一步演化的过程 叶仓环视一眼四周 随后找到一座悬崖 在石壁内开辟出一个洞府 在四周简单布置下杀伐阵法 防止人或妖擅自闯入 打搅到他初步炼化世界珠 开始吧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叶仓盘息而坐 换出世界珠 便开始着手炼化 他身形一动 置身进入世界珠内部 感受着当前的恶劣环境 忍不住屏住呼吸 轻微皱起眉头 忍着难以呼吸的恶劣 坐到三条灵脉中间 体内浩荡灵力不断涌现而出 以极快的速度 加速炼化灵脉 将灵脉内部的灵气 全部释放出来 以改善世界珠内部的环境 即便叶仓的修为强横 炼化的时间 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尤其三条都是崭新的灵脉 蕴含灵气的数量极多 足够叶仓完成内部环境初步炼化 时间一晃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世界珠内部 已经出现了极大的转变 空气上有些浑浊 但不再恶臭 叶仓也能勉强呼吸 其内灵气稀薄 不再是之前一片死气沉沉的模样 多了一种生机勃勃的好兆头 小草帽头 植被出生 尚有些稚嫩 已经能够初步孕育出植物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经过半个月的炼化 他身后的三条灵脉 已经彻底荒废 其内部的灵气 已经被叶仓全部释放到世界珠之中 大大改善了当前的内部环境 当前只是初步演化 只能勉强令普通植物存活 至于饲养妖兽 和种植灵草此类想法 尚且不行 必须继续寻找更多灵脉 加以扩充内部灵气质量 否则 它们是无法存活下来的 叶仓当然也明白这些道理 脸上波澜不惊 对于眼前所见到的变化 已经很满意了 不急不急 先让灵气循环几天 叶仓大手一挥 招来大风 招来细雨 开始滋养大地 循环灵气 叶仓走出悬崖洞府 撤去沙阵 一身轻松 打算回去黄兜 继续刷格黄的好感度 争取把悟道茶树尽快刷出来 忽然 他眼皮一跳 心有所感 猛地看向东边 一股源自体内圣血的召唤 彻底点燃了他的怒意 鱼儿现在有危险 点燃了寝神符露 正在呼唤我相救 当晚 萧鱼儿与格威 一快离开黄兜前 叶仓给了萧鱼儿三张寝神符露 可以请动叶仓降临三次 这三张寝神符露 可不是随手简单就能制成的 需要用到他体内的圣血为影子 配上顶级大腰的 精血为依托 凝炼绘质而成 具有神秘莫测的威能 能够瞬间召唤叶仓传送而至 如今 寝神符露被点燃 也就是萧鱼儿在呼唤他了 叶仓没有任何犹豫 顺从寝神符露的召唤 寝刻间传送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一年多未见的萧鱼儿 修为精进了许多 已经从结丹期 成功踏入了金丹初期 比之前更加强横了 他的外在容貌 基本没有变化 精致容颜固定在十五 六岁附近 仙妖苗条 玲珑有致 两股长长的双马尾扎在脑后 俏皮可爱 依旧呈现出 其活泼好动的天性 只不过 萧鱼儿这一次 着实闯大祸了 他与各位一同进入了一个 叫黄泉秘境的地方 只有金丹修士方 能进入的神秘秘境 里面有大量机缘 可以提升修为 助长战力 与他们一同进入的 还有其他金丹修士 大家相互争夺资源 拼抢机缘 对他们而言 产生不了多大威胁 毕竟萧鱼儿被叶仓 施加了太虚轮回应之后 如今体内 一共有三枚大金丹 占立强横无双 堪比妖孽中的妖孽 加上 太虚见点 修炼有成 每一招一式 都是强大杀招 同境界的情况下 不管是金丹后期 还是金丹圆满的修士 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基本都是一路暴杀 与各位一起 轻松走到秘境最后 然而 当他们想要摘取 秘境主人的瑰宝时 一便突发了 原本死去万年之久的 黄泉老祖 竟然还存留着 最后一缕神魂 一眼看中了 萧鱼儿的无上妙体 想要将其据为己有 夺赦重生 黄泉老祖 生前乃是合体 七巅峰修士 实力恐怖无边 即便只剩下一缕神魂 也不是萧鱼儿与格威 能够对付得了的 所以意识到情况不妙之后 萧鱼儿立即催动了 寝神俘禄 然后 朝黄泉老祖的神魂 释放出最强一击 凤凰凰翔翔 名叫四方 携带着无上天火 直扑黄泉老祖而去 后者只剩一缕残魂 却也能够凝聚成 生前的魂魄 虚无缥缈好似透明 但以肉眼 亦能看见 见萧鱼儿 释放出凤凰神通 黄泉老祖两眼 顿时散发出夺目金光 脸上一片金蓉 竟感觉到自己的神魂剧烈波动 隐隐有一丝 危险蕴含其中 他的眼光极为很辣独到 一眼看出了 这招神通的厉害 哈哈 仙术 这居然是仙术 黄泉老祖狂喜 对萧鱼儿这具妙体 更加喜爱得不得了 不仅身怀灵体 体内更是有三枚大金丹 还懂得仙术 定是有大气韵之人 他大手一挥 挥出一道鬼物 与凤凰相撞在一起 两者碰撞间 迸发出剧烈的灵力波动 但黄泉老祖的修为 始终高萧鱼儿一筹 后者明显不是他的对手 萧鱼儿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历练后 心态与对事物的准确判断上 皆有了重大进步 见自己的神通 无法对黄泉老祖造成有效杀伤 立即拉着格威飞顿逃离 小柜子快走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一年多不见 格威意识进步明显 修为精进 尤其在性格上 更是有重大变化 变得比之前果断 不再优柔寡断 收到萧鱼儿发出的第一消息后 立刻往后方逃断去 两女转身变逃 行动极为果断 令黄泉老祖眉头深深皱起 甚是有些刮目相看 不过 他的嘴角却露出一丝得意微笑 在黄泉秘境之中 他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黄泉老祖不是随便之人 这个秘境存在时间非常久远 他也一直在暗中挑选 适合夺赦重生的对象 然而 这么多年下来 他也没有看中他们其中一个 凡是最后走到这里的修士 不能满足他夺赦重生的资格 便会遭到他出手击杀 化作供奉神魂的养料 一直持续到他寻找到 合适的身体为止 当前的萧鱼儿 便是万年难得一遇的 绝佳修炼之体 黄泉老祖 断然不会放过眼前这个机会 哈哈 小女娃你就认命吧 在这里 你是逃不掉的 只见黄泉老祖疯狂大笑 利用神魂掌控着 黄泉秘境中的一切 他的双手来回挥动 来回施法 萧鱼儿与格威所在的空间 便立刻发生扭曲 改变 接着下一秒 他们原本逃离出千米的距离 却突然又回到了黄泉老祖面前 如此诡异的一幕 令两人顿时脸色苍白 心跳加速 萧鱼儿 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逃不掉了 莫慌 我已经催动了寝神附落 相信叶哥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萧鱼儿捏紧手中法剑 冷眼看着黄泉老祖 严阵以待 丝毫不敢松懈 哈哈 救你们 听到两女的对话后 黄泉老祖忍不住发出一段 长长吃笑声 随后更是肆无忌惮地嘲笑道 你们知不知道我临死前 为何要设置这处黄泉秘境 只许金丹七以下的修饰进入 不许金丹七以上的修饰进入 就是为了防止 他们进来发现我的存在 破坏了 我夺赦重生的计划 小女娃 我黄泉老祖生前 乃是合体巅峰修饰 想要强行闯入 我布置的秘境之规则 哪怕它是大成器的修饰 至少也要花去一天一夜的时间 足够老夫完成夺赦重生了 小女娃 你这具身体 就便宜老夫了吧 待我重生归来 一定会好好报答你 以及你的家族的 你做梦 小鱼儿怒眼圆瞪 誓死不从 她平时看起来有些呆呆笨笨的 但也知道 被黄泉老祖夺赦之后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她已经不再是她自己了 而是黄泉老祖的傀儡 是她重现世间的曲窍 若真被黄泉老祖夺赦成功 那和她亲手杀了自己 又有何区别 小鱼儿已经不再是 当初那个出出茅庐的小丫头 她成长了 又岂会相信黄泉老祖的蛊惑之言 黄泉老祖暗暗皱眉 一脸惋惜道 哎哟 你这小女娃真是的 怎么如此倔强 我黄泉老祖生前 可是名满天下的合体器大能修士 跺一跺脚 整个冬域都得抖一抖 老夫 看上你的资质 是对你的认可 你怎么能够如此名玩不灵 不识好歹 以你的天资 加上老夫的见识 我一定让你这个人名扬四海 家族兴旺 成为当今数一数二的无敌修士 这是你的荣耀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小丫儿听了 想要作偶 她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才能将作偶的话 说得如此冠冕堂皇 就好像她杀了你 抢了你的一切 是因为她看得起你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混账逻辑 各位脸色微变 小声提醒道 鱼儿 别听她妖言祸重 一旦被她夺赦成功 到时候 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了 小丫儿当然知道这一点 只当黄泉老祖的话 是放屁 呸 你个死老头 你是合体器大能修士 又怎么样 小鱼儿实在被黄泉老祖恶心坏了 果断选择回击 怒道 我道理叶仓 还是大成七修士呢 他待会就会来救我 你死定了 黄泉老祖文言 整个神魂愣在原地 嘴一脚抽搐 下一刻 眯起双眼 摸一把下巴上的小山羊胡子 哈哈大笑道 哈哈 大成七 你的道理是大成七修士 我说小姑娘 你白日做梦 总该有个限度吧 大成七修士 那是什么概念 已经是要非生成仙的仙人了 又怎么会看上你一个 区区金丹小丫头 不可能 不可能 哈哈 黄泉老祖 机遇捧腹大笑 丝毫不相信萧云儿的话 虽然你天资妖孽 钱能无限 但毕竟还是太弱小了 入不得仙人的法眼 我看你啊 还是趁早认清现实 不要反抗 乖乖被老夫夺赦 老夫碎了心意 心情舒畅 说不定还会照拂一下你的家族 否则等哪天我心情不好了 必定会血迹你全族 让他们永不超生 黄泉老祖 只剩一道神魂 但也足够凶名显赫 穷凶极恶的表情 令在场的两人顿感含义弥漫 杀意浮沉 你 萧云儿脸色变了变 越发愤怒 他修炼变强的目的 就是想要守护萧家 而黄泉老祖 竟然当着他的面威胁萧家 萧云儿即便要死 也要将他脱下水 他单手捏紧法剑 郑玉动手的时候 忽然看见一只白皙干净的手 搭上了黄泉老祖的肩膀 轻轻拍了拍 请问你血迹他的全族 包不包括他的道理 当然包括了 不管是他家的什么人 哪怕是一条狗 惹到我黄泉老祖不快 我必定要他们以死相报 嗯 话到这里 黄泉老祖忽然僵住了 扭头看了眼 那只白皙干净的手 瞬间满脸疑惑 自己的肩膀上 什么时候多出一只手 更恐怖的是 不仅多了一只手 他还能清晰地听到 身后有人说话 全身紧绷 一股由心底涌现的危机感 猛然爆发 差点令他神魂不稳 激烈飘荡 摇摇欲坠 啊 谁 黄泉老祖大喝一声 想要施法后盾 立即逃出一段安全距离 然而 事实却是 毫无反应 他依旧呆立在园定 动弹不得 宛若被天青所压 那种沉重古朴的威压 好比穷顶 厚重地令人生不出反抗之心 黄泉老祖内心咯噔一下 莫名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好像要完蛋了 叶苍见黄泉老祖安然不动 再次轻轻拍了拍他肩膀两下 后者的神魂呼得一阵飘摇 好像随时都会消散而去 站在他身后的人 仅仅只是随手拍了拍他的神魂两下 便让他有种神魂俱灭之感 杀他不费吹灰之力 到了这一刻 黄泉老祖已经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了 在这沉寂的黄泉秘境之内 好像真来了一位不得了的强大仙人 果不其然 黄泉老祖最不想听到的话 见到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 只见他想要夺射的对象 那个绝美漂亮的小女娃 两眼通红 竟是带着楚楚可怜的哭腔 开口道 叶哥 你要是再来慢一步 我就跟他拼命了 叶苍见状 忍不住笑道 不好意思 稍微来迟了一小会 你们应该都没事吧 没有 没有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两女玄这心也总算落了下去 有叶苍在 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危险 叶苍的视线 在萧鱼儿和格威身上一扫而过 见两人安然无恙 也就彻底放宽了心 就是他 想要害死你们 叶苍走到两女面前 与他们一起看向黄泉老祖 得见仙人真面目 黄泉老祖 如何还敢嚣张跋扈 就算是他全盛时期 见到大成七修士 也只有跪地当狗的份 更何况他当前状态极差 只是一道神魂 更加翻不起多少浪花了 黄泉老祖 立即脸色大变 变得像条狗式的温顺 仙人误会了 我只是见两位小姑娘 天资不错 有心栽培而已 绝对无意加害他们 萧鱼儿冷哼一声 道 叶哥 你才别听他胡说八道 你来晚了 没有看见他之前的嘴脸 有多么令人作悟 他不仅想要夺赦于我 还威胁 我要灭杀萧家满门 叶哥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 是啊 叶前辈 鱼儿说得句句属实 这妖人生前修为强大 绝不能让他继续护害他人了 格威心怀正义 要成恶扬善 叶苍文言汉手 看向黄泉老祖说道 你是真该死啊 连我的人都敢染指谋害 不知道他们是我赵的吗 黄泉老祖听到后 心里只想哭泣 妈的 我要是知道 你是这两个女娃子的护道者 我打死都不会现身了 但是现在 说什么都晚了 黄泉老祖心有不甘 一脸委屈求全 垂死挣扎道 仙人在上 我是真的无意冒犯 更不知道 你与他们的关系如此亲密 我黄泉老祖 愿意永世为奴为仆 祈求仙人饶我一命 一件奴仆而已 对于叶苍而言 可有可无 他将最终决定权 交给了萧鱼儿 鱼儿 你觉得如何 他们一路远行 还会遭遇不少磨难 若是有个修为不俗的奴仆 在一旁守护 倒也能让他们更加安全 当然 这是叶苍的首要考虑因素 至于他们同不同意 就另说了 下一刻 萧鱼儿立即摇头 道 不要 像他这种恶心的坏呸 就应该死了一了百了 我不需要这种人保护 他与叶苍之根之底 能清楚知道他的想法 叶苍有意留下黄泉老祖 当一辈子奴仆 好一路保护他们 安全到达赤销圣地 有黄泉老祖随行 他们的安全性会更高 就好比今天一样 若是叶苍再迟来几步 他们可就要相消欲允了 但即便如此 那又如何 黄泉老祖 刚才可是想要夺舍他身体 妄图重生的妖道 与这样的人一路随行 只怕会更加没有安全感可言 那好吧 只能如此了 叶苍听明白了 黄泉老祖脸色大变 心中惊骇万分 急忙喊道 不不不 小女娃 仙人 请你们相信我一次 我是绝对的忠诚可靠 绝不会再生出一个邪恶的念头 你们要相信我啊 我知错了 叶苍懒得听他吵闹 随手一挥 将黄泉老祖的神魂轻松斩灭 区区一缕神魂罢了 具体实力 也不过在通玄七与化神七之间 又能强到哪里去 黄泉老祖彻底消亡 萧鱼儿与隔威 总算能大松一口气 紧动的神经得到松缓 两女再也顾不上玉女形象 琪琪在脏兮兮的地面上坐了下去 随后琪琪叹口气 呼 叶苍见了有些好笑 伸手揉了揉萧鱼儿的头顶 道 一年多时间不见 鱼儿你倒是长进了不少 令我有些刮目相看呢 细细 萧鱼儿开心笑道 撬脸上一片得意自豪 那是当然 我可是你的道理 肯定不能丢你面子 我萧鱼儿要自己闯出一番名声 然后成为配得上叶哥的每一仙子 他的想法 一如既往的单纯直接 一旁的隔威听到后 忍不住微微一笑 容颜同样不俗 但他的眸光却是逐渐暗淡下来 心里甚是羡慕 真好啊 无意识的感叹之言 竟是脱口而出 引起萧鱼儿疑惑 反问道 小贵子 你在说什么真好 隔威闻言一正 呆了呆 随后笑着解释道 我是说 你和叶前辈的感情真好 很令人羡慕呢 算了 我先不打扰你们 亲亲我我了 黄泉老祖已死 我去搜寻一番 他遗留下来的瑰宝 黄泉老祖生前怎么说 都是合体七修士的强者 他遗留下来的瑰宝 必定强大稀有 若是能够得到他的传承 不说一飞冲天 便强之路 肯定会更加坦然平稳 萧鱼儿听到这话 也是立刻来了兴趣 他们进入黄泉秘境的目的 本就是为了得到 黄泉老祖的传承 如今黄泉老祖的阴谋败露 这里面的所有资源 两人便可共同分享 叶苍没有阻止他们 秘境寻宝 才是修士们最紧张刺激的时刻 那种满满的收获感 是每一个修士都渴望的永恒存在 有他在 黄泉秘境也不会有崩溃的危险 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尽情搜刮探索资源 之后一路修炼变强 主人 在这里 小白鹿呼的喜笑颜开 发出一声惊呼 他的超级寻宝能力 在此刻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叶苍神思一动 来到白鹿身旁 往前方看去 竟是一处隐蔽的密室 看上去毫不起眼 很容易就会被忽视掉 白鹿 你确定就在里面吗 小白鹿乖巧地点了点脑袋 随后轻轻一跳 跃上叶苍肩膀 流着口水说道 没错 里面有香喷喷的味道 是我最喜欢吃的树根 见他如此的笃定 不论是叶苍 还是身后的萧羽儿与格威 皆是由衷感到开心 黄泉老祖虽死 但他确实在秘境中 留下了一笔盛大的资源 这是他计划中的一环 夺赦重生后 他便可以借着这笔宝贵的资源 修炼到一个相对强大的境界 在徐徐变强 历史内被设置了强大境治 贸然闯入者必死无疑 这是黄泉老祖 生前留下的杀戮阵法 尽管过去岁月悠久 但依旧杀伐惊人 没有黄泉老祖的独特破解之法 根本无法进入其中 不过 这对于身怀太虚圣体的叶苍而言 就是一箭摆设 太虚圣体被誉为天道之子 备受天道眷顾 可不是浪得虚名 他可以无视一切强大境治 在不触发境治的境况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其中 取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叶苍轻声道 你们在这别动 我进去里面看看 两女对他自然无条件信任 安分在原地等候着 没过一会 叶苍走出来 将一个储物袋递到萧源手中 里面的所有东西 我已经全部取出来了 就在这储物袋里面 至于你们如何分配 我就不过多插手 不过 叶苍停顿了一会 从身后拿出一株小树苗 笑道 作为替你们取宝贝的利息 我收下这一株圣灵果树 你们不会有意见吧 两女自然没有意见 更多的却是好奇 叶前辈 什么叫圣灵果树啊 他们看向叶苍手中的小树苗 约有一米高 树皮是正常的绿色状 但它的树叶 则是呈现黄金色 相当神异 所谓圣灵果树 乃是修仙界三十六种天灵术之一 它的作用极为广大 其中最主要的作用之一 便是它能够无时无刻 聚拢周边的灵气 供修饰修炼 这一点 你们应该已经感受到了吧 萧羽儿与格威听到后 一脸恍然 难怪叶苍从密室出来后 便感觉周遭的灵气像疯了一样 不断往他们身边靠拢 灵气浓郁程度 比平常多出了一倍不止 修炼速度有效提升 叶苍接着又开口说道 它当前只是一株幼苗 尚未接触圣灵果 这个圣灵果的效用更加非凡 因为果实便能提升 原因初期到中期的修为 相当值逆天 萧羽儿顿感呼吸急促 看向这株幼苗目光灼灼 它难以掩饰内心激动 问道 那叶哥 要是我一直吃这种果实 吃上一百枚 岂不是不需要修炼 就能一步登天 它的想法倒也简单 像是一个好吃懒做的百烂修士 不过 叶苍却摇头笑道 呵 你就想得美 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 谁还认真修炼 逆天改命呢 圣灵果的效用虽然逆天 但是一人一生 也只能吃一枚而已 吃多了 其中的效用就会减弱 大不如前 修炼意图 没有捷径可走 你要是成天想着偷奸耍花 我就打你屁屁 叶苍瞪了萧羽儿一眼 严厉警告道 后者信信地朝他吐了吐舌头 立即改正道 不是打 是柔 你之前答应的 不准把我小屁屁打坏了 一旁的隔威听到后 有些尴尬 当着外人的面 还是收敛点为好 好了好了 你们该干嘛干嘛去 我替你们再次护法一段时间 之后的事 之后再说 提升自身的实力 永远是修饰最重要的一环 萧羽儿与隔威当前的修为 同属于金丹七 有了黄泉老祖留下的庞大资源 一举修炼到原因期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如此一来 他们前往赤销圣地之路 才更安全 叶苍没有理会良女 寻个安静的地方坐下 防止秘境坍塌 时间一晃 幽幽三载过去 在这三年时间里 萧羽儿与隔威都在勤苦修炼 一刻也没有浪费 将黄泉老祖遗留下来的资源 全部消耗殆尽 与此同时 黄泉秘境之中 出现两团奇异光芒 一处散发着幽暗色彩 鬼影折服 一处则是凤凰盘旋 明洞四海 又是一个月后 那团周身 阴晕着幽暗色彩的女子 率先开始冲击原因 叶苍两眼泛起盛光 面容平静 看向该处 鬼气缭绕 阴气逼人 显露出格维好看的面容 此刻 他双目紧闭 盘膝而坐 着手将体内金丹 凝练成原因 与寻常的原因不同 格维的原因 则是一只鬼鹰 幽深阴暗 仿佛来自地狱幽明 令人望而生畏 这就是黄泉老祖的传承吗 叶苍悠然道 当日 叶苍走进密室 寻到了黄泉老祖遗留的传承 其中便有 黄泉经 一本名副其实的道经 他的修炼之道 与寻常的修饰不同 黄泉经 修的乃是鬼道 通晓欲鬼之术 此道看似邪魔歪道 实则不然 他并无好坏之分 不管是修炼阴阳之道 正道 还是魔道 他们的最终目的 都是只有一个 那就是飞生成仙 所以 以修炼之道分好坏 是最愚笨的做法 能算出好坏的 应该是修炼的人才对 坏人 不管他修炼何种道徒 最终也一定是作恶多端 同理 哪怕好人走上遇鬼之道 他也能谨守本心 从不行凶作恶 而格维是怎样的一个人 叶仓再清楚不过了 即便他从此走上鬼道 他也不会另眼看待 轰隆隆 格维身上突然传来一连串乍响 修炼到最后一步了 只要将金丹成功凝结成鬼鹰 那他便成功了 叶仓一直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若是他有危险 会在第一时间出手相助 毕竟他与格皇是道吕 与格妹一油染 顺便照看一下他们的妹妹 更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突然 格维猛地睁开双眼 闪过一抹喜色 那是一对充斥着灰白色的瞳孔 看上去不伦不类 如同野鬼 这便是他修炼黄泉经 走上鬼道的证明 不过 在寻常的时候 是可以控制改变的 叶仓笑问道 成功了 格维开心一笑 颜蓉更加显得清冷高贵 他散去萦绕周身的阴煞之气 满心欢喜来到叶仓面前 多谢前辈护法 格维已经结音成功 走上遇鬼之道 叶仓点点头 仔细打量着格维 他的瞳孔呈现灰白色 甚是诡异 俏丽的容颜 更加白皙通透 白得有些不真实 被叶仓盯着 格维内心慌张不已 俏脸染上一层粉色后 更加增添个人魅力 叶仓笑了笑 道 手给我 格维愣了一下 随后一脸娇羞 抬起白皙玉手 叶仓将其捏在手中 顿感寒冷彻骨 阴煞之气 欲要侵入体内 这便是鬼修的强大之处 对敌杀伤力惊人 他施展出来的 所有术法神通 自带这种阴煞气体 能极大破坏敌人的身体 令人防不胜防 叶仓放开格维愈手 叹气道 你体内的阴煞之气 甚是霸道 比我见过的几个厉害鬼修 都要危险得多 危险 格维一正 翘脸略显慌张道 叶前辈 格维不懂 还请您多多明示 鬼修走的是欲鬼之道 常年累月 阴煞之气相伴 此物是一把双刃剑 既能做到痛快杀敌 也会损伤自身根基 你本又是女子身 体内阴气充裕 原因尚存 而今又走上欲鬼之道 体内阴煞之气 就更加狂躁暴动了 一旦阴气爆发 不说你自己 但是你方圆石里的一切生机 都会受到 惨重影响 立即殉命 这 格维脸色惊变 他在修炼黄泉经 之前 就询问过叶仓 后者说 会有一定危险 格维当时并没有在意 修炼意图本就是危险重重 现在看来 这个危险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前辈 那我该怎么做 才能保住性命 格维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但他还是尽量克制住 保持冷静 既然叶仓愿意告诉他这些 那就表示 叶仓也一定知道破解之法 毕竟他神通广大 乃是无所不能的仙人 果不其然 叶仓点了点头 办法肯定是有的 不过 得先看看你身上的情况 话到此处 叶仓便停顿了下来 在叶仓身边总是那么的有安全感 他也不是很害怕了 只是对于他后面那句话 不是很了解 看看我身上的情况 他刚才不是已经检测过了吗 带着这个疑问 格维眉头青醋 问了出来 前辈 你刚才不是已经诊断过了吗 还要看哪里啊 叶仓轻咳一声 面露几分尴尬 说道 不是的 我刚才只是试探你身上的 阴煞之气威力 遇鬼之道并不平坦 相反 这条路远比别人看到的 还要危险百倍 死于阴气爆发的修士 能占到八成以上 成功将此道修炼之最后的强者 一只手也手得过来 八 八成 格维脸色骤变 一片金融 他没想到 最后的结果 居然会这么危险 前辈 还请您明示 我该如何知晓 自己体内的阴气 会在什么时候爆发 到这边来 叶仓正要提醒他这一点 将他带到一个偏僻角落 而后 面不改色道 把上衣吞下 看看你的后背就知道了 啊 前辈 格维焦躯一紧 芳心乱颤 叶仓并不是有意辱摸 他的清白之身 笑道 你别紧张 我不会看的 你借镜子看一眼预备 告诉我 看到了什么团案即可 他刚说完 转身欲走 毕竟格维不比他的两位姐姐 需要避嫌 看着叶仓离去的身影 格维的脸色 立即变得复杂起来 欲言又止 情急之下 竟是开口轻喊 前辈留步 我 我没戴镜子 您帮我看一眼 嗯 叶仓轻易一声 甚是疑惑 格维身为一个女人 随身携带镜子 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怎么会 没有呢 叶仓回头看去 格维似是 不想被他看见慌张的神色 跟着立即扭过头去 以备相对 前辈 麻烦你了 格维低声说着 随后清解罗长 又将身上的白血衣裙 吞至腰间 一面光洁如玉的白皙美背 就这样暴露在空气中 光滑细腻 挑不出一任何瑕疵 此刻 他的心脏跳动地极快 喷喷乱跳 双颊一片滚烫通红 他将乌黑长发 拢至身前 免得他挡住叶仓的视线 叶仓别有深意地 看了一眼格威 暗暗皱眉 随后才宁眸看去 只见他的玉背上 出现一朵诡异的花 妖艳如血 好像是从他的血肉里 生长出来的 栩栩如生 刻画如微 他那含苞待放的模样 预示着他 即将要盛开了 叶仓瞳孔微缩 有些意外地说道 黄泉之花 生在彼岸 花开之日 万物凋零 噓 叶仓长叹口气 又道 可以了 穿上吧 格威禽手一点 重新将身上衣裙穿戴整齐 回过头来 一脸忧愁地问道 前辈 是不是很棘手 他也听到了叶仓的叹气 自然知道事情不妙 不错 叶仓解释道 难怪你刚修行遇鬼之道 效果就立竿见影 天赋不道 竟是遇见了彼岸花 前辈 彼岸花是什么 阴间不祥之物 传说鬼修是遭到上天诅咒的一脉 凡是成为鬼修者 必将遭遇阴间不祥之物缠身 不同鬼修 因为天资不同 遇见的不祥之物 也不尽相同 而你身上的彼岸花 正是阴间不祥之物中 最为神秘且危险的种类 也称剧毒之花 曾经九州大地上 就发生过一次彼岸花暴乱 直接灭了一个皇朝 这 格威脸不僵硬 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两久 他才缓缓说道 也就是说 如果我不小心 让体内阴气爆发了 会直接毁灭掉天焰皇朝 是这样吗 前辈 对 所以 你必不能让你身后的这朵花盛开 一旦花开 便是代表着毁灭 多谢前辈指点 格威记住了 那我该如何 才能不让它开花 了解到彼岸花的危害之后 格威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该如何控制这朵花 不让它盛开 这个 叶仓有些迟疑了 不知该不该说 前辈但说无妨 我已经没有退路 可走了 身怀剧毒彼岸花 格威只能一条道走道黑 绝不可轻易回头 见他神情肃穆 态度坚决 叶仓也不好闭口不言了 低声道 天地万物 相生相克 各种道徒 亦是如此 你修鬼道 体内阴气过剩 采用阴阳之道 便可破解 话音刚落 格威的脸颊 瞬间煞红 娇羞难掩 叶仓告诉他 阴阳之道能破解 不就是要他与男子交合 阴阳气入体 谢自身极盛阴气 达到阴阳调和 稳住彼岸花 然而除此之外 已经别无他法了 格威声音弱了许多 倒也不是太担忧 松口气道 我知道了 前辈 叶仓听到后 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不知道他突然松这口气 是何意思 临走前 又提醒一句道 不过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寻常的男修 可承受不住你体内的阴气 必须找一个 你值得依靠的男人 格威撬脸烟红 眸中带笑 见叶仓要走 立即开口问道 叶前辈 如果我身上的彼岸花即将爆发 你会不会救我 嗯 叶仓脚步一顿 扭头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格威狡黠地笑了笑 风姿灵动 说道 没什么 我就好奇一问 前辈你别往心里去 还有多谢前辈指点 今日之恩 格威定会铭记于心 日后必定会报答前辈 他匆匆离开 带起一阵芳香 PS 嗨嗨 抱歉了各位 提前跟你们说一声 这本输出册也起不来了 已经没收入了 更完这个月就完结 后面还有几天内容 我会加快节奏 尽量把能收的女主收了 免得你们周身不自在 另外感谢大家的礼物支持 尤其是高知地盖奶 大大 感谢你的礼物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七天后 萧鱼儿冲击原因成功 叶仓随后与两人交流了一会 询问他们 是否放弃前往赤箫圣地 与他一块返回黄东 然而 两女心意已决 决定继续历练 叶仓只好就此作罢 叮嘱萧鱼儿 遇到无法抗衡的危险时 要在第一时间使用寝神服录 他会立刻前来救主 我知道了 叶哥 萧鱼儿开心回应道 随后与格威率先离开秘境 叶仓也跟着回到黄东之中 皇宫内 许久未见 格黄甚是想念 随着他对叶仓的好感度提高 格黄发现自己是越来越离不开他了 每天都想着与他腻歪在一起 风花雪月 共度余生 叶仓离开数年之久 令他仿若度日如年 难受至极 带回到黄兜当晚 格黄便立即缠着他不放了 夫君 皇儿想你 想得好难受 看着格黄那张娇媚荡样的玉脸 叶仓瞬间眉开眼笑 他这般妖娆动人的媚态 患在几年前 断然是他无法想象的画面 如今随着格黄好感度的提升 他是越来越有女人的魅力 懂得发挥出自身的长处 令叶仓心情极度愉悦 难受 叶仓心声好笑 捏着他的下巴肩问道 哪里难受了 是否需要夫君替你检查检查 格黄凤眼如浸水般晶莹 面带笑意 与叶仓的双眼对视 也不再感到羞怯 楚楚动人 哪里都难受 心难受 身体也难受 格黄说完便低下禽手 藏在大红裙里的那双玉腿 轻轻来回挪动几下 只露出一双白皙玉卒在外面 风趣妖娆 别有一番韵味 叶仓看在眼里 嘴角上扬 他知道格黄心中想要什么 只可惜 他的好感度尚且未满 要不然 叶仓一定会狠狠地满足他 华儿别急 我们再培养培养感情 很快就好了 到时候 我与你一同双修 祝你一举飞升极乐之殿 格黄脸上修意明显 心里面也有些迫不及待了 傅君 华儿好期待那一天到来 接下来 叶仓每晚都与格黄恩爱 很快便将好感度提升到九十 当前任务完成 叮 玉玲珑对你的好感度加十 目前九十 叮 玉玲珑对你的好感度提升到九十 任务五完成 奖励 圆点加5000 悟道茶数加一 任务六 与玉玲珑完成第一次双修 任务成功 奖励圆点加1000 脱胎换骨 先丹加二 任务失败 我不好说什么 听到丁的一声 叶仓顿石虎去一阵 格黄的好感度总算达成目标了 叶仓可以带着他一起修炼 阴阳补天路 知妙法 共同成仙 任务五完成 悟道茶数也顺利到手 任务六的奖励 居然又是两枚脱胎换骨仙丹 令叶仓愈发喜出望外 虽然这项奖励 已经与他无缘 但把他们留给自己的女人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可令他们青春涌住 千年不变 叶仓欣喜若狂地 看向怀里娇美人 目光灼灼道 华儿 时机已到 你我可以共同修炼了 我现在传你一道仙法 你继熟之后 沐浴更衣 就来此处见我 夫君等你 格黄大喜 脸上的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他对这一天期待许久了 夫君 终于可以来到这一步了吗 华儿好兴奋啊 梅婉与叶仓调情嬉戏 令他的娇躯 早已热情似火 欲念日积月累 早已攀升到一个惊人的地步 然而 叶仓却始终不让他 全部宣泄殆尽 此次有所保留 导致格黄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难受 恨不得立刻逼迫叶仓就范 只可惜 每次都遭到他断然拒绝 如此一来 格黄只能一直耐心等待到今天了 叶仓见他这般如饥似渴的模样 忍不住笑着摇了摇头 回想起曾经这段日子 确实是委屈了格黄 他每次刚快乐到一半的时候 叶仓就不当人了 要么起身喝水 要么翻身睡觉 导致格黄愈发心痒难耐 有好几次 他都生闷气了 不愿意搭理他 幸好叶仓脸皮够厚 没用多久 就把格黄哄好了 当下没有任何迟疑 将一段先法口诀传授于他 格黄记下后 便立即收心 尽心领悟 而叶仓也没有闲着 趁着这段时间 进入世界株内部 将雾道茶树 栽种在圣灵果树旁边 两者之间互起效用 能起到一定的催生效果 随后 叶仓又去寻找几条灵脉 填进世界株里 保证内部灵气供应充沛 得以让两株灵树茁成长 办完这一切 已经是一个月后了 叶仓返回黄东 而格黄也恰好领悟仙法完毕 当晚 格黄没回到自己的玲珑身宫 而是去了二公主格妹的身宫居住 让格妹替她沐浴近身 梳妆打扮 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格妹早已经顺利突破到通玄期 返回黄东 已有一年光景 由于当初她与叶仓定下约定 要让她先心好心好格黄 否则就不让她碰自己 格妹说到做到 叶仓也说到做到 此后 格黄便赦免了格妹宫女之罪 恢复她天艳皇朝公主身份 奉还一座新府邸 此时此刻 格妹的行宫之中 格黄一身舒泰泡玉在青池里 肌肤如雪 白皙滑腻 身姿吸精 格妹与她同在 玉体玲珑 同样为着寸缕 端坐在池边上 给格黄梳理秀法 格妹打从心底里开心 笑道 姐姐 恭喜你啊 终于可以和叶前辈进行到那一步了 你不也在心急吗 格黄凤眼眯笑 打趣道 我要是再不行动起来 你肯定又要怨我了 谁说的 你是万人敬仰的人皇 我哪里敢怨你啊 再说了 我可一点也不着急 你莫要打去我 还说 你不心急 那你把我黄袍搬运到这里来 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只是欣赏 行行行 我狠急还不行吗 格妹瞬间哑口无言 翻白眼道 还不赶紧起身试衣 别让叶前辈等久了 格妹 你真是的 一口一个叶前辈 我看你就是比我心急多了 格黄翘脸上带着轻微醋意 扭头瞥了一眼格妹完美玉体 顿时心生幽怨 一把将其拦腰抱住 直接拖入青池当中 哎呀 你干嘛 格妹落入青池中 全身沐浴着清水 肌肤闪耀着水润光泽 她倒不是在责怪格黄 而是好不容易替她梳理好的秀发 又要重头再来 令她倍感烦恼 格黄笑了笑 随后欺身压上 怨气满满道 我之前闭关的时候 还没怪你暗中与我夫君有染 现在就让我欺负一下怎么了 啊 格黄你再这样 我就不客气了 格妹被欺负后 也豁出去了 直呼格黄大明 格黄浑然不惧 继续朝她身上泼水 说道 大胆妖精格妹 竟敢直呼我明 看我清理门户 格黄再次攻防而上 格妹节节败退 倾池很大 池水不深也不浅 很适合两人游玩嬉戏 清理门户 夜前辈绝对不会同意的 格妹边反击边警告道 格黄你再不住手 我就不替你清理门户了 你自己看着办 格黄顿时脸色难看 只好气呼呼停下攻防 哼了一句 重新回到原先的位置坐下 再度恐吓道 妖精 下次 我绝对饶不了你 呵呵 那就下次再说 格妹重现上岸 替她梳理长发 场面极度和谐 两女脸上都洋溢着淡淡笑意 怀念过去 她们好久没这样了 要是三妹在这里就好了 格黄突然说道 格妹轻笑道 我觉得不好 她只会跟我们抢夜前辈 嗯 你怎么知道 你别忘了 我之前可是监视她好久了 做梦都在喊夜前辈的名字 你不知道而已 竟有此事 格黄也是第一次听说 深感诧异 随后坦言笑道 那要有何不可 我格黄还不至于那么小气 对对对 你最大方了 梳理好了 起身示衣吧 这可是我亲手替你准备的 你穿上之后 保证美若天仙 无女敢与你争艳 格黄请手轻点 起身示衣黄袍 美艳绝伦 两女相当满意 随后 格妹又对她进行全身处理 抹上花香 滋润肌肤 以及其他种种 做完这一切后 格黄满心欢喜 正准备穿上泄衣泄裤 却遭到格妹阻拦 只见她在格黄耳边轻语几句 格黄立即羞红满面 染遍曼妙动体 她不敢置信地抬起玉脸 是问道 真的 格妹点头 千真万确 夜前辈保证 会被你迷死的 格黄玉手攥紧 轻咬下唇 几近犹豫之下 最终点头同意 直接穿上黄袍 返回自己的玲珑身宫 与此同时 叶仓同样沐浴一番 在此耐心等待 一座神炉悬挂于空中 散发出惊人的仙道气息 她静坐一会 似有所感 微微抬头侧目 一道倩影 飘然而来 身着一套奢华绚烂的大红裙袍 衣美偏仙 好似宫雀仙子 格黄本身的气质 冷艳高贵 穿上大红色的衣裙后 艳压裙方 相当有存在感 任何人都会被她吸引住视线 她斥足而来 玲珑娇躯 隐藏在红袍之内 翘脸上泛着喜悦与羞涩 心中无比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夫君 格黄甜甜呼唤一声 凌空而立 美艳绝伦 玉脸精致 五官动人 一对凤眼 一张红唇 一个挺秀穷鼻 无不再表现出 她美丽过人的一面 格黄真的很让人惊艳 无愧于玉玲珑之名 叶仓朝她笑了笑 细细打量道 华儿 你今天格外的美艳 令我实在心动不已 被叶仓如此夸赞 格黄瞬间红光满面 美艳不可方物 叶仓看了几眼 便岂不可耐了 打开玄女炉 欢声道 华儿 快随我进来 格黄没有迟疑 伸出仙仙玉手 被叶仓紧紧牵着 一同进了玄女炉内 里面的环境 和之前几乎没什么两样 唯一不同的地方 便是有一面内壁上 出现了萧云的角色容颜 与格黄不相上下 她在玄女炉内转了一圈 盯着萧云的壁画停下来 带着一脸艳线说道 她就是夫君的第一位道女 好美丽的女子 叶仓汗手 从身后 还住格黄的仙妖 道 对 你即将是第二个 会介意吗 不会 格黄温情一笑 缓缓摇头 遗憾道 我早说过了 只要是能追随在夫君身边 不管我是第几个都愿意 只是 皇儿心高气傲 自然是想要夺取夫君的第一次 现在没机会了 她红唇娇艳 尤其现在嘟嘴的模样 甚是娇嫩纯粹 叶仓咽下一口唾沫 顿敢口干舌燥 说道 没关系 我永远是你的夫君 你永远是 我的第二位道女 皇儿 我等不及了 话音刚落 格黄便感应到一阵温热袭来 欢快印上她的双唇 带着醉人之意 很快便令她忘记思考 自觉脑海空空如也 夫 夫君 格黄柔声嘀喃 缓缓躺倒在叶仓怀里 叶仓抱着格黄 席地而坐 两人相依相拥 难舍难分 突然 叶仓猛地睁开双眼 将手从格黄的大缝红袍里抽了回来 一脸震惊意外之色 以及带着浓浓的欣喜 有些不敢置信 皇儿 你 叶仓欲言又止 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 格黄从迷离中挣脱清醒 昂起娇妹脸蛋 盯着叶仓 柔声笑道 夫君喜欢吗 格妹教我这么做的 她说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够抵挡住我这般的诱惑 皇儿不知真假 只好拿夫君做一次试验 也只能 让夫君试验 格黄明着故意说道 她知道 叶仓一定会喜欢的 叶仓心情格外激动 点着格黄胶唇批评道 好干净的手段 当日 你晋升人皇便手起刀落 斩进格妹所有手下 清理门户 如今 她也反过来清理你的门户 哼 你们还真是一对冤家 我很喜欢 叶仓赞道 还有 你未免也太大胆了些 竟敢这般模样出门 就不怕被别人看了去 谁敢 我挖她双眼 格黄骄傲的昂起玉颈 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 玄女炉内 一件大红黄袍飘落 露出格黄曼妙身躯 她侧身整靠在夜仓的胸膛 葱白玉壁 顺带攀附在她肩膀上 乌黑浓密的秀发 自然垂落 飘荡在妖际 发际盘得很美 高贵典雅 加上精美的发饰装饰 令格黄看上去更加清理脱俗 贵不可言 她的眼睫毛很长 瞳孔乌黑晶莹 眼眸很闪亮 像是一对进入青泉里的宝石 水润灿烂 穷鼻秀丽 双唇娇艳 微微张开 吐出若有若无的温热气息 吹拂在夜仓的胸膛上 令她感受有些痒痒的 紧张吗 看着怀里的美娇人 夜仓笑问道 格黄点了点头 随后又摇了摇头 乖巧的样子 格外迷人 失去黄袍掩体后 格黄心中的羞怯之意 逐渐占据上风 那具宛若象牙域般银白的胶躯 逐渐染上一层红霞 白里透红 极为美艳 她的肌肤本就血白细腻 好比宁知 如今羞意雀起 令她的肌肤看上去更加真实 美丽 颇有一种落入凡尘的仙女姿态 夜仓欣喜一笑 搂住格黄的仙腰 将其平躺到散落的黄袍上 细细观摩欣赏 脸上笑意见浓 心情大好 华儿 你真白 真嫩 真好看 感受着格黄玉璧反馈回来的娇嫩感 夜仓忍不住发出赞美 格黄闻言 闽唇一笑 又颠倒众生之美 夫君 你好会说啊 华儿很喜欢听 你能多说一点吗 话音刚落 格黄顿感全身酥麻轻松 谈口微张 如同梦一般轻嫩嫩一声 美眸紧闭 玉颈高昂 背齿轻咬红唇 好好好 夜仓轻逆地回应 用手指关节刮了刮她的双唇 笑道 华儿 人黄大典荡日 当我得知你 就是玉璃龙后 我有多么惊讶 你知道吗 格黄依旧紧闭红唇 左右轻晃脑袋 事宜不知 见状 夜仓没有停 继续微笑道 那一天 我直接愣住了 怎么也想不到 你就是 我要找的人 尤其你那时一身男装 又不修蝙蝠 又不注重仪容仪表 我也一直把你当成男人看待 那种感觉 你能体会到吗 扑痴 格黄憋不住 轻笑出声 郊区开始轻轻发出 愉悦颤抖 花枝乱颤 夫君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我现在变化很大了 也已经习惯了 玉玲珑这个身份 在外人面前 我还是以前那个格黄 只有在夫君面前 我才是那个千娇百妹的玉玲珑 夫君 花儿已经准备好了 我想变得更强 格黄利用两肘撑起上半身 目光坚定 翘脸笑意一鸣 好的 夜仓道 我之前传授于你的那篇心法 可有参悟 嗯 早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了 仙法之高深玄妙 实在令花儿大为震惊 就待夫君与我一同修炼 供登极乐仙境 见格黄早已准备妥当 夜仓也不再迟疑 叙事而动 然后 便听见滴答一声 一粒妖艳红丸 从上空直坠玄女炉底部 与上一次一般无二 红丸下落 玄女炉银白的内壁上 再起变化 在萧云的边上一块空位上 再度出现一个玄女花像 栩栩如生 唯妙唯笑 与格黄的绝世容颜完全一样 夫 夫君 格黄张嘴呢喃 没来得及注意到炉内的壁画 此时此刻 他那双雾气弥漫的凤眼里 只有夜仓一人而已 华 夜仓此时也心神荡漾 跟着回应格黄 时至今日 两人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步 彼此脸上 都是幸福洋溢的色彩 以及亲切的微笑 阴阳补天录中 分别对应男女修炼的阴阳篇章 各自在双方体内运转 悬而又悬的仙法傲义 衍生出奇怪名文 符号 营绕在两人身边 并且随着修炼不断深入 爆发出来的玄妙之能 越发深奥 与此同时 黄都上空的灵气 好像要发狂一样 不断涌入玲珑神宫之中 聚拢在玄女炉内部 灵气躁动 很容易引起修士们的注意 尤其这股灵气躁动 还是发生在修士众多的黄都深处 自然容易引起他人围观议论 这是怎么回事 黄都的灵气流向 怎会如此诡异 好像被人吸引着 不断涌进了黄宫深处 黄宫深处 那是仁皇的居住宫殿 难道天佑我天雁皇朝 仁皇喜得神功造化 正在修炼当中 我看极有可能 能让灵气流动如此狂暴 像是水流红溪一般 必是完整道经之上的妙法 一旦攻城 仁皇踏足炼须之境 指日可待 没错 我们天雁皇朝有救了 传令下去 守住皇宫内外所有出入口 宣告暂时不得通行 以免干扰到仁皇修炼 灵气滚滚 凝聚成气流 聚拢在玄女炉周围 被不断吸入其中 这一次修炼而来的灵气质量 与上一次相差无几 但胜在数量庞大 阁皇的修为 在萧鱼儿之上 又是神体在身 有如此差异变化 叶仓自然心知肚明 不过 灵气再多 也对叶仓失去效用 他真正在意的 还是悬浮在玄女炉 最上空的紫色鸿蒙仙气 叶仓首次与萧鱼儿双修 一共获得了五道鸿蒙仙气 之后每双修一次 便能再次获得一道仙气 如今 叶仓抬头望向高空 玄女炉最上方 已经整整齐齐出现了 九道鸿蒙仙气 第十道正在凝聚当中 微能闪耀 还差最后一步 就能完成了 夫君 华儿好嘞 就快要不行了 嗯 叶仓轻声点头 一点心疼道 华儿再坚持 一会就好了 阁皇首次与叶仓双修 在修为与资质上 皆胜过萧鱼儿一筹 时间相应的 能延长持久一些 两人双修至今 已经快有三刻钟了 不过 人毕竟不是机器 尤其修炼过程 要求双方配合紧密 精神统一 闹不好 还会出现损坏根基的情况出来 所以当断则断 第十道鸿蒙先气一程 叶仓与阁皇立即停止修炼 相互依微 大口喘息 恢复状态 呵呵呵 阁皇欲脸桃红 艳美绝世 一微在叶仓身上 弹口轻轻张开 吐气如蓝 此行 是他第一次与叶仓合体双修 其中滋味实在妙不可言 只有他自己方能真切感受到 夫 夫君 阁皇说话上有些激动 娇躯仍在轻微颤抖 不过 从他玉脸上展露的微笑来看 他对这一次双修相当之满意 嗯 怎么 叶仓咽下一口唾沫 急切硬道 他将阁皇搂在怀里 大手在他胳膊上游移 本次双修 一共收获十道鸿蒙先气 令叶仓心情大好 那是什么 和萧鱼儿一样 阁皇也被鸿蒙先气的奇异特性吸引了 问出了与当时同样的问题 叶仓没有隐瞒 一一作答解释 毕竟往后想要修炼出更多的鸿蒙先气 还得仰仗两位道理 戴阁皇知晓 那是鸿蒙先气后 并没有太大惊讶 因为他知道 叶仓已经够神意的了 修为高深 早已脱离凡人范畴 再弄出什么奇怪的东西来 他也不会感到太意外 与之相比 他更在意 那先气能不能给叶仓带来帮助 夫君 他对你有用 阁皇试探性地问道 凤眼灵动 叶仓点头答道 没错 不出意外的话 那鸿蒙先气 就是我在九州立地成仙的关键 成为首个在下界成就仙人果位的真仙 在下界 大成七就已经号称仙人了 是无敌的存在 若叶仓真能成就真仙之位 那就是超脱一切之外 在九州上立于不败之身 无敌的大成七 尚有成千上万个大成七为对手 一旦叶仓成就真仙 他将无视一切 直接碾压所有皇庭先族 真的 阁皇顿时两眼放光 眼里满是崇拜的神采 如果叶仓真能在下界成就真仙 那么其中的意义绝对非凡 这是自九州大陆诞生以来 一次史无前例的壮举 与下界成仙 绝对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打破只能在仙界成仙的宿命 假若夫君成就真仙 那我岂不是成了真仙的道理 兮兮 感觉还蛮不错的 叶仓文言 伸手在阁皇脸颊 轻轻揉捏两下 笑道 成就真仙 还为时尚早 你呀 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成就真仙之位 需要消耗大量鸿蒙仙气 加之这里乃是下界 并非真正的仙界 鸿蒙仙气几乎可以说没有 所能修炼的鸿蒙仙气 也只能从两位道理身上修炼而来 即便加上这次与阁皇双修得来的仙气 距离叶仓突破真仙之日 仍然任重而道远 还需再接再厉 还要继续努力 阁皇蚊之色变 玉脸上的表情变得相当古怪 叶仙这句继续努力 他算是听明白了 莫不成还要受罪 他第一次与叶仙双修 修炼到后半段 感觉相当良好 那种飘飘欲仙之感 令他深深着迷 欲罢不能 直到精疲力尽为止 但是前半段带来的撕裂感 也是相当之痛苦 令他有些后怕 夫君 下次修炼开始的时候 你能不能再温柔点 我怕疼 阁皇身为仁皇 实力强大 性格也强势 按理来说 不应该怕疼才对 不过 他在叶仙的面前的身份 始终是玉玲珑 有那么一丝娇柔在里面 倒也无可厚非 叶仙文言一呆 并不是每次修炼 都会如此 看他一副 担惊受怕的样子 随后无奈一笑 看来格妹也不是万能的 教了他那么多相关知识 难免有所疏漏 这一次 就让自己来科普好了 叶仙心里默默念叨 而后他给格皇 仔细科普一番两性知识 顿时把他修得面红耳赤 刚刚那副娇媚的弱女子形象 纯纯白眼了 格皇见情况不妙 立马转移话题 嗨嗨 夫君说的是 皇儿都已知晓了 现在该把仙气收回来 免得让他跑了 叶仓同意 一次性将食到鸿蒙仙气收入体内 瞬间化为己用 不需要炼化 叶仓能清晰感觉到自己 比之前又强大了许多 解决了本次修炼的鸿蒙仙气 剩下的所有灵气 便是为格皇留下的礼品 可以供他全部吸纳 皇儿 快把这些灵气全部吸收 足够你连跳两个小境界 踏入通悬后期了 格皇大惊 全部都给我吗 那夫君 叶仓抬手打断他 你夫君早已用不上灵气了 只有鸿蒙仙气 对我有妙用 因此 往后你的所有努力 都不会白费 双修得来的灵气 全归你所有 啊这 那岂不是多劳多得 此话一出口 格皇的白皙脸颊 瞬间红透 这个用词就显得相当微妙 甚是合理 只是要受苦受累罢了 不过 回报肯定是值得的 不需练化 就能吸收的灵气 能让格皇修为静静神速 很快挑起大梁 那好 多谢夫君赠礼 皇儿就不客气了 格皇坐直曼妙身躯 朝叶仓悠然行义礼 态度恭敬 但叶仓不喜欢这样 直言道 你是我道理 不必行礼 如果你真想感谢我的话 倒不如亲我一口实赞 夫君教训的是 待我吸纳这方天地灵气 就来报答夫君 皇儿向你保证 绝对让你身心愉悦 格皇俯身在叶仓脸上亲吻一口 而后口口声声保证道 之后也不必闲 当着叶仓面前盘息而坐 动体玲珑 妙去横生 开始运转功法 吸纳玄女炉内的所有灵气 格皇在格妹的教导之下 确实改变巨大 与之前那个呆板 木讷 不懂情感的格皇 相去甚远 他一颦一笑 勾魂夺破 尤其在叶仓面前 更是摆一摆顺 虽不及格妹那般风骚妖野 却也自有她的一番娇媚 又不是端庄高雅 这就是玉玲珑格皇 一位雍容优雅的玉姐 自带娇媚属性 叶仓嘴角擒着笑意 带着欣赏的目光 就这样看着她修炼 别有一番乐趣 不知不觉 便动起了歪念头 不知华而待会 会如何报答于我 七天后 位于玄女炉内的格皇 缓缓睁开双眸 粉面寒春 唇红齿白 吸纳了玄女炉内的 所有灵气后 她的修为 如同叶仓所预料那般 蹭蹭地提升了 整整两个小境界 从通悬初期 一跃成为通悬后期 如此巨大的提升 着实令格皇感到惊讶 仅仅是双方第一次双修 便有如此神速进展 堪称恐怖 若是两人长久以往的 双修下去 岂不是 得到成仙 不在话下 格皇心情激动 对于修炼变强之路 第一次新生轻松之感 她下意识看向叶仓 嘴角擒着微笑 眼中的喜爱之意 已然要一出眼眶 根本藏都藏不住 见格皇修炼完毕 叶仓立马端坐起身 腰杆挺的笔直 宛若熔炉钢铁般灼热 坚硬 对格皇挑了挑眉头 道 皇儿静静神速 可喜可贺 可还记得报答夫君之言 在格皇修炼期间 叶仓并无打扰 只是眼睁睁欣赏 她修炼的样子 肌肤银白如雪 光滑细腻 动体玲珑完美 有种无法形容的美感 她看得心急焦虑 或坐 或躺 或侧身 但就是不能趴着 皇儿没望 这就来报答夫君 格皇闻言 粉颊瞬间红透 脸上又羞又喜 化作蛇腰爬行 缓缓接近夜仓 她的郊躯柔情似水 韧性极佳 像是缠绵的流水一般 攀上夜仓后 便甩也甩不出去了 暖玉入怀 还有一股富裕芳香 令人心旷神疑 格皇坐在夜仓怀里 轻飘飘的 好像没什么重量感 一对玉璧白嫩如藕 还在她的脖子上 翘脸烟红如血 唇角弯弯 挂着一抹罪人微笑 两人的脸靠得很近 透过彼此的瞳孔 能看清自身的容貌 夫君 你好君呀 格皇率先开口说道 只有英俊吗 夜仓挑眉 说话的力道逐渐加重 似有不满 格皇娇躯一颤 而后面露称怨 不得不妥协道 当然不止 我的夫君英俊潇洒 玉树临风 修为惊人 抬手斧上她的玉脸 轻轻揉捏着细腻粉颊 我华儿真美 假若夫君不英俊呢 你还会喜欢吗 几乎没有思考 格皇一脸严肃认真 脱口而出 当然 嫁鸡随鸡 嫁夫随夫 我格皇自从决定 要成为你夜仓的道理 内心就不会再动摇了 不管你是英俊还是丑陋 善良还是罪恶 我都只认定你这个夫君 夜仓心中动容 又接着笑问道 那如果你将来遇见一个 比我帅气 又比我强大的男人 他对待你 比我对待你 还要关心呵护 关爱有加 你会为了追求更美好的幸福 而选择离开我吗 闻言 格皇郊区立即停顿 保持一动不动 谈口微张 柳眉紧促 绝美的言容上 浮现一丝丝怒气 夫君 你是想听我说真话 夜仓汉手道 嗯 你大胆说 我不会怪罪于你 格皇气恼不已 信誓旦旦道 那好 你听清楚了 以后别再问我这种问题 我不想被你如此羞辱 我格皇既然喜欢上了第一个人 就绝对不会喜欢第二个 这样说 你满意了吗 好了 今天到此为止 我累了 格皇前面说的是心里话 后面纯属是气话 若他还是当初 那个格皇 不懂得何为情感 只为利益驱使 倒有可能做出 与夜仓话里一样的行为出来 然而 经过长久的相处以来 是夜仓一点一滴 解开他心中的枷锁 唤醒他内心的情感 才让他变得越来越真实 知道除了利益之外 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 对格皇来说 最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夜仓 就连天雁皇朝 也在不知不觉之间 排到了第二位 格皇心里有气 连夫君都不想喊了 起身欲走 足以可见他 此刻的心态 该有多么恼怒 夜仓哪敢就这样 轻易让他离开 看这架势 他不得怨恨自己 一年半载以上 华 刘步 夜仓心急了 双手搭在他乡间上 用力一按 把他当场按了回去 死 你 你 弄疼我了 格皇面容扭曲 柳眉紧醋 深深倒吸一口凉气 夜仓一惊 急忙松开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为了避免他再次起身离开 双手很自然地搭在他先腰两侧 华儿抱歉 把你弄疼了 我不是故意的 格皇低着头 没有回应 跟他的手放了 也毫无关系 夜仓见他不走了 玄折的心 总算可以放下来了 面露笑一道 华儿息怒 夫君刚才的发言 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你莫要当真 假设而已 格皇满脸愤慨 更演道 这是能随意假设的吗 还是在你看来 我格皇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趋利避害 不守复道 受自身利益驱使 见到一个比你强大的男修 就不知羞耻 尾身贴上去 格皇越说 美眸之中的雾气越朦胧 机遇化成眼泪落下 他实在难以理解 为何夜仓会突然 向他问出这等问题 简直就是 在羞辱他的人格 不生气都不可能 夜仓暗叹一声不妙 急忙解释道 非也 非也 话到嘴边 却又不知该从何说起 千言万语 最终会成一句话 华儿 我错了 格皇文言一正 脸上泛起一丝诧异 他的本意 只是想夜仓 不要再有这般胡思乱想 他是夜仓的道理 就断然不会做出背叛他的行为 见夜仓认错 态度还算诚恳 格皇也不想再难为他了 陈声道 夫君 我希望你今天提到的这些问题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提起 我不喜欢听 听见格皇又开口喊他夫君 夜仓总算能松口气了 是 华儿的话 为夫记住了 而后 他上下打量着格皇的妙曼娇躯 厚颜无耻道 那我们 还继续吗 格皇差点被他气死 带着几分怨气说道 我不想动 夜仓大喜 笑道 好嘞 为夫得令 两刻钟后 格皇重新穿上大红黄袍 从玄女炉内现身 他俏脸烟红一片 全身酥软滚烫 两腿有些飘然 还好有大黄袍遮掩胶躯 令他不至于 展露出最难堪的一面 夫君 都怨你 害我一点精神都没有了 夜仓随后而至 脸上笑意充足 我这不是认错了 再努力弥补皇吗 经过这两刻钟的搏斗 格皇再次被夜仓征服 彼此的情感 也已经彻底恢复和睦 柔情密意 令人羡慕 这一次 两人都没有动用仙法 在时间上 自然有所变化 夜仓也大致可以推算出来 格皇的极限时间 不动用仙法的话 两刻钟就是极限了 比消遇而略长 动用阴阳补天路 双修的话 两人的精神会高度统一 配合紧密 具有一定的严实功效 能让彼此达到更高层次的极致体验 同样是约莫半个时辰左右 与消遇而相差无几 夜仓皱眉自语 难道合体双修 阴阳补天路的具体时长 与女子的修为体质差异 毫无关系 不过 在修炼产出的鸿蒙仙气上 却有较大差异 格皇第一次双修能修炼十道仙气 比消遇而当初还多了五道 造成这一点差异的根本原因 或许就和双修对象的修为体质有关了 这是夜仓比较两次双修得出的相关结论 有何作用暂且不谈 但夜仓必须知道具体差异在哪 到时候 尽量把道理提升往相应方面靠拢 争取修炼更多鸿蒙仙气 这时 格皇突然开口了 夫君 朝堂还与有政务 华儿先行一步了 夜仓皱眉道 不行 多余的政务交给阁妹去处理就好了 你现在留在宫内敬养医院 让夫君多陪陪你 其余的你不用插手 可是 没那么多可是的 夜仓态度强硬 就是不想他操劳过度 随后更是直接扭头 看向宫外某个隐蔽角落 喊道 格妹 你听到了没有 我让你去 还不快去 什么 格妹就在外边偷看 格皇瞬间傻眼了 面露苦笑 他知道格妹心急 却没想到会急成这样 若不是双修的时候 要进入玄女炉内修炼 怕不是什么都让格妹给看见了 躲在外边的格妹 眼见被夜仓识破阴谋 也不敢久留了 跺一跺脚 悬邪不满道 知道了 知道了 我现在去还不成吗 不过 格妹还是高兴的 脸上笑容热浅 格皇与夜仓双修成功 意味着他们已经 走到最后一步了 他曾经为了顾及格皇 不抢夺他的风头 在面对夜仓的百般攻势下 愣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长达一年之久 坚持到格皇顺利出关 在外人看来 格妹就是妖女 风情万种 擅长勾引男人 但她对自己设置出来的底线 却是无条件的执行 或者说 她的信念 远比别人对她的固有印象 还要坚定得多 所谓的浪荡 轻挑 不过是她戴在脸上的一层虚假面具 格妹走后 两人对视一笑 平平摇头 格皇更是洋装骂道 妖精 又来勾引我夫君 实在欠收拾 对于此事 格皇并未表现出强烈的排斥之意 他们从小在富丽堂皇的皇朝之中 见惯了强臣三妻四妾 见惯了仁皇三宫六院 广纳妃子 因此 在他们看来 叶苍的修为通天彻地 深不可测 远在皇朝大臣和仁皇之上 他们尚且能广开后宫 娶妻纳妾 为何叶苍不行 试问 能配得上叶苍这般的女修 又有多少 更何况 叶苍是堂堂正正的大臣妻修士 是他们天宴皇朝的大靠山 莫说是三位公主了 只要叶苍愿意 只需一句话 格皇必定亲自出马 替她搜罗天下各种角色美女 毫无怨言 这便是格皇的态度 区区一个格妹 又算得了什么 若是叶苍真心想要得到格妹 必定待她不薄 对于天宴皇朝而言 更是百列无一害 格皇也是了解叶苍的 叶苍文言 尴尬笑笑 将格皇搀扶到凤床之上 让她乖乖躺好 皇儿想要如何收拾那妖精都行 为父没有任何意见 格皇瞥了她一眼 娇笑道 真假 到时候 你可莫要后悔了 嗯嗯 叶苍硬着头皮 点了两下头 格皇懂分寸的 不会做出极端的事情来 尤其格妹还帮助过她许多 可以说 没有格妹细心教导 就没有如今这位 比玉女还要玉女的玉玲珑 哦 对了 叶忽然想到了什么 将一枚仙丹 放进格皇掌心 仙丹出现 立刻散发出璀璨金光 照耀四方 令格皇目瞪口呆 她望了仙丹数眼 欲言又止 美眸之中满是不可思议 夫君 为何突然赠我仙丹 格皇虽然从未见识过仙丹 也不知道 他们长什么样子 但是看到手中的这一枚丹药时 她脑海里浮现的想法 只有一个 这就是传说中的仙丹 只有仙人才能炼制的极品丹药 叶苍安抚到 华儿 无需太过紧张 这枚仙丹换作脱胎换骨仙丹 每个人一生只能食用一枚 多了无用 她说到这里 没有继续说下去 以格皇的聪慧 定能听明白其中的意思 格皇顿时大惊失色 说道 夫君 你已经脱胎换骨了 叶苍点点头 脸上笑意真切 当初与肖鱼儿合体完成第一次双修后 系统一共奖励了两枚相同仙丹 肖鱼儿吃了一枚 叶苍同样吃了一枚 而今 她再次与格皇完成首次合体双修 系统同样赏赐了两枚下来 第一枚的归属 自然是格皇了 毫无争议 格皇此刻心情激动 这是她第一次触碰到传说中的仙丹 若不是有幸遇到叶苍 她这一生 注定不会有相同的机会了 夫君 格皇两眼热泪盈眶 扑到叶苍身上 泪流不止 叶苍愿意赠送仙丹给她 正是把她当成最重要的人看待 格皇岂能不心动 不敢动 一个月后 格皇重新回归 主持朝堂政务 吃下脱胎换骨仙丹后 格皇由内而外散发的魅力 越发有吸引力 她本身就有倾国倾城之姿 如今青春涌驻 容颜不衰 永远定格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 兵姬玉骨 绝事独立 郊区修长 腰身比例极佳 曲线玲珑 肤白貌美 视为天雁皇朝第一角色 无愧于玉玲珑之名 格妹见了 都要羡慕妒忌 心中难过 她太过于完美 自信如格妹 在她面前也要黯然失色 格皇在修为与容颜上变化 引起了皇都内外巨大轰动 即便她在朝堂之上 亦或是外出之时 始终都是金色甲皱傍身 遮掩身躯 不失粉黛 令外人看不清她的真实美貌 但她那种悠然散发的绝美气息 却是瞒不住他人 如此神采俊逸的人皇女子 穿上战甲之后 竟比男子还要俊美十倍 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角色呢 在自然界中 物尽天择 雄性动物往往比雌性动物 要更加华丽漂亮 而格皇身披战甲的英姿 比帅气男子 还要英姿勃发 这等出彩的英姿 不分男女 注定会引起他人的惊叹 由于格皇美艳 过于惊世骇俗 天雁皇朝 终于迎来了一次危机 妙堂之上 格皇身披战甲 威风凛凛 他眸光冷冽 盯着下方一个 身着奇装异服的大汉 那大汉留着一个光头 身材高大魁梧 怒眼圆争 极为彪悍 哈哈 传言天雁的新人皇 是一位女扮男装的绝世大美女 如今一见 果真如此 令我大开眼界 虽死犹容 壮汉神色飘忽 目光锁定在格皇脸上 泛起桃色贪欲 毫不避讳 放肆 我朝人皇 岂是你能直面不讳的 给我跪下 一名金甲卫统领一步踏出 大声呵斥 原因修为压制 如泰山压顶 向那壮汉逼迫而去 那壮汉顿杆身上压力一重 双肩一沉 旋即冷哼一声 奋起反抗 一股不弱统领的修为轰然爆发 两股修为相互较量 发出阵阵阴暴轰鸣 而后双方脸色一白 各退一步 竟是打了个平手 那壮汉不屑地放声大笑 我郭达 奉完颜大王之命 此话一出 朝堂群臣立即低声议论起来 荆朝的完颜大王 就是那个凭借一己之力 扭转荆朝万年颓势 激进肖亡的完颜红 听他如此说道 估计八九不离十了 这完颜红能耐确实厉害 想当初荆朝颓势明显 既有内忧又有外患 这完颜红 愣是在短短五百年间 从一个普通人修炼至化神期 从而扭转乾坤 远远不止 一个老者继续补充道 完颜红天资虽好 若是没有一个厉害的师父 指导修炼 岂能如此轻易行事 你是说 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火煞真君 就是完颜红的师父了 那老者汉手 众人顿时 道西一口凉气 郭达耳目极好 听着众人议论 脸上得意之色飞舞 高高在上 他们议论的一点也没错 完颜红的师父 正是火煞真君 一位凶名远播的炼须真人 轻易相助完颜红 一举扭转 金朝颓败之势 他看向高台上的阁皇 目光灼灼 心中轻蔑 若是天燕皇朝坐镇的是老人皇格其胜 他定然不敢如此放肆 但好巧不巧 老人皇生死难料 估计凶多几手 而西人皇又如此娇美智能 偌大的皇朝无人可用 如何还敢轻易得罪金朝 一旦火煞真君亲自出马 天燕皇朝将无一人能挡 下场恐怕比屠城灭国 还要凄惨百倍 安静 阁皇开口 嗓音悠扬 令郭达如听仙乐 惊为天人 他虽穿戴金甲 却也足够惊艳美丽 如今玉口一开 更是将他的清纯艳丽 抬升到了更高一个档次 郭达目瞪口呆 面露痴迷 诗声道 美 阁皇暗暗皱眉 问道 既然是完颜红让你来 所为何事 金朝与天燕皇朝相似 同是抵运超过万年的超级皇朝 尤其是那令金朝改头换面的完颜红 更是近年来 被世人号称 金朝有史以来最强的绝顶天才 天资与物性俱佳 百年难得一遇 如果对方是为发展合作而来 阁皇自然无比欢迎 假若不是 那就另外考量了 郭达高兴极了 嘿嘿傻笑 一脸激动道 我代表金朝的完颜大王 特来向天燕皇朝提亲 两家共结连礼 徐徐发展 大业可成 阁皇心思一动 翘脸阴寒遍布 冷声道 谁 郭达完全不惧怕阁皇的威慑 他本就是冒死前来 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为了完成完颜大王的大业 虽死犹荣 他面不改色 一脸见兮兮笑道 自然是尊贵的人皇陛下了 我家大王 乃是金朝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最卓绝的天才 修炼之道 一帆风顺 更有火煞真君一路栽培 前途风光无量 必将成就先人之位 一年前 我家大王有心目睹过陛下的绝世荣年 心中难忘 日夜思量 特意命我前来提亲 若是陛下与我家大王喜结连礼 大力发展合作 共谋名声大业 凡是陛下的敌人 就是我家大王的敌人 届时 陛下仍是天雁皇朝的当权者 只是陛下的寝宫 将会搬迁到金朝之中 仅此而已 好一个仅此而已 阁皇冷笑不已 谋中杀意见农 郭达双眼微眯 仍然面无巨色 吏声说道 以上只是我家大王的承诺 上有大王的警告没说 假若仁皇陛下不同意 两朝便永无交好的可能 断绝一切联系 从此不相来往 随后郭达面带微笑 张开双臂 坦荡道 尊敬的人皇陛下 大王的话未代道 你现在可以杀我了 若我郭达今日死在这里 明年的今天 我家大王便会率大军踏平此地 将你是做玩物 郭达镇定自若 料定阁皇不敢杀他 斩杀使臣 便是带了表两朝开战 再无言和的可能 而且还是天雁皇朝 这一方主动发起的挑衅 经朝出师有名 可以名正言顺 除兵入侵天雁 此时此刻 郭达不得不佩服自家大王的厉害 谋略之强 心中早已把完颜红视为神之 一身供奉 不管阁皇最终做出何种选择 对京朝而言 始终是百利而无一害 若他同意联姻 驾驭完颜红 完颜大王 不仅能喜得绝世娇妻 还能趁机入主天雁 不费一兵一卒 轻松谋取天雁的家业 此为上策 若天雁的人皇不同意 大怒之下 斩杀郭达 如此一来 两朝正式开战 再无言和的可能 一旦发生战争 难免会有所伤亡 这一点 自然也在完颜红的考虑之内 此为中策 最终结果都是一样 必是京朝大胜 天雁从此沦为囚奴 其中 最不尽人意的下策 便是阁皇忍气吞声 忍着被羞辱的怒意 将郭达放回去 此后 京朝想要谋夺天雁的家业 就只能强行攻打入侵 师出无名 便不是正义 容易遭人诟病 这是郭达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仁皇陛下 你意下如何 如今的天雁皇朝家大业大 但势力微弱 是一块香啵啵 遭到群狼还伺 谁都想将其一口吞掉 这一点 阁皇心知肚明 然而他 却一点也不害怕 立声道 来人 把他带下去 封锁其身上的修为 送至侏罗山 投入发情供侏罗的原地之中 遭中凌辱之后 抽出神魂 日夜摧残拷打 直至神魂俱灭为止 此话一出 莫说郭达愣住了 就连朝堂之下的一众群臣 全都目瞪口呆 脸色骤变 发情的供侏罗 可是招惹不得的 具有非常强烈的侵犯暴虐特征 若是郭达被封锁全身修为 不得施展法力 就和凡人无异 一旦落入侏罗圈中 必定惨遭供侏罗侵犯 凌辱 后果不堪设想 这将对他的人格和意志 造成双重打击 比死亡还可怕 最主要的是 阁皇这么做 无异于直接与京朝宣战 如今老仁皇在祖地必死关 朝中无人可用 一休养生息 暗中积蓄力量 一众大臣顿感压力山大 正要高呼 仁皇三思 阁皇翘脸一变 先声夺人 强势命令道 速速执行 谁若上前相劝 一并荡成京朝奸细处理 送去侏罗山 生死勿论 一众群臣 瞬间脸色苍白 汗流加倍 话到嘴边 活活咽了回去 他们宁愿选择被杀死 凌辱 顿时异口同声 严肃道 臣 复义 郭达的脸面 瞬间失去血色 变得惨白无比 全身剧烈抽动 瞳孔地震 愤怒恐惧到了极点 我是完颜大王的信使 你不能如此对我 你若是杀我 就是与京朝宣战 你们难道就不害怕吗 郭达此刻心中 竟有些隐隐作痛 倒不是他怕死 而是那发情公主罗的威力 他是见识过的 在他们京朝之中 就有这样一道酷刑 凡是犯下叛国之罪的重大罪犯 不分男女 全部投入侏罗圈内 受尽凌辱 直到犯人死亡为止 害怕 格黄面无表情 冷笑道 真是可笑 你们京朝 有什么好之的我们害怕的 无非一阵而已 我格黄再次告诉你 我不仅不害怕 你们京朝 我今天就要率兵出征 踏平你们京朝国都 将你们京朝的男人 勇士镇压为奴 女人全部纳入剑籍 成为最底层的奴婢 格黄强势发出宣言 让郭达再次瞠目结舌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个女人会如此强势 竟是什么也不怕 面对京朝的利游威胁 愣是一点也不动摇 郭达深知 此地不宜久留 瞅准时机 想要强行闯出皇宫 滚开 我要返回京朝 他愤怒大吼 原因修为激荡汹涌而出 立马震退围困前来的京甲卫 只是 这里乃是皇宫重地 岂是他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的 天雁皇朝 虽然没有炼须强者作证 但是华神七的修士却是有两位 其中一位老者冷哼一声 大手探出 抓向郭达 小小元英 岂能容你在此闹事 他早就看郭达不爽了 要不是阁皇没有发话 他或许早就忍不住 将其一掌拍死 郭达健壮 牙子欲裂 再也不负之前那般镇定自若 大吼道 你也不过区区华神七而已 若是遇上完颜大王的师父 火煞真君 又将如何应对 另一位华神七老者 毫不在意吃笑道 你尽管让他来便是 到时候 你们就会知道 我们天雁皇朝看似微弱 但实际上 却是你们高攀不起的存在 担心别人 不如先担心你自己吧 哈哈 啊 我跟你拼了 郭达祭出法宝 看似强行突破围攻 实则想要自杀与命 只是他的手段 岂能瞒过华神七强者的双眼 他要自杀 别让他得逞了 是 师兄 率先出手的华神七强者 恭敬应了一声 而后悄然祭出一件残缺道气 将郭达一身灵力强行封锁 而后单手一抓 便将郭达无伤囚禁 束缚扔到朝堂中央 这才信信收回双手 恭恭敬敬站在阁皇身后 像是两尊守护神 快放了我 要不然 你们会后悔的 郭达全身上下 被诡异灵力封锁 动弹不得 只能使劲咆哮 怒吼 阁皇从人皇位上站起身 气势逼人 传令下去 经朝完颜红派遣使臣前来 欲于本皇联姻 犹如我女子之身 我阁皇再次昭告天燕大众 势必强势出征 踏平经朝国都 愿随我出征者 将平步青云 可获大量资源奖赏 阁皇说完便走 突然停下脚步 看向郭达到 待他死后 把他的尸体送回经朝 在我天燕的土地上 不得埋葬他朝的任何尸体 送走